父亲锒铛入狱 女儿李婉逸被迫嫁给宋城首妇宋庭远 她是宋庭远将要娶的第四任太太 等待她的是未来噩梦般的生活 为了不嫁给那个年过花甲的老头 一手设计勾引了她的儿子宋玉白 那晚她扑进了她的怀里 身体滚烫 先生 求你救救我 送我去医院 宋城 九悬门 最奢华的酒店套房内 暖黄色的灯光打在柔软的白色大床上 分为暧昧前全 男女的衣物凌乱地散落在厚重的长矛地毯上 第一次 嗯 知道我是谁吗 女人意识迷离涣散 却坚定地说 宋玉白 听到女人的胶囊 宋玉白猴姐滚动 浴火焚身 漆黑的同谋深不见底 李婉夜 这可是你主动勾引我的 你别后悔 嗯 女人滚烫灼热的胶体 跟男人冰凉剑瘦的身躯贴合在一起 两人沉沦其中 肆意纠缠 一次又一次 直到李婉夜意识完全涣散 沉沉地睡了过去 后半夜 宋玉白欲望负起 李婉夜软烂如泥 任由他摆布 直到太阳东升 宋玉白方才罢休 搂着怀中的女人 安然入睡 下午两点 李婉夜缓缓睁开双眼 细腰间赫然搭着一条 男人精壮结实的手臂 而他整个人也握在他怀中 李婉夜微微醋眉 将男人的手臂轻轻抬起 拿到一边放下 他起身抓起旁边的浴袍 随意披在身上 嘶 不小心扯到了身上的痛处 李婉夜瞬间脸色惨白 怎么 李大小节用完 我就想走 宋玉白慵懒中 略带沙哑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他单手撑着脑袋 赤裸着上半身 肌肉线条优美 荷尔蒙爆棚 身上深深浅浅的吻痕及抓痕 满是忧郁 闻言 李婉夜的脸色 瞬间有白转红 难不成宋城鼎鼎大名的九爷 还想让我负责 李婉夜忍住痛意 赤条条地当着他的面 快速换衣服 全然不顾宋玉白衣服 玩味戏耍的眼神 想 怎么不想 现在你就站在我面前 我还想 可惜我离家家到中落 要不然 碰到像你体力活这么好的 我一定保养你 看来 你体验感蛮不错 李婉夜拿起散落在床尾的裙子 你的胡茶该刮了 宋玉白唇脚鞋钩 请笑道 嗯 你的剑有我收到了 下次我一定刮干净 此拉 李婉夜迅急地 将裙子拉链拉到顶的瞬间 衣服崩开了 使拉链坏了 借你衣服一用 谢了 他抄起地上的白色衬衣 迅速穿在身上 黑色的长发如墨般散在脑后 不带床上的人回答 李婉夜已经走到门口 宋玉白唇脚鞋钩 李婉夜什么时候还有下次 李婉夜诞生回应 没有下次了 随着门砰的一声和尚 走廊里 李婉夜娇柔的嘴角 勾起一抹嘲讽般的冷笑 他拿出手机 翻出通讯录里的某个联系人 鲜白的手指 飞快地在屏幕上打出几个字 鱼儿上钩了 那边很快回复 注意安全 而房间内 宋玉白盯着白色床单上干涸的血迹 脸上浮现出一抹轻蔑的笑意 几年不见 他的气质真是比以前愈发清冷疏离了 李婉夜出了房间 跟郑玉进门送正装的姜特 住碰了个正正 姜特住在看清楚女人的面容时 微微一正 脸上诧异之色净显 怪不得一向挑剔的酒爷 昨晚主动将人拐进房间 原来是他 姜特住轻推房门进去 房内竟是一片欢愉过后的暧昧气息 洗浴室里 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姜特住站在客厅等候 十分钟后 宋玉白只下身裹着浴巾便出来了 宽肩窄腰 头发上的水滴落在胸肌上 而胸膛上肩颈处 都是激情后留下的痕迹 他甩了甩头发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散漫不羁的劲 姜四 你去查一下李婉亦 什么时候回国的 姜特住一时沉浸在自家老板的完美身材上 吞咽了下口水 慢慢拍说 好的酒爷 还有 周五晚上老宅家宴 商量黎宋大婚的事宜 替我挑一套爱马仕的高定西装 谁大婚 黎宋 我父亲和黎家大小见 文言 姜特住的瞳孔 因为震惊瞬间放大 据他所知 宋城第三大家族黎家 在一个月前败落 黎宛义的父亲黎征 因为经济犯罪 锒铛入狱 黎征除了黎宛义之外 还有一个私生女 但在宋城能称之为黎家大小见 只有黎宛义 也就是说 老板昨晚主动睡了自己未来的小妈 真是够惊爆的 姜特住转念一想 不过也确实符合 酒爷风流倜傥 张狂不羁的性格 宋城谁人不知宋九爷 外人都知道 宋家全是滔天 宋家最危险的两个人物 是宋老爷子跟宋玉白 可江四觉得 宋玉白更胜一筹 宋老爷子 是你只要不得罪 他就没事 得罪了非得拖一层皮才罢休 而宋玉白 殷勤不定 善于心计 不管你得不得罪他 被他盯上了 不光要拖一层皮 还有可能会被吃干抹尽 想着 江特住浑身汗毛竖起 宽敞的街道上 一辆白色的 阿斯顿马丁低壁 十一项一阵风 飞驰过去 最后停在了 宋城中心医院的停车场 李婉一戴着口罩 站在挂号去交费 挂妇科的人真不少 像他这种情况的 微乎其微 等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叫到了他的号 坐枕的是位 五十多岁的女医生 眼睛上架着一副老花镜 在听完李婉一的描述后 将眼镜一摘 不免多看了他两眼 去里面脱掉裤子躺下 架子上有刀指 垫在下面 李婉一硬着头皮走进去 难为情地 爬到妇科检查床上 说不紧张是假的 挨牵刀的宋语白 医生边戴手套边问 第一次 李婉一面色一红 嗯 几分钟后 随着哗啦哗啦的 水流声结束 医生率先走出来 拿出单子 在上面潦草的哗啦几下 姑娘 你这是轻微撕裂 问题不大 回去一定按时涂抹药膏 记辛辣 注意别感染 李婉一休难地道 谢谢医生 麻烦再给我开河 紧急避孕药 想起昨夜一夜未停的欢愉 李婉一竟然一时羞红了脸 他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次 在那种情况下 避孕措施没来得及做 他不得不佩服 送于白个癌千刀的狗男人 体力真好 医生将开好的药方递给他 以后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年轻人要节制一点 李婉一哑然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从妇科会诊室出来 李婉一手持医生开的处方单 仔细看着 眉头紧锁 突然间 他被一股大力撞了一个亮枪 手里的药方及病例 从他手中滑落在地 一个年轻女人尖锐的声音传来 哎呀 你这人怎么回事 走路没长眼睛吗 女人满脸恼怒地看向李婉一 在对视上她那双眼睛后 眼疾手快地抢先一步 捡起地上的单子 李婉一伸出鲜白的手指 声音不便喜怒 还给我 女人扫了一眼病例报告 上下打量着她 只见李婉一穿着男人的宽大衬衣 脖梗间满是掩盖不住的吻痕 女人灭笑道 哟 李婉一 真看不出来 你竟然这么开放 还玩得挺花 轻微撕裂 你难道找老外了 关你什么事 我听我妈说你 马上要嫁入豪门 给宋老爷子当小媳妇 提前恭喜你了 但你说 这是要是让爸爸和宋家知道 他们该是什么反应 我再说一遍 病例还给我 女人趾高气昂地说 就不给 你能拿我怎么样 拿你宋太太的身份来压我 泽泽 我没记错的话 宋婷远应该比爸爸还大几岁吧 怕他婚后不能满足你 怪不得你会这么着急 出来找眼男人 啪 一道清亮的耳光声响起 李婉一这一下 直接将女人打猛了 女人被打得脑瓜子嗡嗡响 李然然 你不是最爱漂亮吗 我看你今天的腮红 着实有点淡 姐姐我拿巴掌给你补补 自始至终 她的语气和表情 都是那般淡定平静 连丝毫的失态都没有 甚至不曾皱一下眉头 李然然虽说是黎家的私生女 但依黎家以前的社会地位 那也是锦衣玉石 含着金汤池出声的 哪受过这种委屈 她捂着火辣辣的左脸 眼泪在通红的眼眶打转 李然然愤恨地说 李婉一 你竟然打我 李婉一轻飘飘地说 长姐如母 爸爸不在 你见了我 连生姐姐都不叫 我教育一下你 有什么问题 话落 她再次扬起手臂 李然然见状下意识想躲 李婉一却将手臂轻轻放下 词诞生道 拿来 突然 一名护士拿着叫号单喊道 哎 我说你们两个 到底看不看病 下一位李然然 谁是 啪 得一声 李然然伸出右手 将那几张纸 甩在李婉一手中 李婉一 咱们走着瞧 李婉一 咬下一句狠话 扭着腰朝着护士所在的方向走去 我是李婉一 来了 李婉一望着她的背影 闽唇一笑 早年间 她就听说李婉一私生活混乱 现在看来是真的 宋家老宅 一辆红色限量板蓝箔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势 进宋家老宅庭院中 一抹高大奇长的身影 从车内下来 宋于白在看见旁边车位上 停的白色阿斯顿马钉时 邪魅地勾唇一笑 客厅中 宋家人正与李婉一谈笑风声 宋家身为宋城最大的豪门世家 财富累计福布斯全球排行榜前十 宋庭院有过三任太太 育有四子 大儿子宋伯俭 经营管理着宋家国外的生意 为人低调 常年定居国外 二儿子宋成盈 先天性缺陷 腿脚不变 很少出门 三儿子宋锦琛 从小就贪玩 一事无成 她是第二任太太蓝如青所生 蓝如青早年间 被宋庭远接回宋家 小儿子宋于白小名九玄 姓子也 放浪不羁 外号九爷 白阎王 自小就叛逆 好在打小聪明 深受宋老夫人喜欢 现在是宋家集团的掌权人 也是宋庭远培养的接班人 此时 李婉一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 她身穿白色的旗袍 头发用一根 印有暗眉的痰木发拆盘起 整个人温婉闲静 宋老夫人似是对这个未来 媳妇很满意 满脸褶皱的脸上 挂着慈祥宠爱的笑容 她拉着李婉一的手道 婉一 你放心 宋家不会亏待你 你爸爸的事情 我们宋家能帮到的地方 会尽力去帮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李婉一摇摇头 谢谢阿姨 这都是事先就定好的 我没有要求 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那大婚的日子就定在 妖 大家伙都在呢 宋语白磁性悦耳的声音响起 聊天被打断 李婉一闻声望过去 宋语白黑色天鹅容西装外套下 里面什么都没穿 就这样真空上阵 露出若隐若现的胸肌线条 李婉一突然想到 那晚她的手不停地在她的胸肌上摸索 不自觉面色超红 九璇 你怎么才来 说话的是宋语白的二哥 宋诚盈 宋语白眼简一该 路上堵车 紧接着 她又礼貌地跟每个人打招呼 爸 奶奶 兰姨 二哥 二嫂 三哥 唯独没有提李婉一半个字 宋语远魂后的声音响起 带着些许不悦 九璇 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婉一在这 你没看见 宋语白随意瞥了她一眼 玩味地说 这就是我未来的小妈 瞧着有点眼熟呢 这声小妈叫的 让李婉一心底一紧 嗨嗨 宋老太太倾咳两声 九璇 婉一还没过门呢 宋语白不以为意 这不是早晚的事吗 我先适应适应 她再次试探性地叫 小妈 闻言 李婉一如坐针毡 她寻了个机会 借过去厕所溜之大吉 宋语白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 轻挑眉梢 唇角微微上扬 宋婷远逆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 静瞎胡闹 宋语白低头看了下腕表 捏了捏眉心 爸 奶奶 时间还早 我有点头痛 先上楼休息一会 开饭让庸人喊我 话落 宋语白大摇大摆地往楼上走去 李婉一躲在卫生间图个清静 无聊地刷手机 突然见门 把手转动 她心底一惊 下意识地喊道 有人 外面的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紧接着 手里拎着一串钥匙的宋语白走了进来 反手将门锁上 李婉一挑眉 怎么是你 宋语白啼笑 你想让谁来 我爸 他体力可没我好 他唇脚斜钩 一步步朝着李婉一走近 直到将人逼到退无可退 你不怕被你爸发现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 李婉一被他压在墙上 他炙热地呼吸洒下来 伴随着清淡的木质香 像是冷山的味道 宋语白头埋进他雪白的脖梗 上次一别 食髓之味 他开始肆意撩拨 嘴唇轻轻含住他的耳垂 李婉一浑身一颤 他感受到他的轻颤 大手拉住他的柔嫩的小手 带到他剑朔 且肌里分明的腹肌上 李婉一本就如惊弓之鸟 听到声音直往宋语白怀里缩 李婉一羞懒地说 宋语白 别在这 宋语白的眼中满是情欲 偏偏这样娇羞的男语 传进他的耳朵里 明显就是欲举海音 听话 我很快 二十分钟后 卫生间的外面 传来一阵游远寂静的脚步声 李婉一本就如惊弓之鸟 听到声音直往宋语白怀里缩 紧接着传来蓝如青说话的声音 婉一 你在里面吗 李婉一心下一颈 偏偏这时候 宋语白故意使坏 动了一下 嗯 他不自觉发出一声娇喘 吓得他赶紧捂住自己的嘴 身上也如过电瓣酥酥妈妈 他尽量自己声音正常 蓝姐 我在 妈让我来看看你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不好意思 我有些肚子疼 让你们久等了 他每说一句话 宋语白就故意动一下 不打紧 我先去跟妈说一声 免得她担心 谢谢蓝姐 听到蓝如青离开的脚步声 李婉一心才 逐渐落地 瞬间感觉空气都清新了 宋语白雌性撩人的声音 从她头顶传来 刺激吗 她从后面拥抱着她 双手环在她腰间 正好可以从浴室镜中 照出两人的身影 肤色一身一浅相呼应 闻言 李婉一弯了她一眼 又不幼稚 你不喜欢 我看你明明一脸享受的样子 速战速决 别墨见 哟 李婉一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说速战速决 宋语白时间把控得刚刚好 餐厅 长方形的餐桌 宋廷远坐在主位 左手边是宋老太太 右手边是李婉一 紧挨着宋老太太的是蓝如青 老三宋锦琛 桌子另一边李婉一刚坐下 宋语白散漫地从楼上下来 一屁股坐在了她旁边 宋廷远倾壳一声 九旋 找好你自己的位子 宋语白是宋家老妖 安排位 应该坐最后一位 现在她坐的是二哥宋承宁的位置 宋承宁患有腿疾 众人落座后 才被她老婆缓缓推过来 宋语白一副混不拎的样子 爸 我想跟未来小妈多清静清静 文言 桌上人神色各异 宋廷远压着自己的怒意 沉声道 宋九旋 宋老太太出来打圆场 廷远 九旋喜欢做那就做那吧 他们年龄相仿 九旋也好多照顾着婉一一些 得到老太太的首肯 宋语白抢在宋廷远前面说 谢谢奶奶 老太太最宠宋语白 是全家公开的秘密 宋廷远只好作罢 开饭吧 兰如青俨然一副当家主母的样子 婉一 等你嫁进宋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拘谨 李婉一玩耳一笑 好 这话倒是没错 兰如青是宋廷远的二婚老婆 只是这话由他说出来 让李婉一感觉怪怪的 活像是古代那些大户人家 给家里老爷那些的正妻 宋语白这回可是够消停的 一直在漫条丝里的埋头吃饭 突然间宋锦琛像是 发现了新大路 盯着斜对面宋语白的脖子看 九旋 你交女朋友了 宋锦琛的一句话 桌上几人齐刷刷地看向宋语白 文言 李婉一心里咯噔一下 三哥何出此言 宋锦琛提醒 诺 你脖子有小草莓 宋老太太来了兴致 九旋看上了哪家的姑娘 宋语白抬手夹起一只阿根廷红虾 边包边说 奶奶 我最近还真厌遇到一个姑娘 只感觉身材很好 胸大腰细的 嘖嘖 话落 李婉一的心瞬间一紧 如芒刺在背 最可恨的是 那狗男人 这回又在桌子下面撩骚他 时不时地蹭着他的腿 在座的只有他知道 宋语白说的那人是他 宋廷远把碗筷放下 立声呵斥道 荒唐 宋九旋 你平时浇灌一些就算了 今天是什么场合 你说的什么胡话 宋语白对宋廷远的话 置若罔闻 他将那只包好的虾 堂而皇之地 放进李婉一的碗盘中 宋语白混不灵的态度 彻底刺激到了宋廷远 他叱咤风云数年 早年间更是在军区待过 谁敢给他撂过脸子 更何况 今天这个饭局属世不一般 宋九旋 你的教养呢 长辈跟你说话听不见 宋语白王以背上一靠 今天是什么场合 宋老太太说何道 九旋 今天你爸和李小姐商量轻视 你少说话 多吃饭 奶奶 你说 他都娶了多少个老婆了 还真想学古代帝王之家 后宫家里三千 宋廷远闻言 瞬间脸色铁青 拍桌起 指着宋语白喝赤道 你这个逆子 你今天存心来搅局是吧 爸 李婉一比我还小一岁呢 你也真好意思 对人家姑娘下手 这话听得在座几人胆战心惊 唯有李婉一 觉得他这倒是说了句人话 宋九旋 我今天就要正正家规 宋语白手握成拳 咬牙切齿道 宋廷院 我妈还活着呢 你就跟你老相好 旧情复燃了 还把人接回家里 当时我年纪小不懂事 我忍了 现在 你要娶个年纪 可以当你女儿的女人 你知道什么叫 恬不知识吗 话落 蓝如青脸上挂不住了 宋语白说的老乡好是他 九旋 宋景琛也有些恼火 因为蓝如青是他亲妈 哗啦 桌上大半的饭菜 被宋语白掀翻在地 啪 宋语白结结实实 挨了宋廷远一巴掌 接下来的局面很混乱 几人合力拦着宋廷远 宋老太太心疼坏了 拼命护着宋语白 李婉一没有看热闹的准备 寻了个空子 跟宋老夫人告别 溜之大吉 从宋家老宅出来 李婉一开着白色的阿斯顿马丁 急驰在江井大道上 婚期没谈拢 他今晚上心情很好 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 这是回国以来 唯一一件值得他开心的事情 想起宋语白脖子上的吻痕 那是他故意留的 看来他没有压错包 他正打着心里的小算盘 突然响起了一阵阵汽车鸣笛声 从后视镜看过去 是一辆红色的超跑 扎眼的车牌号 骚包的大红色 想不记住都难 除了宋语白 还有谁 那辆红色的蓝薄油门踩到底 一下就超过了他的车 将他逼停在马路边 李婉一正欲发飙 车窗被敲响 一张蛊惑人心的脸 贴近车窗玻璃 他降下车窗 你有事 宋语白冷眼看着他 你还真打算嫁给我爸 图什么 图他年纪大 还是图他老婆多 李婉一顿 不然呢 反正 你嫁谁都是嫁 不如嫁给我 李婉一挑眉 心里咯噔一下 他千算万算 唯独没算到宋语白说要娶她 那他心里的那个白月光呢 宋语白趁他愣神之际 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取名正局 车呢 这是宋语白第一次坐他的车 车里有淡淡的青木香 跟他身上的味道一样 很好闻 你别想多了 我可对你没意思 我只是刚好需要一段婚姻 宋诚和秦诚 最近有几个大项目 对方都比较注重合作方的婚姻关系 碰巧我最近去云顶山算了一挂 大师说 我必须尽快找一个身上有颗红质的女人注册结婚 否则有大胸之招 红质你身上有 我见过 说来那个位置比较尴尬 在他左胸靠上方 的确长有一颗小红质 最重要的是 这样直接可以断了我爸再娶的念头 文言 李婉依的眼神慢慢暗淡下去 所以 你选中了我 依我们离家现在这个情况 也帮不了你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离家人脉积累得很广 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你不也正好需要宋家这顶保护伞 我们各取所需 何乐而不为 李婉依私存片刻道 好 就按你说的办 你放心 咱们以后各玩各的 我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也不会阻挡你追求真爱 只要你的女人不来招惹我 我都可以接受 宋语白倾笑 你很识趣嘛 结婚协议说 你好我会让江特助给你送过去 你也放心 宋太太应得的 你一分也不会少 晚上八点多 那辆白色的阿斯顿马丁DB11 出现在宋城民政局 此时 民政局局长以及办事员 亲自站在门口相迎 江特助也早早在一旁等候 他接到宋语白电话的时候 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了 宋语白身边的人 办事效率自然是高 江特助马上联系了 民政局登记科 登记科说 下班了不能办 江四报了身份 下面的人自然不敢怠慢 没想到局长这么上道 竟然亲自过来了 不等李婉义解开安全带 宋语白率先下车 李婉义稍有不悦 紧随其后 局长见人过来 热情地寒暄了几句 将人邀请到办事大厅 便切入正题 宋先生和宋太太带证件了吗 带了 没带 宋语白和李婉义一口不同声 却同时间回应 局长适时地恭维道 两位还真是有默契 想必一定很相爱吧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却不曾想 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两人不光跟相爱不沾边 还是半路组成的便宜夫妻 宋语白此时拉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李婉义只好尴尬地赔了个笑脸 宋太太 身份证照片也行 先帮您把信息录上 身份证和户口本元件后不就可以 李婉义对着手机屏幕滑了几下 翻出身份证照片递了过去 办事员在看到他的身份信息时 不由地多看了两眼 传言宋廷远要娶李婉义 怎么新郎官换成了他儿子 不得不说 李婉义长得确实比传闻中还要漂亮 简直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 办事员正愣片刻 很快把信息录完 请二位移步到摄像区合照 摄像棚里 是一幅巨大的红色背景布 两把木制凳子 以及一架摄像机和一台电脑 此时 两人间的距离 能塞进去半个江特主 办事员看不下去了 两位麻烦坐近一点 宋于白一动不动 李婉义往中间挪动了一下 再近一点 李婉义见宋于白还是纹丝未动 他不免有些生气 婚是他提议要结的 现在拉搭着一张脸不配合拍照 算怎么回事 他边想着 边生气地使劲往中间靠 直接坐在了两个板凳中间 宋于白被撞了一个裂茧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扑痴 江特主实在没忍住 一下笑出了声 随后又立马收了回去 如果眼神能杀人 他此时已经被宋于白的眼神刀死了 宋于白也不甘示弱 往中间挤了挤 哎 对 就是这样 看镜头 微笑 咔嚓 随着快门声的响起 登记照片已经拍好 五分钟后 刚硬压在结婚证上 办事员将结婚证双手递给两人 两位可以移步到宣誓区了 不用 算了 本就是没有爱情可言的婚姻 宣誓毫无意义 办完手续 江特主从口袋里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支票 辛苦两位 九爷大喜日子 这是一点心意 还请两位收下 同时希望两位将这件事暂时保密 豪门联姻 向来都是让利益达到最大化 就连曝光时间都要挑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局长再三推托 最后还是收了 李婉一瞄了一眼支票上的金额 两张支票 每张五十万 宋玉白还真是够大放的 领完证 李婉一跟局长和办事员道谢后 他便称自己有事 先走了 就连江特主都打了招呼 唯独对宋玉白 就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宋玉白深吸一口气 顶了顶后曹牙 这女人什么属性 每次用完招呼不打就走了 家临警院 李婉一回国有半个月了 期间一直住在这间九十多平方的房子里 她的父亲离征入狱后 家里所有的财产 基本都被法院查封了 除了这间在她名下的房产 还有一家小娱乐公司 洗完澡 李婉一拿出手机 给远在国外的人发了条信息 系统 事情比预想中顺利 你哪天回来 到时候我去接你 那边很快回复 我尽量早点回 李婉一回 好 发完消息 她舒服地窝在沙发里 脑海中逐渐浮现出 宋于白那张眉目如画的脸 陈锋的记忆被打开 心中那些从未启齿的秘密 也在黑夜中 奇奇地涌上心头 记忆中的那个男孩 她消想了整个青春 长达十余年 初见那天微风起 入学第一天 不巧的是她来了大姨妈 弄脏了裤子还浑然不知 少年将校服借给了她 衣服上独特的香味 飘入她的鼻腔 那个味道 她至今还记得 夕阳西下 阳光洒在少年的身上 她似是想到了什么 缓慢回徽 对她微微一笑 那一刻 她心跳加速 只为她跳动 后来她便打听到 那个少年 是比她大一级的学长 学校里校草级的风云人物 记忆中少年的脸 与宋于白的脸 完全重叠在一起 司机此处 她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结婚证 反复妈撒 惊艳了时光 温柔了岁月的那个少年 她不光睡到了 还领证了 尽管她不爱她 说到底 还是她赚了 欲是人间惊鸿客 欲是私人不可得 谁能想象她 居然跟她暗恋了十一年的人 出现在了一张结婚证上 今晚她伪装得很好 只是亲耳听到她的那句 我可对你没意思的时候 心还是不受控制地疼了起来 装作不在意 最后才能潇洒地转身离开 假装不等你 一步一厘米 清晨的阳光 透过薄薄的窗帘 溜进了窗户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女人伸出鲜白的胳膊 摸索着床头柜上的手机 李婉一眯着眼睛 看了下来电人 一串陌生号码 按下接通键 电话里传来一道略微熟悉的男生 太太 我是姜四 我在您家楼下 九爷让我接您 去栏越湾 李婉一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打着哈欠道 去干什么 姜四慢条思理地解释 太太 您跟九爷结婚了 理应注意起 李婉一瞬间清醒 宋于白说的 嗯 九爷让我务必把您接过去 李婉一赤着脚踩在地上 从窗户望下去 看到楼下停着一辆 冰川白色的冰利欧鹿 知道了 我收拾收拾行李就下去 太太 九爷还说了 您什么都不用带 南岳湾那边 已经全部被齐了 好 麻烦你稍微等我一会 尽管如此 李婉一还是随意 收拾了一下行李 俗话说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本就是协议结婚 他没理由用人家的东西 他去收拾笔记本电脑的时候 不经意间 扫过书桌抽屉里的日记本 犹豫再三 还是不带了 这本日记 承载了少女那些 无处安放的心事 十分钟后 李婉一拎着一只 不大不小的行李 乡下了楼 他素面朝天 长发也被扎成马尾 竖在脑后 江四见人出来微微一愣 瞬间的恍惚感 一度让他怀疑 回到了几年前 那时候他去学校 给宋于白送东西 有幸见过这位李大小姐 当时就被惊艳到了 而且气质变得更好了 江四赶紧上前接过行李箱 并伸手递出一把车钥匙 太太 这是九爷为您准备出行用的代步车 李婉一到了声谢 扫了一眼那辆兵力 并未接过车钥匙 我有车开 这辆车麻烦江特助 还给九爷 江四面露为难之色 还是硬承下来 好的太太 车子行驶了二十分钟 抵达了蓝月湾 蓝月湾位于宋城市中心 一鸣江二建 是宋城最贵的别墅区 别墅内的两名庸人 早早站在门口迎接 李婉一不声不响地 跟在江四的后面 带两人走近 江四介绍说 张仪 何淑 这位便是九爷的太太 李婉一 张仪心直口快 称赞道 太太长得可真俊哪 李婉一玩耳一笑 江四转而又对李婉一介绍道 张仪跟何淑两位 都是从小就跟在九爷身边照顾的人 都很和善可亲 何淑微笑点头 太太 以后你有什么事 直接吩咐我俩就行 张仪热情得很 太太 我带您去熟悉一下环境 以后这里就是您的家 李婉一微微汗手示意 好 谢谢何淑 有劳张仪了 江四将李婉一的行李箱递给何淑 太太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李婉一在张仪的带领下 将别墅里里外外参观了一个遍 最后参观到卧室时 张仪介绍道 这是您跟先生的卧室 您的行李已经拿过来了 您参观完了 可以直接在这休息 等午饭我过来喊您 他想问 以后都要跟宋玉白天天睡一起 出口的话却变成了 谢谢张仪 还是等宋玉白回来 亲自问他吧 张仪又交代了几句 便走了 当他转到衣帽间的时候 不免有些惊讶 衣帽间几乎跟卧室一样大 里面分区整齐地摆放着男士女士 所有的穿戴用品 李婉一望着 那一排排高级手工西装 一时失了神 以前也不是没有幻想过 跟宋玉白在一起生活 做梦吗 谁不坏 只是他从未奢求过 有一天能离他如此近 让他感觉像在梦里 因为这样的梦 他做过无数次 李婉一随意打开一个抽屉 里面是各种不同款式的 大排Brow 有蕾丝的 花边的 有无肩带的 等等 他看了一下 是他穿的马术 瞬间羞红了脸 毕竟他也是豪门出生 倒不是惊讶衣帽间的奢华程度 而是他没想到 宋玉白会将他所有要用的东西 准备得一应俱全 各大奢侈品牌的衣服 鞋子包包到内衣内裤袜子 以及饰品 化妆品护肤品 美容衣等等 只要女生有的东西 这里应有尽有 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衣服鞋子 都是他穿的马术 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想到这 他的心间有一丝惊喜和雀跃 悄悄爬上了心头 像进入湖面的浮标 轻轻跃动了一下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对自己 也有一点点的心动 李婉一很快摇摇头 海王怎么可能上岸呢 况且 还是心里有白月光的海王 等等 他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这么齐全的女士用品 并不像是临时准备的 有些都是当年份 最流行的奢侈品时装款 像是一年又一年 收集过来的 难道是为他白月光准备的 蓝山会馆 宋于白将麻将一推 不好意思 这把又糊了 这已经是 宋于白糊排的第五圈 唐嘉宁不干了 把手一摊 不完了不完了 宋于白戏血 先给钱 别耍赖 唐嘉宁埋怨道 哥 你就坑我吧 宋于白似笑非笑 你在后面疯狂给我点炮 我有什么办法 沈卿尘一贯冷峻的脸上 浮现一丝浅浅的笑意 没事 嘉宁 一会杨子来了 接你的班 说曹操曹操就到 徐京阳姗姗来迟 我来接嘉宁什么办 陪完的侍应生 见人已经到齐 知趣地让出麻将桌 最后一个位置 宋于白调侃 当然是接班继续给我点炮 你以为是接班继承皇位呢 宋于白 沈卿尘 徐京阳 是多年的好友 唐嘉宁是 宋于白的表妹 四人平时在一起搓麻将 一般是徐京阳总点炮 徐京阳不在 唐嘉宁后来者居上 被宋于白数了惯了 徐京阳也不太在意 继承皇位大可不必 倒是可以继承嘉宁的花呗 唐嘉宁美眸一瞪 杨子哥 紧接着 徐京阳一惊一乍地说 你们猜 我刚刚碰见谁了 唐嘉宁最爱听八卦 谁 徐京阳故意卖关子 你们绝对猜不到 宋于白挑眉 我们不想知道 沈卿尘敲了敲麻将桌 来 继续玩牌 徐京阳急了 哎 我说你们两个 怎么这么无趣 唐嘉宁弩弩嘴 杨子哥 你还说不说了 墨姐 我碰见顾艳之了 话落 桌上几人神色各异 气氛有一瞬间的凝固 徐京阳有些猛 怎么都不说话 这难道不是一个大新闻吗 宋于白的眼眸晦暗不明 随即和下眼帘 轻飘飘地吐出几个字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说 回来有半个月了 徐京阳话落 宋于白此刻平淡的脸庞 看不出情绪 众人却明显感觉到 他四周的气压有点低 半个月 之前他让江四调查 李婉一的回国时间 也是半个月前 那么巧 此时 一阵手机铃声适时地响起 宋于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屏幕显示着江特助来电 我先去接个电话 他边往外走 边划开接通键 喂 江四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 九爷 按照您的吩咐 太太已经被接到蓝月湾 嗯 我知道了 见江四迟迟没有挂断电话 宋于白问 还有事 江四由于片刻道 您送太太的那辆车 他没有收 现在 这辆车要怎么处理 宋于白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他不要就送给苏小姐李小姐孟小姐啊 随便找个人送了 不就完事了吗 好的九爷 我马上去办 嗯 挂了 挂断电话 宋于白脸上勾起一抹灭笑 有意思 三十六级中的欲擒故纵 瞒天过海 美人计都让他玩上了 回到座位 宋于白面色无异 四人继续开始搓麻将 徐晋阳开始找话题 九旋 我们刚刚还在这聊呢 听说李婉一要嫁给你爸 真的假的 宋于白头也不抬 假瓜 别吃 唐佳宁摸了一张牌 个 不对不对 我听我妈说了 是真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徐晋阳打出一张二桶 那顾燕之回来 该不会是千里寻妻吧 碰 唐佳宁将二桶收入囊中 啥 他俩有一腿 徐晋阳娓娓道来 嗨 多少年前的事了 李婉一比我和你哥 还有清晨小一件 当时顾燕之出国进修 他立马申请名额 跟着去了 他俩还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 金童玉女呢 嘖嘖 唐佳宁继续八卦 杨子哥 那李婉一长很漂亮 我记得 他上初中的时候 还是个可爱的小胖子 可埋态了 上大学后 整个人跟脱胎换骨了一样 漂亮得不像话 我都后悔当初没追他 紧接着 徐晋阳打出一张妖姬 胡了 徐晋阳的一张妖姬 直接给沈卿尘点了炮 靠 沈卿尘 你是不是偷看我牌了 沈卿尘腻了他眼 打牌的时候 尝尝脑子 别光聊别人八卦 宋玉白细血 他脖子上的那玩意 不就是用来凑身高的吗 徐晋阳不满 宋九旋 你压嘴怎么那么损 一局结束 宋玉白把牌往中间一推 老江摇晕了再跟我说话 唐嘉宁在一旁乐得合不拢嘴 杨子哥 你别搭理我哥 他就那副臭德行 你再给我讲讲李婉姨 跟顾雁之的事呗 随着麻将桌自动洗牌的空荡 徐晋阳感叹 一如花似玉的姑娘 怎么就要嫁给九旋他爸了呢 真是可惜 也不知道顾雁之 能不能把人抢过来 麻将牌洗完 沈卿尘轻咳一声 杨子赶紧地摸牌 唐嘉宁不解 离家再没落 也不至于卖女儿吧 徐晋阳看向一侧的宋玉白 不是说离宋两家 早就有约定要联姻吗 宋玉白并不解查 唐嘉宁道 那李婉姨完全可以嫁丢我哥 或者锦承哥呀 现成的黄金单身汉 徐晋阳摆摆手 打住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 你个名草有主的 哎 九旋 你跟苏金安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打算娶人家 宋玉白轻飘飘地说 这是不着急 不过 我应该尽快去拜访一下伯母 问问他当年生你的时候 是不是把你的智商 跟其他一起剪断了 徐晋阳嘴角抽了抽 宋玉白 你今天吃枪药了 沈卿尘出来打圆场 杨子 少说两句吧 当着九旋的面 八卦人家家事 我要是他非得给你扔出去 徐晋阳吃味地弄弄嘴 唐嘉宁对着徐晋阳 比划了个用拉链 把嘴封上的动作 徐晋阳同样动作回过去 接下来 徐晋阳跟唐嘉宁 倒是安分了不少 只是两人接连轮换着点炮 说得最多的 还是徐晋阳 一日 白色的阿斯顿马丁 匀速行驶在宽敞干净的道路上 半个小时后 李婉一的车子 抵达宋城最繁华的商业办公区 于亿中心 他把车停在车位上 便踩着高跟鞋 乘坐电梯 前往一栋16层的传媒公司 义合传媒 义合传媒 本就是挂在李婉一名下 李家产业众多 这也是 李家唯一没有被封的公司 回国后 他只来过一次 丁 电梯门打开 李婉一从里面出来 他一身淡脸的黑色职业妆 西装面料的半身裙 长度到膝盖的位置 露出半截光滑白皙的小腿 长发用一个珍珠发卡随意地盘起 整个人的气质略显淡雅 助理抱着一摞文件 早早在一旁等候 助理是一名大学英介毕业生 上次他出去跑业务 都没见到李总本人 回来就听说 年轻貌美的女总裁 来公司视察了 这回见到李婉一出来 还是不由得微微一正 随后他汗手道 李总 走 李婉一浅笑回应 你就是裴宁泽 陪助理有些诧异 木讷的点头 是 我是您的助理 裴宁泽 跟我来 陪助理跟在李婉一后面 公司的员工见状 纷纷打招呼 李总好 李总 李总 早 李婉一君微微点头失忆 办公室内 李婉一坐在老板椅上 陪助理在办公桌前站着 陪助理把手中的文件夹 双手递过去 这是一手的娱乐新闻 您看看 敲定一下发哪个独家 李婉一打开娱乐新闻的 那个文件夹 头也不抬地说 请坐 没那么多规矩 陪助理到了声谢 便在桌前的椅子坐下 娱乐新闻 无非就是一些明星的花边新闻 拍到的基本都是谁 跟谁深夜聊剧本了 谁又跟谁吵飞闻了 以前义和传媒发新闻 肆无忌惮 有离家撑腰 别人自然是没法拿瞧 如今离家自身难保 传媒公司发独家 就要掂量掂量了 搞不好就会得罪人 惹不起的人物 李婉一页页的认真翻阅 直到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他失神般地震愣在那里 那一页赫然写着 宋九爷风流成性 深夜与嫩膜大玩贴贴 照片中酒吧氛围感十足 宋于白左拥右抱着 两个身材火辣 穿着暴露的女人 时间显示 昨夜凌晨一点 而昨夜 他窝在卧室的沙发里 等他等到凌晨 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宋于白一夜未归 他的心 瞬间跌落到谷底 走不出自己的执念 到哪都是囚徒 李婉一将文件夹合上 葱白的手指轻敲着桌面 李婉一神情平淡 从容一笑 全部发出去 俗话说 有钱不赚王八蛋 陪助理略有迟疑 全部 您确定 李婉一轻挑没烧 有问题 陪助理摇摇头 没有 我马上去办 领导都发话了 他哪敢有意见 话落 陪助理转身 等一下 李总 您还有事 以后有关宋家的娱乐新闻 第一时间发给我 他故意没提宋于白 而是用了宋家代替 陪助理定定地望着他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李婉一见他不语 便问 还有什么问题吗 直说便是 陪助理吞吞吐吐地说 李总 冒昧地问一下 您真的要嫁给宋庭远吗 如果是真的 那真是太可惜了 李婉一言简一概 假的 别信 得到当事人的亲自辟谣 陪助理瞬间豁然开朗 李总 您是不知道 外面的谣言有多可怕 现在都在传您 要与宋老爷子联姻 别家媒体 还来咱们一盒打听消息 没事 他们要打听 就说是假的 好的 李总 嗯 没事了 你去忙吧 待陪助理离开后 李婉一伸手捏了捏眉心 继续工作 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 一个小时后 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 李婉一随手接起 喂 前台接待甜美的声音传来 伴随着意志不住的激动 李总 集团的姜特助找您 姜特助 这时候来干嘛 让他进来 好的 李总 前台小姐望着姜特助的背影出神 谁人不知 姜特助是宋城九爷的左右手 多少人想巴结都没有门路 这回人居然亲自过来了 难道传闻是真的 李总要嫁给宋婷远当小媳妇了 很快 办公室响起敲门声 李婉一诸唇亲起 请进 姜特助手里 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 有些难为情地说 太太 我刚刚去了蓝月湾 张一说 您来了公司 这是九爷让我带过来的 您看一下 李婉一接过文件 醒目的标题 结婚协议书 第一次见协议书 再领完挣签的 宋玉白就不怕他狮子大开口 分走他一半财产 在看完那份协议书后 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没人 能拒绝二十亿 哼 宋玉白还真看得起他 这个挣领的真是值了 不光不用跟宋老爷子结婚 两年时间 离婚后还能白得二十个亿 李婉一快速浏览完 提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按了手印 动作一气呵成 形如流水 他把协议书交给姜特助 替我跟九爷说一声谢谢 姜特助善笑道 太太 您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李婉一微笑着点头 嗯 慢走不送 姜特助从办公室出来 扶额深吸了一口气 这难道就是豪门夫妻之间的小情趣 二十亿的结婚协议书 姜特助总结了一下 有钱任性 出了义和传媒 姜特助便接到了 集团公关部负责人的电话 负责人有些难为情地说了下 小宋总被报的情况 爆料者是义和传媒 姜特助抬眸望了望义和传媒 亮闪闪的牌子 嘴角抽了抽 随后 他电话打给宋于白 电话嘟嘟地响 在快要挂断的时候被接起 宋于白沙哑慵懒的声音传来 似是没睡醒 喂 姜特助窃窃地说 九爷 结婚协议书 太太签了 嗯 他让我和您说一声谢谢 等了五秒钟 姜特助吞吞吐吐到 九爷 还有一件事 太太的公司义和传媒 报了您昨夜出去玩的料 姜特助试探性地叫 九爷 等了很久 他原以为宋于白会大发雷霆 却等来了宋于白均匀的呼吸声 下午两点 李婉一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响起一阵悦耳的铃声 屏幕上显示 西同来电的字样 李婉一在看到来电人后 眉风微扬 划开接通键 里面传来无吸同清脆的声音 一保 我回来了 有没有很惊喜 李婉一确实有些吃惊 你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你现在人在哪呢 我去接你 我在世贸商业街 买那个很出名的臭豆腐 文言 李婉一醋眉 仿佛隔着屏幕 都闻到臭豆腐那骨子酸臭味了一样 你在那等我一会吧 我马上过去 好在于一中心 跟世贸大厦挨着特别近 都在宋城繁华的商业圈 李婉一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大老远 他就看见了 坐在行李箱上 端着餐盒大块朵一的无吸同 他奇耳的短发 健康的小麦色皮肤 整个人中性感十足 车子缓缓停靠在路边 他打开双闪 同时将后备箱打开 无吸同见来人 忙把嘴里的臭豆腐咽下去 张开双臂要抱抱 一保李婉一勾穿一笑 并未走近 你先吃 吃完再抱 他这个老闺蜜无吸同 口味清奇 他真是不敢苟同 无吸同撇贴嘴 一保 你嫌弃我 没事 你不怕 我待会吐你身上 你尽管放马过来 无吸同立马缴械投降 因为有一次他 非要给他尝一块榴莲 结果李婉一一个没忍住 直接喷了 李婉一对这些臭烘烘的东西 从来都是避之不及 无吸同快速把剩下的臭豆腐吃完 坐上了李婉一车子的副驾 车内 无吸同赤裸裸地盯着他 怎么样 李婉一目视前方 单手打方向盘 什么怎么样 当然是跟宋玉白一夜情啊 你那天给我发消息 不是说鱼儿上钩了吗 他那方面怎么样 李婉一违心地说 他甚虚 无吸同认同地点点头 怪不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 满脸写着不行 白下了那张倾国倾城的脸 李婉一想到第一次那晚 不禁有些心虚 他对他没什么好隐瞒的 只诞生说 吸同 我跟宋玉白领证了 啊 啊 熬叫什么 你不光把人睡了 还拐去领证了 一保 你牛啊 那可是人间妄想宋玉白啊 公狗腰 人鱼线 转了转了 话落 无吸同手机收到了一条推送 他打开查看后 一拍大腿 靠 这下轮到李婉一有些猛 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宋玉白也会嫩磨 别激动 一盒传媒曝光的 李婉一大致给他讲了下来龙去脉 当然了 他心底无法宣之于口的爱意 并未提及 无吸同 不禁竖起大拇指 随后脸色一沉 他奶奶的腿的 宋玉白这个小赤佬 有他后悔的时候 一宝 我知道一个特好的地儿 晚上咱们去狂欢 我给你找几个身强体壮的小鲜肉 酒吧 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及荷尔蒙的味道 李婉一被无吸同 推到了五池中央 他一袭性感的黑色吊带 搭配银色亮片半身裙 妥妥的夜电风 出自无吸同之手 凑巧台上的一段 热舞表演完毕 李婉一站在五池中央 有些不知所措 台下的人开始呐喊 来一个 来一个 吴希同是带头叫得最卖力的那个 还不停地给他抛媚眼 他本想拒绝 却不料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坐在高处 VIP卡座的徐晶阳 喝了两杯威士忌 这会酒精有些上头 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情 让他身心俱疲 是该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了 李婉一站在五池中央 浅笑奄然 音乐声响起 李婉一五步飞快 瞬间切换 身体和音乐融为一体 很劲爆的音乐 五池中所有的灯光 都照射在他的身上 让他的舞姿在雷射灯下 显得既性感又狂野 性感又不落俗 台下所有人不论男女 都被吸引住目光 同时 还有卡座上的徐晶阳 刚刚他就瞧着 上面的女人有些面熟 一时想不起来 这回看到了正脸 全是李婉一 还如此的火辣性感 他立马拿出手机 录了一段视频 发到了微信群里 群里炸了 这女人正点 谁啊 瞅着有点眼熟 杨子哥在哪家酒吧 好像是李家大小姐 李婉一 这不是宋城有名的鸭店 Bteam吗 一曲落 李婉一额头上 起了些细密的汗珠 宋于白来的时候 正巧看到了这一幕 台上 几名穿着打扮 时髦性感的男人 将李婉一围在中间 其中一名拿着毛巾 在为他轻轻擦着汗 一名贴心地喂他果汁 还有一名喂水果的 和一名插不上手的 不用说了 这几人都是 无锡同花钱找来的名鸭 李婉一本想拒绝 便瞄见了一身 计犯膝膏定西装 缓款来的宋于白 宋于白轻挑眉梢 呦 玄文这么滑 这里 徐晋阳大老远 就冲着宋于白白手 带宋于白走近 徐晋阳拍了一塌的背 你小子不是说 有应酬不来吗 宫事正好谈完了 来欣赏一下美女跳舞 说到这徐晋阳就来劲 我去 九玄 你来晚了一步 李婉一都跳完了 这会正跟别人 浓情蜜意呢 泽泽 你看他身边那几位 都是这里的头牌 上学那会是真没看出来的 还有这么野的一面 宋于白轻笑着坐下 立马有两名性感的女人 围了过来 一左一右坐在他两侧 宋于白轻描淡写地说 没看够 让他再跳一次不就好了 话落 他勾勾手指 适应声赶忙上前 他富尔 在适应声耳边 讲了几句话 很快 适应声走到李婉一身边 将宋于白的话 悉数传给他 适应声说 宋九爷想请您 再来一段舞蹈 酬劳是二百万 再送您十只鸭 祝您今晚玩得开心 李婉一顺着 适应声指的位置望过去 正好与宋于白四目相对 宋于白搭在 两个辣妹身上的手紧了紧 挑衅之意昭然若揭 李婉一敷耳道 跟九爷说 酬劳就不用了 舞蹈我免费跳 然后再送他两只鸡 多了我怕他今晚吃不消 适应声赶忙点点头 跑去跟宋于白传话 卡座上的宋于白 在听完李婉一的话后 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总之不太好看 李婉一将身边那四名男人 打发走后 去后台要了一只话筒 他站在舞池中央倾壳一声 银铃般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来 刚刚看舞蹈 没尽性地举起你们的双手 让我看到你们 请客间 台下欢呼声雀跃声一片 纷纷举起双手回应 吴希同 这会被一个老外缠住 分身乏术 徐晶阳对这种氛围 根本招架不住 呐喊欢呼 鼓掌一样不辣 宋于白瞧着他 一副不要钱的便宜响 心里气不打一出来 李婉一有那么好看 李婉一玩耳一笑 接下来的这段舞蹈 送给宋九爷 祝他今晚玩得尽兴 徐晶阳文言一脸不可思议 我靠 酒学你行啊 你怎么说服他的 个人魅力 切 恶心 李婉一的声音 传遍整个Beating 此时围观的巨男美女 越来越多 宋于白绕有兴致地 看着舞池中央身材绝佳的李婉一 他的那双眼睛勾人心魄 音乐声再次响起 在灯光的照射下 李婉一随着前奏的音乐 开始扭动身体 他的柔韧性很好 舞步轻盈 又不失力度 逐渐的他开始不满于此 直到音乐的高潮部分 他抓起旁边的钢管 轻轻一跃 线长的眉腿勾着钢管 呈一字马的姿势 从高处旋转滑落 动作流畅自然 全场欢呼了起来 徐晶阳脸上大写的震惊 这还是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李婉一 不过还真是性感至极 说一句人间有物也毫不为过 而一旁的宋玉白 却在不知不觉中 脸色越来越沉 徐晶阳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 九旋 这李婉一太特么绝了 你说 我去追他能行吗 宋玉白倾嘲一笑 杨子 我建议 你学天线宝宝 脑袋上装个天线 也好时刻清晰一下自己的定位 徐晶阳没听清 你说什么 天线宝宝 宋玉白也从座位上站起来 两人扶着栏杆 望着舞持中央 我说 李婉一现在是宋太太 你想都不要想 他真嫁给你爸了 上次打牌问你 你还不说 宋玉白似笑非笑 杨子 我把李婉一给睡了 徐晶阳一时有些猛 你把你爸的老婆 睡了 宋玉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得意之色 李婉一现在是我的太太 他跟我领阵了 徐晶阳一瞬间 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宋玉白话必 轻轻勾勾手指示意 很快 舞持中央跑过去 十个身材比例极好的男人 将李婉一团团围住 有穿制服的 兔子装的 以及裸露着上半身的猛男 李婉一惊呼一声 人已经被几个男人 合力抬了起来 众人以为是节目的一部分 气氛越来越热烈 直到男人们 将人抬出舞池中央 直至消失 宋玉白说到做到 当真送了他十只鸭 宋玉白白白手 杨子 你先玩着 我去调教一下我老婆 某房间内 宋玉白坐在房间内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慵懒随意 李婉一被几个男人 抬着扔进洁白 而柔软的大床后 那几名男人 便转身欲走 李婉一单手撑着脑袋 细血 帅哥们 别走啊 不是要一起玩玩吗 宋玉白一道凌厉的眼神扫过去 男人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 随着房间门一开一合 咔哒一声 宋玉白起身 降门落索 宋玉白走到床前 居高临下的冷眼逆着他 你玩得还挺夜 十个也不嫌多 李婉一默然感慨 彼此彼此 九爷不是也没闲着 俗话说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甜 你可要当心身体 宋玉白俯身 用力地捏着他的下巴 头靠近他的耳边 我身体好不好 你不清楚 上次是谁边坐边喊 再也不要了 嗯 李婉一内心翻腾 面上不动声色 人都是会变的 尝到甜头了 现在上瘾了不行 这里的鸭你也敢玩 不嫌脏 说好了个玩个的 你管我呢 宋玉白眸色一暗 熊堂里似有熊熊的烈火 一直燃到了他眼睛里 李婉一 你搞清楚 你现在是我老婆 结婚证上的假老婆而已 说到这我还要 多谢九爷才大气粗的那二十个亿 让我下半辈子 可以多养几个男模 话落 宋玉白捏着他下巴的手紧了紧 昨天晚上的新闻 是你让人报的 一和传媒 李婉一被捏得生疼 努力挤出一抹笑容 帮你提高一下知名度而已 不用谢我 两人之间的距离 彼此喷洒出来温热的气息 暧昧气氛陡然上升 宋玉白顶了下后槽牙 邪笑道 一饱 这次我不会停下来 李婉一歪头笑得一脸无辜 你以为你是永动鸡 此话一出 彻底激发了男人的征服欲 他半眯着炙热的双眸 盯着床上的人 犹如猎物一般 一个小时后 汗水顺着男人性感的猴结 滴落在李婉一腹部 漂亮的马甲线上 又过了一会 门外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游远极近 逐渐放大 疼 疼 你轻点 快说 你先放开我 把人藏哪去了 不说 我凝断你胳膊 姑奶奶 我不知道 你俩从上学的时候 就穿一条裤子 你会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宋玉白你小憋三 给我出来 别 喊 啊 吴熙桐 你这个男人婆 徐晶阳 你他妈说谁男人婆呢 吴熙桐双手凝着徐晶阳的一条胳膊 一使劲 徐晶阳痛得呲牙咧嘴 呜呜呜 姑奶奶 我是男人婆 房间内 宋玉白一副享受的模样 咱们继续 别管他们 我觉得 你还是要去救你兄弟一命 他的命不值钱 话落 外面响起杀猪般的惨叫声 熙桐有暴力倾向 你确定 反正吃亏的 又不是熙桐 紧接着 门外又传来一阵哀嚎 徐晶阳被吴熙桐 直接按在墙壁上 脸部贴着墙壁 一动也不能动 姑奶奶 九璇说跟李婉一领证了 人家是合法夫妻 你瞎做什么劲 你该不会喜欢 人家李婉一吧 你管我呢 今天宋玉白要是不出来 我就把你胳膊泻了 今晚吃烤羊腿 咔哒 门把手转动 宋玉白穿着宽松的浴袍走了出来 脖梗间的吻痕 昭然若见 宋玉白挑眉 谁找我 徐晶阳见到宋玉白 犹如见到了烤山 这时竟然有些小委屈 九璇 你老婆的闺蜜居然打我 乖 一会给你报仇 宋玉白 一宝呢 你是不是逼梁为娼了 宋玉白情笑 一宝 我逼她 我俩合法的 持正上岗 而且你看她 像是能吃亏的主 吴希同敏纯 想来也是 谁吃亏 李婉一都不会吃亏 她正色道 一宝不是你外面那些随便的女人 你找我就想说这个 你的一宝在里面没穿衣服 不方便出来 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呢 吴希同被噎得哑口无言 徐京阳暗戳戳了的大拇指 哐当 床头柜上的座机电话 被扔了出来 摔成了两半 宋玉白捡起地上的两半座机 随意地插在一起 嘴角始终勾着一抹弧度 是你给她找的那种不干净的东西 说到这吴希同就来气 昨晚你不是还夜会嫩磨 还下俩 你能干净到哪去 甚须还乱搞 徐京阳没憋住 笑出了声 宋玉白脸色一沉 李婉一告诉你我甚虚 男人最忌讳的就是 别人说他不行 况且他很行 行得不能再行了 吴希同反唇相机 难道不是吗 明天回去 你好好问问李婉一 我到底虚不虚 丢下这句话 宋玉白转身回到房间 碰 房门被摔上啰嗦 一气呵成 吴希同醋眉 难道他说错话了 吴希同咬牙切齿道 看什么看 再看 把你眼珠子挖下来 徐京阳赶紧躲他远远的 吴希同 你要不要这么凶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你跟着李婉一出国这几年 怎么越来越黑了 出国挖霉了 闭嘴 小赤佬 那叫霉黑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你懂啥 啥也不是 吴希同 你重阳媚外 徐京阳 你找死是不是 闻言 徐京阳把腿就跑 吴希同在后面追 扬言要弄死他 房间内 突如其来的亲吻 像暴风雨般 让人措手不及 一个浅犬的亲吻又落下来 那副唇齿磨到他的耳机 一宝 我怎么不知道我甚虚 嗯 谁说你虚了 你不虚 我虚 他的确虚 是心虚 他继续在他耳边低语 没事 我怕你忘了 今晚再让你好好复习一下功课 温热的鼻息撩薄的他有些痒 宋于白伸手 把他松落的发丝挽到耳后 只见划过他的面颊 若有若无的凉 却叫他脸烫了起来 月朗星熙的夜 微风轻浮河畔 一夜以你前全 一日 宋于白昨晚泪够呛 意识迷离间 闻到一股浓郁诱人的香味 他伸出精壮的手臂 往床上另一侧搭 却扑了个空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 宋于白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赤裸着上半身坐起来 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最后视线停留在香味的来源处 只见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两只鸡 宋于白瞬间被气笑了 李婉翼不仅再一次用完他招呼不打就走了 而且当真送了他两只鸡 烤鸡 于义中心商业区 由于这里是宋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 周末更是出了名的难停车 李婉翼想把车停在一座办公区停车场 而副驾驶的无锡同衔走过来太远 两人围着停车场转了两圈 愣是没找到一个停车位 一宝 快 那边的停车位 哪呢 左边第二个 看到了 李婉翼将车往前开了一下 正准备倒车入库 突然间后面驶过来一辆白车 快速地一头扎了进去 抢车位 无锡同飙了句脏话后 抢先一步推开车门下车 李婉翼紧随其后 无锡同双手掐腰 怒火中烧 有没有素质 车位也抢 赶紧把车开走 李婉翼在看到 那辆略微熟悉的冰川白冰利欧路后 眉头一皱 车牌号送A68888 是宋于白送他那辆 副驾驶处率先下来一个年轻女人 穿着光鲜亮丽 到底是谁没有素质 大吼大叫什么 好不容易找了半天的车位被抢 无锡同气不打一处来 没看见我们的车正要倒车入库吗 抢什么抢 女人便笑 没看见 我们只看见 这有个车位便停了进来 无锡同气得冒火 这么大一辆车没看见 说明你眼神不好 赶紧去治治眼睛 快的话 心许还有救 女人将无锡同上下打量一番 大姐 你说什么呢 李婉一眉间隐隐不悦 说话就说话 别盼亲切 你抢了我们的车位 开走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女人双手交叉抱胸 车位是我们的 先停进来的 就是我们的 凭什么你说开走就开走 这时 车上驾驶位的女人缓缓走下来 她巴掌大的小脸 容色娇好 皮肤非常白净 浑身散发着青春娇嫩小白花的气息 让人心生怜惜和好感 李婉一漠然心疏的意景 女人勾唇一笑 红唇清起 婉一 好久不见 李婉一面色无异 轻笑道 苏学姐 这要巧 苏金安礼貌回应 是啊 那天跟阿渔还聊到你了 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阿渔 宋于白 刚刚那个女人诧异 她就是李婉一 苏金安介绍 婉一 这位是我好朋友林真真 刚刚不好意思啊 李婉一玩耳一笑 没事的学姐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你们把车开走就行 此言一出 在场的几人神色各异 吴希同在心里默默点了个赞 苏金安面上有些挂不住了 林真真偏帮道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我们的车都已经停进来了 李小姐 这车位让给我们呗 李婉一摇摇头 满脸歉意地说 学姐 这个车位 我们也是找了好久 而且 我朋友还有些尿急 实在没办法让给你们 吴希同配合 搞快点 膀胱要被撑大了 林真真欲在缓口 苏金安拉了拉她的胳膊 真真 算了 我们再去找找 婉一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学姐拜拜 刚走出几步 林真真声音拔高了几分 金安 宋云白可对你真好 送你的这辆车真漂亮 真是羡煞旁人啊 苏金安娇羞着说 阿鱼他从来都是做大鱼说 文言 吴希同翻了个大白眼 这个林真真 可真讨厌 还有那个苏金安 一口一个阿鱼 恶心 宋云白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李婉一头一歪 管她呢 车位让出来了 不就好了吗 看着那辆兵力欧陆离去的车影 吴希同气地来回 直跺脚 宋云白个狗东西 不守福德 全送别的女人车 李婉一淡然一笑 走吧 希同 别看了 我俩这段婚姻 本就是个取所需 她有女人也很正常 我也可以找吗 别纠结这个 可我还是很生气 话悲伤为动力 带你去消费一把 商场内 吴希同轻腻地挽着李婉一的胳膊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保 宋云白到底虚不虚 问了一路 你都没告诉我 李婉一扫了下四周 提醒道 公共场所 注意点影响 那我委婉点问 你昨晚睡得怎么样 李婉一想到 昨晚意乱情迷之下 被送于白骨 或者让他喊的那几声老公 不自觉羞红了脸 你真想知道 吴希同很认真地点点头 李婉一负耳低语 气 大 活 好 吴希同文言 比当事人还激动 靠 这是什么今天大秘密 你俩昨晚几次 李婉一手指比了个一 一次 李婉一摇摇头 那是一直做 李婉一点点头 一保 你这婚结的直了 宋云白除了不专情 别的哪哪都无可挑剔 身材 颜值 家世 你就没考虑一下 把他驯服收入囊中 打住 我对他不感兴趣 现在当辟友处着挺好 我都告诉你了 你是不是可以安静会了 吴希同只好作罢 一保 吕佳新出了一条裙子 我感觉老适合你了 去看看 两人踏进路易威登的装柜 立马被展示架上的那条 白色吊带珍珠裙 吸引了视线 贵姐上下 打量了一下两人的装扮 立马露出八颗牙齿的灿烂笑容 上前热情接待 两位小姐 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李婉一眉眼一弯道 我想试一下这条裙子 小姐 你眼光真好 这条是路易威登本季的新品 只有我加油 贵姐将展示架的那条裙子取下 双手递到李婉一手中 谢谢 十一间在这边 请跟我来 很快 李婉一将裙子换好 缓缓走了出来 她一袭纯白色的漏肩长裙 乌发如漆 肌肤如玉 美丽的锁骨若隐若现 一平一笑之间 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风韵 美而不妖 艳而不俗 无稀同双眼放光 一宝 你这身也太美了吧 穿出去不光展男还展女 妥妥的纯情小白花 贵姐附和 这条裙子简直是为这位小姐量身定做 李婉一转了一圈 也感觉很不错 我要了 突然 一道尖锐的女声响起 略微耳熟 哎 心道的那件白色珍珠吊带裙 给我们包起来 无稀同寻声望去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见了鬼了 又是林真真和苏金安 贵姐很是为难地说 不好意思 这件衣服 那位小姐已经试穿过说要买了 林真真顺着贵姐的视线望过去 四人短暂目光相交 李婉一跟苏金安 微微点头示意后 便去试衣间换回原来的衣服 林真真并不买账 哎哟喂 这不是旁光称大那位 我当是谁呢 她说要买 这不是还没付钱吗 我们要了 刷卡 无稀同一听 来劲了 嘿 她往收银方向走去 同样递出一张卡 给我们包起来 我们先要的 刷我的卡 林真真直高气啊 我说 你要不要脸啊 刚刚抢车位 我们让给你了 现在又来抢衣服 你女土匪啊 无稀同怒急反笑 你这人 怎么还倒打一耙 是谁不要脸啊 车位是我们先看见的 裙子也是我们先要买的 抢东西上瘾是吧 林真真冷哼一声 把卡往前伸了伸 赶紧刷卡 要买你们衣服的这位 可是苏金安 未来的老板娘 于一少东家的夫人 也是你们能得罪得起的 苏金安柔声细语道 真真 你别这样说 现在还不是呢 林真真抱怨 你跟了宋于白这么多年了 提他的名字用一下也不过分吧 金安 你就是太善良了 总替别人着想 无稀同闻言气的他鼻孔张开 感觉要冒烟了 收银台贵姐听到苏金安的名字 便打量起后面戴着墨镜的女人 难怪他刚刚觉得眼熟 原来是苏金安 经常关注娱乐新闻就知道 近几年来送于白身边 一查又一查的女人 唯一没变过的 就是苏金安 收银台贵姐欠然一笑 双手接过林真真手里卡 不好意思苏小姐 我不知道是您亲自过来了 苏金安唇边样出笑意 没关系 我朋友给你们添麻烦了 贵姐把卡刷完递还回去 您稍等 马上为您包起来 慢着 李婉一的声音传来 利落干脆 这衣服我们先是穿的 也是我们先说要买的 卡也递给你们了 凭什么卖给后来的人 贵姐善笑道 不好意思 这位小姐 苏小姐是我们这的VIP客户 理应先给她 无稀同强压怒火 明明你们刚刚一听 苏金安是老板娘 才给的特殊优待 李婉一不疾不徐 我问你 怎样才能成为你家的VIP 年度消费满一千万 好 那你把她在这的消费记录调一下 如果真是你们的VIP客户 那我无话可说 抱歉小姐 这是顾客的隐私 或者你能给出其他证明的方法也可以 林真真不耐烦地催促 钱都付了 麻烦衣服给我们装一下吧 贵姐一时犯了难 无稀同气节 装什么装 事情还没解决呢 苏金安柔声说和 婉一 不好意思啊 又给你添麻烦了 那条裙子 你穿着很漂亮 我送给你了 林真真一开口 便是冷嘲热讽 金安 你已经够让着她了 我知道你是顾忌到 她很快嫁到宋家 按备份算的话 她是你的小婆婆 以后你们是一家人 要多照顾着 车位 咱们刚刚让给她了 已经做到人质一尽了 但是这条裙子 你之前一眼就相中了 你心心念念的 不是说 要穿给宋鱼白看的吗 此话一出 贵姐面色一白 今天怕是要把宋家 未来主母 跟未来儿媳一起得罪了 胆忙去联系店长 吴希同被气笑了 仿佛听到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笑话 李婉一清闲眼皮 冷漠地去了一眼对方 苏学姐 不好意思 你心意我领了 一件裙子 我还是能买得起 言外之意 昭然若揭 正当几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店里的座机响起 贵姐接起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贵姐一个劲地点头 恭敬地硬着 挂断电话 贵姐微笑道 对不起苏小姐 刚刚您刷的前缘路 给您退回 为了表示歉意 本店所有的奢侈品 您都可以挑几样 给您免单 您看可以吗 林真真有些不可置信 免单 是的 上面下的指示 是说的免单 金安 能有这么大权利的 估计是你家那位 酒爷真是大方 苏金安嘴角 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 可以 谢谢 那我去给阿鱼 挑几条领带 另一名贵姐上前招待 苏小姐 这边有请 收银贵姐 接着又陪笑道 李小姐 您看好的 这条裙子 我给您包起来吗 等我再挑几样 一块打包 李婉一跟吴希童 一起又挑了几件衣服 最后路过领带区的时候 被一条绿水压领带 吸引了视线 便随手拿起来 一块带过去结账 收银台前 贵姐在仔仔细细地 打包苏金安买的物品 三条男士领带 以及一款新款 价格不菲的女士包 李婉一随意扫了一眼 将那条绿水压领带递过去 这个也帮我包起来 吴希童突然发现了新大路 一宝 这条领带好可爱 是要送给你老公吗 林真真文言 扑斥一下笑出声 是那位年迈的老公吗 他能带个绿领带出门 吴希童弯了他一眼 你懂个屁 林真真猛地回过头 你这个糗黑的男人婆 你再说一遍 我说 你是糗黑的男人婆 此话彻底激怒了吴希童 啪 一道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巴掌是李婉一的 脸是林真真的 李婉一轻飘飘吐出一句话 面子给多了 狗都觉得自己是狮子了 当着这么多人被扇耳光 林真真着实面子上过不去 林真真怒目而视 李婉一 你说什么 吴希童吃笑 想不到你不光眼睛不好使 耳朵还不好使 林真真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眼里闪过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他飞速地扬起手掌 啊 随着一声惨叫 巴掌没落下来 而是直接被吴希童 反手摁在了地上 特奶奶的腿的小赤佬 一直扔你半天了 给你脸了是不是 李大小姐 你都敢上手 林真真歇斯底里的哭喊 报警 打人了 我要报警 金安赶紧打110 我要让李婉一 跟他那个经纪犯的爸一样 老底坐穿 啪 这次巴掌是吴希童的 脸还是林真真的 宋城警察局 四个人坐在桌子两侧 等待家属来保释 吴希童 林真真 双手交叉抱胸 面对面坐着 谁也不看谁 仿佛看一眼 就会脏了对方的眼 李婉一 苏金安则比较淡定 李婉一面色无异 苏金安嘴角 始终挂着一副淡淡的笑容 警察在一旁劝说着 多大点事啊 你说 你们至于动手吗 至于 至于 吴希童 林真真 回答的一口同声 警察无奈地说 互相道个歉 这事就完了 林真真委屈地开始抽气 警察叔叔 他们两个光天化热地打人哀 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们调监控了 矛盾是你先调起来的 吴希童冲他做了个鬼脸 还是这位警察大哥明事里 林真真拍砖起 警察提醒道 不许再吵了呀 这时 一名年轻的警察推门而入 苏金安的家属来了 身后跟着身形高大奇长的宋于白 他神情寡淡 五官轮廓利落分明 身穿黑衬衣 夹克外套 带着几分压迫感 宋于白显然是没想到 李婉一也在 表情微微有一闪而过的错愕 苏金安唇边笑容见胜 阿渝 你来了 宋于白醋没 怎么回事 苏金安有些难为情地说 跟婉一碰巧遇到了 我朋友跟他朋友 发生了点误会 调解的警察很是恭敬 九爷 苏小姐和林小姐可以走了 苏金安站起身 走到宋于白身边 一副小鸟一人的模样 阿渝 咱们把婉一也保释出去吧 反正以后 你们也是一家人 李婉一急声打断 苏学姐不用麻烦了 你跟宋先生走吧 我家里有人来 保释我们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吴锡同扯了扯他的衣酒 想让他不要乘一时口舌之快 李夫入狱 他又与李冉冉母女关系不合 哪有什么家人会来保释 李婉一的家属来了 另一名警察推门 而入打断了房内的说话声 身后跟着一名 身材高大的年轻男人 男人一件简单的白衬衣 一条深邃的牛仔裤 却显得风姿灼然 虽未言语 却能从他和善的笑意中 感觉到这人性子温雅 容止端静 李婉一正愣片刻 学长 吴锡同眼里泛起稀计 哇塞 是顾大帅哥 苏金安也有些意外 燕之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顾燕之轻笑 我来接晚夜 这要巧 九旋跟金安也在 我回来有一阵子了 宋玉白的谋底 有挫杂的情绪翻涌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事情比较多 没顾上 抽空跟大家聚聚 苏金安轻腻地 挽起宋玉白的胳膊 好 我和阿鱼都有时间 吴锡同不爽 目录鄙的腻了两人一眼 顾一项发现了 新大陆式地说 九爷你脖子怎么了 话落 众人的目光 齐齐落在了宋玉白身上 只见宋玉白黑衬衫领口下 隐隐约约两眉吻痕 宋玉白抬手摸了摸 漆黑的眼眸里 满是霍人的笑意 这个呀 昨晚都一只小眼猫丸 不小心被他咬了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神色各异 准确地来说是咬痕 李婉一想到 昨晚宋玉白真的一夜未停 他有些吃不消 才谢愤般地 在他脖梗间 留下两眉咬痕 这回 他倒是完全不care 还喜欢招猫痘狗 宋玉白顺插道 是啊 你还别说 我最近就对小眼猫感兴趣 此话一出 饶是再傻 在场的现在 也都听出来 小眼猫一有所指 苏静安脸上的笑容 逐渐凝固 阿鱼 时候不早了 我们走吧 李婉一突然心里爽了 站起身 灿然一笑 我们也走吧 学长 顾燕之的声音 清冷温润 嗯 我送你们回去 无系同白白手 回见啊 小珍珍 苏小姐 还有九爷 你那么喜欢野猫 改天我送你一只 宋玉白白笑 谢了 挤得挑衅秦温顺一些的 林真真弯了 无系同一眼 气得直跺脚 一行六人出了警察局 路边停着一辆 劳斯莱斯和一辆麦巴赫 江四站在车前等候 见几人这个阵仗出来 诧异地愣在原地 一时摸不着头脑 苏小姐 难道是跟太太打起来了 才进的局子 再看九爷 她整个人都很安静清冷 好像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 宋玉白一个人往前走 她身后 两人来到车跟前 江四打开后车门 宋玉白率先坐进去 苏金安也顺势坐进去 跟林真真挥手道别 江四正在犹豫 要不要跟李婉易 打招呼的时候 李婉易直接坐进了 顾燕之的副驾 黑色的麦巴赫 一踩油门 消失在无尽的夜色中 麦巴赫车内 顾燕之系好安全带 发动车子 眼底含笑 婉易现在住哪里 我送你们过去 李婉易有一瞬间的失神 麻烦学长 把我们送到 于易中心商业街 我的车还在哪 顾燕之应声 好 吴熙彤坐在后排座椅 忍不住好奇地问 顾大帅哥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警局 顾燕之目视前方 宋城警察局副局长 单诚明是我好朋友 今晚我们在一起吃饭 出警的警员打电话 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我正好听见了 问了他一下情况 我就过去了 吴熙彤豪爽地说 多谢多谢 要不然 我跟易保今晚大概率 是要睡橘子了 顾燕之清笑 举手之劳 李婉易礼貌开口 学长 今晚谢谢你了 改天请你吃饭 顾燕之眉眼 多出几分柔软 我都有空 话落 车内气氛有些沉闷 吴熙彤开始没话找话 顾大帅哥 你怎么也突然回国了 顾燕之打去 紫城副业呗 吴熙彤调侃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 婉易才回来的那 李婉易美眸一瞪 小童 你别乱讲话 顾燕之不以为意 婉易 没事 系统他惯爱开玩笑 对了 叔叔他怎么样 说到这 李婉易眸子沉了沉 监狱那边不让探视 回国后拖关系 见过我爸一次 他精神状态还挺好的 有哪里能帮到你的吗 谢谢学长 暂时没有 等有需要你帮忙时 我不会客气的 顾燕之唇脚弯了弯 嗯 好 车子很快抵达于 意中心商业街 两人跟顾燕之道别后 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车子 两人系好安全带 李婉易低头 看了下万表的时间 晚上十点 小童 我暂时不想回来月弯 不如我们去喝点 吴希同是个酒懵子 一拍即合 陈年就是酒馆 这家酒馆深夜开 凌晨打样 没有happy的音乐 疯狂的蹦迪 只有一个吧台服务员 那就是老板本人 店里灵星 坐着三桌客人 两人寻了个靠窗的位置落座后 李婉易点了两壶烧酒 店老板是名四十岁的中年男子 他很快把酒端上来 姑娘这是你们点的酒 再送你们些小吃 李婉易玩耳一笑 谢谢老板 吴希同拿过酒中把酒倒满 刚刚来时的路上 他骂了一路的宋玉白 这会有些口干舌燥 来 一饱 先走一个 李婉易潜笑着举杯 两人一饮而尽 要我说宋玉白这个小憋三 这要放了古代 就应该进猪笼 李婉易笑说 小童 古代男子是可以三妻四妾的 凭什么 还有那个苏金安 很明显就一小白脸 气死我了 抢车位抢衣服抢男人 他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先来后到 都说情敌见面分在眼红 李婉易对苏金安说不上讨厌 也不谈不上喜欢 先消消气 你都说了一路了 我耳朵都要长俭了 一饱 宋玉白怎么说 也是你结婚证上的老公 你看着他带别的女人走了 你不生气 我那不也跟别的男人走了吗 还不够爽 真想看看苏金安和那个林真真 知道你跟宋玉白结婚的消息后 哐哐打脸的样子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公开 李婉易垂眸 拨弄着小酒中 眼神飘忽不定 我也不知道 不公开更好 要不然还得赔着他各种应酬 假得很 无系统接二连三的倒酒 喝酒 聊天 也是 一宝 要我看不如过断时间跟他离了 咱不受那个气 管他是什么人间妄想宋玉白呢 不守负德的男人就是条狗 我看顾雁之就很好 而且他对你绝对有意思 还是贼身情的那种 你这前脚一回国 他立马跟回来了 温润如雅 很适合你 李婉易仰头喝了一钟 现在这个情况 就像宋玉白说的 宋家的确是个很好的保护伞 我爸还在里面坐牢 可我总觉得 他是被冤枉的 如果案件翻案 可能牵涉的人比较多 我不想连累别人 无系统弩弩嘴 那还真是便宜送于白那个小憋三了 正聊着 店老板手里 拿着一把民谣吉他走过来 两位姑娘 这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 他不需要付费 哪怕不会弹也没事 因为他的每一个节奏 都是你的故事 要不要试试 李婉易明显是对老板的那句 每一个节奏 都是你的故事很感兴趣 好 我来试试 他抱着那把民谣吉他 走到酒馆的小型舞台上 坐在高脚凳上 轻轻拨动音符试了下音 吉他中传来的伴奏声 李婉易的声音响起 他的声音确实好听 空灵清透 声色柔和 声线优美 带着淡淡的优雅 不敢回看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偷偷搭讪 总没完的坐立难安 试探说晚安 多空泛又心酸 灯火阑珊 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示暗 笑自己情绪太泛滥 行之隐断 自嘲成习惯 多敏感又难缠 一曲完 李婉易轻轻将吉他放在架子上 店老板走过去 眼中满是欣赏的目光 姑娘你是专业的 李婉易轻笑地摇头 随便唱唱 店老板笑意更浓 那我猜你一定是有喜欢的人 才能唱得这么有感情 是爱而不得 李婉易笑着再次摇头 我没有喜欢的人 在这场长达十一年的暗恋中 他只是一个 把自己感情强行熄灭的胆小鬼 店老板笑笑没再接话 显然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吴希彤顺手将刚刚李婉易 申请款款弹吉他唱歌的视频 发了个朋友圈 并配问 为何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他微信的好友不多 偏偏就有徐晶阳 还是高中时期家的 李婉易回来 又跟吴希彤喝了一会 酒过三旬 吴希彤已经气氛醉矣 直到酒馆打烊 两人才从里面出来 李婉易叫了代价 把吴希彤送回家邻警院的房子 安顿好吴希彤 他犹豫再三 瞅了瞅身上两天没换的衣服 还是回了蓝月湾 反正今夜宋于白肯定是不会回去的 说不定 现在他在苏静安的床上翻云覆雨 想来 他便自嘲地笑了 李婉永远都在帮感性收拾烂摊子 蓝月湾 车开入别墅区 大门自动识别车牌号 缓缓打开 代价不由地从中控台的后视镜 多看了几眼后排座椅的李婉易 只因住在这里的人 非付即贵 车子挺稳 李婉易付前下车 抬手看了下腕表 凌晨十二点五十八分 因为喝酒的缘故 穿着高跟鞋的脚步有些虚浮 他打了一个亮枪 代价小哥下意识地扶了他一把 需要送您进去吗 李婉易玩耳一笑 不用了 谢谢 李婉易将脚下高跟鞋脱下 提着往别墅门口走去 代价小哥望着他曼妙的身姿 不禁感慨 不知道今夜便宜了哪个负伤 李婉易光着脚 悄无声息地摸黑 往楼上卧室走去 生怕吵到张仪跟何淑休息 咔嚓 他轻轻转动卧室门把手 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晚上太晚回家 怕被家长发现了心虚感 推门而入的一瞬间 他被一道高大的身躯 将它抵在墙壁上 带着一股淡淡的冷山清香 他很快分辨出来 是宋语白 紧接着 一股失控的气息 凝在他的唇齿上 他被他很用力地吻着 犹如狂风过境般凶狠 他越是挣扎 他禁锢得越是牢固 他将他锁在怀中 以一种宣誓般的姿态占有他 李婉一被弄得无法呼吸了 很不舒服地推他 宋语白这才逐渐找回自己的理智 他一出口 话语间满是质问的语气 凌晨一点才回家 喝得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白天进橘子 晚上在酒馆给别的男人弹唱民谣 回到家 又在楼下跟个代价拉拉扯扯 你想干嘛 嗯 此话一出 彻底点了李婉一的炮胀筒子 他不打反问 九爷这个时间段 不应该在苏小姐的床上吗 还是已经睡完了 宋语白紧紧捏着他的下颌 李婉一 你就那么想我睡别的女人 李婉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你乐意跟谁睡 睡几个 我管不着 宋语白戏血 我今晚就想睡你 你给不给 话落 宋语白的手 开始不安分在他身上游离 李婉一猛地甩开他的手 别碰我 文言 宋语白的眼神变得遥远 嘴角挑过一抹鸡巢的笑 你这是在嫌我脏吗 李婉一 那你告诉我 谁不脏 你那个好学长顾艳之吗 黑暗中 李婉一长长的睫毛 掩盖住了心底的失落 宋语白 别拿你的战友欲来禁锢我 你记好了 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就算我现在想跟谁在一起 你也管不着 别以为你睡了我几次 我就是你的附属品 李婉一的一番话 彻底激怒了宋语白 他的眼中 乍现几道锋利的寒芒 李婉一 这话是你说的 你千万别后悔 碰 房门被狠狠摔上 很快传来车子引擎发动的声音 伴随着跑车的轰鸣声 宋语白走了 李婉一缓慢地坐在地上 他把脸深深地埋进臂弯里 紧咬着嘴唇 浑身颤抖 却不让自己流出一滴眼泪 他承认 他今晚有些极度苏金安 可以得到宋语白明目张胆的爱 向来李志如他 今晚却在酒精的作用下 险些失了空 越长大 越要面面俱到 社会让女孩子一个人 活成千军万马 极度又让人面目全非 今晚他可是把他的金主得对透了 不知道以后宋语白会怎么对他 无尽的黑夜 无限放大了他本想隐藏的心事 那些本该放弃的人 宋语白 他该拿他怎么办 李婉一蜷缩在满视 那个男人身上冷山味道的床上 迷迷糊糊 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一日 七点钟闹钟准时叫醒 李婉一喜术后 化了个淡妆 便缓缓下楼 张仪见人下来 还特地往他身后瞅了瞅 太太早 酒也没起吗 李婉一正愣片刻 诞生道 他昨晚有事走了 张仪有些诧异 还是热情地招呼他 去餐厅吃早餐 李婉一没事腰胃口 抿了一口牛奶 张仪 你也坐下一起用餐吧 张仪心生感动 谢谢太太 不用了 这不合规矩 没事 就当陪陪我 张仪还是站在那不动 太太 真的不用了 你要是觉得孤单 我陪您聊聊天 好 张仪犹豫了片刻 恕我直言 太太您跟酒爷 是不是吵架了 李婉一面色无异 张仪何出此言 昨晚酒爷回来的时候 脸色很不好 一直在客厅坐着 等您等到十二点 期间 还一直询问我们 这几天 你在这住的习不习惯 李婉一挑眉 她几点回来呢 张仪如实回答 每次酒爷回来 我都会下意识去看时间 那会正好是十点 太太 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 如果有什么误会 要及时解开 李婉一心里咯噔一下 十点 也就是她送完苏金安 其实就回家了 她心不在焉地吃完早餐 便驱车前往义和传媒 余一忠心一作 李婉一坐在办公室内的沙发里 把玩着装有那条 LV绿水压领带的盒子 当她第一眼看到 这条领带的时候 想到的就是宋余白 所以才不假思索地买下来 昨晚在气头上 她的那些话 似乎是说得有些重了 不如把这条领 带送她得了 扣扣 办公室房门被敲响 思绪被打断 她把领带放进办公桌的抽屉 请进 陪助理拿着文件走进来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李总 又最新拍到关于宋九爷的绯闻 您看一下 要不要报 李婉一脸色一沉 伸手接过文件翻看 拍到的是一组照片 标题为 苏金安怀孕 宋九爷疑似与女友好事将近 照片中显示 宋余白昨夜凌晨两点半 与苏金安出现在宋城最好的 私立医院的妇科急诊 两人三点多又前往一家星级酒店 李婉一自嘲 看来是他自作多情了 抬眸 他已然是一副公式化的模样 确定苏金安是怀孕了吗 陪助理摇摇头 不确定 荣山医院的保密工作太好 我们的人没能拿到确切消息 你这样 让他们把标题改成九爷浪子回头 深夜陪苏金安就诊 虽然咱们做的是娱乐新闻 但也要尽可能地保留事件的真实性 如果他没怀孕 还会被定义为恶意炒作 对义和传媒不利 陪助理一副受教了的表情 好的李总 我马上去办 叮铃铃 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 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李婉一接起 里面传来前台甜美的声音 李总 集团的江特助来访 李婉一醋眉 江特助 又来干嘛 难道是知道 宋玉白被一和传媒偷拍了 过来说情 让他进来 陪助理适时地说 李总 那您先忙 我去安排发稿了 李婉一点点头 好 去吧 很快 江特助风尘仆仆地赶来 与推门而出的陪助理 打了个照面 陪您则一顿 宋九爷身边的得力干将江特助 他又岂会不知道 他下意识捏紧文件夹 有种捉贼捉脏的感觉 江四随即踏进 义和传媒的总经理办公室 李婉一唇脚微扬 江特助 有事 江四开门见山 太太 九爷让我给您带句话 但说无妨 江四有些为难 九爷说 请您以后早点回家 他不想过阵子 公开你们两人婚讯的时候 网上都是您留恋在各大酒吧 酒馆的丑闻 此话一出 李婉一瞬间被气笑了 他这是指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早点是几点 九爷说 九点前必须到家 麻烦转达一下你们九爷 公布婚讯之前 他能做到九点之前 回家我就能做到 话落 他拿出抽屉里的那条 LV绿水压领带 伸手递过去 江特助 谢谢你跑这一趟 这是一点小礼物 希望你收下 江特助立马回首拒绝 谢谢太太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礼物我不能收 这要是收了 宋玉白可不得 把他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 李婉一勾纯一笑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 实在不想收 你就出门找个垃圾桶 帮我扔了 谢谢 江四灵机一动 收了 于意中心 集团总部会议室 偌大的会议室 鸦雀无声 气氛压抑到极点 在座的董事会成员 都能感受到 总裁今天心情超级不爽 众人大气不敢喘 生怕下一个倒霉的 就是自己 宋玉白是集团现任掌权人 此时正坐在主位上 手持平板 翻阅新能源外企的 异象合同 而递上此合同的林董 正如坐针毡 等待着公开处刑 宋玉白头也不抬 声音不便喜怒 林董 林董被点名 正经危坐 宋总 您请说 宋玉白将手中的平板 单手扔在桌面上 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像这种垃圾的异象合同 你也敢拿过来给我看 光是合同就漏洞百出 怕是连法务都没审核过 你到底收了对方多少好处 林董冷汗沉沉 急忙解释 宋总 我没有收收贿赂 我在这多年 一直本分工作 我 扣扣 敲门声响起 打断了林董的话语 进来 宋玉白话落 公关部经理 拿着一部iPad走进来 经理脸色不太好看 总裁 您看一下 需不需要立马把热搜撤下来 宋玉白扫了一眼 屏幕上的标题赫然醒目 九爷深夜陪苏金安就诊 随意往下滑动了一下 评论区也是精彩绝伦 两人这是好事将近的节奏啊 看苏金安的肚子 估计有三四个月了 只能说配一脸 绝配顶配天仙配 我的女神终于要修成正果了吗 感动 她深邃的黑毛微调 心底莫名腾起一股造气 这么点小事 还用过来汇报 你们公关部做什么吃的 经理颤颤巍巍地问 是撤 还是不撤 宋玉白皱起眉雨 冷冷其口 这些无良小媒体 都骑在我脖子上拉屎了 还不撤 留着过年吗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敢战心惊 公关部经理得到确切的答案 一刻也不想多待 总裁 我马上去办 公关部经理转身欲走 等一下 总裁 您还有事 哪家传媒公司曝光的 义和传媒 文言 宋玉白目光微微一宁 那不用撤了 反转来的猝不及防 公关部经理正愣在原地 总裁好像对义和传媒格外纵容 这几年来 几乎没有哪家传媒公司 敢爆他的料 宋玉白先眼看他 听不懂人话 傻愣在那干什么 公关部经理微微汗手 对不起 总裁 我知道了 随着公关部经理的离去 第一个难受的就是林董 他瞬间感觉如芒刺在背 宋玉白下河微台 林董 你继续说 你一直在本分工作 然后呢 林董窃窃道 宋总 我没有做对不起公司的事 合同的事情 是我疏忽了 宋玉白把平板顺着桌面甩过去 眼底的神色晦暗不明 我做事情从来都讲证据 这里面是你在这些年 所有收受贿赂的证据 一共一亿两千万 你怎么不怕撑死你 林董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今天他可算看出来了 那份漏洞摆出的异项合同 估计是宋玉白找人给他下的套 如今已是没有转环的余地 他开始苦苦哀求 宋总 我错了 看在我陪宋老爷子打江山的份上 不要把那些证据交给检察院 宋玉白冷亨 按公司规定处理 散会 话落 他起身离坐 留下众人焦头接耳 一片哗然 董事们发自内心的感慨 宋老爷子挑接班人很有眼光 宋玉白确实是宋家那几个儿子里面 最出类拔萃的 杀鸡儆猴 一招制敌 让他用得明明白白 集团总裁办公室 宋玉白坐在宽大舒适的真皮沙发上 捏了捏眉心 昨夜一夜未眠 今天他又跟那群老家伙们周旋 现在太阳穴突突直跳 扣扣 敲门声响起 请进 江四迈着大不留心般步伐走进来 手上拿着那只装有LV绿水压领带的盒子 宋玉白抬眸 他怎么说 江四如实传达 太太说公布婚讯之前 你能做到九点之前 回家他就能做到 宋玉白的薄唇掀起一抹冷笑 他还真敢提要求 紧接着 他的注意力落在那只LV盒子上 那是什么 江四将盒子递过去 灿然一笑 九爷 这是太太送您的礼物 宋玉白结果 脸上划过一丝难以置信 他送我的 江四很认真的点点头 这应该是太太专门为您挑的吧 宋玉白打开的盒子 是一条墨绿色的领带 上面画着一只丑萌的绿色鸭子 这个他知道 是路易威登与NIGO的联名款 宋玉白陷入了沉思 李婉逸进橘子的事 今天于义中心负责人 将事情的原委 以及他的处理方法做了汇报 他记得负责人说 他挑了一条男士领带 当时以为他是送给顾燕之的 想到这 宋玉白嘴角抑制不住地勾了勾 出口的话却是 什么破玩意 一条领带 就想糊弄我 江四嘴角抽了抽 九爷这是高兴 还是不高兴 九爷 太太也是好心好意 宋玉白打断 有的是女人给我送领带 显摆着她了 既然您不喜欢 那我把它还给太太 江四话落 便伸手去拿领带盒子 怕 宋玉白抬手打在她的手背上 你去忙你的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了 江四哑然 是谁让她去给太太传话的 这会又六亲不认了 谢莫杀驴 九爷还真是口闲体正直 江四无奈 只好信心离开 下午五点 集团来了位不速之客 总裁办公室内 徐晶阳翘着二郎腿 舒服地倚靠在沙发里 手里把玩着那只领带盒子 宋玉白醋梅 起身 抬手抢过来 一气呵成 徐晶阳撇嘴 谁送你的 这么宝贝 宋玉白嘴角 酿着脾气 要你管 嘖嘖 让我猜猜 是李婉逸 还是苏静安 杨子 你这个单细胞生物 我劝你 干脆别废这个脑子 看不起谁呢 我猜是李婉逸吧 苏静安从上学的时候 送你各种东西 转手你就给我和清晨 宋玉白嘴角 始终倾着射魂的浅笑 还真被我说对了 久学你该不会 看上李婉逸了吧 宋玉白一副 漫不经心的态度 她那么无趣 浑身都是刺 我能看上她 徐晶阳笑得 一脸不怀好意 昨晚我发给你的李婉逸 谈唱民谣的视频 你看了就不心动 宋玉白拍笑 丢人现眼 人家 这叫多才多艺 你结婚这事 现在就我知道 算是吧 那你打算 怎么跟苏静安说 我用得着跟她解释吗 宋玉白低头看了腕表 脸上近视不耐 杨子 你走不走 徐晶阳有些猛 我去哪 不是约好了 晚上一起打麻将 不去了 困了 回家睡觉 你跟清晨和嘉宁说一下 宋玉白话落 抓起衣架上的西装外套 将那条领带揣进口袋 走了 留下徐晶阳一脸茫然 回家睡个觉有这么着急 满月弯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宋玉白那辆乍眼的红色蓝薄 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车位上 张仪站在门口笑着香迎 九爷 您回来了 宋玉白将手中的一盒糕点递过去 嗯 张仪 等太太回来你拿给她 就说是你买的 知道了吗 张仪正愣片刻 随后恍然大悟 九爷这是想和好 给自己找台阶下呢 张仪将男士拖鞋整齐摆放好 笑得意味深长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先去休息会 等太太回来再开饭 好的九爷 宋玉白上楼的步子一顿 张仪 以后在家 喊我先生就可以 张仪笑着答应 好的 先生 文言 宋玉白才满意地离开 七点过五分 那辆白色的阿斯顿马丁 缓缓停在红色的蓝箔旁边 李婉一卖不下车 扫了一眼 那辆限量版蓝箔 看样子 是宋玉白回来了 门口早已整齐地摆着 一双白色的女士拖鞋 李婉一换好拖鞋来到客厅 别墅内 张仪跟何叔在厨房忙碌 听到声音 张仪拿着那盒糕点跑出来热情相迎 太太 您回来一定饿了吧 这是我买的点心 您先吃着 再有二十分钟开饭 李婉一接过 我二一笑 谢谢张仪 你去忙你的 我先去楼上换个衣服 张仪不忘叮嘱 太太 你一定要吃啊 嗯 好 李婉一华落 不经意间扫过糕点盒上的字 桂香斋他正正地凝视着那个包装盒 瞳孔放大 瞬间喜形于色 他打开包装盒 里面整齐马放着两排凤梨酥 从前他很喜欢吃桂香斋的糕点 最爱的就是他家的凤梨酥 只是他家的糕点出了名的难买 要排很长的队 一般情况下 都是他爸爸 李征派人去排队给他买 李婉一伸手拿了一块放进嘴里 不禁感慨 老字号就是牛 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入口棉花细腻 甜度适中 咽下去之后 还有一股清甜的回味 他有些贪食便多吃了几块 想到一会还要吃饭 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 迈步上楼 来到卧室门前 他深吸一口气 轻轻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 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宋玉白在洗澡 正好 这样可以避免尴尬 他借机换个家居服 哗啦啦的水流声一直在响 李婉一背对着浴室的方向 迅速地将身上的职业装脱下 外套 衬衣 半身裙露出雪白的肌肤 他腰脂纤细 盈盈一握 苗条的身段玲珑有致 丰满的胸围 似是装着唐诗词 满腹经轮 突然 水流声戛然而止 毫无任何征兆的浴室门 被瞬间打开 李婉一心底暗骂 宋玉白个狗日的 铁定是故意的 他快速抄起衣服 挡在胸前 一脸防备 而宋玉白 指下身裹着浴巾就出来了 他宽肩窄腰 头发上的水滴落在胸肌上 他上半身肌肉纹理紧视 身上的肌肉线条流畅 没有丝毫坠鱼 浑身上下都透着股散漫不羁的劲 看着旧贼有劲 单看脸 宋玉白的确长了一副 倾国倾城的小白脸像 有点像巅峰时期的 南韩神言吴世勋 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多了几分锐利与桀骜 结合了吴彦祖和百元虫的 所有优点 一张脸就能满足女人 所有的幻想 如果扒掉那层衣服 他就如困顿的猛兽 凶悍无比 宋玉白逼近 缠我身子 李婉一面笑 彼此彼此 你不是也缠我吗 宋玉白低头 呼吸洒在他的耳畔 暧昧非常 做吗 李婉一细血 你吃得消 宋玉白眸光一转 义和传媒今天发通稿 污蔑我 你作为老板 管不管 我可跟苏金安 什么都没做 他故意加重最后两个字 李婉一先眼看他 没做什么 宋玉白笑着 带着恍惚的迷离 哎 李婉一的眼眸 忽明忽暗 他这是在跟他解释 李婉一面上不动声色 一只手推他 先去吃饭 我饿了 宋玉白满脸不情愿 你看看他 他也饿了 而且 他一刻都等不了 李婉一顺着视线看过去 算了 没眼看 楼下厨房 时不时发出 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与此同时 楼上卧室 也时不时发出 各种男女之间 暧昧非常的声音 宋玉白用虔诚的姿势 在每个角落 缓缓滑动 一个小时后 宋玉白与李婉一 端坐在餐厅饭桌两侧 张仪跟和叔 拾去地回了房间 桌上的饭菜 可谓相当丰富 大部分竟然都是他 爱吃的海鲜 用心程度可见一般 李婉一却迟迟未动快 刚刚暧昧浅犬的画面 还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 宋玉白抬手夹了只斑结虾 李婉一望着他 白皙骨结分明的手 脑海中浮现出他的手 抚摸过他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他望着他紧敏的唇 脑海中又满是他的唇 亲吻着他身体每一个角落的样子 宋玉白将包好的虾 放入他的餐盘中 光看我就能顶饭吃 吃饭 李婉一愣 将那只包好的虾 又还了回去 张仪 何书都不在 你不用言 宋玉白将虾人夹起地过去 啊 张嘴 别逼我拿嘴喂你 李婉一识相的张嘴 完事后 他拿脚在下面踢了他一脚 想不到你还是一戏精 哪个学校毕业的 宋玉白脱口而出 宋大毕业的 话落 两人结实一顿 两人从初中到高中 甚至大学都是校友 只是李婉一在他十九岁大二那年 出了国 至此长达七年 两人未曾联系过 李婉一眼含笑意 好巧 我也是宋大的 宋玉白的眼神晦暗不明 我知道 我还比你大一见呢 叫声学长听听 想得美 宋玉白笑得暧昧 让人捉摸不透 我能理解为 你在邀请我吗 什么 现在不叫 那是让我逼你在床上叫 是想叫老公 还是叫学长 李婉一美好气地腻了他一眼 都不想叫 吃饭 宋玉白故作泄气地说 可你坐在我面前 我只想吃你 李婉一轻笑 那我走 宋玉白给他加了一块糖醋鱼 好了 不逗你了 赶紧吃饭吧 李婉一本以为他正经一点了 末了 他又加了一句 多吃点 晚上还要做运动 窗外 月影遍地 月光照在微波凌凌的明江上 四亿层碎银 星亮闪光 别墅内 人影浮动 不知道为什么 李婉一只觉得 今晚的宋玉白很不一样 让他有种无视献殷勤的感觉 恍惚间 像是回到了八年前 那时的他 总是千方百计地 想跟他产生关联 怎么跟他 在校门口偶遇 怎么跟他多说几句话 怎么让他记住自己 他的名字他 偷偷写过无数遍 他生怕当他 偷偷写着他名字的时候 他突然就死了 于是 世界知道了 他们不该知道的 朝回四起 踩着脚踏车的少年 从他身边一会儿过 在他愣神的片刻 只见他露出明媚灿烂的笑容 那场景足以让他铭记一声 他的心脏咚咚跳着 前所未有的剧烈和飞快 没人知道 当他看向他的时候 他的内心有多么愉悦 当他不经意间回头 却看到了身后 笑得明艳动人 冲着少年不停挥手的苏金安 犹如一盆冰水 从天而降 将他泼了得透心凉 少女的心事 也逐渐疯藏 在想什么 嗯 宋于白的声音 从耳畔中传来 李婉一抿唇 轻难道 没什么 宋于白咬了下他的耳垂 动作没停 再不专心 我可就要惩罚你了 李婉一突然没了兴致 我累了 睡觉吧 宋于白动作一顿 起身 等我一会 李婉一不解 很快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他难道是去浴室自己解决了 五六分钟的样子 水流声停了 宋于白穿着宽大的浴袍走出来 将床上的李婉一打横抱起 直到看到浴缸里的满得快要溢出的水时 李婉一才反应过来 刚刚他是去给他放洗澡水了 他心底有一瞬间悸动 宋于白 我很好奇 你对别的女人也这么温柔体贴 怎么 要爱上我了 李婉一心疏地一紧 面色无异 哎 怎么能不爱 但凡是个身体健硕 体力活好的 我都超爱 宋于白轻轻把他放进浴缸 那我可得好好表现一下自己 要不要体验一下 在谁里做 不要 我知道 你们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一宝 你说 你要试试 宋于白 你当我傻啊 一日 清晨 和煦的阳光 透过稠密的树叶洒落下来 空气是清冷而甜蜜的 床上 男女相拥而眠 美艳如画 犹如亲密热恋的情侣 李婉一枕着宋于白的胳膊 窝在他怀里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响起 宋于白迷迷呼呼地摸起 床头柜上的手机 发现不是他的 他拍了拍怀里的女人 你手机响 李婉一抓起手机 眼睛眯成一条缝 屏幕显示 宋婷远来电 他瞬间清醒 特地看了一眼手机 是他的没错 李婉一坐起身 背脊挺直 滑开接通键 他礼貌地说 宋总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闻声 宋于白也清醒了 半仪在床头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电话那头的声音 不大不小 通过手机听筒 传来宋于白的耳朵里 婉一 上次婚期没谈好 都怪我那不知理数的腰 实在不好意思 宋总 那是我没放在心上 那就好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来家里吃饭 顺便商量一下 婚事的具体时间 可以 我有时间 嗨嗨 宋于白连着咳嗽两声 李婉一弯了他一眼 示意他闭嘴 电话那头 明显停顿了几秒钟 宋婷远魂后的嗓音 再次传来 好 那就晚上见 好的 宋总 挂断电话 宋于白 像是听到什么 可笑至极的言论 他哼笑一声 老爷子都一把年纪了 还想着没开三度 再回春呢 恶心 晚上我陪你去 李婉一诧异 你要告诉你 家里人 我们领证的事 宋于白不打反问 难不成你 准备今晚去 给我爸当小老婆 李婉一拍了他一下 来 好大 叫声妈妈听听 宋于白拽着他纤细的手腕 将他拉入怀中 只要在床上 你让我叫什么 我就叫什么 变态啊你 还有更变态的 宋于白翻转 将他按在床上 正欲进行下一步 叮铃铃 这次是宋于白的手机响了 屏幕显示爸来电 宋于白醋没 老爷子还有完没完 接吧 估计是让你晚上回家吃饭 宋于白不耐烦地按下接通键 有诗 宋婷远不怒自威的声音 从听筒中传来 你小子在哪鬼混呢 宋于白不往来回 妈撒李婉一的手 爸 你可别冤枉我 我哪也没去 老老实实在家呢 你要不要开视频 看看我有没有金屋藏胶 嗯 李婉一故意交喘了一声 满脸都是报复以后的快感 宋于白顺势捏了他屁股一把 略识成见 这个臭小子 在外面别乱搞 爸 要说 我乱搞也是跟你学的 你电话打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宋婷远气的血压飙升 你个兔崽子 一打岔 我差点忘了 今晚上你回家吃饭 又是商量 你那破婚事 我可警告你 宋九旋 你今晚千万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 宋于白捞起李婉一葱白的小手 放在唇边 李婉一突然感觉到 手心一股良意 他在舔 宋于白玩味 放心 今晚不给你惹事 你跟那个苏金安怎么回事 都上热搜了 你奶奶今天一直问我 宋婷远话落 李婉一把手抽回 穿上衣服 去了浴室洗漱 他不想听 他听到他最不想听的 过了一会 门外传来宋于白的雌性的声音 开门 我妙急 憋着 憋坏了怎么办 宋于白 你数太敌的是不是 一天到晚就知道发情 他想干什么他又 岂会不知道 这回他还有些酸疼肿胀 大腿间也都是昨晚 他留下亲子的抓痕 如果再像第一次那样 因为这种事去医院 他可丢不起这人 宋于白在外面叫了半天门 可惜李婉一根本不上套 李婉一 你手机响了 你手机真的响了 我刚刚不小心按了静音 上面显示陪助理来电 你不出来 我可替你接了 他插 李婉一从里面出来 顺势从宋于白手中夺过手机 按下接通键 喂 电话里裴宁则万分焦急地说 李总 不好了 公司出事了 于一中心一座 义和传媒 李婉一的车子开到地下停车场 陪助理早已等候多时 刚刚在路上 李婉一已经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 是苏金安被采访的一段视频报了 李婉一打开车门 陪助理弯腰坐进去 陪助理递过一个iPad 视频中 多名记者举着话筒对着苏金安 他的对面也都是摄像机在拍摄 请问苏小姐 网上传闻您怀孕并与宋鱼白先生好事将近 是否属实 苏金安一系白群文王可人 不属实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我不知道是哪家传媒公司 在背后恶意炒作 爆料者拍到半夜 宋先生陪您去复科 同进一家酒店 怎么说 苏金安休暖 女生总有那么几天 那天半夜 我肚子疼得厉害 只好麻烦阿玉陪我去医院 从医院出来太晚了 她就送我去了最近的酒店 因此给宋先生带来的绯闻 我深感抱歉 此话一出 让人不免产生遐想 得是多么亲密的关系 才能大半夜不睡觉 陪着去医院看妇科 记者乘胜追击 您跟宋鱼白先生 是男女朋友关系 抱歉 这个无法回答 记者大胆逼问 那按苏小姐这么说 就是暧昧关系了 情人 苏金安脸色苍白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们这样恶意揣测 跟那些传播不识消息的 无良媒体 有什么区别 我们也想据事报道 因为之前就有传闻 您是宋鱼白先生的女朋友 苏小姐不如趁今天 这个机会证实一下 苏小姐 您回应一下吧 苏小姐 在记者猛烈的攻势下 苏金安逐渐红了眼眶 苏金安深吸一口气 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如果非要说 那便是十八岁 我对他一见钟情 我与宋先生相识相知到现在 这是我们的第九年 文言 周围记者 摄像人员一片哗然 苏小姐 您的意思是 你们相恋九年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数不奉告 苏小姐 看完视频 李婉一将iPad还给陪助理 陪助理有些坐不住了 李总 这段视频只是导火索 一盒被扒了 网友现在一直在给一盒泼脏水 说咱们为了博眼球恶意炒作 还把您父亲 入狱的细枝末节 以及离世这么多年 各种负面新闻拿出来重新炒作 已经有五六家公司 向我们提出解约 一盒将面临巨额的赔偿 我们要不要发声明回应一下 李婉一默不作声 陪助理继续道 而且 网上扒出了很多宋九爷与苏小姐的料 据说两人都是宋城大学毕业的 在校期间就是学校的神仙眷侣 网友们现在科CP科的有多疯 抹黑一盒就有多疯 李婉一凝制了片刻 他有时候真佩服自己的内心强大 用吴希同的话来说就是铁石心肠 只是像这种曝光每天都有 还从来没有把哪家传媒公司给搭进去的 显然是有人故意带节奏 先不要 会越描越黑 走吧 陪助理有些猛 去哪 李婉一轻笑 咱们去汇汇那些同行的记者朋友们 一会你负责 在一旁录视频 陪助理木讷的点点头 跟在李婉一身后 看着她的背影 陪助理觉得这个女人仿佛有种魔力 让人幸福 此时 娱乐记者们将公司围的水泄不通 陪助理轻壳一声 让一下 记者们寻声转头 李婉一身羞绅的白色职业套装 面上看起来分外平静 但举手投足之间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贵与威夷 既明言又清冷 那种自然而然的流露 让人不敢抗拒 我是一和传媒的负责人 李婉一 大家站在我公司门口 是想进去参观一下 话落 记者们由震惊转为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 原来她就是李家的长女李婉一啊 她爸不是被抓进去了吗 李家不是倒台了吗 她不是很快要嫁到宋家了吗 李婉一玩耳一笑 你们声音还能再大点讨论吗 想知道什么直接问我 知无不达 气氛有一瞬间的尴尬 于计有些不适应 一般人碰到这种事都避之不及 记者们这才纷纷把话筒递过去 李小姐 您父亲黎征入狱您首次现身 您有什么想说的 我只能说作为父亲 他是一个好爸爸 其他的我也不太懂 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留学工作 李小姐 外界传闻您要嫁到宋家 是否属实 是真的 她没有说谎 她的确是嫁到了宋家 不过是对方是宋于白 那您嫁到宋家是被逼迫的吗 李婉一轻笑 当然是自愿的 现在是法治社会 难不成还能逼量为昌 记者欲想袍根问底 李婉一记灵力的目光扫过去 想说的话 咽回了肚子里 另一个记者见状换了个话题 此次关于一盒传媒恶意爆料 也是你受益的吗 李婉一没风一转 你是哪家媒体公司的 记者窃窃地说 无忧传媒 李婉一反唇相激道 无忧也算大规模传媒公司了吧 怎么底下的记者如此不专业 什么叫恶意爆料 我们拍到的东西如实报道 你管我正常做的新闻 叫恶意爆料 那我想问问在场的各位 哪家不恶意 无忧传媒的记者不死心 那一盒传媒 也存在恶意引导舆论方向的行为 李婉一眼神透露着锐利和直白 简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有证据吗 我一没找水军 二没空评 怎么叫恶意引导舆论 记者瞬间脸色一沉 李小姐 你怎么骂人呢 这有点不太好吧 别扯些没用的 我就问你有证据吗 没有的话我报警了 根据刑法第246条规定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 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无忧传媒的记者 本就为了拿一首新闻 制造话题和热度 而胡搅蛮缠 这会后知后觉 李婉一显然不好惹 记者有些哑口无言 后悔刚刚报了公司的名字 搞不好饭碗会丢 还会连累公司 记者的态度 180度大转弯 别别别 李小姐 有话好好说 李婉一腻了他一眼 对着旁边的摄像机镜头 不卑不亢道 公民在正确维护 自身权利的同时 也应尽到相应的义务 可能大家对我父亲 离争的事件 而对我的公司心生芥蒂 在此我保证 义和传媒是一家有底线 讲究是件真实性的传媒公司 同时也会对网络上造谣的人 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无忧传媒的余悸 我们也会追究到底 他顿了顿 柔软的舌头 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 语言有时候比暴力更伤人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义和传媒总经理办公室 李总 您刚刚太特么帅了 瞧那些余悸的脸色 一个比一个臭 陪助理话落 李婉一想笑 但终究没能笑出来 真有那么帅 陪助理小鸡啄米式的点点头 佩服之情 异于言表 总之一个自牛 李总我很好奇 您在之前在国外 也是做新媒体行业吗 算是吧 怪不得 您的反应也太快了 您的那番言论 听得我都热血澎湃 李婉一嘴角笑意上在 却未抵达眼底 主要是咱们站立 陪助理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出了口 刚刚您说嫁到宋家是真的 您现在是改变主意 要嫁给宋庭远了吗 李婉一样笑 我说嫁到宋家 宋家又不是只有宋庭远一个男人 陪助理吃惊 宋家未婚的男人 除了宋老爷子 还有宋锦琛跟宋玉白 难道是宋锦琛 陪助理 别发呆了 你现在用义和的官方微博 把刚刚录的视频发出去 要无任何剪辑的原版 陪助理吃到了惊天大瓜 回了一下神 好 我马上去办 去吧 待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人 他瞬间像泄了气的气球 脑海中满是苏金安说的 这是我们的第九年 苏金安尚可无惧镜头 光明正大 诉说他的爱意 而他呢 胆小鬼一个 只能把他的喜欢写进风里 埋进泥土里 慢慢发芽 开花 无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他开始妄想着 把两个名字混为一谈 宋玉白和李婉逸 叮铃铃 办公桌上手机铃声响起 屏幕显示 系统来电的字样 李婉逸划开接通键 喂 小童 你在拿我的宝 公司呢 啥也别说了 等我 二十分钟到 见面聊 嘟嘟嘟 挂了 李婉逸无奈耸奸 这丫头估计是知道公司出事了 说二十分钟 吴熙逸风风火火 卡点抵达 怀中还抱着一台 超博笔记本电脑 进门 吴熙逸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立马把电脑打开 满屏的代码 李婉逸自然是不懂 吴熙逸却是信手拈来 他是国际上顶尖的黑客 只不过 这个特殊的身份 只有李婉逸知道 小童 你忙过什么呢 易宝 你得我把这群键盘侠都黑了 你别冲动 公司的事情基本上应该解决了 算着时间 我的小助理 应该已经发博了 我就说 那个小白连苏金安不是什么好鸟 以前我就不喜欢他 长了一副无辜受害者的嘴脸 舆论不易鞭倒 才怪 查理查气 还说什么 我们的第九年 切 恶心 吴熙逸这回快要气炸了 早上起来就收到 义和传媒出事的消息 跟网友在网上对骂 实在气不过 就黑人家账号 颇有傅小学生吵架 吵极眼了的样子 李婉宜闽纯小童 刨去别的不说 就他能当众表白这一点来说 苏金安他挺勇敢的 网上那些话 你就别放在心上 少听少看 凭什么要捂住耳朵 我要撕烂他们的嘴 小键盘侠 以为躲在电脑前 我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李婉宜一副 迁就纵容的模样 对 我不管了 您开心就好 有时候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解气 吴熙逸一顿操作猛如虎 五分钟后 一盒传媒官博一发 微薄崩了 李婉宜没捎轻条 解气了 吴熙途多云转情 还行吧 真想连带着 把集团总部的内网也黑了 宋瑜白个小憋三 天天搞着死出 抖网管团队 据说非常厉害 你要是被抓 到时候 我还得管宋瑜白要人 那都是小意思 等你跟他离婚那天 我黑进总部的内网 骂死他压的 保证句句不带重样 李婉宜被逗笑 两人正说笑着 陪助理敲门进来 没想到里面还有人 在办公桌前翻阅新签的合同 台谋解释道 陪助理 这是我的闺蜜吴熙途 自己人 有话直说 不用避讳 吴熙途勾勾纯 小帅哥你好 陪助理对着沙发上的 吴熙途微笑点头 吴小姐你好 打过招呼后 陪助理公式化地说 李总 咱们的官博一发 舆论风向神级逆转 刚开始 网上还能看到很多黑屏 短短几分钟 好评如潮 各种夸宁长的漂亮学历高 正能量满满 微博都已经瘫痪了 此话一出 罪魁祸首吴熙途 在一旁憋笑 李婉一神色微正 缓缓开口 要知道 网上骂你的 和夸你的 基本是同一批人 陪助理善笑 对了李总 有个事情特别奇怪 那几家提解约的公司联系 咱们说不解约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意料之中 主要是吧 他们纷纷打电话过来道歉 并约您见面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 吴熙途目光紧锁屏幕 他也有些纳闷 小声嘟囔 奇怪 网上嗑宋于白 跟苏金安CP的 所有评论都没有了 热度也一直在下降 李婉一若有所思 那几家公司道歉 应该是看宋家的面子吧 陪助理 那几家公司 他们要见我 你正常安排时间 好的 李总 你先去忙吧 带陪助理离开 吴熙途走到办公桌前 伴坐在上面 调侃 这小鲜肉 不比宋于白那个老辣肉强 李婉一腻了他一眼 太小了 不喜欢 哪里小了 正说着 李婉一的手机响起 屏幕显示 一个陌生号码来电 尾号为9999 李婉一按下接通键 喂 你好 是我是宋于白 李婉一拧眉 你有事 宋于白声音拔高了几分 你这个女人 怎么踢起裤子 就不认人了 吴熙途野鱼 还有人在呢 某些人大白天的 说什么骚话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 吴熙途在你旁边 李婉一清冷的声音响起 你有事吗 没事挂了 晚上我去接你 我们一起回老宅 不用了 谢谢 我们的关系 还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 都已经是负距离的接触了 还不够亲密 吴熙途两眼放光 我去 这是我免费就能听的吗 九爷不妨展开说说 李婉一伸手拍了一下他的大腿 边去 转头对着听筒说 挂了 利落干脆 挂断电话 吴熙途凑上来 晚上你俩去宋家老宅干什么 宋婷远今天打电话 有我晚上商量婚事 宋玉白要跟他爸坦白 我去 坦白局呀 听着就刺激 晚上估计又是一场硬仗 下午五点半 李婉一将吴熙途送回嘉陵警院后 便开车前往宋家老宅 车内一直单曲循环 播放着陈奕迅的 十年 老宅离主城区有段距离 快到老宅的时候 还有一段盘山公路 夕阳西下 此情此景 李婉一却觉得无限凄凉 也许是今天的事情 对他多少有点影响 吴熙途在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 而当自己独处的时候 他时常觉得自己 像一个感情怪物 对待任何事情都很克制 冷静 包括爱情 能克制住的爱 究竟是是太理智 还是不够爱 克制住的爱是什么 大概就是 每看他一眼 都会失恋一次 李婉一的车速开得并不慢 车子开到盘山公路的时候 突然从后面 闪出来一辆红色的蓝薄 用后脑勺想都知道是宋于白 宋于白的车子 一直在变幻远近光灯晃塌 李婉一脚由门踩到底 阿斯顿马丁瞬间剑速冲出去 后面的宋于白紧追不舍 一白一红两辆车 在公路上竞相追逐 宋于白的超跑速度很快 车技一流 很快与李婉一的车持平 他降下车窗 抛了的飞吻 李婉一见状也半降车窗 满脸嫌弃的冲宋于白 竖了的中指 宋于白情笑 有哪个女人敢冲他树中指 有去至极 很快 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地 停在了庭院门前的车位上 宋于白率先下车 敲了敲李婉一副驾驶位的车窗玻璃 李婉一降下车窗 你神出鬼没地 从马路上窜出来 有病 下车 你先进去 李婉一花落 宋于白直接伸手 从车窗摸进去 将车门锁打开 坐进副驾 仪器合成 李婉一这才观察到 他脖梗肩带的那条领带 是他送给江特柱那条 宋于白一身黑色的LV高定西装 搭配那条墨绿色LV绿水压领带 大背头书的一丝不苟 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贵气 李婉一抬眸 领带哪来的 宋于白随手拽了拽领带 得意地笑道 你送我的 你忘了 喜欢我就直说 干嘛托江四送我东西 李婉一没好气地说 那是我送给江特柱的 谁要送你了 你该不会从江特柱那抢的吧 就这么想要我的东西 你喜欢我 宋于白脸色一沉 顶了顶腮帮子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吃笑 我喜欢你 你做梦呢 李婉一诞生道 不喜欢就好 宋于白声音不便喜怒 为什么怪我电话 李婉一言简一概 工作忙 事情都解决了 嗯 宋于白细血 那你怎么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看到金安对媒体说的那些话 失措了 李婉一都不拿正眼瞧他 宋于白 别自以为是 我对你没感觉 宋于白听后 浅淡地提了提嘴角 脸上未见丝毫笑意 我知道你喜欢顾燕之 李婉一下意识想反驳 却听见宋于白接着道 我也喜欢苏金安 李婉一心里咯噔一下 他早在19岁出国那年就知道 他们两个互相喜欢 如今却是第一次 听他亲口承认 这一瞬间 他几乎听得到 他的灵魂在乌叶 无望在蔓延 与沉静中崩裂 如果说以前多次听别人提起 宋于白和苏金安的事情 只是涨潮 那么此刻 听到他亲口说 无数的话语在脑海中闪过 却一个比一个站不住脚 不过他向来惯会伪装 最后只平静地说 祝你们早生贵子 其实那根本不是平静 不过是与现实挣扎过后的躺平 任其搓圆 捏扁的无助 无力 宋于白唇角勾起一丝很淡的轻笑 像是在嘲讽的什么一样 借你吉言 我们争取三年爆俩 那你应该祈祷 苏小姐在知道 你跟我领证后 不会跟你发脾气 金安他可跟你不一样 他向来性格好 温顺又体贴 他会理解的 女孩子对这种事 向来很小心眼的 况且 我们还发生实质性关系了 宋于白扯了扯勃耿间的领带 那我倒很好奇 顾燕之要是知道我们 不光领证了 还做了 他会怎么想 李婉逸仿佛在地狱梦游 他也会理解的 宋于白善笑 是吗 那顾燕之是不是不行 这么多年 跟你在国外他就没想 如果连你第一次都不在乎 那他也不见得多爱你 李婉逸没有反驳 没必要了 他低垂眼眸 避开他的目光 宋于白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宋于白似是 漫不经心地道 那真是委屈你了 今晚要陪我这个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演戏 不会让你白眼 演好了有酬劳 李婉逸刚想说不用 扣扣 突然外面 一张五官端正的脸贴近 并敲响了车窗 宋于白的声音不便喜怒 下车 是我三个 话落 宋于白率先打开车内 迈了下去 李婉逸只好不情愿地 下车就听宋景琛调侃 九璇 你跟李小姐在车上 偷偷说什么悄悄话呢 怎么不进去 宋于白似笑非笑 我们在探讨人生大事 三个你要不要听听 什么大事 宋于白挑着眉 眼里的笑意暧昧非常 造人计划 宋景琛愣了一下 随即歪着脑袋低笑 九璇 你害不害臊 你跟人李小姐说 这个干嘛 爸都多大岁数了 还想要孩子 李婉逸听着两人的对话 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宋于白长臂一挥 伸手揽过李婉逸的肩膀 脸上满是温柔与宠溺 是我和他 闻言 宋景琛整个人蹦不住了 我靠 九璇 你可别乱搞 爸知道 估计得拿刀剁了你 没乱搞 有证 走吧进去说 宋景琛呆愣在原地 久久没能回过神 老宅主楼内 宋庭远坐在主位上 一副当家人的模样 不苟言笑 宋老夫人再喝茶 二房兰如青 在厨房盯着饭菜的进步 财经杂志 宋二嫂端坐一旁 当宋景琛 宋于白 李婉逸三人 一迈进客厅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几人打过招呼后 宋老夫人便拉着李婉逸 坐在一旁沙发上聊天 喜欢之意 一余言表 婉逸 上次你来没让他们父子俩吓到吧 李婉逸摇摇头 不打紧的 奶奶 宋老夫人听闻这个称呼一愣 她对此很敏感 按正常辈份来说喊奶奶没错 但如果嫁给她儿子宋庭远 按辈份得喊阿姨 婉逸怎么改称呼了 是对这门婚事 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李婉逸宋于白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快解释 而宋于白却视而不见 宋景琛轻咳了一声 笑得一脸意味深长 现在她缓过进来了 有种再现吃瓜的感觉 李婉逸眼中金光一闪 脸上故作委屈 当真是我见犹怜 奶奶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宋老夫人谋色一领 怎么了婉逸 谁欺负你了 李婉逸鲜白的手指一抬 落在了宋于白的方向 她不是要让她陪着演戏吗 这回李婉逸试了什么 叫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宋景远率先坐不住了 心底有股不好的欲胆 九旋她怎么你了 李婉逸眼里擒着泪花 宋总 您儿子宋于白 他把我 宋老夫人不明所以 他把你怎么了 说出来 我替你做主 李婉逸四世 很难为情 憋了半天才休难地 吐出几个字 他把我睡了 此话一出 在座的几人脸上 都色彩分成 宋庭远的脸色几经变幻 由红转白 又由白转绿 他拍桌起 咬牙切齿地说 宋于白 你这个逆子 你怎么敢 宋于白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一副魂不灵的样子 宋庭远 你以后再娶 你娶一个 我睡一个 宋庭远举起手掌 勃然大怒 你这个小兔崽子 看我不我打死你 宋老夫人见状 赶忙起身拦着 庭远 有话好好说 孩子都大了 你打他也不是个办法 宋庭远收起看好戏的模样 爸 您冷静点 宋于白把脸扬起 满脸桀骜不须 像上次一样打我了 宋庭远举着的手颤了颤 巴掌终究是没落下去 宋承鄞呵斥 九璇 你少说两句 这次是你不懂事了 蓝如清闻声 从厨房小跑着出来 怎么又吵起来了 宋于白顿时朗声大笑 爸 你门心自问 是我妈不好 还是蓝一对你不够好 我看你是色令至婚了 宋家 与离家有婚约 你也没必要离家一倒台 你就想占有人家女儿吧 是我们宋家没男人了吗 我和三哥 哪个不是跟李婉姨年纪相仿 也未婚配的 二哥 到底是谁不懂事 还有蓝一 三哥 你们就认他一把年纪了 肆意妄为 一瞬间 宽敞的客厅落真可闻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 宋庭远显然被噎得无话可说 他自知理亏 起因是离争之前 给他看过李婉姨的照片 第一眼他就觉得 李婉姨眉眼之间 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陆清堂 当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姨本人的时候 觉得就连气质也出奇地相想 陆清堂是宋庭远的初恋 亦是宋于白的母亲 在宋于白小的时候病逝 如若不是当时陆清堂不小心 意外怀了宋于白 怕给宋于白挂上私生子的头衔 受人非议 估计这辈子 都不愿意嫁给宋庭远 宋老夫人出来打圆场 庭远 你的婉姨这事 咱们确实先考虑了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宋家也得给李家一个交代 我也很喜欢婉姨这孩子 不如就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 你觉得呢 宋庭远脸色铁青 她向来孝顺 听到老夫人发话了 私存片刻道 只要婉姨没意见 我赞成 李婉姨玩耳一笑 我没意见 全凭宋总和奶奶安排 宋老夫人唇边样出笑意 真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 那就这么定了 宋于白称笑 哎呦喂 奶奶你怎么不问我的意见 就这么把我送出去了 宋老夫人没好气地说 九旋 能娶到婉姨 是你的福气 你就偷着乐吧 以后你也是有家事的人了 别再跟她孩子似的瞎胡闹 兰如青豁然开朗 眉眼带笑 是啊 九旋 跟婉姨好好过日子 比什么都强 宋于白唇角微扬 放心吧 奶奶 兰姨 我会对她好的 宋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拉过李婉姨的手 恋爱地抚摸着 兰娜 你嫁到宋家 我拿你当亲孙女一样 以后九旋要是欺负你 你告诉我 奶奶替你做主 我们宋家啥也不缺 就缺女孩 李婉姨感动 回握着老夫人 好 谢谢奶奶 大局已定 但宋婷元脸色终究是不好看的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宋于白伸手从西装口袋里 掏出来一本结婚证 证已经领完了 婚礼先不着急办 宋婷元嘴角抽了抽 最终没吱声 宋老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九旋这次是扮得漂亮 不像你爸感情方面一塌糊涂 宋婷元打断 妈 罢了 不提了 来婉姨 这个给你 宋老夫人说着 从手上摘下一枚橙色很不错的金香玉戒指 在座的人 健壮神色各异 李婉姨急忙摆手拒绝 不用啊 奶奶 我单待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 她光看那枚戒指 就知道价值不菲 像是古代的物件 而且 老太太一直佩戴着 必然有特殊意义 她可不敢收 宋婷元说何 婉姨 收下吧 我妈的一点心意 就当是给孙媳妇见面礼 宋玉白面色无异 奶奶给你 你就收着吧 李婉姨有些难为情 宋老夫人便直接将那枚戒指 戴在她的中指上 婉姨 你戴着真漂亮 李婉姨盛情难却 只好收下 谢谢奶奶 兰如轻轻笑 饭菜好了 咱们一部餐厅吧 边吃边聊 一顿饭 没有了宋玉白的作妖 一家人 吃得也算融洽 只是宋婷远很少开口讲话 似是有些闷闷不乐 从宋家老宅出来 已是晚上九点 宋玉白和李婉姨 一人一辆车 往同一个方向开 抵达蓝月湾的时候 已经将近十点 两人均一言不发 回到卧室 洗漱完躺在床上的时候 也是背对着背 贴床边躺着 中间还能躺下三四个人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宋玉白手机的屏幕显示 杨子来电 宋玉白接起 杨子 有事 徐晶阳那边很吵 他声音很大 夜色酒吧新换的头牌很不错 出来玩玩 宋玉白扫了一眼床上的女人 调侃 头牌有李婉姨好看 徐晶阳善笑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不会是怕李婉姨知道吧 谁怕他了 等我 二十分钟 李婉姨听得一清二楚 心里暗骂 死渣男 宋玉白这边刚挂断电话 李婉姨的手机响了 屏幕显示系统来电 李婉姨按下接通键 吴熙同扯着嗓子喊 宝 快来听 我刚物色到一人间角色 保证符合你的审美 李婉姨打去 什么类型的 匹帅型的 被称为小陈冠希 行啊 马上的 挂断电话 李婉姨直接下床 去衣帽间换衣服 仿佛当房间里的宋玉白是空气 出门的时候 他已经换了黑色抹胸小吊带 搭配牛仔超短裙 再加一双长筒靴 妥妥的唇欲辣妹风 宋玉白已在门边 勾唇灭笑 刚被奶奶承认 你就这么光明正大地出去找男人 有那么迫不及待 李婉姨朱唇清起 彼此彼此 况且你以为我 稀罕你家里人承认了 李婉姨 你别得寸进尺 哦 那我恭喜九爷 用这种手段 成功阻止了我嫁给你爸 宋玉白被气笑 真是低估他了 有种他天天在他坟前蹦迪的急事感 两人不花而散 夜色酒吧 灯光昏暗绚丽 五娘们在台上扭着性感的腰肢和臀部 幽暗的角落里 只有音乐的问候 宋玉白默默玩弄着手中的酒杯 他的眉头紧簇 神色几番变幻 整个脸庞都呈现出难以辨别的复杂之色 渐渐的 一切都好似平静了 只剩一抹思虑之色 浓重如雾 几乎要将它包围起来 徐晶阳一仰头 将杯子中的威士忌全部喝完 他情绪激动高昂 就是那个 中间紧伸去那个 要不要把他弄你的酒旋门去 宋玉白看了直摇头 杨子 你品味越来越low了 你告诉我 这哪有李婉依好看了 这不比李婉依身材凶大 屁股翘啊 啪 宋玉白将手中杯子扔过去 险些砸在徐晶阳脸上 玻璃渣子碎了一地 不比 徐晶阳有些炸毛 靠 宋九璇 你有病啊 这要砸脑袋上 不得出人命啊 这话直接点了宋玉白的火 今晚他已经第二次被骂有病 以后少一赢李婉依 不是你自己在电话里问的吗 问这里的头牌 有没有李婉依好看 你又不喜欢他 我说说又怎么了 宋玉白神色微变 眸色更深 他现在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结婚证上的老婆 徐晶阳知道他的尿性 惹不起 行行行 我错了 我不说了 突然他有些回过未来 九璇 你莫不是喜欢上了李婉依 这已经是徐晶阳第二次问 不喜欢 宋玉白倒是回答得利落干脆 徐晶阳苦口婆心 竟然挺好的 你别辜负人家 宋玉白的神色慧安不明 没应声 徐晶阳问 顾燕之的爷爷 九十岁大寿 你准备送什么 送带李松年的水墨单亲画卷 真记 废话 叮铃铃 宋玉白的手机响起 屏幕显示 一串陌生号码 在看到来电人后 宋玉白眉心微醋 杨子 你先玩着 我去接个电话 李婉依查岗 谁敢查我 是工作上的事情 宋玉白话落 大步朝外面安静的地方走去 来到外面的走廊上 划开接通键 喂 电话那头 传来男人低沉沉稳的声音 九璇 你说你朋友在 B King看见婉依了 我把这里找遍了 都没看到他人 而且这里乌烟瘴气的 婉依不像是会来这种地方玩 宋玉白的唇角 勾起一抹冷笑 顾燕之 我很好奇 你跟李婉依在国外这几年 怎么度过的 她的脾气秉性 你好像全然不知 她也得很 比男人都会玩 我在她面前都甘拜下风 顾燕之明显一顿 九璇 婉依是个好女孩 她在国外这几年 辗转各个国家 挺不容易 你别那么说她 话我已经带到了 别的我没兴趣 不过我要提醒你 尽快找到她 晚了说不定就跟 哪个野男人开房了 挂了 挂断电话 宋玉白默了默 面上透着克制的冷淡和疏离 帅哥 约吗 女人身上 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吊带裙 浅浅地透露着 如雪四苏的胸脯 裙白只遮住屁股 妖术的盈盈一卧 浑身散发出诱人的邀请 宋玉白昧笑 勾勾手指 知道我是谁吗 女人半只身子 几乎贴在宋玉白的身上 送成九爷 谁人不知 宋玉白闻着浓浓的香水味 她不自觉皱了下眉头 那你还敢勾引我 九爷难不成还会打女人 如果是在床上 我愿意被你打 你挺识趣的 不过你身上的香水味太浓了 我不喜欢 宋玉白话落 女人被她推了一个亮枪 女人不满地嘟着阴唇 以为她再调情 再次贴上去 宋玉白眸色冷若冰霜 只吐出一个字 滚 女人被突如其来的怒吼 吓得颤颤巍巍 缩回手去的那一瞬间 眼里露出精芒 家临警院 吴熙彤与李婉毅两人脸上 敷着面膜 一人手里抱着半块西瓜吃着 面膜因为吃东西的幅度 变得皱皱巴巴 干嘛要让我装作在 B King给你打电话 宋玉白被徐晶阳叫到夜色 去看头牌五娘了 这是咱不能输给她 吴熙彤手中的勺子 奋力一插 宋玉白个死渣男 还有他奶奶个腿的 徐晶阳这个蠢货 脑袋被驴踢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就他这样的 还看头牌 那让人姑娘 骗得裤衩都没了 李婉毅笑笑 行说 你俩彼此彼此 两个人凑不出一个脑子 吴熙彤接着问 今晚去老宅顺利吗 挺顺利 他家人挺好 特别是奶奶 还送了我戒指 李婉毅画落 伸出左手指上的戒指 给吴熙彤看 吴熙彤谋色一领 可不得了了 一宝 这个戒指可不普通 有什么说法 李婉毅画落 吴熙彤便去拿来 笔记本电脑 迅速地敲击键盘 很快 吴熙彤将屏幕调转方向 你看你手上戴的 是不是这个 只见屏幕中标着 戒指的介绍 以及传承到宋家哪一代 金香玉戒指 公元1053年间 北宋人宗十七文物 他延续着宋家的传承 是宋家的传家宝 只传当家主母 意义非凡 到了宋庭远这代 本应传给大房太太 因为种种原因 这枚戒指 还一只老太太手中 李婉毅看完 谋色忽明忽暗 他想到这个戒指 有特殊意义 但万万没想到 会是传家宝 这么贵重的东西 不应该交给他保管 但是今天晚上 宋于白是默许的 按理说他那么讨厌她 怎么会同意奶奶 把戒指传给她 无系统喜心余色 一宝 看来宋家是相当认可你啊 戴了这个戒指 相当于凤印在手 地位堪比古代的皇后娘娘 苏金安要想进宋家的大门 难了 我去给宋于白打个电话 话落 李婉毅拿起手机 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看着那串没存名字的手机号 李婉毅心里百感交集 最终 还是按下了拨打键 嘟嘟嘟 铃声在响着 却一直未接听 在他快要挂断的时候 电话被接通 里面却传来一个陌生女人 甜美娇羞的声音 喂 李婉毅心疏地一紧 看了看她串手机号 没打错 她声音不自觉冷了几分 我找宋于白 你是她老婆 不是 我看她给你备注的是老婆 李婉毅心里咯噔一下 女人接着道 她在洗澡 你找她有事 我可以帮你转达 李婉毅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面笑 不用了 祝你们今晚完的开心 不等对方回话 电话已经被她挂断 李婉毅心底那股酸涩的情绪 已经是怎么也压不住 看着渐渐熄灭的屏幕 她僵硬地坐在原地 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眼泪 在那一瞬间 她觉得自己的唯一支撑都断了 实际上 她患有强迫性不哭症的精神疾病 宋于白 是她在无望等待 和无悔坚信之间 那条模糊的分界线 扣扣扣 门外传来敲门声 伴随着无系统的喊话声 一保 学长来电话了 找你的 马上 李婉毅整理了一下情绪 她向来感情不外露 她快速洗了一下手 推门而出 无系统将手机递过去 顾学长说 打你手机在通话中 李婉毅顺手接过 喂 学长 顾艳之温润 低纯的声音传来 带着些许着急 你跟系统在家吗 在家呀 怎么了 那就好 怕你们两个女孩子不安全 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 顾艳之善笑 我随便问问 文言 李婉毅下意识一顿 顾艳之向来谦逊如雅 没事从来不会给她打电话 更不会随便问问 宋玉白打电话找你了 顾艳之实话实说 九旋也是好心 估计是怕你有危险 李婉毅不由脸色一变 她都不在乎她 又怎么会怕她有危险 我哪都没去 一直跟系统在家 顾艳之笑说 你跟系统在一起 我放心 对了婉毅 周五晚上我爷爷90岁寿辰 想邀请你和系统参加 李婉毅不假思索地说 荣幸之志 我非常敬佩顾老先生 顾艳之的爷爷 他之前有幸见过两次 是为战斗英雄 说句开国元勋也不为过 是时代的楷模 顾艳之由于片刻 有些吞吞吐吐 婉毅 怎么了学长 你也知道的 我的朋友不多 女性朋友 更是只有你跟系统 我能不能邀请你 当我的女伴 当然可以啊 学长不是 也帮过我很多次 顾艳之没想到 李婉毅会答应得那么痛快 她柔声道 那咱们周五晚上见 嗯 好 今晚给你添麻烦了 婉毅 不用客气 那就这样 你早点休息 好 白白学长 挂断电话 无系统错近问 顾大帅哥找你干嘛 跟宋于白有关系 估计是宋于白跟他说 我去逼king了 哇去 宋于白这个狗男人 怎么这么逮毒 刚当你给他打电话 他怎么说 李婉毅样笑 别管他了 学长的爷爷周五寿辰 邀请你跟我去参加 明天咱们去挑点 像样的礼物 好啊 李婉毅没风凝皱 小童 今晚我不回去了 我巴不得呢 今晚我可有艳福了 宋于白不懂怜香西域 便宜我了 李婉毅轻易地揽着他 打着哈欠别提他 晦气 走吧去睡觉 快十二点了 困死我了 一夜好梦 一日 白色阿斯顿马丁 稳稳停在 新南向一侧的车位上 李婉毅解开安全带 走吧 小童 里面开不进去了 无系童还在车上打瞌睡 揉了揉心松的双眼 去哪呀 到了吗 他现在颇有付我是谁 我在哪的即视感 李婉毅恨铁不成钢 去给顾爷爷买售成礼啊 早上无系童是被李婉毅 灌了一杯冰美式 才强行从床上爬起来 他一般咒服夜出 只喝冰水 无系童打来的哈欠 走吧走吧 脑袋都要困掉了 穿过新南向 便是宋城有名的 古玩点当铺 主要是这家的物件 全部货真价实 名为十八号当铺 两人来到店门口 无系童不解地问 来当铺买东西 嗯 进去看看 两人进门 店内小伙计立马迎了上来 两位是想寻点物件 无系童眸中流光闪烁 你怎么知道 伙计公围的话张口就来 一看两位的穿着打扮和气质 也是非富极贵的主 无系童双手交叉环抱着 你小子年龄看着不大 但是挺有眼力见 两位想看点什么 李婉毅红唇清起 清乾隆和田白玉万寿无将班纸 有吗 这可真是太巧了 昨天刚收的 拿来看看 不一会 小伙计端着一个托盘出来 里面放了一枚墨绿色的锦盒 李婉毅轻轻打开 只见里面是一枚通体乳白色 做工细腻的白玉斑纸 小伙计介绍 此件整体以和田玉子料制成 质地温泽 用料上成 域名 图案刻工精细 画意十足 李婉毅眼底 划过一丝惊艳 多少钱 小伙计比了个五 无系童一脸认真的问 五万 再加个零 李婉毅掀起眼皮 抢钱 这婉毅最多值十万 小伙计只摇头 不行 十万亏死我们算了 李婉毅轻笑 我估计 你们也就是五万收的 无系童配合 算了 一宝 他不卖我们去别家转转 况且 我没太看好 话落 无系童便拉着李婉毅 转身往外走 三二一 快叫住我们 等一下 不出无系童所想 小伙计叫住了他们 李婉毅左眼轻眨了一下 使了个眼色 在回头的时候正色道 怎么了 小伙计为难地说 两位在加点吧 十万真卖不着 实话说 我们就是十万收的 李婉毅玩耳一笑 十二万 最多了 小伙计醋眉 不情愿地说 包里盒吗 包吧 怎么支付 刷卡 李婉毅递出一张卡 小伙计双手接过 慢着 一道熟悉的女声响起 李婉毅和无系童 寻声看过去 只见一身粉色香腊 套装的苏金安 旁边是趾高气昂的林真真 林真真抢先说 我当是谁呢 又是你们 这次打算抢什么 扳指吗 苏金安聂如道 真真 别这样说 先问问怎么回事 把事情搞清楚 无系童美眸一瞪 笑不活了 还真是光屁股拉磨 转着圈不要脸 我都怀疑 你们在我们身上装定位了 我们去哪 你们就跟到哪 李婉毅眉稍微调 一言不发 因为 他觉得 无系童现在就是他的互联网嘴屁 林真真心一横 今天是必要心脏就张一起算 林真真将手机聊天记录调出来 往桌子上一扔 谁乐意跟着你们 瞪大你们的双眼 看看 这是我们昨天跟店老板订的这枚预班纸 全款付的 李婉毅扫了一眼 屏幕显示 昨晚付了五十万 苏金安柔声道 婉毅 我朋友性格很值 多多包涵 这枚班纸 要是平时我就让给你们了 但这个是我挑来送给姑爷的受理 实在是抱歉 李婉毅声音不变喜怒 没事的学姐 你先订的就是你的 小伙计见状赶忙解释 这位小姐是直接跟我们店老板订的 订的时候店里打烊了 无系统气节也就是说不能卖给我们了呗 小伙计挠挠头 是 不过 您两位可以在我们店里挑一下别的 都给您打八折 李婉毅敏唇浅笑 不用了谢谢 林真真此时下巴快要撅到天上去了 双手交叉抱胸 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林真真似笑非笑 金安 像你性格这么柔 得保护好属于自己的东西 要不然某些人跟强盗一样 保不气连男人都抢 你跟九爷的婚事也要早定下为好 文言 无系统现在是一点也气不起来了 只觉得眼前两人像跳梁小丑 他家一宝连证都领了 凤印都得到老佛爷清传了 这两人还在马卡巴卡 无系统阴阳怪气地说 那我等着喝苏小姐跟九爷的喜酒 苏金安嘴角含着一抹幸福的笑容 礼貌地说 谢谢 李婉毅神情平淡 薛姐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回见 李婉毅伸出手 麻烦巴卡还我 店伙计递过去 勉强地笑笑 抱歉 实在不好意思了 李婉毅倾笑出声 上一秒善解人意地说 没关系 下一秒 他反唇相激道 下次报的价格 实在点比什么都强 十二万能买到的东西 要我五十万 你当我人傻钱多 还是当我冤大头 他李婉毅向来就是不好惹的主 你让他难受 他就让你更难受 此话一出 电火机脸上 显然有些挂不住了 苏金安面上也不太好看 林真真脸色一变 什么 十二万 无系统故作震惊 你们不会是花了五十万吧 也难怪 苏小姐马上就要嫁到宋家了 不差钱 李婉一提醒 小童 别挑事 无系统耸肩 我们走吧 话落 又对接着说 泽泽 看来还真有大冤肿 林真真脸色气得都绿了 直跺脚 你们黑店啊 店大七客呀 唉 这位小姐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们没有抢买抢卖 也没有卖假货 这个班纸售价就是五十万 我不管 退钱 两人走出十八号档铺 还依稀听见 林真真在里面嗷嗷叫的声音 于一中心一作 一和传媒 李婉一跟无系统刚来到公司 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 他顺手接起 喂 前台小姐甜美的声音传来 李总 集团的江特助来访 让他进来 无系统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 专注地敲击着键盘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平时都是在一些国外网站接任务 突然间 他瞳孔放大 不自觉咽了一下口水 这是他免费就能看的吗 只见屏幕上全是男人 近乎全裸的果照 男人四肢健硕 宽圆的肩膀 高挺的胸脯 背部宽阔厚实 沟壑分明 每一束肌肉都像雕刻出来的好看 荷尔蒙简直要溢出屏幕了 只是身材是好身材 脸不见得是好脸 只因为这副身体的主人 是他的死对头徐晶阳 吴熙同心里喊妈卖劈 白瞎了一副好身材 就在当刚 他接到一个线上任务 对方给了他一个账号 让他黑进去 点名料里面的照片 他从照片里 捡了几张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地 给对方发了过去 扣扣扣 敲门声传来 吴熙同像做了亏心事般 一下将笔记本电脑合上 李婉一道 请进 江四推门进 手中拎着一个超大的包装袋 见办公室还有一人 他有些欲言又止 李婉一道 江特助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吴熙同 我和九爷的事情他都知道 不用避讳 江四将东西放在桌面上 解释道 太太 故老太爷受臣在即 这是九爷专门为您订的礼服 九爷说 到时候 让您同他一起参加 这下李婉一眉头紧锁 我已经打别人一同出席 江四有些为难 努力劝说道 太太 宴会上会有媒体介入报道 如果您跟别人一起出席 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宋家人也会出席 李婉一正私存着 他昨晚已经答应顾验之 这会总不能反悔吧 江特助 我考虑考虑 再跟你说吧 江四好心提醒 太太 九爷最近这几天 心情不太好 李婉一先眼看他 他心情还不好 是夜色的头牌 不够好看 还是昨晚的姑娘 赔得不够尽兴 江四明显一噎 但这话听在他耳朵里 怎么酸溜溜的 太太 九爷昨晚失去夜色了没错 但他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 吴熙同在线吃瓜 这会靠在沙发背上 脊背挺直 竖起耳朵听着 江四接着道 对了太太 昨晚九爷的手机丢了 李婉一面色无异 哼 会有那么巧 嗯 我知道了 太太 九爷他 李婉一打断 江特助 还有别的事吗 竹客令下得很明显 江四微微汗手 没事 太太 那我先走了 好 慢走不送 带江四离开 吴熙同走近 将那个超大的礼服袋子打开 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包装盒 绑着丝带蝴蝶结 我替你拆开 李婉一看着电脑屏幕 头也不抬 给你穿都行 只要你别在这吵我 让我安静地扮回宫 吴熙同也于 小白白的心意 这我可不敢穿 话落 他将丝带解开 轻轻将包装盒的盖子打开 吴熙同瞬间瞳孔放大 我去 是L.SOP的高定系列中的特级定制款 这个有钱都不一定能搞到 易宝 你穿这个去 绝对能咽压群芳 李婉一随意扫了一眼 你要喜欢 送你了 吴熙同嘴角抽了抽 没再吱声 原路放了回去 好看是好看 不适合他也是真的 他有自知之明 李婉一在办公室 连着工作了两个小时 临近中午饭点他去了趟卫生间 他刚要出去 只听两个女人很小的议论声 游远极近 你说的姜特助 天天往我们公司 跑算怎么回事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李总不是要嫁到宋家吗 但姜特助可是宋九爷的助理 我今天看到他拎着 L.A.SOP的礼服包装盒 难道是宋老爷子 给咱们李总订的礼服 估计是要订婚了吧 爱李总挺可怜的 离家倒台不说 就连自己也要下家 宋家豪门望足 多少人求之不得 咔嚓 李婉一推门而出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刚刚议论的两人想说的话 瞬间咽回了肚子里 面色惨白 李总 我们不是有意的 对不起 李婉一来到盥洗池边 打开水龙头 边洗手边说 工作之余聊点八卦很正常 我看起来有那么吓人 两人快速摇头 没有没有 李总您很好 建议下次聊八卦换个地方 厕所是最不安全的 李婉一画落 水流生纸 李总说的是 谢谢李总指教 李婉一玩耳一笑 他并不在意 就像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 他永远忙于谱血浪涛 连续几天 李婉一都没有再回蓝月湾 不尽人意的话 那就顺气自然吧 在顾艳之跟宋玉白的双双邀请下 李婉一选择了独美 他的性格向来如此 既不怕得罪人 也从来不需要衣服 或者依靠任何人 他就是他 他委婉地拒绝了顾艳之 再三表示 非常抱歉 蓝月湾 李婉一已经三天没回过这里了 今天是顾老太爷的寿臣 他来娶他买的那件 LV的白色吊带珍珠裙 宋玉白送他的那件 他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一进门 张仪便热情地迎上来 太太 您可算回来了 出差还顺利吗 李婉一脚步一顿 出差 张仪将拖鞋摆放好 是啊 先生说您出差了 李婉一打着马虎眼 对 我刚下飞机 出差挺顺利的 我回来换件衣服 晚上有宴会 好好 顺利就好 张仪压低声音 太太 您出差这几天 九爷天天都暗示回家 乖得很 李婉一挑眉 他这是做戏做全套 演好老公演上瘾了 嗯 知道了张仪 谢谢 我去换个衣服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好的太太 李婉一迈着步子上楼 卧室门是虚掩着的 他轻轻地推门而入 卧室干净整洁 有淡淡的松木香 是送于白身上的味道 来到衣帽间 他找出大衣柜里的那条白裙子 怎么看都觉得赏心悦目 李婉一伸手将身上原本的衣服 一一吞去 换了件隐形Brow 然后拿过白色吊带珍珠裙 他将裙子提到胸口 他反手去拉后背的拉链 轻轻将拉链拉到底 伴随着男人雌性荷尔蒙的声音 怎么不穿我送的那件 李婉一身子一僵 没料到下午这个点 他会在家 刚刚进门 也并未看到他的车载 李婉一脱口出 不喜欢 是不喜欢我 所以连带着我 送你的衣服都不喜欢吗 李婉一想到那天陌生女人的电话 心里难免有些不太舒服 所以你怎么想 送于白敏下唇线 声音端得是漫不经心 所以你拒绝我的邀请 选择同顾艳之一起出席 你知不知道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李婉一诞生到 后果我自己承担 你怎么承担 一旦我们的关系公开 这等于提前埋下一颗 不定时的炸弹 那些余迹会顺着这条线挖下去 那就在公开前离婚 李婉一 你敢 送于白一声怒吼 携带着不经意察觉的冰冷 眯起的眸子 透露着一抹危险气息 涌动着的 却是霸道强势的战友欲 猛然间 一股子失控旧的义气 凝在他的唇上 犹如狂风过境般的凶狠 没有一点温柔可言 他并不反抗 只是一动不动 脸上的表情 不知是冷漠 还是错愕 在送于白强烈的攻势下 他逐渐沦陷了 辗转到了床上 他被他压着 澎湃潮涌叠起 原本脑子里的那一堆问题 不得不被抛到了脑后 什么狗屁的儿女情长 现在他只想要它 随着电动窗帘缓缓合上 满是漆黑 温热的指腹绵延点火 某个瞬间 伴随着他发闷的声音 尾音止不住颤动 嗯 事后 送于白赤裸着上半身 对着浴室的镜子 边照边比划 李婉逸 你属狗的 你看你把我咬的 只见送于白的脖梗肩 整齐地排着八颗牙齿的印子 李婉逸随便套了件 送于白的男士衬衫 扮椅在门框上 彼此彼此 我那裙子 不是也被你撕烂了吗 还没让你赔呢 还有他大腿上的淤青 胸前的吻痕 无疑不在 诉说着刚刚激烈的场面 送于白男语 坏了正好 李婉逸没听清 你说什么 他脸上露出狡黠的目光 我说我送你的裙子呢 在我车里 我让张仪去取 送于白 你是不是故意的 送于白逼近 你咬我脖子 就不是故意的 想留个记号 好今晚宣誓主权 李婉逸主动勾上他的脖梗 想 你敢吗 就不怕苏金安吃醋 送于白的眼神射人心魄 你这是在勾引我 没吃饱 嗯 送于白的不打反问 像是在他心里扎了一根刺 他们之间 好像只有在做的时候 灵魂才高度契合 想到这 他一秒收起 那副勾人的模样 将手收回来 强装镇定 时间不早了 收拾一下出门吧 送于白满是情欲的眼眸里 仿佛被当场浇了一盆冷水 透心良心飞扬 心里Victoria酒店 顾老太爷受验选在集团旗下的 五星级酒店 夜幕渐渐落下 月亮爬上了树梢 放出皎洁的光芒 给大的镀上了一层银色 心里酒店外的停车场 停了清一水的豪车 此次受验 顾家人本想大办特办 但顾老太爷向来勤俭节约 所以一切从俭 但是这样 宋城权贵阶层 基本都到场了 唐城 秦城等城市的权贵阶层 都派了人参加 就连政府中央 也派了人前来慰问 酒店门口 一辆车牌号为 宋A9999的黑色 劳斯莱斯幻影 稳稳停下 门口记者早已在此等候 见车来边纷纷围上去 咔嚓 咔嚓 记者们快速按下快门键 美光灯再闪耀 车内 宋玉白提醒 到了 下车 李婉一瞥了他一眼 要下你自己下 就在二十分钟前 宋玉白用一种 十分粗鲁野蛮的方式 直接将他扛起来 塞进车子的后排座椅 还惦记顾艳之呢 李婉一气节 惦记你的大头鬼 宋玉白从车内的收纳箱 拿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 过来 近一点 不用了 李婉一话未说完 宋玉白伸手直接勾勾他的脖子 将他揽过来 不由分说 他将里面的那条蓝宝石项链取出 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 他能感受到 他在他耳畔的呼吸上 我老婆就应该用最好的 宋玉白温热的气息 撒在他的侧脸 心跳在这一刻 猛烈加速 这让他怎么能不动情呢 本就是他的人间妄想 李婉一面色无异 细血 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不当演员可惜了 文言 宋玉白嘴角如动 顶了顶腮 直接推门下车 李婉一还真是一天不捅他肺管子就难受 他一身身色高定西装 剪裁得体 质地上成 搭配款式简约的白色衬衣 领带挺刮 手上佩戴着百达菲力定制腕表 浑身的气质 金贵而散漫 西装革履的精神打扮 连头发丝都平添了几分帅气 宋玉白一米八八的个头 他皮肤白净细腻有光泽 眉目如画 在美光灯的照射下 格外光彩夺目 宋玉白一下车 吸引了在场大批记者的注意 九爷 看这脸 咔嚓 更有大胆的记者打去 九爷今晚杀疯了 简直帅瞎我们的双眼 车内 李婉一摸了摸脖梗间的项链 降下后座隔板 对着司机师傅说 麻烦转一圈 找个没人的地把我放下 谢谢 寿宴主会场内 繁华热闹的宴会大厅里 灯火辉煌 宫愁交错 舒缓的音乐 在宽阔的宴会厅里 轻轻飘荡着 手里端着酒杯的上流社会人士 三五成群的互相寒暄 穿梭在人流之中 苏金安一袭白裙 手里端着酒杯 与几名熟识的女性朋友 相聊甚欢 金安 你今晚穿的这件礼服好漂亮 大老远 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 苏金安很是谦虚 丹宁你过奖了 薛丹宁眼神一转 这是L.SOP家的高定吧 我看时尚杂志的时候 就很喜欢这件 只可惜太贵了 不舍得买 林真真替苏金安回道 金安这套 那可是酒爷专门为他定做的 还送了他KT的钻石项链 羡慕死我了 何嫁一感慨 金安解命可真好 薛丹宁问 金安 酒爷怎么没陪你一起过来 苏金安玩耳一笑 阿渔工作比较忙 可能要晚一点到 这回应该在路上了 咣当 正说着 厚重的金属门 被试影声推开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人群中 宋余白西装笔挺地 阔步而来 薛丹宁双眼放光 真是说 曹操曹操就到 宋余白扫视一圈 最后视线定格在 苏金安所在的方向 林真真难眼激动 酒爷朝着 咱们这个方向看过来了 他真是一眼就看到金安 何嫁一休呢 哇 金安姐 酒爷好帅啊 薛丹宁低声说 来了 他过来了 苏金安唇角微扬 一脸幸福小女人的模样 正当苏金安娇羞得 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 宋余白却直接越过了他 他身后不远的距离 是徐金阳和唐佳宁 苏金安回头看着 宋余白的背影 一股失落的情绪 涌上心头 薛丹宁喃喃道 什么嘛 酒爷原来不是过来 找金安的 几人之间的气氛 瞬间尴尬到极点 另一边 司机找了个 无人的角落停下 李婉一跟司机 师傅到了声 邂逅下车 他便提着裙摆边 往心理酒店门口走 殊不知 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冰历幕上 一直远距离 跟在他身后 少爷 要稍离小姐一程吗 不用 慢慢跟着他就行 男人安静地望着车窗外 漆黑的同眸 深不可测 突然一辆红色的保时捷 911急迟而来 李婉一下意识 往旁边躲 可那辆保时捷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李婉一的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那辆车 是李婉一 姐姐 你怎么走着来赴宴 没有了爸爸 你不会穷得 连辆车都买不起吧 上来我烧着你啊 不用 前面就到了 谢谢 李婉一扫了他一眼 接着往前走 李婉一扇笑 跟在一侧 姐姐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 李婉一不接话 他懒得跟李婉一多说一句废话 李婉一冷哼一声 将油门踩到底 红色的保时捷扬长而去 在众多宾客中 只有李婉一是走着过来的 记者见他人来 仿佛看到了 移动的爆款头条新闻 蜂拥而至 纷纷举起相机 连连拍摄 这边 李小姐 很漂亮 看左边镜头 右边 右边 李婉一面对镜头 从容不迫 大气干练 无论记者说什么 他都一笑了之 而刚停下车过来的李然然 站在那摆pose 却只有零星的 两三名记者在拍 他愤恨地盯着李婉一 因为李婉一 不同意他们母女进门 所以 李父至今未娶 他一直顶着 私生女的名声长大 从小到大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压他一头 李婉一这边拍完 他便往主会场走去 光当 随着宴会厅大门 再次被适应声推开 李婉一身 银色鱼尾新钻裙 当即成了全场焦点 弧形优美的抹胸 更让他仙腰盈鹰似的 经不住一握 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盘起 肤白如雪 独家剪裁 搭配他的黄金比例 仿佛就像来自 深海梦幻里的浪漫美人鱼 李冉冉从后面跟上来 故意从背面撞了他一下 这一撞 力气不小 直接将李婉一撞了得亮枪 在快要倒的时候 他下意识去捂胸口 防止走光 千钧一发之际 一双温热的大手 从后面拉住了他纤细的胳膊 随之传来的是男人柔和的声线 李小姐 你没事吧 李婉一抬眸 对上他的视线 我二一笑 沈先生 谢谢 我没事 沈卿尘清俊的侧脸 仿佛有玉般的光玉 出口的话 却是不容置会 他对着李婉一道 这位小姐 我看见你撞了李小姐 给他道歉 李婉一皱眉 众目睽睽之下 没想到会有人 替李婉一出头 更别说面前的人 是沈家大少爷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说 对不起 李婉一不想惹事 毕竟是人家的寿辰晚宴 更何况 这已经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李婉一 事不过三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今晚你最好别再惹我 李婉婉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从牙缝里 愤愤地挤出一句 咱们走着瞧 话落 他扭着腰离去 一个小插曲就这么落下 众人见没什么热闹可看 便也就散了 而远处宋于白 将刚刚发生的一切 尽收眼底 他云淡风轻的面容 隐隐浮现一抹韵色 眼中乍现几道锋利的寒芒 清晨哥 这里 唐家宁冲沈清晨招手 沈清晨笑着对李婉一道 九旋跟杨子在那边 要不要一起过去 李婉一婉句 不用了 我再等我一个朋友 正说着 吴熙彤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一进门 两人就遇上了 吴熙彤一身挂脖黑裙 完全凸显直角尖 造型简单又贵气 一宝 堵车差点没给我干挺了 我去 这里服 你穿上美番了 李婉一夸赞 你也不赖吗 沈清晨浅笑 原来李小姐等的朋友是你 吴熙彤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是沈大帅哥 沈清晨说 既然大家都认识 走吧 过去聊聊 李婉一这下没了理由拒绝 只能硬下 唐嘉宁见三人走过来 蛮激动 我这是第一次见李婉一 本人也太太太太美了 徐晶阳偷偷瞄了眼宋于白 调侃 是啊 美帝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宋于白抿着嘴唇 声音不变喜怒 一般般 带三人走过来 唐嘉宁主动上前打招呼 大美女你好 我是宋于白的表妹 唐嘉宁 久仰大名 李婉一嫣然一笑 嘉宁你好 唐嘉宁道 我经常听我哥他们提起你 李婉一文言心间一动 她也会在别人面前提起她吗 可下一秒 只听宋于白讲 把话说清楚 我可没提 徐晶阳打圆场 我提的 是我夸婉一越来越漂亮了 吴系同翻了个白眼 这还用你说 徐晶阳一副倩倩的模样 嘿 小梅球你好 杨子哥 你不要乱讲啊 人家是做的美黑 好漂亮的 徐晶阳 听见了没 还是表妹有眼光 小梅球小绵羊 六人谈笑丰盛的模样 同样落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眼里 另一边薛丹宁眼尖的发现 那个李婉一穿的礼服是 LA SOB王榨款i 需要特级定制 还有她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 我在杂志上见过 是伯爵特定款 价值一个亿 光蓝宝石 96克拉 极为罕见 何嘉宁露出羡慕的眼神 真的假的 林真真满脸怀疑 肯定是假的 李家的财产 都被法院查封了 她怎么可能会有 那么昂贵的项链 如果她戴的是真的 那么她就有窝藏罪 直接举报她不就完了 薛丹宁点点头 一脸坏笑 一会找机会去验证一下 不就知道了 苏金安柔声细语 你们别去 说不定是送老爷子 送给她的呢 林真真说 金安你别给她找借口 你忘了 她是怎么跟你抢东西的吗 而且 送老爷子疯了呀 会送她那么贵的项链 薛丹宁满脸笔夷 说不定老爷子就好那口 何家仪很是关心 金安姐 她抢你什么东西了 苏金安摇摇头 没有 婉姨人挺好 别听真真瞎说 我瞎说 金安 第一次碰见 她就抢了你的车位 明明你先停进去 第二次又抢了 你看好的裙子 就连顾老太爷 你早就订好付了钱的寿礼 她也想抢 她哪里好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跋扈的女人 还有她身边那个黑妞 上次还动手打我 进了局子 薛丹宁愤愤不平 金安 李婉姨她 凭什么这么欺负你啊 她爸都进去坐牢了 她还神气什么 等着待会找个机会 替你教训一下她 苏金安急忙制止 丹宁 今天这种日子 咱们不要惹事 尊敬的各位来宾 晚上好 顾艳之一身剪裁 完美的喀色艳尾服 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顾南山 站在台上 打断了大家的讲话声 顾南山坐在轮椅上 腰背挺直 一身军装挂满了荣誉勋章 他满头白发 脸上布满沧桑的皱纹 令人敬佩不已 顾艳之开口道 春秋蝶翼 岁月轮回 我仅代表全家 向前来光临寿宴的嘉宾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和最诚挚的祝福 并在此 祝我爷爷顾南山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台下噼里啪啦热烈的掌声响起 谢谢大家 顾艳之摆摆手 继续道 我的爷爷顾南山 生于1928年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 战火不断 我爷爷14岁便开始从军 36岁才有了我爸 1952年10月 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 为了掩护潜伏部队 他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先是左腿中枪 然后是腹部肩部 连中三枪 但他 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 以惊人的毅力 忍受着剧痛 在我爷爷的英雄撞举下的激励下 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 全肩守敌两个营 抗战英雄 他当之无愧 这只是 其中最让我震撼的一个事迹 千言万语 我爷爷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共同祝愿在场的亲朋好友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下面是交易舞的时间 可以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顾艳之发表完讲话 代表宴会正式开始 交易舞华尔兹的音乐声响起 大家都开始寻找自己的舞伴 苏金安主动走到宋于白的身边 阿鱼 能不能陪我跳一支舞 这时 顾艳之也深情款款地走来 直奔李婉毅 婉毅 可否赏脸一起跳一支舞 话落 他伸势地伸出右手 做了个请的姿势 李婉毅本就因之前 答应顾艳之做他女伴 反悔后有些内疚 他这次爽快地答应了 好 苏金安的声音再次响起 阿鱼 宋于白微敏下唇 漫不经心地掀了掀眼皮 当然可以 得到宋于白的手肯 苏金安亲密地晚上 宋于白的胳膊 而徐金阳这边 此时已经有好几名千金名媛围上来 杨子哥哥 我们去跳舞吧 吴熙同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 不得不说他的身材比例超好 想着他腿脚不听使唤的走劲 挑衅到小绵羊敢不敢比比跳舞 徐金阳一听来劲了 嘿 你行吗你 还有 你看我这块头 哪里像小绵羊了 别废话 你应该担心你自己行不行 男人不能说不行 小梅秋 你以为我怕你 徐金阳跟吴熙同走后 只剩下了唐嘉宁跟沈卿尘 唐嘉宁主动邀请 卿尘哥 只剩我们俩了 介不介意跟我跳 沈卿尘浅笑 当然不介意 走吧 在场的但凡有个女伴 都纷纷加入到交易舞的行列 音乐旋律优美动听 整个宴会厅都弥漫着一股浪漫的氛围 顾艳之将手臂紧紧地 搂住李婉逸的纤细柔软的腰 李婉逸则把手轻轻放在顾艳之的肩上 他微微仰头 两人目光交汇在一起 顾艳之的眼中满是柔情 此情此景 悉数落在宋于白的余光里 苏金安手搭在宋于白的肩上 他一抬眸 看到宋于白锋利的下颌线 在网上 就是他那双狭长的眼眸 面上有一层薄薄的力气 阿渝 今晚你似乎不太开心 没有 你想多了 紧接着 苏金安的视线 停留在宋于白的脖梗间 那里有一枚小小的牙印 在衬衫领口间 若隐若现 他的心里咯噔一下 心一下变慌了 右脚并换步 右转步 急转步 由于宋于白的步子太大 苏金安一个没跟上 情急之下 踩在了他正亮的皮鞋上 苏金安羞愧难当 阿渝 不好意思 宋于白心不在焉地说 没关系 可宋于白的满不在乎 落在苏金安的眼里 让他心急万分 越是着急 他就越是容易出错 对不起 他频繁地 踩在宋于白的脚上 让宋于白忍不住直簇眉 顾燕之和李婉义那边 相对来说轻松无比 两人正有说有笑 宋于白的余光 瞥见两人谈笑风生的模样 他云淡风轻的脸上 隐隐浮现出一抹韵色 李婉义灿烂的笑容 刺痛了他的双眸 他何时对他这样笑过 突然间 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只见吴希同和徐晶阳 两人跳得热火朝天 他们的舞姿优美 动作流畅 音乐渐渐加快 两人的动作也变得更加激烈 他们身体紧贴着 手臂交织在一起 两人不经意间眼神交汇 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默契 只有两人才懂 这是一种无声的激烈战斗 关乎荣辱成败 众人见状 纷纷让出场地 变成了观众 顾艳之与李婉义 也退到一旁 这时候 顾家的管家便走近 在顾艳之的耳边 轻声细语说了些什么 顾艳之点点头 对管家说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随后他转头对李婉义道 婉义 爷爷找我 我去去就回 李婉义玩耳一笑 学长 你有事先去忙便是 好 先失陪一下 顾艳之走后 李婉义顿时感觉 有些口干舌燥 他便来到酒水区 各种高级洋酒 一应俱全 他随意 拿起了一杯香槟 正欲转身离开 忽然间 李婉义左侧的一个女人 脚扭了一下 他下意识去服 女人手中的红酒 悉数洒在了她的身上 红色的液体 顺着她的脖梗 一直往下流 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女人一个劲地道歉 天价礼服被弄脏了 饶是谁都会不爽 但李婉义面色无异 你没事吧 脚有没有受伤 此话一出 女人一愣 似是没料到 她会这么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我没事 可你的裙子 被我弄脏了 李婉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去清理一下就好 女人满脸尴尬 实在对不起 李婉义展颜一笑 没再说话 女卫生间内 李婉义将 脖梗间的项链摘下 她问服务生 要了条毛巾 对着镜子 轻轻擦拭着脖子上的红酒子 真该庆幸 还好没穿那条白裙子 因为这条银色的礼服 好像不怎么吸水 红酒子轻轻一擦 就掉了大半 只是钻石的缝隙中 隐约还能看出来酒子 这时候 镜子中出现两张女人的脸 两人双手交叉抱胸 表情嚣张跋扈 一看就不好惹 这两人一个是林真真 另一个是薛丹宁 林真真演急手快地 拿起盥洗台上的蓝宝石项链 丹宁你看 这是真的假的 薛丹宁对珠宝颇有研究 好像是真的 林真真一脸不可置信 你没搞错吧 薛丹宁分析 你看这质地细腻有光泽 还有这防伪镖 却是伯爵特定款 李婉一声音不便喜怒 东西还我 林真真下河一台 李小姐 这个不能还你 因为这是你窝藏脏物的证据 林小姐 一条项链而已 我不至于穷的 连条项链都买不起吧 李婉一不自觉的好笑 宋玉白用来讨好 别的女人的首饰 能有多贵 几百万她 还是能买得起的 薛丹宁吃笑 李小姐 亏你还是出生在豪门的千金 竟然这么不识货 这条蓝宝石 是伯爵特定款 是伯爵夫人最出名的代表作 也是成名作 之前拍卖场上 被一位神秘先生 用一亿的价格拍走了 李婉一喉间一梗 一瞬间 什么话说不出 他本就对首饰不感兴趣 平时基本不带 所以很少去关注 他记得当时在车上宋玉白说了句 我老婆就应该用最好的 是巧合 还是他事先为他准备的 一亿 天价呀 纵使他见过大钱 也没见过一亿的项链 林真真脸上厚厚的脂粉 此时此刻 都无法掩饰他脸上的快意 一亿的项链 你也敢戴出来 戴在脖子上 也不嫌压得慌 你还以为你是离家的大小姐呢 薛丹宁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 真真 别跟这种人废话了 赶紧报警 林真真掏出手机 拨打电话 慢着 李婉一打断 报假警处于扰乱公共秩序 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 林真真笑道 这都人赃并获了 你想耍赖 李婉一不急不徐 项链是别人送我的 把他还给我 林真真笑得一脸不怀好意 谁送你的 是送老爷子吗 这样吧 你承认是送老爷子送你的 然后跪下来 给我和金安道歉 我们就放过你 你看怎么样 李婉一先眼看他 不怎么样 谁送我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之前的事情我没计较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薛丹宁气不打一出来 李婉一 你爸都坐牢了 经济犯碍 怕是要牢底坐穿 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这么嚣张 别的不说 就连金安定好 送给顾老太爷的寿礼 你都抢 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对了 我特想知道 你送了顾老先生什么大脸 林真真说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他能送得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估计也就是十万八万的便宜货 薛丹宁眼底尽是挑衅 真真 你看他那风骚模样 也蛮像便宜货的 李婉一懒得跟他俩废话 一副兴趣寥寥的模样 他甚至伸出自己的右手 低头看了看 林真真看见他伸手 就想到了上次被打 下意识地缩了缩脸 林真真怕他打人 死死地盯着他 啪 一声响亮的耳光响起 林真真脑瓜子嗡嗡作响 都没看清他怎么出手的 就感觉自己的脖子 都要扭断了 他穿了一双恨天高 被扇得重心不稳 差点崴到脚 好在身边的薛丹宁扶了一把 薛丹宁一脸不可置信 你居然敢打人 啪 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这次巴掌是李婉一的 脸是薛丹宁的 李婉一诞生道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薛丹宁从小娇生惯养 哪吃过这种亏 他今天就要搞死李婉一 他还不信 二打一还打不过 薛丹宁冲上去撕他的头发 李婉一个头本就高 这回又是穿了高跟鞋 在气势上完全碾压 反手抓住薛丹宁的头发 薛丹宁大喊 李婉一 你个小贱人 放开我 啪 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不介意 你多骂两句 看看你的嘴厉害 还是我的巴掌厉害 我向来都是 能动手 就别叨叨 林真真想来个鱼死网破 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李婉一手抓着薛丹宁的头发 另一手一把扣住林真真的手腕 他抬脚用力 踹在林真真的小腹上 这一脚可不轻 林真真摔倒在地上 瞬间痛得呲牙咧嘴 薛丹宁打极了眼 这回挥舞着自己的双手 什么难听骂什么 李婉一 你不光有个吃牢饭的父亲 我还听说 你妈早年间当小三个人跑了 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也是个下见货 你个小狐狸精 陪宋老爷子睡爽着你了 啪 李婉一眸色一领 抬手 薛丹宁本能地往一侧躲 巴掌直接落在了他耳朵上 火辣辣的疼 他感觉耳朵要被删掉了 一时口舌之快 我做事向来不留后路 他从来不会惹事 但凡有人踩到他的底线 他必定不计代价 血拼到底 生死他早已看淡 薛丹宁看到他眼中的肃杀之意 怕了 末了 李婉一又说 别跟我道歉 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像你这种人对我道歉都不配 薛丹宁虽怕 还是死鸭子嘴硬 有种你今天就打死我 很好 我就喜欢嘴硬的 李婉一阴狠地一笑 撕着他的头发 往旁边墙上撞 林真真看见同伴被打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再次加入打斗 这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已经惊动了宴会厅那边的人 最先赶到的是唐家宁 他着急出来上厕所 正好看到了现在这一幕 李婉一按着林真真 在地上接连不断地扇耳光 林真真则一个进边 喊人别求饶 我错了 别打了 来人啊 救命 此情此景 唐家宁惊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没想到 李婉一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样子 打起架来 居然这么生猛 还是以一敌二 唐家宁赶紧过去拉架 李小姐 别打了 第二个进来的是 薛丹宁的哥哥薛子昂 他满脸心疼之色 此时 薛丹宁顶着被抓乱的鸡窝头 脸上红肿一片 额头上也有淤青 惨不忍睹 薛丹宁见到亲人 瞬间横了起来 气焰也嚣张了不少 他哭着 将刚刚李婉一的罪行 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 薛子昂怒火中烧 他拿手指着李婉一 是你打斗我妹妹 李婉一不卑不亢 是我 跟我妹妹道歉 做梦 薛子昂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哪被人这么呛过 我从不打女人 别逼我动手 唐家宁在中间拦着 生怕薛子昂真的动手 薛丹宁突然疯了似的 借机冲上去 删李婉一 李婉一反手扣住他的手腕 使劲一鸣 啊 薛丹宁毫无欲照地痛得嗷嗷大叫 哥 你快点帮我 我今天必须要打死他 薛子昂也觉得 李婉一胎目中无人 想替妹妹教训他一下 反正离家也没人了 也不会有人提他出头 薛子昂仰起手掌 李婉一竖起全身的防备 突然间 一抹高大的身影挡在他面前 将薛子昂的手腕遏制住 捏得他骨头都要碎了 有话说话 打女人你 算个什么东西 男人神色紧绷 谋弱寒冰 声音冷漠又犀利 见到来人 一股寒意涌上薛子昂的脊背 令他汗毛竖起 周身止不住站立 宋承九爷 惹不起 李婉一抬眸 就看到了男人 如巧夺天宫般完美的侧眼 宋玉白听到有人说 女卫生间有人打架 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 李婉一被打 却没想到 他是打人的那个 林真真躺在地上狼狈不堪 看见宋玉白 仿佛见到了救星 九 九爷 这个女人是个泼妇 她大庭广众之下 出手伤人 请您 一定为我主持公道 宋玉白扫了一眼 只见李婉一手背跟胳膊上 都有红红的抓痕 有的还剩着血丝 她眉心微醋 下一秒她赠亮的皮鞋 直接踩在林真真的手上 反复碾压 我是来替她撑腰的 不是来主持公道的 林真真瞳孔放大 一脸不可思议 啊 痛 九爷 痛 宋玉白的眼神 复杂微妙 令人难以捉摸 你们两个打一个都打不过 还有脸告状 你是看李婉一 现在家里没人好欺负 我告诉你们 以后有宋家给他撑腰 我看谁敢动他 此话一出 在场几人均是震惊不已 李婉一也有点匪夷所思 没想到宋玉白居然不问缘由 直接站在了他这边 他向来自立自强惯了 什么事都靠自己解决 不管宋玉白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一刻 他竟然萌生出一种 被保护和信任的感觉 苏金安赶到的时候 正好听到了宋玉白最后的那句话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仿佛整个人都被一种 这时候走廊上的人越来越多 听说李家小姐打人了 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 苏金安 吴希同 徐晶阳 沈清晨等人闻讯赶来 挤在了最前面 场面一时热闹非凡 吴希同迅速跑到李婉一的身边 将他护在身后 一保 你没事吧 李婉一摇摇头 我像能吃亏的人 薛紫杨此时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为了面子 他只能硬着头皮道 九爷 他打了我妹妹 就算李小姐要嫁到你们宋家 也不能如此是非不分地袒护他吧 宋玉白咄咄逼人 袒护了又怎样 刚刚我的话你听不见 薛紫杨瞬间哑然 他得罪不起宋玉白 他刚刚说的话 现在已经是毁得肠子都轻了 放言整个宋城 怕是也没人敢得罪他宋九爷 苏金安的眼底划过一丝阴霾 稍纵即逝 薛丹宁见哥哥落了下风 一时也不顾自己的形象 有多么狼狈 他今天一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他举起手中的那条蓝宝石项链 大家来评评理 李婉一带的这条项链 价值一个亿 我们有理由怀疑 是他窝藏了没有上交法院的赃物 我和珍珍想报警 他害怕了 想要抢回项链 我们不给 他就把我跟林珍珍痛打成这个样子 此话一出 周围人迅速开始交头接耳 众说纷纭 甚至有人点起脚尖 去看一亿人民币的项链长什么样 他戴的那个项链 确实是伯爵夫人的代表作 蓝色之星 他居然把一个亿带在脖子上 没想到李家家教是这样的 怪不得李珍会落得个坐牢的下场 这下手下的 也太狠了吧 据说他妈当年为了的男人 李家出走 他爸还有个私生女 据说也是因为李婉一 这么多年不同意 他爸至今没有娶人家 众人越说越离谱 李婉一表情丝毫未变 那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淡定从容 那种气度与生俱来 宋玉白这时退到角落 随意摆弄着手机 沈卿尘一贯平和的脸上 带了些许韵色 为之全貌不予置平 这么简单的道理 大家不会不知道 最险恶的是 莫过于把妾妾私欲公诸于众 事情不能单听那位小姐一面之词 吴希桐也忍不了 别再被背后嚼舌根 有本事当面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我无条件相信李婉一的人品 林真真拢了一下凌乱的头发 你还真敢说这种大话 吴希桐怒即反笑 林真真 你个惹祸惊 上次巴掌没吃够 这次找了个没用的帮手 偷偷对付我家一宝 结果被反杀了吧 哈哈 薛丹宁阴沉着一张脸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谁是没用的 吴希桐戏血 原来你就是那个没用的帮手啊 薛丹宁闻言 直接冲上前 扬言要撕烂吴希桐的嘴 吴希桐下意识去躲 却不曾想 徐晶阳挡在了他的前面 哎 拿走你的爪子 搁谁面前叫板呢 薛丹宁顿了一下 没敢继续撒泼 末了徐晶阳笑嘻嘻地 在吴希桐耳边说 我够意思吗 兄弟 吴希桐美好气地弯了他一眼 谁是你兄弟 滚蛋 薛子昂这回吓得连屁都不敢放 他本来以为李婉逸 只是一个没有靠山的女人 结果送 沈 徐三家都在有意帮他 李婉逸看不下去了 一把夺过薛丹宁手中的项链 优雅地戴在脖子上 他清闲眼皮 冷漠地去了一眼对方 一副处变不惊的模样 这条项链 是我一位朋友送的 别人送的我为什么不能带 林真真讥笑 朋友 是床上的朋友吗 谁那么大方 会送你一个亿 真是撒谎 都不打草稿的 我送的 我送的 宋于白低沉凛冽的声音 与顾雁之温润低唇的声音 重叠在一起 人群中自动让出一条路 顾雁之推着顾南山 身边是宋庭远 三人不疾不徐地过来 众人这回饶事 再啥也看出来 宋家和顾家 都在有意保理晚意 却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氛围越来越沉重 让人透不过气 薛子昂推了一下薛丹宁 嘱咐道 差不多得了 别再惹事 薛丹宁似事不满的小声嘟囊 胆小怕事 宋于白手插口袋 一副魂不令的样子 我们宋家宋黎家的聘礼 有问题 难道黎小姐 连别人送的东西都不能收吗 有位年纪大一点的贵夫人道 就算是送的 好好说便是了 黎小姐也不能打人啊 打人就是不对 应该给薛小姐和林小姐道歉 顾艳之看着李婉宁寒情默默 我相信 婉宁绝对不是没事找事的人 唐家宁迅速合上手机 插话说 我看见了 是他们两个先动的手 黎小姐是正当防卫 薛丹宁美眸一瞪 你撒谎 林真真复合 你是后面才来的 根本就没看见 是李婉宁先扇了我耳光 我作证 是李婉宁先动的手 李冉冉从女卫生间里走出来 得意之色惊险 李婉宁不以为意 心里暗骂了声 蠢货 顾艳之问 这位小姐 你有证据吗 我有录音 李然然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 录音里播放着几人的对话 李婉宁 项链是别人送我的 把她还给我 林真真 谁送你的 是送老爷子吗 这样吧 你承认是送老爷子送你的 然后跪下来 给我和金安道歉 我们就放过你 你看怎么样 李婉宁不怎么样 谁送我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之前的事情我没计较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薛丹宁 李婉宁 你爸都坐牢了 经济犯案 怕是要牢底坐穿 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这么嚣张 别的不说 就连金安定好 送给顾老太爷的寿理 你都抢 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对了 我特想知道 你送了顾老先生什么大脸 林真真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他能送得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估计也就是十万八万的便宜货 薛丹宁 真真 你看他那风骚模样 也蛮像便宜货的 啪 薛丹宁 你居然敢打人 李婉宁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 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薛丹宁 李婉宁 你个小贱人 放开我 啪 李婉宁 我不介意 你多骂两句 看看你的嘴厉害 还是我的巴掌厉害 薛丹宁 李婉宁 你不光有个吃牢饭的父亲 我还听说 你妈早年间当小三的人跑了 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也是个下贱货 你个小狐狸精 陪送老爷子睡爽着你了 此录音一出 彻底还原了事件本身 众人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回谁先动手 已经不重要了 这回脸上最先挂不住的 是宋庭远 她立声呵斥 胡闹 简直胡闹 薛家怎么会生出 这么没教养的女儿 薛丹宁这回开始陪笑道 宋董 您消消气 家妹年纪小 不懂事 多有冒犯 我这就带她回家 严加管教 话落 薛丹宁带薛丹宁走 慢着 宋瑜摆腻了两人一眼 谁让你们走了 惹完事就想走 薛子昂 我拿你当人的时候 你尽量装得像一点 薛子昂又眼皮一直跳 有种不祥的预感 宋瑜白对着手机发了条语音 把人带过来 很快 一身黑衣黑裤的江四 抓着一个娇小的女人进来 沉声道 你做了什么 自己说 女人是刚刚撒了李婉毅 一身红酒的女人 她瞬间明白了什么 你跟他俩一伙的 合家一哭的梨花带雨 如实供述 是薛丹宁跟林真真指使我 泼了李小姐一身红酒 目的是把她 引到卫生间教训她 李小姐人特别好 我泼的她礼服上都是酒 她非但没生气 还在我假装崴脚的时候 拉了我一把 薛丹宁狠狠瞪了她一眼 蠢货 李小姐 对不起 话落 合家以九十度弯腰 深深居了一躬 对不起的事都做了 对不起的话就别说了 不是你夸我 两句我就得原谅 我的善良换来的是 你们的算计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李婉毅的话 在别人听来 很不尽人情 她不是圣母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 都能换来没关系 都是成年人做错事 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坐在轮椅上 一直为发话的顾南山 从口袋中 掏出一条子弹壳项链 丫头 好久不见 这是你送我的寿礼吗 项链上拴着的子弹壳 是5.8毫米的 通体骨铜色 弹头的部分 换上了打磨好的檀木 项链部分 是铜色系的牛皮绳设计 宋于白的眼神慢慢暗淡 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口的位置 似是想到了什么 有一瞬间的窒息 李婉毅玩耳一笑 是的 爷爷让您见笑了 他确实如刚刚录音里 薛小姐和林小姐所说 不值钱 无稀同搭话 那是婉毅亲手做的 薛丹宁灭笑 手工了不起啊 我就说 他是不值钱的货 送条破链子 有什么用 林真真也不死心 就是 自己戴衣的项链 送别人一条成本几百块的东西 好意思的吗 李然然阴阳怪气地说 我姐姐这个人吧 有时候蛮自私 请大家多包涵 薛子昂脸色一变 薛丹宁 就你话多 少说两句 还嫌不够丢人吗 顾南山充耳不闻 一脸慈祥 李小姐 可以说说 为什么要送这个吗 李婉毅正色道 爷爷 他是我从中东战乱 最严重的地方带回来的 准确来说 他是从维和部队中的 一名军人身上取下来的 此话一出 众人神色各异 李婉毅的脸上 是无限的哀思 由于片刻斗 而那名战士 已经伸手一触 客死他乡 李然然吃笑 别瞎扯了 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 可爸爸送你去读书 又不是送你去打仗 你怎么可能亲眼看见战争 吴熙同瞪了他一眼 李然然 你懂个屁 当时我就在现场 那个小战士 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胸部 顿时 鲜红的血液 喷涌而出 他捂着伤口 血液从指缝中流出 染红了衣服 染红了大地 牺牲前他紧紧握着婉毅的手 他说还有牵挂 他的儿子刚刚出生 还没来及看他一眼 婉毅这些年 都在不间断地 为那对母子打钱 你们要是不幸有汇款记录 我就搞不懂了 像他这么好的人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还有人会恶意重伤 说他自私 造谣污蔑 不犯法是吗 吴熙同话落 为了增加可信度 他竖起三根手指 我吴熙同若此话有假 天打五雷轰 全家死光光 出门被车撞死 李婉毅一身正气 这世界总有人为万家灯火 负重前行 所以 我要把这梅子弹壳 做成项链 送给最懂他的人 顾南山拿着那条项链 反复观看 仿佛透过那梅子弹壳 看到了当年炮火连天 他们整个部队团结一致 对抗外敌打仗的样子 那时候 脑袋都是拴在裤腰带上的 不知道哪天死 也不知道会死在哪里 一晃过去七十多年 他的那些战友 早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大多数把性命交代在了战场上 他是战争中的幸存者 子孙满堂 享受着这和平年代 惬意的生活 顾南山的眼角 不自觉留下一滴泪 他颤抖着双手 好孩子 你送爷爷的这个 礼物我非常喜欢 钱对我这个头子来说 只是一串数字 而他比千金万金都重 意义都重大 谢谢你丫头 李婉易朱唇亲戚 您能喜欢 我非常开心 丫头 帮我戴上马 好 李婉易接过项链 绕到轮椅后面 轻轻为他戴上 顾南山拍了拍他的手 表示很满意 宋婷远清了清嗓子 事情熟是熟非 想必大家都已经 心里有了定论 薛 灵 和三家 连女儿都管不好 出来丢人现眼 来人 将这几个惹是生非的主 拖出去 话落 整齐地涌入 一排清一色的黑衣保镖 薛丹宁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外面都是记者 这要是被赶出去 岂不是要 让人笑掉大牙 他眼神 落在苏金安身上 金安 你帮我们说几句话吧 我们也是为了你 苏金安无辜地眨眨眼 似是很难为情 手不停地攥着裙边 半天没吐出一个字 徐晋阳解围道 哎 姓薛的 别拖金安下水 他刚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跳舞 吴熙同文言 狠狠踩了他一脚 低声说 你替他说话 脑子被驴踢了 徐晋阳吃痛 这叫哥们一起 吴熙同翻了个白眼 溢你个大头鬼 纯死你算了 宋于白眸色沉了沉 还愣着干什么 把人请出去 宋于白的请 当然不是真的请 只见保镖两人架起一个 像拖尸体一样 将人拖走 吴熙同提醒 保镖大哥落下一个 还有黎然然 黎然然低声咒骂 白眼狼吴熙同 离家这么多年 一直资助你吃穿用堵 供你上学 你居然这么对我 吴熙同冷笑 是黎家资助我 你算什么黎家人 又跟我谈什么恩惠 宋于白一声令下 一起请走 保镖上前 拖走黎然然 他破口大骂 吴熙同 你个官 活该没有爸妈 此话一出 吴熙同眼里情绪翻涌 他有一瞬间的受伤 黎然然的话没错 他就是一个官 无父无母 是黎征培养出来 专门保护黎婉一的贴身保镖 只是黎婉一 从来不拿他当下人看待 比亲姐妹还轻 他粗之大业 更多的时候 是黎婉一在照顾他 要不是黎然然提醒 他都快忘了 他是一个锅 黎婉一抢先上前一步 黎然然 你嘴巴放干净点 小童虽然无父无母 但他心地善良 性格开朗 不像你 你倒是有妈 可你那个妈 把你教育成什么样子了 性格嚣张跋扈 心里阴暗至极 黎然然正想还嘴 黎婉一举起手掌 长姐如母 你敢再多说一句 我不介意替你妈管教一下你 黎然然想说的话 最终还是咽回肚子里 他这个姐姐 向来说到做到 他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了 随着闹事的几人被秦走 众人这才后知后觉 黎家大小姐并不好惹 管家过来传话 老太爷 秦城秦家送来了一幅百兽图 您要不要去看看 秦家 秦穆颜那小子送的 管家恭敬答道 是 据说是秦太太亲手写的 送于白打去 顾爷爷 三哥这是臭显白 在您面前秀恩爱呢 顾南山假装很嫌弃 秦小子都儿女双全了 你呢 连个对象都没有 宋于白打着马虎眼 快了快了 这是急不得 顾南山宠溺地瞪了他一眼 走吧 去看看秦小子送的百兽图 其余人都散了吧 别在这处着 此话一出 有的跟着顾南山去看百兽图 有的见没热闹看 相继离开 宴会恢复正常 李婉一又待了一小会 便借故离开 吴希童有点不放心 想陪着 他委婉拒绝了 李婉一一个人 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享受着这短暂 且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 殊不知 一辆黑色未开车灯的 劳斯莱斯 不远不近地 缓缓跟在他后面 李婉一抬头望着天空中 漆黑无尽的黑夜 想到那名牺牲在 中东战场上的战士 他满眼透露出 对现实的绝望 思绪飘到很远 他也走了很远 走着走着 天空中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如一层大网 笼罩着城市 一丝丝凉意 轻轻在他的心头荡漾而过 忽然间滚滚而过的惊雷 乍响在空旷的四眼 翩翩水洼被映地 闪耀着幽光 李婉一被吓得 直接蹲在了原地 双手捂住耳朵 把头深深埋进臂弯里 止不住颤抖 他无比害怕打雷 因为每一声雷响 都像是战争场上 无限绵延的炮火声 脑海中那些痛苦的 回忆浮现在眼前 像是凌迟 更让他痛苦的是 他没有一滴眼泪 哭都哭不出来 医生说他有强迫性不哭症 说那是一种精神疾病 当时他并没放在心上 只是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失去任何一种 难免会痛苦 他也不例外 突然间 一把黑色的大伞 隔绝了雨水的冲刷 接踵而知的是 男人带有体温的西装外套 披在了他的肩上 李婉一缓缓抬头 入眼的是 正亮的男士皮鞋 鼻挺的西装裤 白色衬衫 光影交错 男人的五官轮廓更显立体 他低着眼 直勾勾的盯着他 睫毛浓似鸭语 趁得那双眉眼深邃 情绪浓如墨 他的皮肤天生白 却不显病态 在这光线下 仿佛在发着光 宋玉白一开口的声音 低沉暗哑 害怕打雷 你跟踪我 碰巧遇到 宋玉白 你 李婉一话未说完 人已经被他打横抱起 有什么话 回家再说 好在车停在路边 将特助提前打开车门后着 几步路的功夫 李婉一被抱上了车 车内昏暗的环境下 宋玉白闲散地 威养着身子 妈撒着指腹 下一秒 他拉开后排座椅的储物箱 伸手拿出一个小药箱 手拿来 李婉一也没矫情 将手递过去 宋玉白在看到那些抓痕时 眉头紧锁 没好气地说 还是给你挠青了 我看你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你以为你是女金刚 李婉一腻了他一眼 习惯了 宋玉白小心翼翼地 为他清理伤口 你是不是个女人 李婉一反唇相接 我是不是个女人 酒也可最有发言权 宋玉白闽唇不语 只认真地为他上药 从这个角度 正好能看见 宋玉白绝美的侧脸容年 他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棱角分明的五官 透着一丝冷峻 李婉一以为他改姓了 谁知他帮他上完药 把药箱一收 眉目间近视春色 活脱脱一个勾人心魂的男妖精 宋玉白的喉结 无声地滚动了一下 头靠近他的耳边低语 你是不是个女人 得做了功课才知道 一起复习一下 嗯 没给他半点思考的时间 宋玉白说完之后 就单手扣着他的后颈 侵略性十足地直接咬上来 哪有什么缠绵翡测 完全是小学生的恶作剧 四 痛 你属狗的 李婉一推了他一下 没推动 宋玉白细血 以为我要跟你在车上坐 没坐很失望 李婉一脸上若有四无的红韵飘过 却不答 只把眼睛看向窗外 宋玉白犯着情欲的双眼 似要滴出水斑 再次凑近 大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将人强行掰过来 如愿轻着上那微凉的红唇 灵巧的嫩舌滑入口中 索取着他每一个角落 两酒 唇分 两个人的呼吸 都有点急促 宋玉白暗沉的眼眸 染上了几分情欲 薄唇轻起 以后不许跟别的男人跳舞 富有雌性的声音 磨眉般轻柔地扫过他的耳畔 让他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李婉一定了定神 你吃醋了 宋玉白冷眼逆着他 妖野的面容 此时染上了怒气 别自以为是 我不介意你曾经跟他在一起过 但从今往后 你只能有我 李婉一闻言 不自觉地好笑 宋玉白这是突然抽什么疯 战有欲又在作祟吧 说他自以为是 可笑至极 这些年对他而言 最大的进步 就是认清现实 倘若没有过度地喜欢 便没有极度地伤悲 他渐渐明白了 人的局限性 不需要太用力 更要降低期待 哈 说好了个玩个的 你这是想反悔 宋玉白难语 对 我后悔了 话未落 突然间 天空中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 一道震耳欲聋的雷声 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 轰隆 他说了什么 他没听清 宋玉白抢先一步 为他捂上耳朵 整个人浮在他宽厚结实的胸膛 大雨就在此时倾盘下 仿佛一片巨大的瀑布 横扫着整个宋城 震雷在滴滴的云层间 接连不断地轰响着 李婉一此时嘴唇泛白 额头冒出细密的冷汗 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 仿佛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呼吸沉重而急促 牙齿控制不住地打颤 宋玉白感受到他无声的恐惧 将他的外套拿起来 盖到李婉一的头上 揽入怀中 他柔声道 这样会不会好点 李婉一点点头 是也可以 他一个人的时候 面对打雷下雨的天气 都会把头缩进被子里 音乐声开到最大 仿佛这样就听不见 那些炮火连天的声音 看不见战场上 被炸得粉碎的尸体 宋玉白降下后排座椅隔板 对着司机道 开快点 司机应声 江四坐在副驾上问 九爷 太太没事吧 宋玉白脸色不太好看 没事 江四还想问两句 被宋玉白一个眼神打了回来 想说的话 咽回了肚子里 车子很快抵达蓝月弯 江四率先下车位 两人撑伞 宋玉白温柔地哄着 别怕 宋玉白下车后 绕到另一侧车门 弯腰将李婉义打横抱起 他不忘叮嘱 江四住 交代你的事尽快办好 回去吧 江四应声 好 放心吧九爷 两人一进门 张一忙迎上来为 两人拿拖鞋 张一问 先生 太太这是怎么了 没事 打雷受了点惊吓 我带她回房间休息 你忙你的 宋玉白话 落抱着怀中的女人 往楼上走去 张一看着两人的背影 欣慰地笑了 她是看着宋玉白长大的 总感觉九爷对太太 跟对别的女人不一样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九爷很喜欢太太 心里 Victoria酒店门口 吴熙彤 一身性感地挂拨黑裙 站在马路边 等待出租车 时不时地有车辆路过 一名中年男子 开着一辆奔驰S级豪车 降下车窗 对着她吹口哨 去哪呀妹妹 割烧你一程 吴熙彤翻了个白眼 美好气地骂了句 臭流氓 男人顿时不依不饶 臭娘们 想找死啊 吴熙彤嫌悟地看了她一眼 就你 年纪不小 胆子挺大 话落 男人推开车门 怒气冲冲地从车上下来 男人一身 Boy London 上衣印有经典的 烫金色翅膀金雕 左胳膊纹着纹身 妥妥的一副 社会人式的穿着打扮 吴熙彤也没在怕的 怎么 想打女人 男人猥琐的眼神 在她身上上下打量 臭娘们性子还挺练 哥哥今天晚上带你去玩玩 怎么样 吴熙彤黑黑一笑 不怎么样 便去拉扯吴熙彤 想把她塞进车里 在路上直接就办了 吴熙彤本就是专业保镖 她一直保持着警惕 想瞅准机会 来个一招致命 她刚要反击 后面传来一阵汽车鸣笛声 滴滴滴 一辆地府尼蓝色的 劳斯莱斯库里男 从后面开过来 男人降下车窗 深褐色的毛子 目光清澈 暗藏着隐隐的怒气 徐晶阳一脚刹车 急停在路边 气势汹汹地推门下车 妈呢 妈呢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想抢抢梁家妇女 吴熙彤扑斥一下笑了 小绵羊 是月黑风高的夜晚 徐晶阳挑眉 差不多意思 刚刚耍流氓的男人不干了 啥意思 你小子想英雄就美 吴熙彤突然灵机一动 大哥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动脚 徐晶阳一听来近了 你动他哪了 男人一副得意的猥琐像 该摸的不该碰的都碰了 今晚他是我的 碰 碰碰 男人花未落 徐晶阳的硬邦邦的拳头 就已经上去了 男人本就是社会上混的 吊耳郎当惯了 只会点花拳袖腿吓唬人 这回碰到会点拳脚功夫的徐晶阳 又加上徐晶阳块头高大 瞬间被秒成渣渣 男人还算实时误 捂着头在地上求饶 哥 别打了 哥 我错了 哥 我没动他一根手指头 无系统不满的弩弩嘴 放屁 你摸我手了 经过无系统的控诉 男人又是被一顿毒打 男人痛得呲哗乱叫 末了 徐晶阳打完 丢下一句话 放心 不白打 明天来瑞阳集团 给你报销医药费 我叫徐晶阳 无系统暗子发笑 英雄救美 算是让他玩明白了 这个币也让他装到了 徐晶阳扭头对无系统道 兄弟 上车 等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洋城去 倒在地上的男人爬起来 一时有心猛 兄弟 难道刚刚那个黑女人 是个男的 变性人 想到这男人 瞬间汗毛竖起 男人心说 怪不得开亮地府 泥蓝色的库里南 原来鼎鼎大名的徐家少爷 是个gay 这都是什么事啊 恶心 车内 徐晶阳打着方向盘 一脸得意 怎么样 我刚刚帅不帅 无系统公为道 帅 简直是太男人了 兄弟我够不够一切 够 那必须够啊 要不是你救我 今晚我估计就要羊入虎口了 换个词 无系统不解的问 什么 徐晶阳调侃 是没入虎口 无系统突然反应过来 他是在说自己黑这件事 徐晶阳 找死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可别动我 我开着车 小心一尸两命 无系统乐了 徐晶阳 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一尸两命 是指一具尸体里还有一条命 只有孕妇死亡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怀了 徐晶阳这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他语文成绩 从小就很拉垮 他强行解释道 我上学那会有点偏科 无系统校说 你哪是偏科 你简直偏到西海岸去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上高中那会 你语文成绩都是个位数 那几分还都是 作文体老师给的辛苦分 我都怀疑 你能考上宋大 是因为瑞阳集团 给宋大军的那座图书馆换来的 徐晶阳降低了一下车速 眼里透露着轻车的愚蠢 你怎么知道 嘿 好家伙 还真是被我猜中了 真的是 那栋图书馆的功劳 徐晶阳一时有些尴尬 正好前面是红灯 气氛更尴尬了 他努力搜索脑海中的话题 有了 他问 九旋跟婉翼那事 你知道 无系统明知故问 什么事 就是那事啊 说人话 结婚 无系统逗他 三连问 什么 他俩结婚了 什么时候结的 我怎么不知道 徐晶阳猛了 不能吧 你跟李婉翼像连体鹰一样 你会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啊 徐晶阳如实回答 有一段日子了 我去 他俩怎么在一起了 你知道什么内幕吗 我总感觉 九旋看上李婉翼了 可是金安他怎么办啊 无系统翻了个白眼 我们家 婉翼不比那个苏金安 强千倍万倍 这时候红灯转绿 徐晶阳手握方向盘 继续开车 话不能这么说 金安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人蛮不错的 这么多年 一直陪着九旋 温柔体贴 徐晶阳话未完 无系统打断 那是你们男人不了解女人 你们女人也不了解男人 随后两人就男人女人的话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直到最后 聊着聊着聊几眼了 徐晶阳的车 停在嘉陵警院小区门口 车内 无系统发狠事地 抓着徐晶阳的头发 徐晶阳也反手抓着他的头发 你先放 你放我就放 我数一二三 我们同时放 好 一二三 阿痛 无系统 你个死骗子 不是说好同事放手的吗 无系统介绍 我以为是放屁呢 我放了 你放了吗 徐晶阳此时 心中闪过一万只草泥马 求徐晶阳心里阴影面积 蓝月弯 黑沉沉的夜 仿佛无边的浓墨 重重地涂抹在天际 雨势越来越大 云层越压越低 看起来 根本没有要停的预兆 卧室内窗帘 遮得严严实实 密不透风 空军零号黑胶唱片机 正播放着蓝色多脑盒 圆舞曲 宽敞的房间内 整齐摆放着一排蜡烛 暖黄色的烛光 照亮了漆黑的房间 暧昧和暖黄色 总是相衬的 阴晕了人的视线 模糊了人的面容 氛围感拉满 混淆着人的胆观 暧昧肆无忌惮地充斥着 让人缺氧 李婉逸一身黑色的真丝睡裙 光着脚丫 踩在厚重的地毯上 宋玉白赤裸着上半身 只穿了条西裤 带他走近 两人目光恰逢其时的相撞 说不清到不明的 两人的眼底 迅速升起燃烧的火焰 他那双强劲有力的大手 扣在他腰间轻轻一提 李婉逸光着的脚 便踩在了他的脚背上 宋玉白温热的气息 撒在他的耳畔 老婆 陪我跳一支舞 今晚你欠我的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叫他老婆 只是第一次没在床上叫他 李婉逸抬眸 看见他唇角的弧度 心跳漏了一拍 再看下去的话 他的心跳声就会露出马脚 然后就会成为这个空间里 明显又无法忽视的存在 为了掩饰 他主动还上他的脖梗 宋玉白满意之色净显 随着舒缓的音乐 开始带动着他跳舞 一步一步 那种感觉 李婉逸是从未有过的 每一步都好似踩在了他的心肩上 这样的场景 以前他曾幻想过 如今倒是借着打雷下雨的光 实现了 初见他时 上帝就在他耳边轻轻 说了四个字 再劫难逃 那时的宋玉白 太耀眼了 豪门出声 严正性子也 受尽无数女生追捧 而他能光明正大的看他的机会 却只有在他打篮球的时候 只可惜 篮球场上总有一堆女生 为他尖叫疯狂 他永远也挤不进他的视线 那时的他 只是一个体重偏胖 心里极度自卑 且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除去黎家大小姐的光环 他什么都不是 校草级别的男神一般的存在 他有时候想一下 都觉得是在亵渎 所以 他拼命让自己变得优秀 直到琴棋书画 唱歌跳舞样样精通 在想什么 还在害怕 嗯 宋玉白温柔的声音 打断了他飘远的思绪 不怕了 谢谢你今晚照顾我的情绪 如果你愿意 以后我们都这样相处 李婉易一愣 哪样相处 下一秒 皮带金属卡扣的声音传来 李婉易低头瞟了一眼 跳个舞 这就尽力了 伴随着宋玉白 密密麻麻的稳落下来 他才明白过来 他说的是怎样的相处 男人心里想的 果然还是那档子是 那他配合好便是了 辗转间 两人已经到了柔软的大床上 李婉易勾着他的脖子 在他耳边勾引般地吐出几个字 嗯 没错确实很失望 话落他贴着他的耳畔 轻轻摁了一下 瞬间 他感受到了 男人皆是无比的肌肉紧绷 他无比的热情奔放 让他心情大好 他沉溺在那种 天堂和地狱的交界线中 无法自拔 此刻 只有他能渡他 陈希徐徐拉开了帷幕 又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早晨 带着清新降临人间 一下又一下 貌似还蛮舒服的 昨晚玩嗨了 光是TT就用了六七个 其实他也就刚睡了两三个小时 这回困得脑袋发胀 他实在睁不开眼 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李婉易再次醒来 已经日上三单 他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坐起来想伸个懒腰 一台胳膊 身上像被车咕噜碾压了一样 浑身酸痛 宋玉白单手撑着脑袋 露出上半身 结实健壮的肌肉 好一副活色生香的样子 睡醒了 嗯 我饿了 宋玉白赤裸裸的眼神盯着他 满是情欲 你好没良心 你都快把我榨干了 还没吃饱 明明是你做不够 李婉易花落 紧接着而来的 是身体某个部位 一股热流涌了出来 李婉易低头 看了看床单上的深红色血迹 有些难为情地说 宋玉白 你把我大姨妈给招来了 宋玉白唇角微扬 笑得一脸暧昧 叫声老公听听 我帮你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李婉易想到昨晚 又不是没喊过 爱都做了 还矫情什么 老公 大点声 没听见 老公 得令 真管 宋玉白像摸小狗似的 摸了摸他的头发 不一会 宋玉白抱着一个大盒子走过来 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卫生棉 日用的 夜用的 安睡库 卫生棉条等 一应俱全 李婉易有些惊讶 你什么时候买的 别谢我 姜特助买的 哦 李婉易现在也顾不上谁买的 随便拿了一根卫生棉条 直接往厕所方向去 刚下地 脚步有些虚浮 腿软 要说昨晚他勾引他的时候 多凶 现在就有多么腰酸腿软 也算是自讨苦吃了 一夜七次郎 宋玉白当之无愧 楼下 宋玉白穿着一身白色的家居服 走进厨房 他将砂锅放在炉灶上 从冰箱里 拿出一瓶伊云矿泉水 倒进去 开火烧水 然后拿出案板 笨拙地切着姜片 一下又一下 张仪听见厨房有动静 便走了进来 哎哟 先生 您怎么自己动手了 小心别切到手 我来吧 不用 您这是要做什么 煮姜糖水 张仪闻言 一脸乙母笑 先生向来不喜欢厨房的油烟味 却主动愿意为太太煮红糖水 瞧瞧 先生对太太多么上心 宋玉白端着煮好的将糖水 倒卧室的时候 李婉一正好洗完澡出来 宋玉白勾勾手指 过来 李婉一边擦头发边走过去 张仪煮的 嗯 有点烫 先吹干头发再喝吧 宋玉白话落 便去拿吹风机 李婉一道 我自己来吧 别动 下一秒温热的风吹在他的发丝间 宋玉白的指尖 来回在他发间穿梭 他却觉得 头发间传来的温热感 久久散不去 就像一道温热的电流 顺势流淌过他的心间 午后慵懒的气息 连枝头的鸟 仿佛也在沉睡 昨晚一夜暴雨 今天天气终于放晴 午饭过后 宋玉白接了一通电话后 便行色匆匆地出门 李婉一指 隐隐约约听到 江特柱在电话那头说出事了 能出什么事 让他这么着急 正思存着 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屏幕显示 陪助理来电 他划开接通键 喂 陪助理 陪助理由于片刻道 李总 薛丹宁出事了 他怎么了 小道消息称 薛丹宁昨晚在顾南山的寿宴上 原发生争执 他被宋家的保镖 从宴会酒店赶出来后 心情不好 深夜酒吧买醉 结果被几个人抡了 李婉一稍微有点走神 轮奸 陪助理接着说 是的李总 而且薛丹宁的哥哥薛子昂 昨晚也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 薛家现在一口咬定 是宋玉白所为 扬言要为自己的儿子 女儿 讨回公道 上次您说 义和是一家讲求事件 真实性的传媒公司 现在很多大V都在艾特义和官博 问咱们怎么看 李婉一的唇警敏 身体紧绷 就算薛丹宁有些跋扈些 他也不想一个女孩子遇到这种事 这种事谁遇到 都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现在应该是舆论发酵最严重的时候 的股价也会受损 难怪宋玉白走的时候 那么着急 打人宋玉白的确能干得出 但找人论据这种事 他不幸是宋玉白做的 宋玉白虽性子也 对待感情那方面不太认真 但好在做事有底线 要不然 他也不会喜欢他那么久 想清楚这一点 李婉一瞬间冷静下来 裴助理 我现在马上去公司 你先让我说的去办 裴助理应声 好 您请说 李婉一捏了捏眉心 网上的舆论风向 义和先不要管 用官博发条声明 就说义和传媒指信证据 在警方官方通报 正式发布之前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对别有用心者 予以强烈谴责 然后艾特一下 宋城警察局官博 好 李总 我记下了 李婉一交代完 换了身职业装下楼 跟张仪交代了几句 便匆匆离开 张仪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无奈地摇摇头 大周末的两人还这么忙 予以中心 King Tower 集团总部总裁办公室 偌大的现代化办公室内 公关部卓经理 已经站了20分钟 也说了20分钟 卓经理服了服黑色的眼镜 总裁 您看这个公关方案行吗 宋玉白的声音不便喜怒 这就是你们公关部的 紧急处理方案 卓经理顿时胆战心惊 您要是不满意 我们立马去改 卓心 我看 你是脑子嗅痘了 风口浪尖上发什么声明 岂不是越描越黑吗 卓经理冷汗沉沉 头深深地低下 他怯懦地问 总裁 您是不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宋玉白手里把玩着一支钢笔 什么都不要做 让舆论发酵 薛家根本没有证据 我们直接走法律途径 告他们污蔑诽谤 卓经理有些难为情 可是打官司时间会比较久 这段时间会让股票大跌 您确定吗 卓经理 你在怀疑我的决策 不敢 卓经理硬着头皮问 总裁 薛家兄妹的事情 跟你有关系吗 此话一出 一旁的江四 着实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这姐还真是什么都敢问 宋玉白腻了他一眼 其实他蛮喜欢卓心这点 明明挺怕他 还是会带着胆子 问出他想问的 我是什么土匪强盗吗 像找人轮据这么低级没品的事 我会做 卓经理瞬间懂了些什么 江四在一旁鸣嘴偷笑 心说 难道暗地里把人打一顿 就很高级有品 宋玉白接着道 行了 没你事了 去忙吧 卓经理应声 好的总裁 您交代的事情我 马上去跟法务部对接 待办公室房门关上 宋玉白开始转笔 当笔在他骨节分明的指尖 灵活旋转 江特助 薛丹宁的事情去查查是谁干的 宋城警察局那帮蠢蛋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案 江四应声 好的九爷 我马上去办 扣扣 还没等江四出去 办公室传来敲门声 请进 宋玉白话落 公关部经理卓星又折了回来 他手里还拿着一部平板 总裁 薛丹宁的事情有新的进展 宋玉白头也不抬 直说 卓经理将平板双手放到办公桌上 总裁 您看一下 刚刚义和传媒官博发了声明 结果很快有人报了昨天 李小姐打人的事情 现在义和官博底下一片谩骂声 甚至还有人揣测 李小姐是轮件的薛丹宁指使者 宋玉白随意翻了一下 网友现在是什么难听骂什么 经济犯的女儿 就应该被制裁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 还敢光明正大的艾特警方 脸呢 建议警方好好查一下 又是打人 又是指使人论坠 心思歹毒至极 果然大树底下好成粮 有宋家保护着 现在蛇鼠一窝 这种人就应该抓进去坐楼 艾特宋城警察局就这样的人还搞传媒 做出来的新闻能有真的才怪 还说什么讲究新闻真实性 放屁呢吗 可怜的薛小姐 要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宋玉白的声音不便喜怒 江特助 去把心理酒店的监控录像调出来 卓经理你 去用心理酒店的官博发声明 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 江四有些难为情 九爷 女卫生间那个位置 监控拍不到 宋玉白仙眼看她 江特助 你脑子也秀住了 黎家那个私生女 不是有录音 想办法弄过来啊 还有和家女儿的证词 这么简单的事情 需要我教你 突然她又想到了什么 证据拿回来 先不要发 我再想想 你们两个去忙吧 卓经理听得云里雾里 但是却明显感觉 总裁对黎小姐不一般 既袒护又纵容 貌似还挺双标 嘉陵警院 李婉一跟吴希同 正在看网上的负面新闻 舆论风向 对义和传媒很不利 李婉一现在 就如过街老鼠般 人人喊打 刚刚李婉一去公司的途中 接到了陪助理的电话 说义和传 现在都是围堵的记者 所以 她干脆来吴希同 这里躲躲 商量商量解决办法 一宝 你把这个链接发给李然然 她只要点开 我就能弄到她手机里的 全部信息文件 正好趁这个机会 看看她还做了什么坏事 我对她的私事不感兴趣 我只要那段录音 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有那段录音 能证明 事端不是她挑起来的 李婉一刚要把 吴希同给的链接 转发给李然然 手机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 她打开查看 里面是两份录音文件 一份是李然然手里的录音 还有一份是何嘉宜 描述了他们谋划着 修理她的全过程 吴希同听完后 毛子都亮了 谁传过来的 赶着给我们送及时雨呢 李婉一手一摊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你那便宜老公 好好说话 怎么还不让人说了呢 瞧瞧昨天晚上 她对你护得泪酸死我了 你没看那个苏静安的脸色 跟猪肝一样 李婉一的心底深处 划过一丝异样 好像送于白对她 也没有那么不堪 可她心里想的是一回事 嘴里说的又是一回事 她会有那么好心 吴希同私存片刻 也对 那估计是顾大帅哥 毕竟是在她爷爷宴会上出的事 她想偷偷帮你 真是用情置身 嘖嘖 李婉一有一瞬间眼底的失落 也有可能是顾艳之在帮她 易宝 那我们现在要把录音发出去吗 先等等 现在发出去舆论 也不会直接倾向我们 会认为我们在避重就轻 等官方通报出来 现在网友骂得越狠 到时候 打脸就有多重 那你这几天不要出门了 躲躲这个风头 我正有此意 下午五点半 吴希同将自己装扮得严严实实 打算去楼下超市 买点晚饭用的食材 房门打开 她脚迈出去的时候 感觉脚下踩了什么软乎乎的东西 有点像尸体 低下头去看的那一瞬间 伴随而来的是 她的尖叫声震耳欲聋 一饱 有尸体 李婉一听见呼喊声 赶紧跑了出去 在看见那些尸体后 心里一阵反胃 只见门口横七竖八 有二十几只老鼠的尸体 有的肠子都出来了 还有的脑袋被压扁了 死状极其残忍 好恶心 李婉一压了压位里 翻江倒海 别怕 小童 你靠边站 不要看 我打电话叫物业过来清理 饶师见过大场面 身为职业保镖的吴熙彤 此刻被吓得汗毛竖起 躲在墙边一动不敢动 更何况 她最害怕老鼠和蛇 吴熙彤气劫 吓死我了 谁这么缺德 我诅咒她 不孕不遇 孤独中老 一个月拉不出屎 李婉一拿出手机拍照取证 物业很快派了保洁过来处理 两名保洁人员 看见现场的情况 均面露难色 这位小姐 这种人为因素故意造成的 卫生我们做不了 李婉一也不跟他们废话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把这里清理干净 一人五百 做不做 两名保洁人员 均面露喜色 拿成 付完前 李婉一转头对吴熙彤说 小彤 我们去物业调取一下监控 留一下证据 吴熙彤摸了摸汗毛竖起的胳膊 赶紧走 恶心死了 两人刚到物业管理中心 便看见一个保安 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在看到李婉一后 更是像见鬼了一样 李婉一主动问 发生什么事了 保安支支吾吾 就是不说话 无系统小报脾气上来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你这不说 也不放是什么意思 保安犹豫再三 你们跟我来看看吧 几人来到地下停车场 只见李婉一的 那辆白色的阿斯顿马钉 挡风玻璃被砸了 还被人用鲜红色的喷漆 洋洋洒洒 写了好多大字 红配白的颜色格外鲜艳 甚人 最显眼的就是 引擎盖上那个死字 车身上写着 轮距犯主谋 经纪犯女儿 老底座穿等字样 旁边已经有不少业主围观 都在指指点点 李婉一的谋色慧暗不明 总的来说 已经见惯了生死 这种事 在他的心底毫无波动 无系统忍不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网上的脏水泼了也就泼了 这欺负人欺负到家了 你们物业也是 事后诸葛 嫌疑人有线索吗 保安有些不知所措 这位小姐 我们巡视的时候 实在不好意思 李婉一淡然一笑 随手拍了几张照片 别难为他们 小童 直接报警 这已经是构成刑事犯罪 无系统气呼呼地 拨打了报警电话 对方一听是李婉一的案子 迅速出警 现在是薛丹宁案件关键时刻 任何跟案件相关的人 警方都格外留意 很快 警察来到现场勘查 调取监控 取证问询 简单做了一下笔录 李小姐 有结果我会通知你们 近期出门的话 注意人身安全 好 谢谢警官 两人从楼下超市 买好东西回去的时候 门口已经光亮如星 仿佛刚刚的事情 从未发生过 吃过晚饭 李婉一特地给张姨打电话 说了一下情况 告诉她 今晚不回去住了 现在这个情况 万一再被爆出来 跟宋玉白的关系 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叮铃铃 李婉一刚挂断电话 无系统放在桌前的手机响了 无系统看了下来电人 微微醋眉 她这个点 给她打电话干嘛 按下接通键 徐晶阳的声音传来 小梅求 出来玩啊 无系统直接回绝 不去 挂了 我在你家楼下 你不下来 我就上去了 我去 不是 徐晶阳你有毛病吗 徐晶阳不急不徐 不逗你了 我这有薛丹宁案件的最新进展 要不要听 李婉一给她做了个口型 去玩吧 无系统将话筒口捂住 小声说 不行 留你自己在家 我不放心 没关系 我把门锁好 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在李婉一的劝说下 无系统才肯下楼 李婉一笑笑 说不定能凑一对欢喜冤家呢 夜里十点 卧室里李婉一插着耳机 抱着iPad 在看电影 新德勒的名单 影片字幕 今天的波兰 只剩下不到四千 活下来的犹太人 有六千以上 新德勒犹太人的后裔 电影整部影片 采用的是黑白调 来渲染当时的惨绝人寰 暗无天日的日子 没有特写 聚焦战争的血腥 但能感受到战争的无情 与底层人民的艰难 李婉一看得很压抑不安 情绪挤压在胸腔 快要喘不动气 砰砰砰 一阵敲门声 由小到大 准确来说是砸门声 李婉一放下iPad 警觉地拿起手机 往客厅里走 从猫眼里望过去 外面站了七八个 身材高大的男人 他们手里都拿了家伙 带头的男人 一脸凶神恶煞 脸上有一条挺长的刀疤 他不耐烦地说 开门 快点 你们找谁 姓黎的女人 找死是不是 别废话 快开门 李婉一定了定神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再扰名 李婉一话还没说完 刀疤男开始破口大骂 姓黎的 你他妈赶紧给老子出来 再不出来 信不信老子拿刀进去剁了你 门外面的人 开始连梯带穿 你们是谁 还有脸问 老子是谁 我们老大的女人 是不是你找人弄的 刀疤男话落 李婉一瞬间明白过来了 这感情是薛丹宁的拼头 找上门来报仇了 你们找错地了 赶紧走 要不然我报警了 刀疤男一听 李婉一要报警 瞬间暴怒 破口大骂 你特娘的 别跟老子废话 警察算个屁 天王老子来了 我都不怕 等我进去 弄不死你 臭娘们 旁边的小弟附和 刀哥 咱们 直接把锁撬了 进去干他 他怎么找人弄的小嫂子 咱们就怎么弄他 此话一出 刀疤男突然拿了什么东西 再砸门锁 框框 一下又一下 随着砸门声的不断响起 他赶紧回到卧室 将门反锁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床推过去 堵在门口 李婉一握着手机的那只手 手心已经不自觉进出了汗 他这才意识 自己在害怕 这群人如果闯进来 他会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他呼吸一致 感觉从头到脚一阵寒意 此时 他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人 竟然是宋于白 顾不了那么多 他颤抖着手 拨通宋于白的电话 嘟嘟嘟 电话一直在连接中 却未接听 他直接按掉 又重新拨了过去 他内心喊着 快接啊 快接电话 外面的杂门声和谩骂声 接连不断 每一声 他的心就跟着颤一下 在李婉一将要放弃的时候 电话通了 李婉一级的声音 也指不住颤抖 宋于白 救我 有人要杀我 李婉一话未说完 电话里面传来一个 温温柔柔的女生 阿渔在洗澡 你谁啊 文言 李婉一直接愣住了 静止在原地 他有片刻失神 还未等李婉一开口 电话中的声音再次传来 带着些许冷漠和愤怒 我不管你是谁 有事直接报警 找阿渔做什么 他又不是警察 这么晚 我们都要休息了 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嘟嘟嘟 随着电话被挂断 就像李婉一的心一样 也跟着断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 是苏金安 情急之下 他拨通了吴希同的电话 电话一秒被接通 李婉一言简一概 小童 你赶紧回来 有人要杀我 现在正在砸门 尽管吴希同那边有些吵 他还是听见了 一宝 你躲起来 我马上赶回去 别怕 我很快 挂断电话 为了双重保险 李婉一又报了警 接下来 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到刚刚给宋语白打的那通电话 他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 唇角微微下垂 仿佛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只剩下无尽的失落 不 是绝望 一如六年前出国那次 绝望蔓延至全身 其实他早在出国的第二年 因职业特殊 便在加州银行的保险柜 留了一份生死遗言 如果他死了 宋语白会如约在他死后的第三年 收到那封信 只要他还活着 他将永远也收不到 想到这他突然觉得 这十几年来的暗恋有了寄托 爱和死亡是相似的 你无法预料他 何时来临 一旦发生 就不能回头 一如他第一次遇见宋语白 碰 哐当 随着一声巨响 房间的防盗门被从外面砸开 那七八个标形大汉 直接破门而入 闯了进来 刀疤男边骂边砸 姓黎的 别躲了 出来好好伺候隔几个 心血还能给你留条活络 李婉一手握成拳 只觉得此时不能再坐以待毙 他打开窗户看了下高度 十九楼 太高了 他能感受到 晚风呼呼吹过的声音 实在没办法了 跳吧 就算死 也比受尽侮辱强 几名大汉在客厅扫尸一圈 最后视线定格在卧室的房门上 刀疤男头下河一台 示意手下去开卧室的门 几人蜂拥而上 对着卧室门连梯带穿 刀疙 门被那臭娘们锁上了 锤子呢 给我砸 刀疤男横的咬牙切齿 姓黎的 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厚重的木门 被锤子一下下砸着 直到门锁被砸开 七八个男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卧室门推开 进去的一瞬间 几人都猛逼了 屋内空空如也 人呢 小弟率先将衣柜 翻了个底朝天 刀疤男跑到窗户边 伸出脑袋 顺着往下望去 不由地大吃一惊 我去 人找到了 快来看 这小娘们 性子够野 小弟们闻声 纷纷跑过去观望 只见李婉逸 双手抓在栏杆上 脚踩在楼下的窗户沿上 人在半空中 十几楼的高度 稍有不慎 粉身碎骨 刀疤男喊 李大小剑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不上来 我们就泼热水了 到时候砰的一声掉下去 脑浆炸裂 血剑当场 死相可并不好看呐 刀疤男话落 马上由小弟狗腿地 去将热水壶找来 李婉逸想拖延时间 你说 你们为了一个薛丹宁 值吗 我要是有个好胆 宋家 不会放过你的 你不会不知道 我跟宋家的关系吧 刀疤男笑的猖狂 我竟然敢动你 那就是上面有人发话了 少废话 你上不上来 大哥 我不是不想上不去 眼下我腿软 你看一直在抖 刀疤男冷哼道 那就别废话了 直接倒热水 别 有话好好说 只要你们放了我 条件你们开 别跟老子废话 拖延什么时间 话落 他将热水壶瓶盖打开 对准楼下李婉逸的位置 到热水 李婉逸此刻深深地感受到绝望 双腿发软是真的 他浑身颤抖 半张着嘴 风呼啸而过 仿佛死神在向他招手 突然间 砰的一声 吴希同手持合金的棒球棍冲了进来 直接甩在了其中一名男人身上 我看谁敢动他 李婉逸听到了吴希同的声音 瞬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紧紧抓着栏杆 不让自己掉下去 大脑的血管像要胀裂开似的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颤抖 手脚变得像冰一样凉 如果此时他能哭出来的话 此刻他定时泪流满面 他最好的朋友来救他了 男人暴跳如雷 臭婊子 你敢打老子 徐晶阳的声音传来 孙子 骂谁呢你 吴希同顾不上那么多 徐晶阳 这里有我顶着 你去找沈卿晨救婉逸 婉逸跳窗了 他在楼下的窗户上 估计撑不了多久 赶紧去救他 徐晶阳犹豫不决 虽然吴希同大大咧咧像的男人婆 但毕竟是个女孩子 他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在这顶着呢 他面上有些挂不住 内心其实蛮怕 他咬咬牙 你去找清晨 我在这顶着 别废话 你快去 徐晶阳被吴希同这一声吼住了 立马拔腿就跑 跑得比谁都快 兄弟等我 我很快 吴希同转过头 怒目横视 回对 在老娘面前跟谁称老子呢 刀疤男灭笑 一脸猥琐笑 咬喝 你这个小黑娘们 我今天先伴你 再伴那个姓黎的 借你十个狗胆子 吴希同花落 紧紧握住那条合金的棒球棍 朝刀疤男脸上甩去 楼下 李婉逸抓着栏杆的两只手 已经被汗水浸湿 快要握不住了 他颤抖得越发厉害 眼眸已完全闭合 当灵魂高于肉体 肉体无法承受灵魂的重量 唯有死亡 给予灵魂自由 啊 随着李婉逸的一声 刺耳的尖叫声 窗户被哗啦一下打开 他整个人 没入了一个温暖又坚挺的怀抱 李婉逸此时 已经吓得僵在原地 一时分不清 是天堂还是哪里 只听一阵温柔的声音传来 李小姐 没事了 别怕 李婉逸对上沈清晨的视线 仿佛透过了他的眼眸 他看到了一片海 一个宁静的世界 一个倒映出的沉散的自己 他如梗在喉 刚刚差点就掉下去了 人没事了吧 徐晶阳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大嗓门一吆喝 李婉逸有些尴尬的轻壳两声 沈清晨方才反应过来 将他人放下来 当他脚落地的那一瞬间 感觉自己彻底活过来了 没事了 谢谢你们救我 徐晶阳很着急地说 婉逸 你在这待着比较安全 我们上去救小煤球 走吧清晨 沈清晨微微一笑 以眼神给予他安慰 两人相继前后脚离开 李婉逸进厨房 拿了把菜刀跟了上去 他知道这几人根本不是吴西彤的对手 但是他忍不了 再多个一两秒 他就粉身碎骨 徐晶阳风风火火赶到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 同样震惊的 还有沈清晨 客厅内 七八个男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场面很壮观 哀嚎声此起彼伏 手断的 胳膊断的 腿舌的 脖子扭的 还有捂着男人重要部位的 徐晶阳咽了咽口水 头皮发麻 如梗在喉 让他一度怀疑 这是个女人吗 刀疤男跪在地上 捂着受伤的下体 一个进求饶 姑奶奶 我错了 姑奶奶 是晓得有眼不识泰山 吴西彤吃笑 拍着刀疤男的脑袋 以后记住了 凡是有李小姐在的地方 都避着点走 李婉一冷笑着走过去 用力将他手中的刀 狠狠插进他手面前的地板上 不偏不倚 正好插在双手中间 那把菜刀闪着寒芒 刀疤男下的冷汗直流 差点小便失禁 薛丹宁的拼头是谁 说 刀疤男颤抖着说 黑羽帮东各 李婉一拔下地板上的菜刀 在手里来回摸刀刃 此时的他 像地狱的羞罗 刚刚是你说 要剁了我 还要拿热水泼我 我要你一根手指头 不过分吧 刀疤男下的把手缩了回去 别 姑奶奶 我知道错了 砍一只耳朵也行 你选吧 刀疤男下意识 去吴耳朵 李婉一手起刀落 快准狠 啊 只见刀疤男的手背上 被划开一道斜口子 血剑当场 徐晶阳哪见过这样的李婉一 两姐妹一个比一个狠 都是狠人 砰的一声 所以已经被捶烂的房门 被人一脚踹开 都别动 十几名警察 持枪鱼贯而出 谁报的警 李婉一指着地上的 横七竖八的男人道 我报的警 警官 他们持凶器入室杀人 我的朋友赶来救了我 带头的警官 扫了一眼地上的几个男人 立声道 又是你们几个 带走 很快行凶作案人员 被带一一带走 警官道 麻烦几位也去警局 坐下笔录吧 李婉一应声 好 谢谢警官及时出警 此话一出 在场的警民警察 均面露尴尬之色 吴熙同复合 你们再晚 一分钟到 我们都要把犯人打包 送到你们警局门口了 带头的警官 不好意思地打着哈哈 去警局的路上 由于李婉一的车 被喷成了那样 已经被送去4S店 重新喷漆了 所以 他坐了沈卿城的跑车 坐了徐晶阳的跑车 出警的警车有十几辆 再加上两辆豪车 浩浩商商一队人 往警局出发 沈卿城的车内 车在音响内 放着舒缓的音乐 是陈奕迅的 十年 李婉一有些惊讶 沈先生 你也喜欢听 陈奕迅的歌 沈卿城嘴角弯起 好看的弧度 是 听了好多年了 上学那会 我就喜欢听他的歌 每次出新专辑 我都会去买 只可惜 那些专辑在我原来的家里 没拿出来 沈卿城笑笑没接话 李婉一将副驾驶的车窗半将 感受着自然风的问候 与在十九楼 扒着窗户的感觉 截然不同 此刻忘却一切烦恼 只有劫后余生的喜悦 他不禁跟着歌哼唱出声 沈卿城开着车脸上的笑意见浓 徐晶阳的车内 此时他是大气不敢喘一下 生怕吴熙同一个不高兴 把自己踹出去 想到之前总调侃他 还跟他斗嘴 瞬间感觉后背凉缩缩的 气氛一度陷入尴尬之中 哎 徐晶阳 你平时不是话听多吗 怎么不说话了 我好好开车 不对 你不对劲 徐晶阳被盯得发毛 你别闹我 我开车呢 快说 你怎么了 我就是替李婉一捏了一把汗 他差点就掉下去了 吓死我了 哦 两人再次沉默 主要是徐晶阳有些怕他 好在车子很快抵达警局 下车之前 徐晶阳又给宋宇白打了一个电话 还是没人接 他索性直接给他发了条短信 说了一下事情经过 吴细童先眼看他 给他偷偷摸摸发信息呢 美女 吴细童翻了个白眼 妾 庸俗 四人在警局配合着 做了一下笔录 约莫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等几人再出来的时候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急驰而来 车后面跟着十几辆黑色阿尔法商务车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停在了警局门口 车门四开 从车上冒出来一排排黑衣保镖 一眼望去 黑压压的一片 这阵仗 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个黑社会头目 要把警局给一窝端了 江四小跑着过来开车门 送于白长腿 一脉下车 他身着白衬衣 神色毫不掩饰地 展露出自己的尖锐强壮 如同一只猛兽 在众人面前昂首奔跑 完美地诠释了危险又迷人的气场 只是与平日不同的是 那一头精短的秀发 没做任何打理 软啪啪地搭在额前 少了几分灵力 一看就是刚洗完澡就跑出来了 李婉一直扫了一眼 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冷漠至极 那淡漠的眼神 深深刺痛了宋于白 他大不留心般走过去 神情里透露着着急 又不知说什么好 额头竟冒出了细汗 吴熙童一顿质问 我当是谁呢 人都被抓走了 你来干什么 完呢 徐晶阳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 为什么不接 你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遇到了多少恶心事 李婉一急声打断 小童 事已至此 没必要再就这一点小事不放 宋于白如耿在喉 半晌 才吐出一句话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吴熙童想要再说些什么 却被徐晶阳带着胆子 硬着头皮拉走了 徐晶阳小声嘈咕 行了 人家两口子是 你别管 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传进在场的几人耳朵里 此时 警局门口前 只剩下李婉一 沈卿尘 宋于白 及远处的一众保镖 李婉一唇脚勾起好看的弧度 他分明笑意正盛 但眼里没有半点温度 如鱼净冷剂 没关系 他轻飘飘的一句没关系 仿佛在说什么无关痛痒的话 随后他转头 对沈卿尘玩耳一笑 沈先生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等以后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你的 尽管开口 李小姐 不用客气 你那个房子 已经被人盯上了 不能再住了 最近注意安全 好 谢谢提醒 沈卿尘走到宋于白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 九旋 李小姐 今天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照顾好他 谢了 那我走了 很快 沈卿尘便驱车离开 李婉一但笑着提步要走 在经过宋于白身边的时候 他那温暖的大手 抓住了他纤细的胳膊 放手 李婉一扯了扯嘴角 声音冰冷 不带一丝温度 婉一 对不起 我 李婉一打断 宋先生 你不用觉得愧疚 你也不用提醒我 我李婉一有自知之明 本就是逢场作戏 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一句宋先生彻底划清了两人之间的界限 仿佛昨天还在为他吹头发 未将糖水细心呵护他的人 已经不复存在 他以为他们的关系 没有那么糟糕了 他以为 原来是他想多了 话落 他抬起另一只手 将他抓着他胳膊的手指 一个个扒开 可心底怎么如此难过 就像此时扒的 根本不是他的手指 而是扒开他血淋淋的心 李婉一彻底正脱开来 头也不回决绝地大步离开 宋于白望着他的背影 心里百感焦急 如果仔细看 他的手在颤抖 李婉一很快在街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蓝月湾 他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没带身份证 开不了房 嘉陵警院的房子被毁了 现在搞不好 还会遇到别的危险 眼下只有蓝月湾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这个人好就好在 太有自知之明 不会太一气用事 此时 出租车后面跟着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和多辆黑色阿尔法商务汽车 司机走了几个路口 便发觉不对劲 一阵恐慌涌上行头 他从后市竟扫了一眼李婉一 这位小姐 后面的豪车是跟着咱的吗 你帮我看看 不用管他们 你开你的 李婉一面色无异 看都不带看的 司机狠狠捏了一把汗 他开了一辈子车 哪见过这阵仗 他身后是千万级豪车 加N多辆百万级豪车 心想 估计是哪家的大小姐 跟家里人闹别扭了 夜幕中 后面的劳斯莱斯车内 冰冷刺骨 气压低的圣人 送于白黑谋危险的咪起 江特注 薛丹宁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九爷 根据我们的调查 轮间他的 一共有五个人 几个人都是社会上的小混混 他们一口咬定 薛丹宁当时是自愿跟他们玩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卦了 据说薛丹宁当时的状态有五分罪 是完全有意识拒绝的 那五个人现在在哪 说到这江四就来气 这帮小兔宅子 反侦查能力还挺强 听到出事后 一直藏在南大门片区的老住宅楼 我们的人敲了半天都不开门 最后没办法从窗户摸进去的 宋于白私存片刻道 不管谁在背后捣鬼 把他们的所在信息 悄悄透露给警方 先把人抓了再说 省得夜长梦多 好 我安排人去办 宋于白捏着手机 翻看徐晶阳给他发的信息 黑羽帮东哥 季建东 看来他要去会会他了 感动他的女人 真是找死 江四有些欲言又止 还是问了出来 九爷 太太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苏小姐哮喘并发作的事情 您不打算跟他解释一下吗 你看我像很怕老婆的样子吗 宋于白先眼看他 似乎觉得他多话 江四咽了咽口水 想说像 画到嘴边 他又咽了回去 明明刚刚九爷没亲眼 看见太太没事之前 整个人脸色都煞白 从坟里爬出来的 估计都不如九爷脸白 亲眼看见太太没事 又吓得屁都蹦不出一个 解释都不会了 还说不怕老婆 谁信 蓝月弯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 李婉一回到卧室 把他自己的东西 简单收拾了一下 装进了来时提过来的行李箱 宋于白就那么站在门口 一动不动地望着他 与其说站在门口 不如说堵在门口 像一堵肉墙 李婉一的声音不便喜怒 宋先生 麻烦您让一下 你去哪儿 薛丹宁的事情还没解决 外面不安全 李婉一默然片刻 宋于白眉头紧锁 今晚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解释 你听我说 宋先生 依我们现在的合作关系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也不想听 你放心 我不会走 我还没傻到会出去自寻死路 以后我睡楼上 像我们这种不清白男女关系 还是少睡在一起比较好 睡多了 新鲜感就没了 挺没劲的 文言 宋于白咬了咬嘴唇 握紧了拳头 脚步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他感觉他的目光 像一把锋利的刀 刺向他的心 他低声笑了 不知是听到他说他不会走 还是笑他那句 不清白的男女关系 最后只化成一句话 好好睡一觉 什么都不要想 话落 李婉一擦着他的胳膊冷笑着离开 经过他身边偏头不屑的一瞥 楼上客房 李婉一将东西收拾好 睡觉之前将房门和窗户反锁 似乎觉得还是不太安全 便把柜子移过去堵上 做完这一切 他无奈地笑了 感觉自己有点被害妄想证 蓝月湾安保措施那么好 他究竟是在防谁 夜里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此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 越是觉得自己刚刚那通电话 不应该打给宋玉白 这年头男人本就不靠谱 他们又是半路出家的便宜夫妻 人家凭什么要来救自己呢 怎么形容此时的心境呢 如万箭穿心 亦如七年前 宋大图书馆那场大火 火光冲天 烟雾弥漫 势不可挡 就连旁边楼房的玻璃窗 都炙烤得炸文 别人都在拼命往外逃 而他却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 只为能救出宋玉白 当他找到他人的时候 宋玉白已经奄奄一息 意识迷离 神志不清 他身高一米六九 却只有九十斤 半扛半拖着一米八八 大个头的宋玉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他人从火情 最危险的地方拖出来 后来他也晕倒了 不知道怎么去的医院 他这么义无反顾 换来的 却是宋玉白的只字不提 转头就跟苏金安在一起了 所以 他再也不想见到他 离开最让他伤心的宋城 那时的他 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 他的幻想被现实无情地打破了 他万念俱灰 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 忽然间 院子里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打断了李婉义的思绪 他从床上爬起来 从窗户上望下去 只看见了扬长而去的车尾 这是看到他安然无视 又去陪苏金安了吧 空旷的房间中 禁食他的声声哽咽 却哭不出一滴眼泪 他的不哭性强迫症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李婉义的整个身体 弯曲成一团 仿佛要将自己蜷缩起来 躲避一切要害 红色限量版兰博基尼跑车 及时在宽广的马路上 宋玉白身穿黑色的冲锋衣 浑身透着骨皮劲 侧脸的轮廓分明利落 他戴着鸭舌帽 遮住了自己的大半情绪 很快 车子抵达百森国际 百森国际 是宋城除九悬门之外 最大的会所 两大会所向来水火不容 所以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属于宋城一黑一百两道 而百森国际的幕后老板 是几县东 是宋城黑道风云人物 几县东白手起家 为人心狠手辣 做事从来不留余地 人人皆闻风丧胆 同时也很让警方头痛 宋玉白手里 握一条跟手臂一样粗的伸缩棍 进门就保镖被拦了下来 先生 您手里的家伙是不能带进去 滚开 宋玉白的声音低沉暗哑 我找几县东 先生 不管您找谁 这里都不允许带武器进去 砰 不由分说 宋玉白直接给了拦着的保镖 当头一甩棍 男人嗷呜一声 捂着头痛苦倒地 另一名保镖见情况不妙 立马在对讲机里喊人 有人闹事 保镖的话未落 宋玉白直接将人一脚踹倒在地 宋玉白拿棍子指着他 不懈地冷哼一声 几县东在哪 东哥没在 信不信我让你脑瓜子开瓢 我不知道 保镖颤颤巍巍的样子 我们真不知道东哥在哪 几县东的人还是快硬骨头 宋玉白的声音 极冷 让人不寒而栗 保镖被他浑身散发的气质 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宋玉白不再跟他们废话 直接长腿一脉走了进去 来之前 姜特助就查到了几县东的所在位置 确定在百森国际无疑 宋玉白前脚刚进去 外面两个保镖立马在对讲机里传话 注意 有人来砸场子 说要找东哥 人已经进去了 我们没拦住 那男人身高目测185往上 穿黑色冲锋衣 带鸭蛇帽 收到 此时已经凌晨三点 正好是酒吧散场的时间 宋玉白边躲着人群 边快速往电梯方向走 很快里面 冲出来一排身材高大的保镖 约莫有十几个 拦住了他的去路 宋玉白唇脚斜钩 不懈地勾勾手指 要要把几县东叫出来 要么今晚我把你们打到他出来为止 带头的保镖呵斥 你小子自寻死路 东哥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当我们黑羽帮的兄弟 是死的 看你年纪不大 口气到不小 宋玉白脸上带着极重的戾气 还未等那人说完 他当即将伸缩棍甩了出来 直接甩在了那男人的脸上 那男人没料到 宋玉白会这么快出手 被打得亮枪后退了几步 他从嘴里艰难地冒出一句脏话 十几个标形大汉见状 立马开始围攻宋玉白 谁料都被他手中的伸缩棍 打得不敢上前 这时候三四个人扑过去 同时上去抓他 想把他控制住 宋玉白眼急手快地抓住 其中一个男人的头发 用力向上一扯 直接往旁边柱子上磕 另一人趁这个时候 发了狠地往他脸上揍了一拳 他躲闪不及 头向另一侧偏定格虚余 他仿若没了理智和痛感 开始接下来 十几人围着宋玉白打成一团 虽然他手握武器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双方谁也没捞到多大好处 都别打了 九爷 东哥有请 一名黑衣保镖冲了进来喊话 众人这才助手 黑羽帮的人各个面面相去 跟谁打架不好 偏偏是那位小爷 这下捅娄子了 宋玉白伸出骨节分明手指 用大拇指的指腹 轻碾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眼里充满嗜血的意味 百森国际最大的包间内 黑羽帮刚刚打架兄弟们的 齐刷刷地站了一排 各个将头埋得很低 仔细看 没有一个不带伤的 主座上 几线东穿着墨色高领毛衣 黑色西装裤 肩上披着一件深驼色大衣 面容清俊 懒散地坐在沙发上 自顾自品查 而坐在一旁的宋玉白 把玩着手里的伸缩棍 脸上不说鼻青脸肿的 总之挂了彩 脸色不太好看 他坐在沙发上 一双大长腿随意伸展 举手投足间 更是带了几分傲气 虽然也是一副懒洋洋的态度 却偏偏气势逼人 两人之间暗流涌动 无声较量 却苦了刚刚打架的十几人 他们军大气不敢喘一下 有声之年 能见到宋城黑白双煞座一起 真是火酒间 想到刚刚他们打的人是白阎王 瞬间感觉自己脖子上的脑袋都不香了 不 是快要不饱了 抽吗 几线东拿出一根雪茄 递给宋玉白 宋玉白腻了他一眼 结果放在嘴边叼着 几线东拿出打火机 欲为他点火 动作很缓慢 却不料旁边小弟有眼力剑的 抢先一步将火递了过去 几先生 你就是这么教你手下人做事的 宋玉白投一片 不屑接地过来的火 多事 几线东给那人使了个眼色 快给九爷道歉 对不起 九爷 小弟立马弯腰九十度鞠躬 宋玉白并不看他 小弟就这么一直鞠躬 气氛有一瞬间凝固 直到小弟额头上起了细密的汗珠 几线东才发话 声音倒是无波无澜 滚出去 别在这丢人现眼 听到老板发话 小弟才信心而退 几线东抿了口茶 九爷今天光临寒舍 不会是为了跟我手下切磋的吧 火 宋玉白将叼着的雪茄青苔 几线东不紧不慢的地上 火光点燃的那一刻 打火机的暖红色火焰 在宋玉白脸上跳跃一瞬 宋玉白深深吸了一口 这才开门见山地说 季先生今晚是不是派人到李小姐家里做了什么 几线东手一摊 直接倚在了沙发背上 依附无所谓的态度 哦 我当九爷是因为什么事 这个啊 找人吓唬吓唬他而已 听我手下说 那小娘们挺烈的 直接跳了窗 人死了吗 碰 一声巨响 宋玉白的伸缩棍 直接将身前的玻璃茶几敲碎 玻璃渣子散落了一地 在场的小弟们均吓了一跳 第一次看到有人给他们大哥撂脸子 撂这么狠的 真难抽 宋玉白将嘴里叼着的雪茄扔在地上碾面 几线东 李婉一是我的女人 跟你道上的兄弟说一下 以后见了李婉一绕道走 否则下次就不是我自己来百森国际 此话一出 几线东从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声幽不的笑声 九爷真是好胆量 直接抢了 你老子的女人 宋玉白不疾不徐 反唇相激道 是好东西我才抢 不像季先生 看人的眼光貌似有点差 薛丹宁那种破烂货你也看得上 几线东黑眸微眯 眼神变得探究玩味起来 薛丹宁不管怎样 都是我的女人 麻烦九爷也跟李小姐说一声 以后见了丹宁也绕道走 大难不死 有没有服我不知道 保不起哪天我手下的兄弟没长眼 像我们这种亡命之徒刀口上填写的人 做出什么触格的事情 可真不好说 文言 宋玉白上前一把抓起几线东的衣服领口处 小弟们急了 纷纷上前欲动手 却被几线东呵斥住 没你们的事滚出去 东哥 没有九爷这么欺负人的 几线东怒了 我跟九爷的事轮的 道你插嘴吗 滚 听到自家老大骂人了 黑羽帮的兄弟们 这才相继离开 这时 房间内只剩宋玉白和几线东两人 宋玉白薄唇威敏 周身气场骇人 几线东 话我说一次 机会也只有一次 在我这只有在意没有在二 少来招惹李婉义 话落 宋玉白一把甩开几线东的衣服领子 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去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撂下一句话 薛丹宁的事情 不是我干的 跟李婉义更没办毛钱关系 见宋玉白一走 原来滚出去的小弟 本就在门口候着 怕两人打起来 这回呼啦一下又进来了 东哥 九爷也太猖狂了吧 把我们黑羽帮当什么了 还没有人这么竖着进来 竖着出去的 几线东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雪茄 自顾点上 薛小姐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东哥 我们的人去的时候 欺负小嫂子那几个畜生 就已经被条子带走了 我们晚了一步 好 我知道了 不早了 大家伙都散了吧 受伤的明天去财务领医药费 几线东默了默 睡醒了去看看薛小姐 这边宋玉白刚从百森国际出来 路边已经停了二十几辆 清一色黑色商务车 江四带人围了过来 九爷 您这脸 江四一脸不可思议 是黑羽帮的帮孙子干的 都说打人不打脸 怎么还照脸打呢 这帮王病途 宋玉白的脸上 带着些许疲惫 声音不变喜怒 江特助 你把我送回公司 让咱们的人都撤了吧 九爷 您这脸上的伤蛮严重的 要不要跟您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等警局那边上班 薛丹宁的案子 给他们施施压 让他们尽快办案 我怕脱久了影响股票 老爷子第一个坐不住 江四只应了一声吼 便把想问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毕竟是黑羽帮的地盘 聚众在别人门口 确实不太好 而且 九爷这次自己单刀直入 怕的 就是连累宋家沾上黑道 那黑羽帮 本就像块狗皮膏药 几仙东 更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高手 警方最近几年 苦于没有证据 都拿他们没办法 江四又何时见过这样的宋玉白 他们九爷平时很爱惜 自己那张无可挑剔的脸 这次居然为了太太一个人 闯黑羽帮 蓝月湾 一连两日 李婉义因为怕黑羽帮的报复 一直躲在蓝月湾的别墅里 不敢外出 网上的舆论走向很不好 再加上记者的围堵 义和传媒也因此关门大吉 员工们纷纷居家办公 而宋玉白 也已经两天都没回过家 上午十点 李婉义还在睡梦中 这两天 他都是一直到凌晨天萌萌擦亮 他才睡着 突然床头柜上的手机铃声响起 打断了他的噩梦 李婉义条件反射般地 直接从床上坐起来 光洁白皙的额头上 净是细密的汗珠 他拿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陪助理来电 直觉告诉他与薛丹宁的案子有关 他立马按下接通键 里面陪助理的声音传来 带着压制不住的兴奋 李总 薛丹宁的事情 警方的处理结果出来了 宋城警察总局的官方 已经发警情通报了 官方怎么说 通报里说 五名作案人员已经抓捕 警方经多方面取证调查 该作案人员与网传的情况不符 却细与宋家和您无关 五名嫌疑人 现在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是否为强拘案罪 有待进一步调查 文言 李婉宁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 陪助理 一盒传媒可以发声明控诉了 我这里有不知名网友的恶作剧佐证 一起附上 我马上发给你 陪助理有些猛 网友的什么恶作剧 瞒下三烂的招数 你看看就知道了 很快 陪助理收到了李婉宁发来的照片 点开之后满是震惊 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气氛 照片里房门口那些令人作呕的老鼠尸体 还有被喷得乱七八糟的豪车上 满是污秽肮脏的话语 家邻警院房子的防盗门都被砸坏 家里家具已经损坏大半 这让陪助理一时无法接受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网报更可怕歹毒的事情 在一件事情没有真相大白之前 就可以随意地恶整别人 只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 极假正义 陪助理更多的是心疼 有些哽咽 李总 您这几天都是怎么过来的 警方查到凶手了吗 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没事 趁着这波热度 先把声明发出去 好 我马上去办 挂断电话 李婉义柔了柔发痛的太阳穴 既然官方发了通报 那么跟黑羽帮的事情 也该了结一下了 亏绝对不能白吃 李家倒台 他也绝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一和传媒官播的声明 已经发出 引发了新一轮的热议 原本还有人在暗讽资本的力量 明里暗里 就差说宋城警察总局 也被宋家收买了 这下彻底将舆论推上新的热潮 网上基本都在同情李婉义的遭遇 也有个别的剑走偏锋 执意说是炒作 不过恶平很快就被压下去了 宋城警察总局 也转发一和传媒的官博 并复文 针对李女士的最近的遭遇 我局接到李女士报案后 已经第一时间依法展开调查 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庶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 编造并散布谣言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构成犯罪 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请广大网民理性发言 不造谣 不传谣 对于恶意造谣 传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或严重后果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 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随着官方的通报与号召 义和传媒的公信度 显然提升了一个档次 下午三点 蓝山会馆VIP包间内 几人正在搓麻将 宋瑜白今天出气的 一身白色休闲装 戴了口罩和黑钞墨镜 一双眼睛藏在下面 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而几人中的氛围 更是说不出到 不明的情绪在里面 徐晶阳摸了张发财 直接丢了出去 他想问宋瑜白 跟李婉毅怎么样了 还有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这么明显的伤 别人又不是瞎子 想遮都遮不住 徐晶阳好不容易 才把宋瑜白叫出来 不想再去招惹他 出他眉头 便一个劲给唐佳宁 使眼色 谁料唐佳宁就是不搭茶 就成了两人 一直眉来眼去 相互使眼色 怎么 你俩有眼疾 宋瑜白挑眉 还是你俩有情况 唐佳宁忙摆手 哥 你说什么呢 还是把杨子哥 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徐晶阳不干了 唐佳宁 你说什么什么呢 嫌弃我 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说 不过你蛮有自知之明 最后一句 唐佳宁的声音越说越小 沈清晨生怕俩人打起来 忙转移话题 久旋 公司事情都处理妥了 嗯 宋瑜白摸了张白板 扔了出去 徐晶阳故意清了清嗓子 没话找话 现在的网友素质 真是越来越差了 唐佳宁这几天 一直在时刻 关注网上的动向 于是顺查说 是啊 薛丹宁这个事情 就离了个大谱 网友真是会恶意揣测 要不是警方及时公布 李小姐快要被一人一口 唾沫淹死了 还有人给他家放死老鼠 把他车给弄成那样 想想就恐怖 徐晶阳一看 有戏 赶紧附和道 就是就是 太过分了 唐佳宁画风一转 哥 把墨镜摘了吧 又没太阳 耍什么酷 唐佳宁说吧 就要伸手去给宋于白摘墨镜 谁料宋于白反手 就把他的手拍掉 唐佳宁 好好玩你的牌 别多管闲事 这把输了 不许再耍赖 唐佳宁似是不满的嘟起嘴 哥 你这样会失去我这个妹妹的 别冲我撒娇 这套不好使 信不信我让人立马把你送回唐城 七唐佳宁白了他一眼 你跟我那唐哥有一拼 你俩来回宋德了 他一直致力于 把我往宋城发配 徐晶阳是宋于白的上家 他趁这个空档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把扯下宋于白的墨镜 那叫一个稳准狠 只见没了墨镜 遮盖的宋于白 左眼有明显的淤青 他本就皮肤白 显得更加突兀 徐晶阳神色担忧 九旋 你不会自己去跟黑羽帮打架了吧 宋于白不打 那眼神却让徐晶阳头皮发麻 沈卿尘盲问 季县东的人干的 那帮废柴 我一人打他们十几个 你一人去闯黑道 唐家宁惊了 比划了个大拇指 牛逼 丁 宋于白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他拿过来点开查看 内容是张仪发过来的几张照片 照片上李婉逸在后花园 与何书交花 他微微一笑 宛如春花明媚 他看了一眼 立马把手机合上 仿佛做了亏心事一样 徐晶阳好奇地问 谁啊 一秒柔情脸 宋于白也于 家里阿姨发来的短信 你要看吗 唐家宁 哈哈哈哈哈哈 四人在蓝山会馆打麻将 一直打到十点多 徐晶阳差点输得裤头都没了 他扬言 再也不跟他们几个玩麻将了 宋于白调侃 又菜又爱玩 夜里十一点 李婉逸见张仪睡了 便偷偷溜出蓝月湾别墅区 他一条性感的黑色吊带紧身裙 低胸 浅浅地露出如雪四苏的胸脯 裙摆的长度 直到大腿 他故意化了一个大浓妆 戴了一顶极易夸张的长卷假发 这条肌露大腿又露胸的连衣裙一样 他照了照镜子 满意地点点头 这副打扮 估计他爸 见了都认不出来 十分钟后 李婉逸来到路边的马路边打车 很快一辆出租车急迟而来 他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 师傅 去百森国际 开车的司机压着嗓子说话 好 坐稳了 李婉逸这才打量起前面开车的司机 只见那人戴了顶压舌帽 帽颜压得很低 还戴了口罩 完全看不出面容 这让李婉逸心生防备 师傅 前面拐弯有个便利店 你停一下 我去买瓶水 司机置若罔闻 还一直加速往前开 本应该拐弯的道路 他竟然执行了 李婉逸尝试打开车门 发现车门是完全锁着的 他顿时心里警铃大作 停车 你是谁派来的 再不停车 我报警了 李婉逸摸了摸藏在内衣里面的瑞士军刀 紧接防备地看着前面的司机 司机从后视镜中看出了他的意图 直接闯了红灯后 一脚刹车停下来 李婉逸因为惯性差点甩出去 你想干嘛 我当然是杰瑟 司机突然转头 有恃无恐地盯着他 等等 这双隐藏在冒岩下的眼睛 让李婉逸感到有些熟悉 声音也有些耳熟 吓唬人好玩吗 有意思吗 李婉逸突然伸手一把扯掉司机的鸭舌帽 嗯 吴希同 你还知道怕啊 你下次再这么单独行动 就没这么好的运气 碰到的人是我了 你拿我还当不当同生共死的姐妹了 百森国界 你当是你想去就去的 嗯 李婉逸 吴希同也有些脑 他猜到李婉逸今晚会有所行动 所以提前蹲守在蓝月湾别墅区附近 怕他有危险 因为依照李婉逸的性格 别人欺负他一分 他就要双倍还回来 不管你是白道还是黑道老大 但其实 李婉逸此次除了要给自己报仇 还有一点是 想要揭开黑羽帮这个神秘黑社会团伙的内幕 所以才想到 要兵行险招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此时 李婉逸的心中满是感动 对不起 小童 没有下次了 听到李婉逸服软 吴希同瞬间没有脾气了 这还差不多 坐到副驾驶来 系好安全带 今天晚上带你去把几线东那孙子收拾一顿 等李婉逸坐到副驾驶 车子重新启动 二十分钟后 抵达百森国际门口 百森国际的装潢设 犹如宫殿般富丽堂皇 门口停了一排豪车 早文宋城两大顶级会所 是九玄门和百森国际 两大会所犹如宵金窟一般 去那里消费的人 基本非富即贵 九玄门的后台是宋家 不必多说 而百森国际的 便是几线东一手打造的 从一个小小的会所 打造成如今占地万亩的 纸醉金迷之地 百森国际一共十一层 一楼是普通消费区的五池 二楼三楼是会员区 再往上就是高级会员区 七到十一层是酒店 供客人休息 李婉一和吴希桐 把车子停在路边 那把瑞士军刀 一并扔在了车上 两人下车后 便跟着一群男男女女 混了进去 进门后 吴希桐压低声音说 我查到几线东那孙子 在六楼的最大的那间包厢 一会你装作这里的 座台小姐混进去 我给你断后 有事直接喊我 好 你也注意安全 李婉一拿了的微型耳脉 放进吴希桐的耳朵里 随时联系 李婉一装作是会所的小姐 乘坐电梯来到六楼 一出电梯 便由保镖拿着金属探测器搜身 滴滴 金属探测器 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李婉一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耳朵 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这个不让带进去的话 那拜托大哥帮我寄存一下 保镖伸出手 立声说道 拿下来 他伸手取下耳垂上两枚大圈耳环 递给保镖 两名保镖将耳环 又用探测器扫了一下 机器再次发出报警声 确定是耳环的原因 保镖直接说 这个不能带进去 那就帮忙存一下 谢谢 取走耳环 保镖这才放心 走廊上随处可见的侍应声 和穿着性感的女人 他的来到几县东所在的包厢门口 整理了一下衣服 拽了拽短到大腿根的裙子 露出标准的职业式假笑 正巧这时候 有侍应声要进去送酒 李婉一此刻觉得 真是天助我也 就连上天也在帮他 他主动上前搭讪 这是东哥要的酒吗 是 试应声点点头 给我吧 东哥让我在这等 我送进去 你去忙吧 试应声上下打量了一下李婉一 行 门打开的一瞬间 包厢内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涌出来 放眼望去 偌大的包厢内 男女比例一比二 昏暗的灯光下 几名大佬坐在那 基本每人左拥右抱两个女人 完全不顾有其他人在 搂着抱着啃着 在黑夜释放着人的劣根性 乌烟瘴气 场面十分艳俗 更有女人拿自己的苏兄 一直蹭来蹭去 李婉一扫了一圈 坐在真皮沙发最中间 抽着雪茄的男人 应该就是极限东了吧 他目测极限东的年纪 应该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一头利落的短发 一身合体的深灰色西装 鼻梁上是一副太金丝矿眼镜 五官优越 姿态慵懒而冷酷 倒是完全看不出来 是射黑团伙的头目 他从未见过极限东 本以为他会是肥头大而左 青龙又白虎的油腻男 是他狭隘了 果然 这年头 坏蛋都喜欢装好人 李婉一进门的一瞬间 包厢内十几双眼睛扫过来 在座的男人眼中 皆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他腰脂柔软纤细 盈盈一握 面条的身段窈窍玲珑 凹凸避现 月人心目 极具艳俗德的打扮 与骨子里的清冷感相得一张 极限东修长的手指搭在酒杯上 清抿了一口玻璃杯中的香槟 视线穿过镜片落在他身上 目光对视的一瞬间 那眼神仿佛要把他看穿 李婉一心惊 这人绝对不简单 几现东向门口的李婉一招了招手 身侧贴在他身上的大波妹 瞬间不爽地扭着腰起身 落过他身边的时候 还故意挺了挺胸脯 仿佛在跟李婉一比大小 这时候 包厢内音乐声有眼力见得逐渐调小 你 过来倒酒 几现东勾了勾手指 别愣着 就是你 李婉一被点名 笑得一脸娇媚 他走过去 弯腰俯身倒酒的一瞬间 另一手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领口 旁边男人吹了一个流氓哨 满脸嘲讽 悠喝 这年头出来卖的 还想既当婊子 又立牌坊 捂什么捂 手拿开 几现东下河青台 拿开 闻言 李婉一非但手没拿开 笑意更浓了 他快速倒完酒 一股脑坐在几现东旁边的空位上 他鼻尖贴近他的脖梗 浅浅气息打在那处 富尔故意娇称道 东哥 您晚上想怎么看怎么看 论勾引人 李婉一只要想 那必定演绎的淋漓尽致 此话一出 顿时让几现东心情大好 几现东问 多大的 二十二 李婉一随意谎报了年龄 却不料几现东说 赵杯 谁关心你年龄了 我问你赵杯 李婉一心里暗骂 老色呸 面上他笑嘻嘻的撒娇 东哥 你讨厌这两人间的对话 惹得包厢里所有人哈哈大笑 刚刚吹流氓哨的油腻男上下打量 目测C家 吸腰翘臀 比例刚刚好 男人旁边的女人不乐意了 凤哥 讨厌 是我伺候的不舒服吗 叫凤哥的男人 随即揉了一把女人的胸 女人娇称一声 他一激动 就要去穿女人的衣服 差点当场 把那女人给绊了 这种事在百森国际经常发生 不足为奇 还有玩得更为刺激的 简直是男人的欢乐王国 几现东适时提醒 阿峰 要发情 楼上有房间 别在这丢人现眼 凤哥这才紧了紧裤腰带 及时悬崖了马 几现东又问 叫什么名字 小雨 李婉一又胡说了一个名字 此话一出 包厢内瞬间鸦雀无声 几现东薄唇含笑 眼神却凉静静地 起了寒意 小雨 巧了我妹妹也叫小雨 我怎么不知道 百森有你这好人物 东哥 人家新来的 几现东话锋一转 谁派你来的 我缺钱 自己想来的 我父母并不知情 李婉一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心里有些紧张 风哥一下来了兴致 这么说 你还是个厨 是 李婉一手心里都是汗 她耳朵里的微型耳脉 一直在工作 那是一款非常先进的电子产品 有着强大的监听和传输功能 几现东伸手慢条四里的 脱了脱金丝眼镜 声音温沉 修长静秀的手指 捏住李婉一的后颈 你怕我 李婉一瞳孔一缩 久仰东哥大名 我有些激动 扣扣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刚刚那个大波妹过去开门 百森国际的七八个保镖 压着一个短发女人进门 东哥 抓到这个女人鬼鬼祟祟 身上还有监听设备 像条子 您看怎么处理 李婉一心里一惊 吴希桐被抓了 吴希桐嚷嚷着 放开我 臭男人 臭婊子 闭嘴 东哥面前还敢造刺 保镖说着 就要抬手照吴希桐的脸抽 慢着 谁料几先东发话了 他把胳膊搭在李婉一肩上 别在这动武 吓着我小雨妹妹 拉去后山大院坐了 尸体喂狗 坐得干净点 别留痕迹 好的东哥 保镖划落 直接开始生拉印 拽着吴希桐 李婉一倒吸一口凉气 刚要制止 下一秒 吴希桐不由分说直接开打 他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 想拖他出去喂狗的人 还没生下来呢 要不是 怕李婉一在里面有危险 早就收拾这帮孙子了 吴希桐神色冷漠 一刹那之间 手掌已经扣住 拽着他的保镖的手腕 稍微一用力 咔嚓一声 瞬间把包厢内的所有人吓了一跳 私下大乱 小姐们纷纷往金主们的怀里躲 几线东饶有兴致地摇晃着酒杯 仿佛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另一个保镖举着拳头冲上来 吴希桐嘴角扬起一丝嘲讽之意 手上不动声色 身体往旁边一侧 轻易躲过致命一击 男人没想 他会躲得如此轻松 当即脚下用力 再次挥拳而上 吴希桐看准时机 抬腿横扫 犹如重边猛击 接连而出 直接对方下半身 一击比一击有力 几个保镖接连而上 居然都打不过一个女人 面子上属实有些过不去 臭娘们 你再敢动一下 老子就一枪崩了你 突然一把黑漆漆的枪口 抵在了吴希桐的脑袋上 没中 吴希桐双手举过头顶 脸上的表情显然是没在怕的 打不过就完阴的 黑羽帮也不过如此 几线东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却有一种逼人的压迫感 小妹妹 你打伤我好几个兄弟 你想让我跟你怎么玩 李婉一瞅准时机起身 为几线东倒酒 酒倒满的一瞬间 他迅速将酒瓶子 往大理石桌面上甩 哗啦 玻璃渣子碎了一地 他拿着碎掉的半截酒瓶子 直戳戳地顶在几线东的脖子上 几线东 让你的人放了他 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我就要了你的命 风哥嘴里飙了句脏话 两个臭婊子 原来是一伙的 赶在我们的地盘撒野 不要命了吧 啪嗒 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几线东点了一根雪茄 几线东在开口的语气 掺杂了点清淡 小雨妹妹 或者我应该直接称你为李小姐 风哥一听来劲了 原来你就是李婉一 小命够长的 前两天刀疤去你家 怎么没弄死你 还真是你们干的 李婉一眸色皱冷 东哥 薛小姐的事情我表示很心痛 今天官方已经发了通报 确定与我无关 我今天就是来讨个公道的 事情没查明白之前 您就派人来我家打击报复 这有些不妥吧 风哥被气笑 靠 晦气 你特娘讨个屁公道 难不成东哥 还得给你道歉 我们小嫂子都伤成那样了 我们去拿讨公道 要不是你打他 他能心情不好去夜店 我劝你赶紧放了东哥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弄死你 几线东深深吸了一口烟 缓缓吐了出来 李小姐 我佩服你的勇气 敢于虎谋皮 不瞒你说 我这人向来帮亲不帮理 你想要个公道 找错人了 东哥 你要这样说 那就没意思了 今天只会两败俱伤 李婉逸将手中的半截酒瓶 往前抵了抵 很快 几线东的脖子 渗出丝丝血迹 风哥直接站起来破口大骂 李婉逸 你特娘的给老子放下 信不信我让人直接崩了你朋友 包厢内的人都急了 纷纷不知如何是好 反观几线东 一脸气定神闲 他将雪茄碾灭 促然反手扣住李婉逸的手腕 本就男女力道悬殊 这回那酒瓶 在几线东的大力掌控下 直直地对准了李婉逸 吴熙逸眼看要吃亏 本就一直在寻找机会突破 见他带头的保镖注意力 现在完全被几线东吸引 他瞅准机会 揪起男人的胳膊 拽住他的手腕 大力一凝 那男人吃痛 情急之下 擦枪走火 碰 一声枪响 吓得在场的女人纷纷逃窜 也不再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吴熙逸顺势抢过手枪 对准几线东 唇角微样 东哥是吧 巧了 我也是帮亲不帮理 我见命一条 不怕今天搭在这里 你敢动李婉逸 我就一枪崩了你 那就一起死好了 几线东的眼里没什么温度 身上总有一种运筹帷幄的从容不破 阿峰 记得到时候 把两位妹妹的尸体 弄后山大院去喂狗 你信不信我让你脑袋当场开花 吴熙逸拿枪 往几线东脑袋上顶了顶 正当几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有小弟进来传话 东哥 九爷来了 说是找您 要让他上来吗 李婉逸定了定神 东哥 既然九爷也来了 我们做笔买卖怎么样 什么买卖 在此之前 能不能把这东西拿了 他示意几线东 把抵在他脖子上的酒瓶子拿走 我怕小童对枪支不太熟练 会擦枪走火 好 记某心里小姐一次 李婉逸凑近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有趣 几线东听完后 走 大家伙换到隔壁房间继续玩 众人不明所以 听到老大发话了 也都识相地往隔壁走 很快 包厢又恢复了 其乐融融的景象 仿佛刚刚洞墙摔酒瓶子打架的事情 不复存在 音乐声开到很大 各自玩得很嗨 李婉逸坐在几线东旁边玩头子 三个六 五个六 看 输了输了 东哥自罚一杯 还未等几线东喝完罚酒 宋玉白和江四带人闯了进来 偌大的包厢涌进来黑压压的保镖 看见宋玉白 在场的女人 无疑不露出惊艳之色 这是李婉逸时隔两天后 第一次见宋玉白 李婉逸心底一惊 她的脸上 何时挂了彩 还能看出未消散的淤青 看起来伤得蛮严重 谁又能伤到她 宋玉白身上穿了件黑衬衫 领口散乱 衣袖挽起 身色让她显得格外清绝 她的目光更是沉冷 像寒冬深夜下的一片海 绝对的忧身之下 是绝对的惊涛海浪 宋玉白扫了一眼 安然无恙的李婉逸 居然跟黑社会大佬 玩到一起去了 还真有她的 再看她打扮的那副模样 低胸露腿的 成和体统 她怕她有危险 看来是她多虑了 宋玉白下河线条紧缩 漆黑的同仁中 翻滚着铺天盖地的浓烈情绪 几仙东抬眸 细血 九爷三天两头的 往我们百森国际跑 不是看上我了吧 虽然你长得确实帅 但我确实不好 你这口 众人但笑不语 吴熙桐却不小心笑出了声 看上她了 宋玉白眼眸清冷 冲李婉一勾了勾手指 过来 几仙东却直接把手搭在她肩上 九爷 她是我妹妹 别对我妹妹指手画脚 她是我老婆 我们前两天吵架了 她可能跟我赌气 跑东哥地盘撒野了 请多淡淡 宋玉白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消化片刻 谁也没放在心上 毕竟这年头 他们也都不止一个老婆 见李婉一 没有任何要动的意思 宋玉白的心 像是被真戳下了 密密麻麻的真恐 生起令人烦躁的极度 李婉一 我最后说一次 你过不过来 风哥忍不住标了句脏话 信宋的 你还有没有完 前两天跑来打伤我们的兄弟 还没好利索 又来 在谁面前装逼呢 东哥叫你一声九爷 是看得起你 你算什么东西 宋玉白神色冷峻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我跟你们老大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 风哥还想再说两句 结果几仙东一记眼神扫过去 他立马闭嘴 李婉一心底划过一丝异样 那天晚上 他没去找苏金安 而是来找过几仙东了 还跟黑羽帮的人打架了 难怪脸上流下了这么多声 他心里想着 腿脚已经不听使欢地 朝着宋玉白走去 下一刻 他的手腕被宋玉白拽住 力道不算轻 回家 看你打扮得什么鬼样子 慢着 九爷当我这是九学门呢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几仙东坐在黑色真皮沙发中央 两条修长的腿微微交叠 如果我非要走呢 你可以试试 真当我们黑羽帮养了一群废物 几仙东抿了一口香槟 还有 李小姐身上有样东西 需要浇出来 李婉一文言 瞳孔紧缩 下意识地缩了下肩膀 难道微型脉被发现了 宋玉白留意到 李婉一有些紧张 什么东西 几仙东似是不经意间 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意思很明显 李婉一手心出了汗 犹豫不决 宋玉白手揽在他的腰间 像是在说 不要怕 我在 两人眼神交流片刻 李婉一这才不情愿地 把微型脉从耳朵里拿出来 感觉功亏一篑 有点可惜 东哥 是监听器 风哥上前拿过去 通体黑色 真的是很小巧的一只 像是这种昏暗的光线下 根本看不出来 你们居然敢在 我们的地盘玩音的 李婉一现在看出来了 几仙东这个人 心思细腻 老谋深算 做事滴水不漏 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种 喊打喊杀的模样 他今天来这一趟 无非是鱼虎谋皮 难怪警方这么多年 一直抓不到几仙东的把柄 几仙东似笑非笑 李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宋玉白顺口胡周 这个呀 是我给他的 我怕他出门在外有危险 好让他 跟我随时联系 几仙东话锋一转 九爷 你一直在强调 李小姐是你老婆 怎么证明 此话一出 众人借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宋玉白文言 差点被气笑 还能怎么证明 真想把结婚证 甩着家伙脸上 可惜没随身带 后悔没把结婚证 别哭腰带上 宋玉白面上不动声色 今晚想走 恐怕没那么简单了 得先让几仙东满意 要不然两边人打起来 大动干戈 恐怕会惊动警方 更何况几仙东 本就是个狠人 无牵无挂 兔子急了还咬人 更不用说他真老虎 宋玉白一声令下 江特助 你带我们的人先出去 在外面等着 江四应声 好的酒言 很快 偌大的房间少了一大半人 瞬间清静不少 下一秒 宋玉白的大掌 直接扣住李婉一的后脑 嘴唇贴了上去 开始了攻城掠地 李婉一眼眸微阔 睫毛速速颤动 鼻息间 萦绕着股清香凛冽的冷山香味 这个吻 又与平时的吻不同 带着战友和久别重逢的快意感 李婉一很快回吻 宋玉白的胳膊渐收紧 身子无声地贴合 两个人的姿势 仿佛亲密无间 干柴烈火 当真做到了庞若无人的境地 要不是四下有人 两人估计能一路坐下去 旁边女人看得羡慕极度无比 再看看自己身边肥头大耳 油光满面的老男人 恨不得跟宋玉白热烈亲吻的人他们 男人们更是咽了咽口水 望眉止渴 开始抚摸自己身边的小姐 有的更是笑得一脸不怀好意 吻西童则看得一脸花痴 感叹帅哥美女真是登对 现在看着宋玉白都顺眼了些 恍惚间他竟然在宋玉白的眼睛里 看到了浓浓的爱意 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眼瞎了 这可能吗 而几线东半的身子 隐匿在昏暗的光线里 神色晦暗不明 无比绵长的一吻 两久 他终于放开她 喉结滚动 缓了下心神 意犹未尽地 又在他嘴角轻拙了两下 这才罢休 结束后 风哥拍手叫好 有人也开始起哄 让再来一个 宋玉白置若罔闻 却突然心情大好 两天的阴霾 仿佛烟消云散 这两天 宋玉白因为自己脸上的伤 都没回过蓝月弯 一直睡在公司休息室的床上 他都没有抱抱她 轻轻她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尾米不振 他直接拉着李婉一 到几线东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几线东招了招手 旁边的女人有眼力见地过去 给两人倒酒 几线东慵懒地陷在沙发里 勾着唇别有深意地看着他们 喝点 李婉一会议 举起酒杯 东哥 今晚给您添麻烦了 这杯我敬您 几线东却并未举杯 风哥也鱼 一杯哪够 敬东哥都是三杯起 这是规矩 无系统冷横 东哥都没发话 你算老几 是这个规矩 三杯起 几线东这才不紧不慢地举起酒杯 李小姐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宋玉白根本不舍得他喝酒 揽着他的肩膀宠溺地说 我老婆不胜酒力 来 我跟你喝 怎么喝都行 风哥不乐意了 酒也没有这么互短的吧 酒也真要跟我喝 那可就不是一比三了 李婉一心里暗骂 这老色胚是要打算灌他们酒 他面上不动声色 东哥 我敬您 几线东这才先眼看他 慢条丝里地拿起桌子上的杯子 李婉一见状将酒一饮而尽 连干三杯 好 李小姐爽快 几线东也把杯中酒喝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房间里的女人 纷纷去进宋鱼白 即使他们喝三杯 宋鱼白喝一杯 也都兴奋不已 宋鱼白是真的帅 看一眼就让人赏心悦目 帅到就算放眼整个娱乐圈 也是无带餐的那种 李婉一也没闲着 盛情难却 被灌了不少酒 吴锡同是个酒懵子 沾酒就兴奋 他本就性格好爽 这回 他与几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吹瓶 只听他嚎了一嗓子 不要问我什么星座 姑娘我酒瓶座 从小到大没醉过 沉闷 倒是酒一点也没落下 宋鱼白根本挡不住 因为几线东是死命惯他们 而几线东 显然是那种 对酒精不敏感的人 喝多少 都还是最开始那副模样 李婉一也不知道过了多酒 喝了多少酒 直到他感觉自己 看到了两个宋鱼白 他脸上泛着红光 容光更增丽色 自古美人不是温雅秀美 便是娇艳姿妹 李婉一却将这两种风情 集于一身 没了平日里的清冷孤傲 像只野猫般 更加娇媚 他摇了摇脑袋 眼中带着些许迷离 指着面前的几线东 笑得一脸花痴 老公 你好帅啊 此话一出 惹得一贯不苟言笑的几线东 唇角微翘 宋鱼白的脸 瞬间黑了两个肚 李婉一 你看清楚 谁是你老公 谁是你老公 谁是我老公 李婉一觉得 自己定是醉了 就连听到的说话声 都是两声重叠在一起的 他是我老公啊 李婉一眉眼含笑 指着几线东 不依不饶 我怎么有两个 老公 宋鱼白就在他面前 他怎么可能认错 可是为什么会有两个宋鱼白 几线东笑意更浓 九爷 看样子 李小姐是喝多了 认错人了 楼上有房间 不如今晚就留宿在此 宋鱼白喝了个五分醉 但几线东的话 他明里暗里地听出来了 今晚不能走 也走不了 谁料李婉一不干了 发起了酒疯 我没喝多 谁说我喝多了 场面一度不堪入目 下一秒 迷迷糊糊之间 他落入一个温暖坚挺的怀抱 宋鱼白直接将人打横抱起 百森国际最奢华的套房内 暖黄色的灯光 打在柔软的白色大床上 李婉一躺在上面 他醉了 往常那双灵动的眼睛 此时也迷离飘渺 白皙的脸颊上 微微染上红韵 发丝零散地落在胸前 增添了些 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 意识迷离间 像回到了那次 在九旋门的时候 他设套故意 给自己下了小剂量的迷情药 赌了一把 看宋鱼白会不会救他 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 他成功了 贡献了他的第一次 宋鱼白看着房间内 提前准备好的精美的玩具 一应俱全 他不由觉得 几线东这个老不正经的此次 终于做了个人 深得他心 他一粒粒地解开自己的衬衣 眼神却一直定格在李婉一身上 他的紧身短裙 本就短到大腿根 白花花的大腿 晃了他一个晚上 这会儿 裙子有一半都浮在上面 简直是活色生香 宋鱼白突然间凑近他 呼吸落在他白皙的脖梗皮肤上 到底谁是你老公 你睁开眼 好好看看 李婉一只觉得有身上有点痒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就看到了那张帅的一塌糊涂的脸 虽然醉酒 但李婉一潜意识骨子里还在生气 气他第一时间向他求救 却在跟苏金安鬼混 他嘴上说着没什么 可还是在内心深处在意了 他向来在感情方面 是这样拧巴的人 永远心口不一 你说的是哪个老公 你还有哪个老公 宋鱼白真想立刻把他扒光吞入腹中 国内一个国外一堆 李婉一醉得开始信口胡舟 我哪知道你说的哪个 李婉一 宋鱼白恨得咬牙切齿 这个女人还真是时刻能让他炸毛 又拿他没办法 宋鱼白感觉自己有点血压飙升 就在刚刚 李婉一发酒疯 抱着人家几线东的胳膊不撒手 一口一个老公的叫着 不行了 他必须要洗个澡 然后好好收拾他一番 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浴室哗啦啦的水流声响起 而此时床上的李婉一正好开始难语 我超级无敌喜欢你 白 希望你知道 也希望你不知道 白 十分钟后 宋鱼白从浴室出来 他随意披了件浴袍 松松垮垮的 有水珠顺着下河脖梗 延伸至领口处 胸肌隐约可见 此时床上哪还有李婉一的身影 他整个人卷着被子 掉落在了地毯上 宋鱼白无奈地摇摇头 又好气又好笑 他走过去 将他抱到床上 声音从他耳边压下 带着勾引的意味 老婆 起来陪我玩会 李婉一醉得软烂如泥 玩屁嘞 走开 睡觉了 宋鱼白已经两天没见他 便想这是想了两天 此时软玉再测 十色兴言 某处已经崛起了 他怎么可能放过他 李婉一的手被他抓着 先是结实的腹肌 再是 嗯 说宋鱼白是你老公 说十遍 不要停 宋鱼白本就有意惩罚他 这回已经变成他不喊 他不给 被他这么一弄 李婉一清醒了不少 由十分罪变成了八分罪 他喊的嗓子都要哑了 索性他也不干了 躺尸 爱做不做 宋鱼白被气笑 果真还是那个李婉一 就算喝得找不到北 骨子里的绝强劲 就是改不了 下一刻 他摁着他的后颈 向下压 另一手抓着他的手腕 防止他作乱 吃硬不吃软 他换了种战略 柔身哄着 坐上来 老婆这似乎 对李婉一很受用 他异常地听话 又听话又主动 让宋鱼白疯狂 不知过了多久 一轮又一轮 醉生梦死 如大梦一场 等到一切结束后 他已经彻底没了力气 只能软塌塌地 窝在他怀里 宋鱼白从背后搂着他 将他面颊边的碎发 挽至耳后 骨节分明的手指 粘起一缕发丝 声音中透露着燕足 睡吧 李婉一累得 连恩的力气都没有了 没支声 第二日醒来 李婉一的细腰间 赫然搭着一条男人的胳膊 又是陌生的环境 愣是把他吓坏了 再看到宋鱼白的 那张帅气的脸后 灵魂归位 心才安定下来 还好没睡错人 身上骨头 像被车轮碾压了一样 又因为醉酒的缘故 头痛欲裂 花了足足五分钟 他才坐起来 嘶 好痛 不小心扯到身上某处的痛处 他瞬间小脸惨白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再看看房间内 近视欢纵过后的甜腻味 满地的TT缕膊包装袋扔在地上 被撕坏的轻去内衣 各种小玩具 无疑不在 招视着昨夜的疯狂 可是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他记不太清了 脑海中也是断断续续的碎片 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上 竟没有一处好地方 宋鱼白变态吧 这让他怎么见人 想想就来起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响起 打破了安静如丝的环境 宋鱼白连眼都没睁 伸出一只粗壮的胳膊拿过来 摸索着接起来 声音沙哑无比 说 电话里面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 宋总 十点半有跟海外分公司的视频会议 现在几点 十点二十 还有十分钟 李婉一只听到对方是个女人 但听筒音量比较小 未听清内容 她蹴了下眉 心里稍有不愿 本来告诉自己 只走肾不走心 结果 现在好像越陷越深了 李婉一想 耳不听为敬 强忍着身体上的不适 想要下地 不过是刚转身 李婉一就被宋玉白牢牢地抓住了手腕 一把扯了过去 猝不及防 李婉一直接倒在了她的怀里 此时套房内 巨大的落地窗 只拉着一层窗纱 阳光透过窗纱照进来 屋内光线明晃晃的亮 如此青天白日 就这么赤条条地坦诚相待 再加上昨晚的纵欲过度 李婉一着实有些不好意思 她心跳得实在厉害 怕影响宋玉白打电话 便用口心比了个 干嘛 宋玉白则显得格外肆无忌惮 老婆 要去哪 电话那头的秘书 明显愣住了 这是吃到了什么青天大瓜 李婉一美眸一瞪 示意她松手 宋玉白直接对着电话讲 范秘书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 将会议时间改到下午 挂了 挂断电话 李婉一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 原来是说工作的事情 范秘书 好吧是她误会了 这难道就是古代的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吗 宋玉白将手机扔到一旁 换了个姿势 伸出手臂 揽着李婉一的腰 翻身而上 昨晚睡好了吗老婆 宋玉白俨然一副小情侣之间的口吻 温柔又宠溺 还好 李婉一感受着她 近在咫尺的俊美容颜 不由的心跳漏掉一拍 难得的事后 还能这么和谐 一般不是她睡醒 提上裤子就走 就是她提上裙子就走 宋玉白话锋一转 既然睡好了 那咱们来算算总账 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又知不知道 那几线东是什么人 敢跑这里来玩 嫌病太长是吗 宋玉白低头咬了下她的肩膀 算是惩罚 李婉一吃痛 又来气 她是她什么人就管她 管得着吗 弄得跟真情侣一样 她的苏静安不要了吗 想到这 她瞬间冷了几个度 九爷还是不要过多 干涉我的私生活 下次这种事情 不需要您出面 我自己能解决 还敢盯嘴 李婉一反唇相激道 你不也是明知道 是危险的地方 还跑来打架 脸上伤都没好 还好意思说我 宋玉白被气笑 她这是为了谁 哈 李婉一个小白眼狼 昨晚收拾她求饶的时候 她忘了吗 她也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沾上李婉一 她就有用不完的力气 而且勾着她随时随地想 居然把她气硬了 下一秒 不由分说 霸道炙热的稳落下 灼热的身躯贴着她 嗯 别 痛 触碰到她的那一刻 痛得她下意识一缩 宋玉白动作一致 怎么了 李婉一有些难为情 可能得去个医院 我看看 宋玉白这才恍然大悟 顾不上自己的生理需要 她立马 从她身上爬起来 李婉一闻言 瞬间把腿并拢收起来 这怎么好意思让她看 做的时候 氛围到了 倒也无所谓了 可眼下真的是没眼看 她休难道 不用了 该看的都看了 宋玉白不放心 只要看 你在害羞什么 此话一出 李婉一迅速涨红了脸 害羞得无以复加 那不一样 哪不一样 反正就是不能看 两人争执片刻 宋玉白还是没能争取到 看一眼的权利 便妥协了 二十分钟后 两人收拾完毕 期间 宋玉白还专门叫了 酒店服务人员 送来了女士衬衫和裤子 李婉一 原来那件裙子 真的太短了 李婉一被宋玉白打横抱起 我自己走 你放我下来 李婉一不满地拿手捶她 这要是被熟人看到 不得丢死个人 要是再被狗仔拍到 直接上热搜了 李婉一正不满地说着 两人从房间里出来 碰巧隔壁套房的房门也开了 几线东西装革履地 从里面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昨晚的那个大波妹 几线东见状忙上前询问 酒爷 李小姐这是怎么了 李婉一有些不好意思 下意识往宋玉白怀里钻了钻 正是这个举动 让宋玉白心情大好 许是记者 昨夜李婉一抱着几线东胳膊不撒手 叫他老公的仇 哦 小毛病 我老婆他肚子疼 带他去医院看看 此时阮玉在怀 他有些得瑟 东哥昨晚这是睡得还不错 几线东撑了撑脖子 我睡得怎么样不说 重点你跟李小姐睡好了吗 不等宋玉白答 几线东又说 看来我要找人好好做一下酒店的隔音 也不知道是哪个房间 叫床叫了一晚上 你们听见了吗 有没有吵到你们休闲 明眼人都能看出 几线东是故意的 他昨晚在隔壁 算是听了一夜的墙角 不听也不行 声音太大了 搞得他都没怎么睡好 快神经衰弱了 这次倒是完全信了 两人是真负气 李婉一更不好意思了 别的他没什么印象了 但是叫了一晚上这事 是他干的 因为他嗓子有点发言 宋玉白抱着李婉一的手紧了紧 年轻人嘛 体力好 等年纪大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只能想想了 几线东不以为意 不要以为年轻就是革命的本钱 还是节制点好 小心甚亏 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东哥的热情款贷 每天有空去九学门坐坐 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好 就等你这句话 行了 赶紧带李小姐去就医吧 两人寒暄了一会 宋玉白带李婉一 顺利离开百森国际 两人前脚离开 几线东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薛丹宁打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几线东突然对这个名字有些反感 昨晚警局那边的内线向他透露 薛丹宁很有可能是自愿与内务人发生关系的 想到这 他便也没接 也没挂 任凭电话一直响着 直到那边自己挂断 去往宋城中心医院的路上 车内 李婉一偏头 看向窗外 宋玉白抓着他葱白的小手 来回妈撒 李婉一拧眉 苍白的脸上 满脸写着不高兴 他感觉自己浑身不舒服 头晕恶心 嗓子痛 那里也痛 完全提不起精神 而罪魁祸首宋玉白 此刻就坐在自己身边 他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 比昨晚更精神了 李婉一不得不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嗑药了 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强 在想什么 宋玉白此心悦耳的声音传来 很不舒服吗 在想你昨晚 是不是嗑药了 司机此处 他不小心脱口而出 瞬间脸红地 从耳根蔓延至耳阔 李婉一抬眸而望 发现宋玉白正 饶有兴致地看向自己 那微妙的眼神里 含着无尽的笑意 就连副驾驶的江四 也从后视镜里望了一眼 这是他免费就能听的吗 可他高兴得太早了 就在他以为能再听到 什么劲爆的料时 宋玉白直接将 车子后排座椅隔板升起 你这是在夸我吗 宋玉白很少见他 能脸红成这样 毕竟每次跟他做的时候 他都热情大胆开放 身材又顶 让他欲罢不能 抛开其他的不说 无疑 李婉一确实是一个 比较好的性伴侣 李婉一直言不会 一半一半吧 宋玉白笑意更浓了 仿佛眼睛里有无限春光 李婉一警惕地看着他 你要干嘛 宋玉白缓缓伸出手臂 把他圈进自己怀里 低头看着他 眼神晶亮地 恍若夜空中闪耀的星辰 此时刚好过一段隧道 车内灯光微暗 气氛刚刚好 角度也刚刚好 他探身吻人 而李婉一往旁边微侧 他的吻堪堪 擦过他娇嫩的脸颊 李婉一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他还在生着病 总不至于太过畜生 下一秒 他的手扶在了 他纤细的腰上 渐渐地不再只满足于这这样 他的吻越来越炙热 也不再只拘泥一处 开始吻他的下巴 他的脖梗 他的锁骨 在宋玉白的刻意撩拨下 李婉一的脑袋逐渐发昏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终于舍得放开他 等你病好了 我们试试在车上坐 好不好 宋玉白温热的气息 洒在他的耳畔 我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 李婉一就知道 这个太敌属性的男人 果然时时刻刻都在一营 发情 他下意识问 很久是多久 两人虽认识长达十余年 但他从加州回来两个月 他们接触也才一月有余 算很久很久吗 宋玉白此时 正好看向了窗外 眼神有点闪躲 从第一次就在想了 李婉一还想再问问 正巧这时候 抵达医院门口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医院门口 江四率先下来开车门 车内 宋玉白唇搅鞋钩 老婆 我抱你进去 李婉一急忙摆手 不用了 谢谢 谁料 就在李婉一下车的那一刻 有点滴血糖 眼前一黑 脚步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下一秒 他就落入一个温暖 又坚挺好的怀抱 就知道你心口不一 嘴上说着不要 心里很想要我抱吧 宋玉白脸上带着宠溺的笑 以后想就是想 不用忍着 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赶紧进去 李婉一心里翻了一记大白眼 什么跟什么吗 他这是有点滴血糖 又不是他故意的 宋玉白笑说 真是个小白眼狼 李婉一不以为意 把头埋进宋玉白的怀里 生怕别人看见他的模样 上次来这里 还是一个多月前 没想到又来挂妇科了 还是一样的症状 宋玉白提前安排挂了会诊号 无需等待 直接来到会诊室 在门外的时候 李婉一从他身上下来了 宋玉白执意要跟进去 一进门 李婉一有种想找个地方 钻进去的冲动 坐诊的医生居然还是上次的那位 五十多岁的女医生 真是倒了血霉了 医生眼睛上架着一副老花镜 头也不抬的 在写患者的病例报告 先描述一下你的状况吧 可 那个 李婉一感觉自己 现在尴尬的能扣出三十两厅 宋玉白见他不好意思 直接当起了他的嘴涕 医生 是这样的 昨晚我跟我太太同房了 他那里有点不太舒服 麻烦您帮他看看 女医生听完宋玉白的描述后 将老花镜一摘 不免多看了两人几眼 这个症状真的很少见 李婉一现在只祈求上天 千万千万不要认出他来 可惜现实 往往事与愿违 只听到女医生说 我记得你 上次你来过 也是我给你看的 当时我不是提醒过 你性生活要节制一点吗 李婉一 啊 他快要疯了 简直是公开处刑 宋玉白谋色一领 上次是什么时候 医生在电脑上敲击键盘 翻找电子病例 上个月十号 听到这个答案 宋玉白眉头紧簇 那个日子 是他与他第一次 发生关系的日子 原来他们的第一次 他就把他弄伤了吗 想到这 他脸上浮现出愧色 都怪他太大 李婉一尴尬的 不知如何是好 如坐针毡 医生说 你去里面脱掉裤子躺下吧 把刀纸垫在下面 我给你看看 闻言 他赶紧起身进去 总比宋玉白 一直盯着他满眼探究的眼神强 李婉一光着下半身 躺在妇科床上 那种感觉像在凌迟 医生走进来 戴上一次性手套 看了一眼 不由得一愣 因为他身上到处都是吻痕 大腿内侧多的 像是拔了火罐 医生无奈地摇摇头 不禁感叹 现在这年轻人 玩得可真花 这得是多么疯狂 才能弄成这样 几分钟后 随着哗啦哗啦的水流声结束 医生摘了手套 率先走出来 李婉一紧随其后 他在电子病例上便 打字边说 跟上次一样 还是轻微撕裂 问题不大 我再给你开点 上次那个药膏回去涂抹 既辛辣 近期千万不能同房了 李婉一休难道 知道了 谢谢医生 医生先眼看宋于白 你是他老公 是 宋于白点头应声 医生发问 你这老公怎么当的 以后对你太太温柔一点 女人那里很娇贵的 还有同房次数 相应减少一些 宋于白忙连声应着 此时 李婉一整个人像 熟透了的虾米 太特么丢人了 不料医生又说 对了 还像上次一样 再给你开点避孕药吗 还用开避孕药吗 答案是要的 李婉一想了想 点点头 保险起见 还是要吧 万一不小心中奖 对谁都是种伤害 他就算再喜欢宋于白 也不会去拿孩子绑架他 而且 他也不是恋爱脑 不做没准备的事情 开一点吧 谢谢 不用了 谢谢 两人不约而同地回答 答案却截然不同 宋于白站着 他坐着 他拍了拍他的肩 示意他不要担心 眼神里 却闪过一丝筋芒和闪躲 吃药伤身体 昨晚我都有避孕措施 放心吧 医生问 那还开不开 宋于白接茶 不用了 两人从会诊时出来 李婉一有些闷闷不乐 两次因为这种事 看妇科心态有点崩 宋于白拉住他的胳膊 别想了 以后我会紧遵医嘱 现在你需要吃点饭 我带你去吧 不用了 你陪我来就医 我就已经很感谢了 你去忙吧 我自己打车回公司 宋于白愣在原地 你在生我的气 你想多了 宋于白直接撒起了胶 摇着他的手腕道 老婆 阿渔 一道温柔的女声响起 李婉一不用看 也知道是谁 能叫阿渔的 只有苏金安 他一把甩开宋于白的手 刻意跟他拉开距离 这时候 苏金安已经逐渐走近 他穿了一身病号服 脸色有些憔悴 显然是在这里住院 那空灵的容颜 柔弱地让人怜惜 颇有复灵待遇的感觉 并如惜此生三分 真的是你 你是来看我的吗 苏金安勉强挤出一抹微笑 又说 你不知道 我一天没见你 心里就不踏实 觉都睡不好 话落 他直接轻逆地 晚上宋于白的胳膊 抱住了他 宋于白醋眉 下意识想抽出来 仔细看 还有一丝不耐 但他却没有表现出来 任由苏金安抱着 妇科跟住院楼 完全不在一起 他知道他在这住院 那天晚上 还是他把苏金安送过来的 却没想到会遇上他 苏金安完全把 李婉宜当空气 自顾自地撒娇卖萌 而李婉宜 也不想在这多待一秒 从前几天 他打的那个求救电话开始 他对苏金安的好感度 直线下滑 他现在有点搞不懂 他当时是真没听出 他的声音 还是装的 现在看装的成分比较多 刚刚他应该看到了 宋于白抓着他的手 却当没看见 哈 还白月光呢 宋于白的眼光 也不过如此 李婉宜恢复了 原来的冷淡疏离 宋先生 你们先聊着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宋于白拿掉苏金安的手 再次拉住李婉宜的手腕 我送你 苏金安的眼神里 有明显的受伤 不用了 谢谢 好好陪苏小姐 李婉宜甩开 宋于白的手腕 直接决绝地扬长而去 李婉宜转身的一刹那 眼眶酸色 可仅仅是酸色罢了 心中仿佛缺了一块 痛也痛不起来 茫然且没有实感 看着李婉宜离去的背影 宋于白攥紧了拳头 他顿了顿 声线暗雅 金安 我那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李婉宜是我太太 我们已经领证了 刚刚怕你太过激动发病 所以给你留了面子 说起来 这要回到几天前 李婉宜出事的那个晚上 那天 宋于白在一直在处理 薛丹宁事件的负面新闻 会议也开了一个接一个 那些股东像疯了一样 非要他给出处理意见 直到夜里十点 才彻底结束工作 于是 他直接在总裁休息室的浴室里 洗了的澡 以缓解疲漏 当他从休息室里出来的时候 头发还在滴水 却不料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还吓了他一大跳 你怎么来了 苏金安红着眼 先是笑了 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阿渝 我喜欢你 你们不能看看我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 宋于白只诞生说 那你应该知道 我不喜欢你 苏金安每年都要表白一次 宋于白已经习惯了 他就是纳闷他今年初期的 没选择在九月份表白 苏金安虽然早知答案 可亲口听到 他直接带冷在原地 不知所措 两久 他才问 那你喜欢谁 宋于白神色冷峻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显然一副不想聊下去的样子 苏金安追问 是李婉逸吗 你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那可是你爸的女人 阿渝 你太荒谬了 你这是乱伦 几秒后 宋于白白皙修长的骨节凸起 下河线条紧紧绷着 腮帮似有微动 有件事 我需要提前告诉你 李婉逸是要嫁到宋家没错 但他嫁的人是我 跟我爸没任何关系 目前 我们已经领证了 他是我的合法太太 像乱伦这种话 以后不要再说了 话从宋于白口中说出 苏金安的耳畔嗡嗡作响 大脑一片空白 一时间 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苏金安表情逐渐僵硬 慢慢抬眸 连脸颊上的肉都在隐隐抽动 不可能 是真的 你冷静一点 李婉逸现在是我名正言顺的太太 绝对不可能 你以前说过 要娶我的 苏金安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只觉得浑身冰冷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四肢静蓝 嘴里不禁发出振振痛苦的身影 他一度呼吸困难 毫无血色的脸上 透出一股隐约的清灰色 苏金安清楚地知道 自己哮喘并发作了 在他即将要倒地的时候 宋于白一下扶住他 要在哪 包里 宋于白着急忙慌地 将他包里所有的东西 全部倒出来 从那个小瓶子 倒出两粒白色小药片 金安 你坚持一下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苏金安此时 两眼空洞无神 显得神思恍惚 气息奄奄 尽管宋于白不喜欢他 可他们几个 毕竟认识多年 就算没有爱情 也还有友情 况且 当年宋大图书馆的那场火灾 他还救过他一命 所以 无论怎么说 他都不能伤害他 或者说 把伤害减到最小 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说 幸亏宋一及时 要不然有生命危险 等苏金安进了紧急救护室 宋于白这才发现 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 其中就有李婉一的一个未接电话 还有徐晶阳的电话和短信 了解事情的始末后 宋于白不敢想象他当时 给他打电话 求救的时候 有多绝望 宋于白和苏金安 两人就这么僵在原地 苏金安满脑子都是他那句 李婉一是我太胆 我们已经领证了 阿渝 李婉一他根本不爱你 他喜欢的人是顾艳之 他们两个才是一对 苏金安捂着嘴巴 哪怕已经过了好几天 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消息 眼眶干涩到疼痛 声音里带着哽咽 宋于白文言敏唇 无声拽紧了指尖 他爱不爱 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阿渝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我为了你一直在努力变优秀 向你靠近 你就是我人生中那耀眼的光 而且你说过 你会娶我 你忘了吗 金安 那都是杨子的玩笑话 不做数的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宋于白话落 欲转身离开 可苏金安并不想放他走 从那天 宋于白送他来医院后 就再也没来过医院看他 他很想他 苏金安上前从背后 紧紧地搂住他的腰 不松手 宋于白拧眉 不愿意再多待一分 他伸手扒开苏金安的胳膊 金安 你别闹了 回去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再说 苏金安突然失声大哭 满面梨花带雨 伤心的样子 让人心生怜爱 这时 宽敞明亮的走廊上 有很多人被哭声吸引 纷纷驻足观看 更有甚者拿出手机拍摄 宋于白抬头望去 眼神变得犀利又凶狠 都别拍 拍了得赶紧删掉 否则手机别想要了 他阴狠的目光 令众人心里一颤 纷纷合上手机 苏金安的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 扑速速地往下落 苏金安 你要学会适可而止 宋于白轻飘飘地吐出一句话 苏金安只觉得 有阵刺骨的冷意 从脚底一直窜到心里 他知道 这代表宋于白是真的生气了 他当即松开它 哭声戛然而止 变成了小声的抽气 阿渝 对不起 是我失态了 你好好休息 再来看你 宋于白话落 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 留下苏金安 狠狠地攥紧拳头 不想他平时娇柔的嘴角 却勾起一抹冷笑 恍若音速绽放 令人惶恐 李婉毅从医院出来 被太阳一晒 血运感立马涌上心头 他找了个路边 大树底下的阴凉处 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一屁股坐下 他拿出手机 拨打吴熙彤的电话 出门之前 宋于白跟他说 吴熙彤昨晚被徐晶阳接走了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下李婉毅有些梦了 都11点了 按理说 不应该会关机啊 正想着 要不要打电话 问问宋于白 想了想还是算了 估计他这时候 肯定顾不上他 这时候 接遍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急驰而过 却突然一脚刹车 又缓缓倒了回来 男人半将车窗 露出一张温润如玉的俊脸 男人明显很意外 婉毅 你怎么在这 李婉毅抬谋 学长 上车 去拿我送你 李婉毅也没跟他客气 现在他这个身体情况 搞不好会随时晕倒 司机下来 打开后座车门 李婉毅到了声线 坐了进去 此时 宋于白的乘坐的车子 从医院大门驶出 他正好看到了 李婉毅钻进车子内的背影 车内 宋于白脸上 融着一层阴云 漆黑的眸子 如同寒谈沉兴 任谁都能看出来 九爷现在不高兴 宋于白沉生说 跟上前面那辆麦巴赫 不要让他们发现 他两人进去的时候 甜甜蜜蜜 一副小情侣的模样 还透露着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出来的时候 太太却转头上了 别的男人的车子 江四大着胆子问 九爷 您跟太太吵架了 没有 宋于白腻了他一眼 问 太太的车改装得怎么样了 4S店说明天全部弄完 嗯 那后天给他送过去 好的 九爷 麦巴赫车内 顾燕之身穿浅色休闲装 轻盈的布料 柔软垂顺 他那线条柔和的面孔上 透出一股温和之意 宋一 你是生病了吗 看你脸色不好 是有点不太舒服 不过不碍事 李宋一尴尬地笑笑 学长 你把我烧到前面的粥铺 放下我就行 谢谢 他现在只想吃点清淡的 别的丝毫没有胃口 顾燕之问 早饭没吃 李宋一实话实说 是 起来不太舒服 就来医院了 现在感觉有点低血糖 顾燕之不经意间 扫了一眼中控台的后视镜 看到了劳远尾随的那辆劳斯莱斯 那我陪你吃吧 正好我也饿了 话已至此 李宋一也不好再说什么 顺口答应了下来 好 车子很快抵达周铺 司机提前下来开门 两人相继下车 周铺是仿骨的设计 走到周铺门口 要上几级台阶 李宋一眼前一黑 血运感扑面而来 一只大手及时伸过来 顾燕之揽住了他 没事吧 李宋一闭了闭眼睛 强忍不是 没事 就是低血糖 还身体力行地 做了一晚上羞羞的事 早上起来又没有吃饭 饶食再好的身体 也经不住这样折腾 顾燕之赶紧扶着他 到最近靠窗的座位坐下 现在还没到吃饭点 店里人并不多 很快有服务生过来点餐 我要一份皮蛋瘦肉粥 和一份海鲜粥 学长你要什么 我也要一份皮蛋瘦肉粥 谢谢 随后 李宋一又陆续点了几样 服务生看李宋一瘦瘦的 根本不像大食量的人 一时有些猛 我们家分量很大 这位小姐 您确定要点两份粥吗 李宋一笑说 不瞒你说 我现在饿得能吃下一头牛 此话一出 顾燕之鸣嘴偷笑 没事 就按这个上把 他吃不上我替他吃 话落 他伸手宠溺 又温柔地摸了摸李宋一的头 服务生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 立马一副了然入心的模样 先生 您真宠你女朋友 文言 顾燕之笑意更盛 李宋一忙解释道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他是我学长 服务生淡笑不语 不远处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不远处 宋一白将一切尽收眼底 心像是被密密麻麻地戳下了针孔 生起令人烦躁的嫉妒 宋一白见 两人谈笑风生 脸上不由地隐隐浮现出一抹韵色 怪不得他会这么迫不及待地走 原来是约了顾燕之 他拉开后排座椅的收纳箱 里面放了一款爱马仕金卡扣钱包 不是当即最新款 能看出已经有些年头了 他打开后 还放着一张女孩学生时期的的照片 小姑娘穿着蓝白相间的夏季校服 背着双肩书包 马尾扎得高高的 气质干净又清纯 和周围乱糟糟的环境格格不入 一双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 圆圆的脸颊带着婴儿肥 虽然有点微胖 但也能看出来优越精致的五官 他视线定格在上面 心动与其说是一场悸动 倒不如说是突然出现在他生命的一束光 不是突然 是蓄谋已久 两久他才缓缓收回去 眉眼间尽是柔软 宋玉白薄唇轻起 走吧 江特柱问 九爷 咱去哪 其实他想问 不等太太了吗 太太可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有说有笑有聊 宋玉白的声音不便喜怒 先去烫酒悬门 周铺店内 顾艳之用余光 扫到劳斯莱斯幻影缓缓驶离 他的表情有微样的变化 转瞬即逝 李婉一埋头喝了两碗粥 瞬间觉得自己胃里都舒服了 顾艳之贴心地问 用不用再来一碗 李婉一拿纸巾擦了擦嘴 饱了 这份量真的很大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能吃下一头牛吧 顾艳之打去 看你刚刚狼吞虎咽的样子 像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餐 还是干什么体力活了 李婉一被说中 一时不知道怎么回 昨晚的确干了不少体力活 这时 顾艳之也吃好了 放下勺子 我朋友开了个保龄球馆 要不要一起去玩玩 谢谢学长的好意 我就不去了 公司一堆事 等着我处理 李婉一没稍微调 对了 学长 李婉一跟何嘉仪的录音证据 是你发给我的吗 嗯 顾艳之抽了张纸 眼神有一瞬间闪躲 服务生结一下账 服务生走近 这是您的账单 一共123 一打岔 李婉一便没再追问下去 他忙起身 我付我付 却不料顾艳之抢先一步 递给服务生两百 不用找了 剩下的是你的小费 服务生忙道歉 谢谢先生 李婉一每眸一瞪 学长 顾艳之打句道 在我这可 从来没让女士付过钱 你别给我破例了 李婉一业余 行了 知道 你是大男子主义 顾艳之但笑不语 两人出了周铺 李婉一率先开口 学长 你走吧 我打个车回去就行 那怎么行 先送你回公司 我不着急 不用麻烦了 走吧 别客气 在顾艳之的强烈邀请下 李婉一还是上了顾艳之的车子 看来他得打电话给阿斯顿马丁的4S店那边 问问他的车什么时候能做完喷漆 没有车开真是太不方便了 李婉一抵达义和传媒的时候 再次给吴熙彤打了通电话 谁知电话还是关机 奇怪 某高级酒店内 柔软的大床上 女人古铜色的皮肤 与男人健康的小麦色肌肤 相互呼应 女人轻轻礼入男人结实的腹中 柔软的红唇 若有似无般地碾过她的肌肤 从她性感的肌理线上撕磨而过 让男人浑身犹如被大火烧撩过一般 身体变得滚烫起来 男人迷迷糊糊地醒来 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春梦 谁知看到身上的女人时 瞳孔骤然一缩 由震惊转为惊恐 怎么是你 我靠 徐晶阳一脸不可置信 身上的吴熙彤捏住她的下巴 徐晶阳 既然你上了我的床 看在你技术还算勉强过关的份上 我就勉强让你做的我泡友 吴熙彤 你给老子下来 老子的清白都让你毁了 徐晶阳一脸恼怒 思绪回龙 昨晚宋余白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喝得烂醉 听到让她去接吴熙彤 处于好哥们的义气 她便硬承下来 去百森国际接她 完全忘了 她是怎么跟她搞到一起的了 她虽然平时玩的花 基本都是嘴上功夫 可从来没真的跟女人上过床 这是她的第一次 她有点欲哭无泪 徐晶阳用尽力气去推吴熙彤 可吴熙彤 毕竟是学武出身的顶级保镖 制服指挥花拳绣腿的徐晶阳 当然不在话下 她将她的手举过头顶 按住在床上 怎么你想提上裤子不认人 吴熙彤一眼不眨地望着她 还故意挑逗她 这让徐晶阳一时没忍住 呻吟发出声 她真是想狠狠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有些怀疑自己 堂堂一个大老爷们 这都能叫 叫毛啊 吴熙彤唏嘘 你这不是挺享受的吗 装什么装 吴熙彤继续 动作不停 徐晶阳有些猛 等等 这怎么跟她平时看的片子里不一样呢 意识到这一点 她立马反客为主 徐晶阳垂眸看着她 眼里的情绪又深又重 吴熙彤勾着她的脖子 吻一个接一个落在她的下巴 然后游离到她的唇角 在她的唇半几乎要退走 不知退向何处之际 她低头追随上去 不管不顾地稳住了她 稳得越来越重 两人的呼吸一声比一声重 食髓之味的男人 后知后觉 渐入佳境 事后 吴熙彤提上裤子 诞生到 成年人的一夜情而已 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也别想我对你负责 徐晶阳赤裸着上半身 拧眉 这话不应该是她的台词吗 她抓了抓头发 有些懊恼地说 哦 我正有此意 吴熙彤摆摆手 那我走了 有事电话联系 徐晶阳提醒 那个别忘了买避孕药 做的时候没代替 我知道 吴熙彤摸出烟盒 点了一根女士香烟 对了 你的硬件不错 但技术还有待提高 她边走边抽 要多潇洒 有多潇洒 留徐晶阳在原地怀疑人生 她就这样被一个女人给睡了 还被吐槽技术差 吴熙彤从酒店房间里出来 便找到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 要了昨晚收走的那条床单 只见床单上 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 那是她宝贵的第一次 她早就知道 徐晶阳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为了证明自己玩得也很花 所以才出此下策 她只是基于徐晶阳的身体 上次到了徐晶阳的后 看到那些近乎裸体的照片 她就惦记上了 日思夜想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不亏 出了酒店的大门 吴熙彤把手机开机 第一件事 就是给李婉宜打电话报平安 估计她担心坏了吧 李婉宜四世在等她的电话 秒接 小童 你怎么才开机 你人在哪 没事吧 好的很 手机没电了 刚冲上 吴熙彤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 反问 易宝 你昨晚没事吧 李婉宜想说有事 现在下面有点火辣辣的疼 心里暗骂 宋瑜白一万遍 可嘴上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昨晚喝多了 一觉醒来头有点痛 吴熙彤调侃 只是头有点痛吗 难道某人没做点别的 你脑子里怎么这么无 想什么呢 不能够啊 昨晚我明明看到宋瑜白 对你赤裸裸的眼神 不知道我是不是眼瞎了 我甚至 还在他的眼里 看到了浓浓的爱意 泽泽 他该不会喜欢上你了吧 闻言 李婉宜握着手机的手轻颤 他喜欢她 哈 除非火星撞地球 充其量 也就是男人那该死 又可笑的占有欲作祟 拉倒吧 不是你喝多了 就是他喝多了 更何况宋瑜白喝多了 看狗都神情 此话一出 彻底把吴熙彤逗笑 也是 只要我们跑得够快 渣男就追不上我们 两人又说了一会 聊得不亦乐乎 刚挂断电话 宋瑜白的电话便打进来了 李婉宜醋眉 略有不耐 想起医院里苏金安 扑进他怀里的模样 他就直犯恶心 他不假思索 直接按下了挂断键 紧接着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这次 他直接挂断 拉黑 一气呵成 狗渣男 去死吧 对 就像吴熙彤说的 只要跑得够快 渣男就追不上他 另一边 于一中心 King Tower集团总裁办公室 宋瑜白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 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瞰整个城市 于一中心楼往前面是一座 是李婉一的公司 义和传媒所在的楼洞 当时宋家与离家关系交好 宋瑜白大笔一挥 将于一中心 一座二到十五层的天价租金 降到五折 租给了黎征 宋瑜白黑眸深沉 妖孽般的五官 自带一股冷冽的气场 手中的电话里 一直重复着官方的提示音 宁波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又连着拨了两三次 还是同样的结果 无疑 她是被拉黑了 想到这 她就恨不得跳到异动 当面跟那个小女人对峙 真是个小白眼狼 每次用完就扔 还跟别的男人轻轻握握 渣女 凭什么拉黑她 气渣 紫瑜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野 算了她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这时 在鱼翼中心 异动的李婉一 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李婉一揉了揉鼻子 谁在骂她 十分钟后 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 李婉一直接接起 喂 李 李总 集团总裁来了 说要跟您谈谈商务合作 前台接待声音中 透露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就差要发出土拨鼠的尖叫声了 李婉一愣 狗男人送于白 而后 她下意识说 不见 只听电话那头 传来一道蛊惑人心的男生 李总 你确定 李婉一不由的脸色一变 感受到了她的威胁 让宋总进来吧 前台接待小心翼翼地说 宋总 李总有请 宋于白微笑着点头 这一笑 彻底把前天两名接待的心融化了 看着宋于白离去的背影 两人激动地互掐胳膊 秒变小迷妹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小宋总 好帅啊 她皮肤好白 好细腻 完全看不到毛孔 眼睫毛长得像小刷子 不愧是宋成神颜白眼望 她的颜值好抗打 放在娱乐圈 简直把那些小鲜肉秒成渣渣 重点是 人家就是资本 宋成金字塔的顶尖人物 又帅又多金 你说她找李总会谈什么合作啊 办公室内 李婉一正经微作 后脊被挺直 很快 宋于白修长的双腿 大步走进来 连门都不敲 当真坐到了四下无人的地步 宋于白自顾坐到沙发上坐下 明目自顾打量起办公室的装修设计 在看到书架上的照片时 不由得眼前一亮 吸引着她走近 照片中 李婉一身流光一彩的白色长礼服裙 勾勒着她苗条曼妙的身材 脖梗肌肤白皙修长 宛若引颈的白天鹅 周围灯光落在她的脸颊上 仿佛铺了一层蜜粉 她嘴角带着微笑 眼神清澈 宋于白不自觉想拿起照片仔细看看 却不料被李婉一伸手一把抢过来 宋总此次前来 不会是来欣赏我学生时代照片的吧 貌似没有什么商务合作需要谈吧 如果我说 我和你之间有个恋爱需要谈谈呢 此话一出 李婉一扬起脑袋 这才拿正眼瞧了她一眼 她强装镇定 宋总去哪学的土味情话 像这种骚话 拿去轰轰苏金安就算了 不适用于我 宋于白眸色微尘 为什么拉黑我 当然是厌烦你 还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总不能是因为喜欢你吧 李婉一 你吃枪药了 我吃子弹了 宋总没事请回吧 宋于白瞬间觉得有口老血 直顶脑门 她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跟女人一般见识 奶奶打电话 让晚上回老宅吃饭 李婉一诞声道 哦 知道了 我会去 宋于白默不作声 李婉一见她 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 便下了逐客令 宋总 我还有工作 恕不奉陪 慢走不送 宋于白坐在那里不动如钟 对于她的牙尖嘴利 也不放在心上 她抬手看了下腕表 显然不打算走 我等你下班 一起回老宅 李婉一强忍不耐 我们还没亲密到那种程度 不敢劳烦宋总亲自等我 李总 你就当我厚着脸皮赖在这部走好了 李婉一翻了个大白眼 这狗男人抽什么缝 李总 你就当我厚着脸皮赖在这部走好了 宋总请便 李婉一知道赶不走她 索性不搭理她 直接忙起了自己的工作 宋于白则一直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乖乖地玩手机游戏 不坐腰 也算安生 扣扣 一阵敲门声响起 脖子上挂着公牌 穿着一身正装的裴宁泽端着咖啡 和一些小糕点走进来 李总 这是您最喜欢的那家咖啡盒 他一愣 剩下的话没继续说下去 显然是没想到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 还是一个男人 裴宁泽只看到了男人优越的后脑勺 宋于白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口 听到男人的声音 他下意识眉头一皱 似是不悦 Shut 裴宁泽闻言 直接僵在了原地 走也不是 静也不是 紧接着 只听宋于白笑嘻嘻地说 不好意思 对有太菜 带不动 不小心飙了句脏话 李婉一抬谋 陪助理 没事 这位是集团的宋总 裴宁泽心里彻底捏了一把汗 以宋家的财力地位和的规模 宋于白是多少人 想见一面都男的 如今倒是坐在 义和传媒的总经理办公室 还玩手游 裴宁泽缓缓走过去 在看清宋于白长相的时候 由衷感叹 这男人长得也太帅了 女娲造人的时候 给下了多少功夫 比财经杂志里都要帅 宋总 您好 我是义和传媒的总经理 助理裴宁泽 久仰您的大名 裴宁泽尽量镇定下来 让自己声音正常 蠢货 宋于白修长的指尖 在手机屏幕上灵活地滑动 不好意思 还是骂队友 李婉一醋眉 这家伙明显是故意的 幼稚 裴助理 谢谢你的咖啡 放下你出去忙吧 裴宁泽将东西放在办公桌上 忙硬着 好 那李总 宋总我先出去了 李婉一微笑着点点头 去吧 裴宁泽着实为自己捏了把冷汗 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等办公室房门一关 李婉一拿起一个纸团 朝着宋于白扔了过去 没好气地说 你干嘛针对我下属 你想谋杀亲夫 宋于白头也不抬 却稍微一偏 精准地避开了他丢过来的纸团 你别冤枉我 我在玩游戏 哪有空针对他 李婉一想说明明就有 我要是真想杀你 就直接扔刀子 或者在你饭菜里下毒 怎么 你还想当潘金莲 可惜我不是五大郎 少平 李婉一冷横 你最好安分点 要不然 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 宋于白满不在乎 这整栋楼都是我的 谁扔谁 李婉一被气笑了 果然财大气粗 就是硬气 以前他爸爸黎正在的时候 他或许在宋城能横着走 现在只能算是寄人篱下 这局他说了 他也不跟他置气 索性直接摆烂了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宋于白还算安生 总算没搞出什么幺蛾子 临近下班点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断了宋于白玩的手机游戏 他略有不爽 在看到来电人后 立马接了 是徐晶阳打来的 喂 杨子 徐晶阳有些欲言又止 九学 你第一次跟李婉一做那个的时候 顺利吗 宋于白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回忆了一下他们的第一次 确实不太顺利 但仅限于第一次 后面就越来越顺利了 他跟徐晶阳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别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李婉一 直言不会 我呀进了好几次才进去 奇怪了 奇怪什么 那如果说能直接进去 并且很顺利的 代表什么 宋于白往沙发背上一靠 笑得暧昧不明 一般就是两种情况 要么就是男的太小 或者女的不是虫儿 你该不会把自己交代出去了吧 李婉一听不到徐晶阳 在电话那头说什么 却总觉得宋于白看他的眼神不正经 不怀好意 这一下终于知道了 压得这俩货 居然在光明正大讨论这个 九学们那次 当时在宋于白的脸哄呆片下 好不容易进去 只听宋于白调侃 那女的是谁 居然拿走我们徐帅的第一次 没谁 我帮我一个朋友问的 徐晶阳为了转移话题 忙问 你在哪呢 在我老婆办公室呢 李婉一文言 一记冷言扫过去 这话听着 怎么还带几分嘚瑟的成分 啊 你跟李婉一在一起啊 徐晶阳像活见鬼了般 你怎么不早说 关键是你也没早问啊 行了 挂了挂了 改天再聊 徐晶阳兴致缺缺 真是晦气 后面那句 明显是他自己跟自己说的 挂断电话 送于白挑眉 徐晶阳这是铁树开花了 不知道是那个倒霉蛋 能拥有徐晶阳这款 智商和情商 完全在两个极端的男人 李婉一扫了一眼万表 合上电脑 徐晶阳怎么了 不知道被哪个姑娘给睡了 走吧 我忙完了 李婉一听他没正行的模样 就不想聊 宋于白站起来 伸了伸懒腰 嗯 奶奶说都想你了 我也很喜欢 奶奶他老人家 李婉一实话实说 对宋老夫人 确实很有好感 宋于白一副 魂不立的模样 细血 那你喜不喜欢我 许是被说重心思 李婉一狠狠弯了他一眼 你有病 你有药 我有药 你敢吃吗 不怕我毒死你 果然最毒负人心 两人就这么互对着 一前一后的 出了义和传媒 每当遇上下属打招呼的 两人秒便正常 以微笑面对 活像两个精分患者 不明所以的义和员工 无一不感叹 两人才是真的配业 众人猜测 有没有可能 李总要嫁的人是小宋总 要不然 为什么小宋总在义和一待 就是一个下午 有什么商务合作 需要跟义和这种小公司 谈一个下午 宋家老宅 那辆车牌号为 宋A9999的黑色 劳斯莱斯幻影 从远处驶来 识别车牌号大门自动打开 车内 光线昏暗 李婉一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衣服 拢了拢凌乱的头发 从包包里拿出口红 对着镜子补妆 而宋余白 则用指腹轻轻碾过唇角 似是意犹未尽 李婉一用余光扫了他眼 他隐约看见 他身菌的下颌线条 往下 猴结不慎明显地滚动 往上 沉浸漠黑的眼眸里 欲望翻滚 李婉一见瞄头不对 他快速地补完妆 拧眉 别发骚 赶紧下车 话落 他不等宋余白答复 直接逃也式地 推门下车 宋余白看着他 落荒而逃的背影 唇角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就算他喜欢顾燕之 又怎么样 还不是乖乖 跟着他回家见家长 宋余白很快从后面追上 他一只手轻力地 揽在李婉一的肩膀上 李婉一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爪子拿开 就当做做样子给奶奶看 宋余白非但没拿开 还懒得更紧了 李婉一细精上身 下一秒 他伸出手搂在宋余白的腰上 笑得要多灿烂 有多灿烂 老公注意台阶 做做样子嘛 谁不会 宋余白听他娇媚地喊一声老公 直接酥的骨头都要软了 他大手不安分地 捏了一下李婉一的翘臀 晚上有你叫的 人家都是立地成佛 他恨不得立地支个帐篷 宽敞明亮的客厅 两人一进门 就有庸人毕恭毕敬地过来 伺候着换鞋 老夫人 少爷和少夫人回来了 众人闻声转头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与上次来的感觉截然不同 大家不由感叹 两人 无论从身高 样貌 气质各个方面出奇地相配 宋婷远见两人如此亲密 有些哭笑不得 他是越看李婉一 越像宋余白的妈妈陆青棠 那个犹如朱砂痣和白月光般 他始终放在心上的初恋 看来是人上了年纪 越来越怀念以前的时光 有些东西 时间不光不能让人遗忘 而是越来越感觉遗憾 宋老夫人坐在主位上 笑得一脸慈祥 眉眼间竟是流露出对两人的喜爱 越看越觉得般配 这门青史 很合他心意 他率先喊道 婉一娜 快过来坐 奶奶 怎么有了孙媳妇 就忘了你孙儿了 偏心眼 宋余白当场撒娇 宋老夫人腻了他一眼 你这个臭小子 没事也不知道 带着婉一回来看看 我这个老太太 还得我打电话请你 宋余白边走边说 冤枉啊 奶奶 我正想这两天过来看您 给您一个惊喜 您就得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说明 我跟奶奶心有灵犀 此话一出 彻底把宋老夫人 逗得哈哈大笑 论巧舌如簧 和红老人开心 宋余白敢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李婉一走过去 挨个打招呼 奶奶 爸 兰姨 二哥 二嫂 三哥 宋余白没想到的 是他居然那么上道 笑意更盛 李婉一的一声罢 是彻底叫到 两个男人的心坎里去了 宋婷元本就一声舞女 他有些动容 当即应下 哎 好女儿 宋婷元说的是女儿 而不是二媳 地位可见一般 剩下的几人 也都纷纷热络地打招呼 李婉一感觉自己 笑得脸都僵了 在看宋余白 他已经悠闲地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老婆 坐着 宋余白把他拉到自己的旁边 并与他食指相扣 俨然一副新婚小夫妻的模样 宋老夫人脸上笑意就没停 婉一 跟奶奶说 九旋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宋余白一听不干了 略带撒娇的意味 奶奶 她是我老婆 我疼她还来不及 怎么会舍得欺负她 李婉一内心翻了个大白眼 真会演 她要去演戏 估计能拿十座奥斯卡小金人 她想说 天天欺负 床上欺负 床下还欺负 可这净完她 她面上不动声色 奶奶 小白对我很好 小白 文言 众人均敏唇偷笑 李婉一不明所以 拿眼神询问宋余白 她是有哪里说错话了吗 怎么大家的眼神都怪怪的 宋景琛忙问 弟妹 你平时 都叫九旋小白吗 宋余白倾咳一声 三哥 在我老婆面前 给我留点面子 李婉一点点头 是啊 就算不是 也要假装是 她平时都在内心 叫她狗男人 这下她更想知道了 三哥 怎么了 宋成银芒拆台 是九旋从小想当大哥 所以从来不许别人 叫她小白 她觉得 当宋家老妖没面子 二哥 宋余白及时打断 惹得大家纷纷笑得 合不拢嘴 李婉一心下了然 怪不得人称 宋成九爷 原来是喜欢做大不做小 看来九旋真的很喜欢你 那我就放心了 宋老夫人满意的笑笑 一会吃完饭 我拿手机 咱俩加上微信 九旋要是平时带你不好 你跟我说 我收拾她 李婉一玩耳一笑 谢谢奶奶 老夫人 开饭了 庸人过来提醒 很快大家集体一步餐厅 饭桌上 这次宋余白倒是安分 没有抢别人的位子 她也是沾了李婉一的光 坐在了老三宋景臣前面 老夫人喜欢李婉一 所以安排李婉一 坐在她旁边 宋余白自然而然 就坐在了李婉一身边 宋家没有食不言请不语的习惯 一顿饭吃得很融洽 期间只有李婉一的碗是拔尖的 宋老夫人跟宋余白两人 不约而同地 给她往碗里加菜 哥 她有些盛情难缺 奶奶 我实在吃不下了 那就算了 千万别撑着 李婉一以为这就算了 暗暗松了一口气 谁知 宋老夫人笑意盈盈 接着说 如青 你去看看 给婉一和九旋包的汤好了吗 李婉一瞳孔微缩 还有汤 好的妈 蓝如青起身往厨房方向走去 很快 蓝如青带着隔热手套 端着砂锅走过来 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婉一 九旋 这是妈特地为你们找名医开的秘方 很补身体 李婉一有些听明白了 估计是老太太弄得十全大补汤 她嘴角微不可闻地抽了抽 宋玉白这样的 还需要补 看来奶奶是不了解她那龟孙 这要是喝了那不得 这要喝了 今晚宋玉白受性大发怎么办 她今天才去看过妇科 医生特地嘱咐过 不能同房 李婉一又转念一想 凭什么要被宋玉白牵着鼻子走 她想睡就睡 当她是什么了 她又不是她发泄欲望的工具 她暗自想着 回去她就把房门和窗户锁得严严实实 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只听宋老夫人说 九玄啊 你跟婉一就别回去了 今晚在这睡下吧 宋婉远附和 是啊 正好看看九玄学生时期 一直睡的卧室 宋玉白四有些为难的 看向李婉一 眨巴眨巴眼睛 老婆 我听你的 李婉一在桌子上 狠狠踩了她一脚 踩完不解气 又换成碾压 这会儿绝对是故意的 得 计划泡汤 不过宋婉远的话确实打动到她了 宋玉白的卧室 以前她想了解关于她的一切 躺在床上的时候 会想她的卧室是什么样子的 她脸上不动声色 笑意不减 奶奶 爸 我听你们呢 宋玉白的手 自然地垂到桌子下面 竟然开始不安分摸她大腿 李婉一浑身一颤 苏玛感传遍全身 而宋玉白的脸上似乎在说 你不乖我可要当众惩罚你了 来婉一 喝汤 兰如青忙给成了两碗补汤 忍不住夸赞 婉一这孩子真懂事 谢谢婉一 我自己来就行 李婉一起身双手接过 也正好躲过宋玉白的作乱的手 九旋取了个宝啊 宋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婉一 快把汤喝了 李婉一拿起勺子小口 咬着往嘴里送 肚子称是其次 主要是她拿不准这汤有什么奇效 宋老夫人催促 九旋 别愣着 你也喝 还要多喝 宋玉白打去 这一锅我都给你干了 行吧 奶奶 就怕你不喝 你要是喜欢我 每天让人给你送公司 李婉一忙说 奶奶 您回头把配方发给我 我给她包 这玩意要是天天喝 宋玉白不得烙得烙死 补得蹊跷流血 宋老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好 一会咱俩家微信 我把方子给你 兰如青但笑不语 吃完饭 时间不早了 大家很快就散了 宋玉白的房间在二楼 宋老夫人早有留宿之意 便命人早早将卫生做了一遍 被褥也换了新的 一进门 随着门锁咔哒一声锁上 还没来得及开灯 宋玉白猛地把她按在墙上 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狂野的吻雨点般地落下来 李婉一时没忍住 发出了暧昧的声音 这声音如导火锁般 让宋玉白整个人紧绷 就在李婉一想要阻止她 继续下去的时候 宋玉白却突然停了动作 温热的气息洒在她的耳畔 来 你把话说清楚 到底谁骚 李婉一一下红到耳根子 她明白 宋玉白这是记仇呢 下车的时候 她让她别发骚 你 李婉一理直气壮 可我觉得是你 死鸭子嘴硬 宋玉白惩罚性地咬了一下她的唇 你才死鸭子嘴硬 我其他地方也硬 你再清楚不过 我 今天不行 我知道 等你行了 你要补偿我 在车里 宋玉白话落 不给李婉一拒绝的机会 直接抬手把灯摁开 卧室瞬间大亮 她边往浴室方向走边说 洗澡睡觉 睡衣在衣橱里 我先洗 看着她这么猴急地离开 李婉一有些恍惚 不知道的 还以为浴室里藏着 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她是完全没想到 宋玉白居然就这么放过她了 真是良心发现了 李婉一这才打量起 宋玉白卧室 跟老宅的整体风格完全不同 外面是复古风 里面是纯纯的现代青蛇风 放眼望去 室内挂着一张篮球巨星的海报 还有一套顶级的电竞设备 尤为显眼 有一整个柜子 都是限定手办 全部是漫威电影宇宙里的人物 钢铁侠居多 李婉一记得 以前宋玉白就特喜欢打篮球 篮球场上的她 总是喜欢穿白色的球服 印着数字十一 每次宋玉白打篮球 都会吸引很多女生前去观看 而她也不例外 是众多崇拜者中 最不起眼的一名 她看着她一次次地弹跳 轻松上篮 白色一百上扬 露出腰部精瘦的腰线 随着她的落地 篮球入网硬声落地 紧接着 李婉一端向起那个 一比一完全复刻的钢铁侠 她走近 钢铁侠的眼睛亮了 好逼真 果然是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忽然不知道 从哪传过来一声叫唤 李婉一吓得抖了个机灵 那声音不像人 却在说着人话 她寻声找过去 声音是从卧室的阳台上发出来的 拉开阳台的门 只见一只通体天蓝色的金刚大鹦鹉 铺扑上着两只翅膀 不停地在喊着 依依 李婉一惊得一时雨色 好漂亮的大鹦鹉 你好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 是依依吗 结果那只鹦鹉又说 美女 依依 九旋喜欢依依 李婉一听得一头雾水 一条 闭嘴 这时 一道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 李婉一闻声转头 宋玉白只为了一条浴巾便出来了 头发上明显还在滴水 一脸着急的模样 李婉一不解地问 谁是依依 宋玉白反问 一条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喜欢依依 依依是他自己吗 他叫一条 也叫妖姬 宋玉白眼神有些闪躲 他一直学不会条字的发音 笨死了 李婉一轻笑 一条 原来你这么自恋啊 笨蛋 鹦鹉叫得更欢了 笨蛋九旋 吵死了 我先把他拿楼下去 这下直接惹怒了宋玉白 他直接连鸟带笼子 滴溜着往外走 还不忘交代李婉一 你去洗澡吧 鹦鹉不依不饶 胆小鬼 九旋 李婉一笑得前辅后仰 宋玉白也有惊天 被一只鹦鹉骂 等卧室房门一关 李婉一去衣橱里 拿睡衣准备洗漱 打开衣橱的那一瞬间 李婉一惊在了原地 里面的睡衣 各种真丝大V零蕾丝小花边 布料更是少得可怜 其中更是有各种各样的 角色扮演的情趣符 李婉一看着满目琳琅的性感内衣 顿时有点恍然大悟起来 这些应该都是老夫人派人准备的 这又是十全大补汤 又是留宿的 目的吗 昭然若揭 想抱重孙 哎 李婉一不禁有些心疼 他老人家 他要是知道 两人现在这种不上不下的关系 又是协议结婚 得气出个好歹 他挑了肩布料最多的 居浴室里快速地冲了地走 现在这种情况 碍于下面的伤口 他也不敢多洗 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他拽了拽那条睡裙 真是短得可怜 轻轻往上一撩 岂不是干啥都方便 等宋玉白送完鹦鹉再回来的时候 李婉一将被子裹在身上 犹如一只粽子 躺在了卧室的沙发上 宋玉白不由得一愣 干嘛包成这个样子 不到床上睡 宋总 戏已经演完了 各睡各的 你管我呢 李婉一把被子盖过头顶 整个人缩进被子里 宋玉白走过去 拽他被子 起来 不要 李婉一紧紧拽着 不敢松手 你到床上睡 我不动你 我睡沙发 下一秒 李婉一人就腾空而起 被宋玉白连人带被子 一块抱到了床上 紧接着 宋玉白高大的身躯压下来 要呢 我给上完药你再睡 他不说 李婉一都忘了 要上药这茶 要在公司忘带了 宋玉白没好气地说 等着 话落 他起身随便套了件休闲服 便匆匆离去 楼下 宋玉白在玄关处换鞋 突然身后传来宋老夫人的说话声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 宋玉白一转头 对上宋老夫人忧愿的目光 奶奶 你干嘛呀 吓我一跳 我问你 你这大半夜的去哪 放着晚一这么好的媳妇 你不守着 你不会是还惦记着那个苏金安吗 他有什么好的 你小子可不要太糊涂 宋奶奶劈头盖脸 一顿数落 宋玉白敏纯 奶奶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您那汤太补了 我刚刚有点着急 不小心把他弄伤了 现在去给他买点药 您想哪去了 宋玉白这话说得半真半假 那汤的确很补 他感觉自己浑身躁热难耐 刚刚一进门 差点没忍住 还好及时去冲了凉水走 才勉强杀住车 闻言 宋老夫人眸子亮了 脸上堆满笑容 声音却带着责备 你个臭小子 毛手毛脚的 对待女孩子 不会温柔点吗 宋玉白一脸委屈 奶奶 我知道错了 您不就是想要抱重孙吗 放心吧 宋老夫人一听重孙 心花怒放 笑得嘴角快要裂到耳根子了 到了宋玉白这一带 老大宋伯俭人 常年在国外 老二宋承鄞腿脚不好 至今未遇 老三宋景称风流快活不结婚 把老太太愁坏了 可不就把重心转移到宋玉白身上了 想要抱重孙的心 日月可见 宋老夫人小声偷偷地问 我让人给你们准备的那个 喜欢吗 什么 哪个 宋玉白是真不知道 你个臭小子哦 还要让奶奶提醒你 一处理的 宋玉白描懂 打着马虎眼 那俩 我们很喜欢 他不确定 老太太说的那个是哪个 总之应该跟他想的大差不差 宋老夫人一脸欣慰 赶紧去吧 别让婉姨等急了 那我走了 奶奶你早点睡 楼上 李婉姨听到了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她光着脚下床 从窗户望下去 只看到了消失在黑夜中的汽车尾部 闲来无视 李婉姨坐在电竞椅子上左右看看 目光不经意间地扫过桌子角落里 被夹在书里的星星一角 李婉姨鬼使神拆地将她抽出来 不由地呼吸一致 那是一条星星手链 简单大方的速链款式 中间挂着一颗小星星吊坠 就犹如宋玉白本人 是最耀眼的那颗 寓意着星河滚烫 你是人间理想 这个她认识 是大一的时候 苏金安送给宋玉白的生日礼物 那时候 他们两个同时看上了这条手链 出于礼貌 她让给了苏金安 而这条手链 第二天就戴在了宋玉白的手上 是那样的谎言 明明再普通不过的一条手链 那光芒却刺得她眼睛生疼 她有些后悔 让给了苏金安 如果她没让给她 她也就不会知道 她送了什么 是不是星就不会那么疼了 她已经习惯了 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直到后来 她远离宋城 远离宋玉白 才明白 有些东西不是她的 跟她让不让没多大关系 而是天生就不属于她 她把那条手链 原封不动地放回去 就像把她的星 也一起放了回去 她该怎么释怀这场暗恋 只是她一人的兵荒马乱罢了 她不明白 为什么从暗恋开始 就算远离宋城 让她念想了千千万万遍的人 还会是她 李婉一蜷缩在被子里 思绪也开始天马行空 不知道怎么便睡了过去 直到她隐隐约约 感觉自己像置身于火海中 身上只有某处 有点冰冰凉凉的处感 昏暗的房间只开了氛围灯 李婉一紧紧地拽着衣角 双眸紧闭 眉头皱成一团 额头上也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火 李婉一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牟底尽是未散去的恐惧 当年宋城图书馆那场大火 她如今又梦到了 李婉一环视四周 最后实现定格在她身上 她此时的姿势 是真的急剧不雅观 她双腿微微张开着 宋瑜白那个狗男人趴在那里 怎么看感觉也不像 在做什么正经事 李婉一暗骂一声臭流氓 用尽力气将他人踹到了床下 哎呦 宋瑜白吃痛 李婉一你当真要谋杀亲夫 你对我做了什么 李婉一怒不可遏 眼中尽是防备 我能对你做什么 当然是给你上药啊 难不成这种情况 我还能睡你不成 你简直是狼心狗肺 不识好胆 白眼狼 宋瑜白揉了揉屁股 从地方爬起来 李婉一挠了挠头发 看了他手中还捏着的药膏 当真是睡梦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不好意思 我刚刚睡梦了 以为 以为我在舔 以为我在舔 嗯 宋瑜白笑得一脸暧昧 李婉一悄悄掀起眼皮 似是有些理亏的模样 没以为 那就是以为了 宋瑜白又问 你刚刚喊火 什么火 是我弄疼你了 李婉一开始打马虎眼 他可不想让他觉得 这么多年 还在为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 便说 嗯 火 火辣辣的疼 不会吧 这得要医生说 抹上清清凉凉 蛮清爽的呀 宋瑜白拿起说明书来查看 可能你手法有问题 现在好点了 你躺好 马上就好了 我清点 李婉一怎么听都觉得 这话不正经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听话 宋瑜白眉头一皱 躺好 李婉一脑海中浮现那条星星手链 有些隔音 眸色一沉 一下清冷疏离起来 我没再跟你矫情 真不用你 现在奶奶看不见 你不用装样子 你不累我累 宋瑜白看着他的眼神晦暗不明 似是想说什么 又咽回了肚子里 李婉一直接下床 把药膏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来 谢了 然后一溜淹进了浴室 将门锁好 宋瑜白轻轻如动嘴角 拳头攥得死死的 又似是自嘲般的笑出声 摇摇头 就在刚刚 他跑遍了送城夜里 还在开着的大小药店 只为了找到在医院开的 那个牌子的药膏 他着急忙慌地赶回来 就见李婉一裹着被子 掉到了地毯上 整个人蜷缩在那里 像只虾米 又可怜又可笑 他把他抱到床上 为他上药 他还不领情 想他宋瑜白何时 对一个女人 有过这般耐心 还是一个心里 装着别的男人的女人 宋瑜白越想越憋屈 越憋屈越生气 他索性直接抱着被子 跑到沙发上 把自己的头颅盖起来 躺尸 李婉一上完要从浴室出来 看到这一幕 竟然觉得很爽 臭男人 谁离了谁还活不了了 七年前能活 现在更能 李婉一直接当他是空气 爬到床上继续睡他的觉 困意来袭 他很快睡着了 也许是想开了 这次睡得比刚刚更安稳 而沙发上的男人正好相反 压根没有困意这一说 精神抖擞 今晚饭桌上 宋瑜白在宋老夫人的 强烈要求下 连着喝了两三碗 十全大补汤 那汤果然名不虚传 这回宋瑜白觉得自己被精神 而且有种躁热难耐的感觉 时不时就要冲顶一次 再看看被子下面 已经拔地而起的 宏伟建筑物 他快要疯了 再瞧瞧李婉一 呼吸均匀 一条修长笔直的美腿 搭在被子外面 从这个角度 还能看见他 微微露着的细腰翘臀 宋瑜白按骂 渣女 思想斗争片刻 他懊恼地起身进了浴室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 那双勤劳的双手 静谧的房间落针可闻 随着内上厚重的浴室门关闭 将哗哗的水流声 以及男人沙哑粗喘的声音隔绝 宋瑜白在浴室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水流声戛然而止 浴室门打开的一瞬间 巨大的雾气缭绕 同时 空气中散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味道 有点山心气 宋瑜白懒洋洋地拿着浴巾擦头发 黑色的腰裤 松松垮垮地挂在他性感白皙的公狗腰上 能隐约可见他最下侧腹肌边缘 乃至线条蜿蜒性感的人鱼线 性张力十足 下半夜 宋瑜白欲望复苏 再次钻进了浴室 一日 晨光微微透过树叶撒进房间 让人感觉到一丝生机 叮铃铃 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 配合着震动 划过寂静的房间 宋瑜白半眯着眼睛 顶着机窝头坐起来 他能感受到 手机就在沙发上响 可怎么也摸不着 最后目光锁定在沙发缝隙里 录着的一截黑色手机 他伸手掏出来 屏幕显示顾学长来电 无疑 手机是李婉易的 电话是顾艳之打来的 大清早的 宋瑜白本就一晚没休息好 这回被电话吵醒 又看到这个名字 瞬间有种想杀人的冲动 睡意全无 他按了按狂跳的太阳穴 压制住心底的怒气 按下接听键 顾艳之略带着急的声音传来 小叶 李叔叔托人跟我说他想见你 我不是小叶 我是宋瑜白 宋瑜白一开口的声音沙哑无比 饶氏再傻 也听出来是刚睡醒 电话那头明显愣住了 时间静止了五秒有余 顾艳之才不敢相信地问 九旋 你怎么拿着婉易的电话 宋瑜白望望床上 还在熟睡的人 压低声音说 嗯 是我 昨晚喝多了 我们不小心睡一起了 不过你放心 昨晚我俩什么都没干 你介意吗 会介意吗 这种事情 饶氏的男人就会在意 宋瑜白就是故意的 故意恶心顾艳之 那边半晌不说话 酒到足够让人以为是挂了 但宋瑜白知道 顾艳之一直在听着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此时顾艳之已经是手握拳头 倾惊抱起 宋瑜白轻笑两声 梁伯的声音带着森然的梁意 眼知 他还在睡 需要我帮你叫醒他吗 顾艳之一夜 一时无言以对 梁九 直到里面传来嘟嘟声 电话被挂断 宋瑜白唇角微扬 把刚刚的通话记录删除 拉黑 一气呵成 他憋屈了一晚上的心情 终于得到了释放 李婉意一觉睡到自然醒 宋瑜白已经不在卧室 他换好衣服下楼 大老远就听见祖孙两人 以及一只鸟的笑闹声 那只大金刚鹦鹉 嘴里还在不依不饶 似是抱昨夜的放逐之仇 他重复着 九旋 笨蛋 一一 美女 宋瑜白 妖姬 把话收回去 一条 收不回去 收不回去 美女来了 祖孙两人同时转头 李婉意脸上 挂起明媚的笑容 奶奶 宋老夫人忙问 婉意啊 昨晚睡得怎么样 身体还疼不疼 此话一出 李婉意彻底羞红了脸 他还没开放到这种程度 要跟长辈讨论这种话题 说到底 还是赖宋瑜白这个狗男人 疼不疼 李婉意摇摇头 好像不疼了 那要确实满管用的 上次去也是开的那个药膏 好得很快 谢谢奶奶挂心 涂了药 已经好很多了 奶奶 已经替你骂过九旋 这个臭小子了 宋老夫人说吧 还拍了一下 宋瑜白的脑袋 以示成见 哎哟 奶奶 宋瑜白痴痛 没事的奶奶 不怨她 她也不是故意的 这话不假 大事天生的 她能怪她什么 怪她天生就大 显然不成立 听见没 奶奶 我老婆都帮我说情了 宋瑜白 故意加重最后一句话 嘴角情这一抹 让人看不明白的笑意 知道她是你老婆 就好好对人家 宋瑜白忙硬着 我知道 奶奶 放心吧 保证让您三年爆俩 此话一出 宋老夫人又拍了下宋瑜白的脑门 臭小子 你问婉姨的意见了吗 说得更靠你自己 就能让我抱上重孙似的 这当然也是老夫人最在意的 毕竟生孩子 也不是一个就能生的 得两个人意见统一 共同发展 宋瑜白 冲李婉姨实眼色 老婆 你说呢 我听你的 压力一下 给到李婉姨这边 她没想到 假结婚居然被催生了 李婉姨熟练地打着哈哈 陪笑道 奶奶 这是得讲究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 也不是我想生就有的 压力又反推给了宋瑜白 宋瑜白故作一脸认真的说 奶奶 我努力 李婉姨心说 你快别努力了 你不努力 都能一个顶仨 宋老夫人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好 那奶奶等你们的好消息 大鹦鹉一条在一旁学舍 我努力 老婆 老婆 我努力 宋瑜白摸了摸她的毛 恨不得给她薅下来 一只鸟也敢跟她抢老婆 今晚吃烤妖鸡 李婉姨被逗得扑吃一下笑出声 两人又都逗了会鹦鹉 陪着宋老夫人吃过午饭 便相邪离开 车子平缓地行驶在马路上 车内的气氛压抑无比 刚刚一上车 李婉姨便一下 把手抽回来 能离她多远有多远 宋瑜白原本略微有些促紧的眉头 更紧了几分 李婉姨侧头望着窗外的风景 竹唇倾气 宋总 麻烦您把我放在路边 谢谢 这里不好打车 宋瑜白身体往后靠了靠 用平淡的声音说 你老实待着 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李婉姨下意识问 去哪 我家的戏 你都配合我演完了 为了奖励你 我也应该陪你演你家的 宋瑜白低头看了下万表 时间刚刚好 本会你就知道了 李婉姨一时语色 父亲被抓 李家被查封 他哪还有家这一说 汽车一路驶进郊区 李婉姨却心里 已经隐隐约约有了预感 他忍不住紧咬着下唇 手指无意识地妈撒着衣角 宋瑜白鱼光扫了一眼 紧张 李婉姨缩了缩脖子 闷声道 没有 可下一秒 她的身体瞬间被束缚进一个温暖 而有力的怀抱 伴随而来的是男人独有的气息 别逞强 天塌了 我给你顶着 李婉姨愣了一下 此时就犹如幽深的大海 而她就是浪进丰田的海上航行小船 突遇前方凶险的浪潮 一下子将它翻了个彻底 她只觉得 被一只修炼千年的南湖离京蛊惑了 人间妄想宋瑜白 果然名不虚传 会聊又会哄 一句话 直接让她的心定了下来 临近三点 车子一路开到宋城市第一监狱 在门口便停了下来 外来车子是一律不准进的 关押在这里的人 基本都是重犯 要犯 其中就关押了李婉姨的父亲黎征 门口早有人提前在等着 明显是提前打过了招呼 车内宋瑜白长腿一脉 率先下车 李婉姨紧随其后 时隔一个多月 她终于要再次见到她的爸爸了吗 她很想念她 中间她也不是没找人打听过 但黎征现在属于重犯中的要犯 根本不允许探监 可宋瑜白 又为什么会带她来这里 看样子 她是能轻而易举带她进去的 是好心 还是别有用心 怀揣着这样的心情 李婉姨每一步都走得不太坚定 监狱门口的人 见到宋瑜白忙恭敬的营上去 九爷 宋瑜白没捎轻条 事情安排好了吗 嗯 不过探监时间只有半小时 我们经历了 上面看得太严 好 替我谢谢吕局长 监狱是中世纪的建筑 周围都是白色的 就连树干 岩石也是白色 主要是怕被囚禁的犯人从牢里逃跑 这样即使是在黑夜 也无处躲藏 高墙之下 隐隐约约 可以看见高压电磁网的支架 比渣仔洞孤的更紧 给人的感觉 是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李婉姨跟在后面走着 心里五味杂陈 住在这样压抑的地方 好人估计都要呆傻了 穿过两道大铁门 是监狱的探监室 李婉姨记得 上次来的时候 身份核查了好久 这次居然直接放行了 连问都不问 还被安排进了单独的探监室 也对 宋城九爷 谁人不知 宋余白这张脸 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等了一小会 很快有狱警进来喊 5188号 你的家属来看你了 5188号 是黎征的监狱公号 这时 身穿蓝色球服 带着手铐的黎征 被另一名狱警带进来 黎征留着精短的头发 两鬓已经露出斑白的头发 五官端正 下巴上长满了胡茶 虽腰背挺直 面容却看起来憔悴颓废 跟以前那个叱咋风云的黎征 简直天差地别 爸 李婉一激动地站了起来 颤抖地唤了一声 睫毛轻颤 激进哽咽 本就有强迫症疾病 愣是怎么都哭不出来 爸 你瘦了 黎征看到他日思夜想的女儿时 脸色柔软了几分 小易 却又在看到宋余白时 眸色一领 九旋 怎么跟着小易来了 宋余白很是谦卑的姿态说 黎叔说 探监时间只有半小时 我长话短说 不好意思没征求过您的同意 就跟婉一擅自领证结婚了 不过您放心 我非常爱他 在外面我会保护好他 对他好 绝不会让别人欺负他 我们等您出来一家人团聚 此话一出 李婉一心里咯噔一下 心说 这男人真特么慧言 要不是 他知道他喜欢苏金安 他都要信了 世界欠他一个奥斯卡奖 宋余白的一番话 换作别人家 那指定得高兴疯了 这话的分量 相当于古代皇太子 亲口承认了太子妃 可喜可贺 可保一生荣华富贵 但黎征是谁 生意场上瞬息万变 都一步步过来了 他又岂会被人 三言两语糊弄过去 黎征一言不发 沉默了五秒有余 才缓缓开口 小意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吧 我也很爱他 李婉一的一句话 让宋余白心头一紧 他没想到 他会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以为他连做做样子 都不屑一顾 虽说是假话 但为什么听他 这样说这么顺耳 心里还蛮欣喜 黎征面上并无太多表情 声音不变喜怒 我想跟婉一单独聊两句 黎征也没说 两人在一起好 或者不好 但言外之意很明显 他在感人 好 叔叔 宋余白拍了拍 黎婉一的肩 老婆 我在外面等你 等宋余白这个外人离开 黎征瞬间两眼发红 小意 难为你了 是爸爸连累你了 黎婉一再也忍不住 猛地冲上去 用尽全力抱着黎征 爸 你说的什么话 是你受苦了 此时此刻 他痛恨自己是个 没有眼泪的怪物 黎征也同样紧紧抱着黎婉一 伸手轻抚着他的背 男男 跟爸爸实话实说 你跟宋九玄是怎么回事 都说只子莫若母 可黎婉一没有母亲 他从小就跟父亲长大 感情不必多说 父女俩的关系 除了黎然然那对母女有分歧外 都相处得很融洽 而且 黎征也因为 黎婉一不松口 一直为赢那对母女 进离家大门 凭着对女儿的了解 父女怜心 这回黎征又岂会看不出 自己的女儿 在强颜欢笑 黎征的话一出 黎婉一心里苦涩不堪 他也想一股脑地跟爸爸倾诉 可实际不允许 时间只有半小时 他心中还有好多疑虑 实际上他一直相信 他的父亲不会犯法 跟吴希同私下里在 偷偷查黎征的案子 最近好不容易查到了点线索 可是莫名其妙就断了 黎婉一抬头扫了下四周的环境 只有右上方的监控摄像头 他微微侧头 避开监控 以免拍到他的口型 黎婉一反问 爸 你也跟我实话实说 你有没有犯法 黎征面色一沉 喃喃 此次爸爸通过顾艳之联系你 正是想告诉你 事已至此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就当提拔好好活 通过顾艳之联系我 黎婉一很势不解 还有 什么叫事已至此 顾小子没告诉你 黎婉一摇摇头 没有 是宋于白主动带我过来的 黎征有些纳闷 那就奇怪了 爸 先不说这个 时间紧迫 你快告诉我 联合政府官员洗钱那事 是不是你干的 只要你说 我就信你 黎婉一有些肝着急 眼瞅着时间过去了一半 黎征猴杰上下滚动 下意识地垂下眼瞼 那那 事情是我做的 我认 这件事 你不要再管了 你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强 不可能吧 您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不过 你在保什么人 还是给谁顶罪 又或者是被人下套了 黎婉一也不清楚 可无论是哪种结果 反正他就是不信黎征会犯法 故意试探罢了 黎征鼻子一酸 小意 你是想让爸爸在牢里 也过得不安生吗 每天提心吊胆 你的人身安全 吃不好睡不着 这样你就开心了 是吗 黎婉一急忙摆手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担心你 想念你 不想让你坐牢 你在这我不放心 想见你一面 都难 小意 爸知道 可你是我在这个世界 最爱最在乎的人 我只想让你平安幸福 答应我 这件事不要再追查下去了 好吗 尽管如此 黎婉一还是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但他为了不让黎征担心 嘴上答应着 好 我答应你 放心吧 我说到做到 黎征这才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跟爸说说 你跟宋九玄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本就是校友 他是我学长 在一起很奇怪吗 我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 有次灰头土脸的回来 还发了好大一通火 当时你说 你的一个学长 跟他的女神在一起了 那个学长是宋九玄吗 黎婉一下意识反驳 不是 黎征灿然一笑 有些看破了女儿的小心思 看破不说破 嘱咐道 娜娜 虽然爸爸现在坐牢了 但黎家的关系人脉 还在 我之前让吴希同 专门建了人物关系梳理表 就是怕 万一哪天出事 没法照顾你 黎婉一急忙阻止 你别乱说 我还要你看着我出嫁 抱外孙呢 黎征有些哽咽 接着说 那里面涵盖宋城权贵 所有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有他们的把柄 包括宋家的 现在有宋家保护你 我也会放心一点 如果连宋九玄也欺负你 关键的时候拿去用 别心软 也别难为自己 黎婉一现在终于体会到了 为人父母 则为之际深怨 就像他怕他以后有危险 所以早早为他培养了 吴希同放在身边 黎征对他的爱 从来都是做大鱼说的 爸 我知道了 谢谢你 能做你的女儿 我很幸运 黎婉一此时 很想像正常人一样 躲在爸爸的怀里 酣畅淋漓地哭一场 奶奶 也谢谢你 选我做你的爸爸 黎征抹了把眼泪 笑着开玩笑 都说 男人有泪不轻弹 如今倒是不要钱 此话一出 瞬间把黎婉一逗笑 正在气氛变得愉快的时候 玉景推门进来了 半小时到了 黎婉一眸色一沉 与黎征相握着的手 也不自觉紧了几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有太多话没说完 黎婉一吸了吸鼻子 伸开双臂 讨要抱抱 爸 照顾好自己 我等你出来 黎征站起身 再次给了黎婉一 一个大大的拥抱 男男 爸爸爱你 玉景再次提醒 5188号 回去吧 黎征紧紧抱着黎婉一的手 这才无奈地松开 男男 你也回去吧 黎征最后再看了一眼 自己的女儿 似是下定决心般 头也不回地走了 黎婉一朝着她的背影 爸 你要好好的 黎婉一的手紧紧地攥住 攥得直接发白 眼看着黎征被预警 带着往回走 最后消失在那扇铁门中 扮上 她狼狈地蹲在地上 无助 心酸奇奇涌上心头 嗓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样 这一别 黎婉一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爸爸 想到她面容憔悴的模样 黎婉一心疼不已 哭了 一道雌性的声音 从她的头顶传过来 没有 走吧 黎婉一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 脸色已经恢复如初 她的声音淡漠疏离 就算哭 也不会让你看见 宋玉白没有着急反驳 语气里加着一丝无奈 想哭就哭 不用憋着 不想哭 我们走吧 黎婉一拧眉 她哪里需要憋着 根本就是欲哭无泪 这种感觉比哭还难受 根本连个发泄点也没有 从监狱出去的时候 黎婉一抬头望了望天 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而她的爸爸 却被关在牢里不见天日 根本不能想 一想 就心里难受地喘不过气 回到市中心的时候 已经天色不早了 索性直接回了蓝月湾 黎婉一毫无胃口 只喝了一小碗粥 便回到三楼的卧室 还有一个原因是 她想静静 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会 从踏出监狱门口的那一刻 她没再开口讲过一句话 晚上 黎婉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海里满是黎正对她说的那些话 今天黎正亲口承认她有罪 可她就是不幸 思来想去 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没犯罪说自己有罪 这到底是为什么 突然间她脑袋里闪过黎正的那句 我只想要你平安幸福 答应我 这件事 不要再追查下去了 好吗 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毛病 可仔细一想 她爸爸怎么知道 她在追查这个案子 而且 为什么她这边刚要有点线索就断了 是什么人在暗中操作 按理说 依照监狱里那么闭塞的环境 又是重要犯人 她根本不会可能接收外界的信息 况且 她让吴希同查一些东西的时候 做得很隐蔽 她爸爸怎么知道的 而且她爸爸说 通过顾燕之联系她 她明天得问问顾燕之怎么回事 这么说来 监狱里应该是有她爸爸的人 负责传信 她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夜里十一点 李婉一饿得肚子咕咕叫 想睡也睡不着 她深刻体会到了 前胸贴后背的感觉 也许是她爸的是想明白了 胃口也跟着变得好了起来 索性她直接穿上拖鞋 偷偷溜到楼下厨房 想找点吃的 翻遍了冰箱 丝毫没有一点剩菜剩饭 她明明记得 张仪做了一桌好吃的饭菜 还有她喜欢吃的糖醋鱼 估计是被倒掉了 那会没有胃口 一口没吃 好可惜 实在是没有现成就能吃的 翻了所有橱柜 连一袋泡面都没有 她思来想去 要不自己动手试试 毕竟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嘛 她一次找到几样 要用到的食材 面条 火腿 鸡蛋 青菜 起锅烧水 她利用这个空档 把菜洗了 火腿也切了 只是她刀工不怎么好 想切火腿片 结果切成了火腿块 很快水烧开了 那么问题来了 是先放面 还是先放鸡蛋 索性她把所有食材 都放进去了 十分钟后 她拿起筷子 想加一根面尝一下 看看面熟了没 你在做什么 男人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吓得她抖了个机灵 李婉一一转身 就对上了宋于白 那副探究的眼神 宋于白穿着一身 白色的家居服 额前的刘海 软啪啪地乖乖附在上面 少了几分灵力 李婉一觉得 竟然有男人 能把白色穿得这么好看 她整个人已在门框上 手里握着一杯威士忌 看样子 是呆了有一回了 李婉一此时 颇有种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偷偷开小灶 被抓包的感觉 蛮心虚地说 我饿了 宋于白意味深长地 看了她一眼 你那里好得怎么样了 还疼吗 油烟机开着 宋于白说了什么 她没听清 她赶紧把面盛出来 她把面碗放在灶台上 把油烟机关上 问 你刚刚说什么 你先吃 吃饱了再说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你去睡觉吧 我吃我的 李婉一显然不想搭理她 她端着碗 静止从她身边走过 几乎是 擦着她的肩膀过去的 而宋于白 显然也没在生气的 嘴角始终擒着一抹 让人看不分明的笑意 餐厅饭桌上 宋于白拿着酒杯坐在对面 李婉一夹起面 放在嘴边吹了吹 便大口往嘴里送 刚送到嘴里 又圆风不动地吐了出来 她眉头紧簇 活活吃出了一副痛苦面具 好难吃 奇奇怪怪的味道 貌似加盐也加多了 当真是好坏全靠运气 咸淡全靠手气 估计她做的这东西 狗都不吃吧 宋于白看得真切 不自觉的好笑 你这是 连自己都嫌弃 李婉一没着急反驳 继续说 说的就跟你会做饭一样 这样吧 叫生老公听听 我免费给你做 宋于白媚眼如丝 这话他怎么听 都听出了几分勾引的意味 李婉一就不信了 一个顶级豪门出身的阔少爷 会做饭 打死他都不信 这货心思狡诈 估计是框塔 占他便宜 宋于白看穿了他的小心 接着道 你叫不叫 过了这个村 可没这个店了 那你可就要饿一晚上了 那你要是不会做 或者技术很烂怎么办 宋于白媚眼笑得一脸暧昧 如果我骗你 那就诅咒我 硬不起来好了 李婉一故作娇称地唤了一声 老公真诚点 李婉一走过去 轻轻摇晃着他的胳膊 亮晶晶的眼睛 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嘟着嘴巴 老公人家饿了 李婉一就是故意的 他愿意让他叫 那么他就恶心死他 宋于白看着他 故意搅柔造作的模样 竟然觉得很可爱 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要是换成别的女人 这样宠他撒娇 估计他要不留情愿地照脸踹了 老公 老公 见宋于白不为所动 李婉一勾了勾唇脚 呼得上前 直接坐到了他的大腿上 白嫩的手臂圈住他的脖梗 向下一拉 他的娇艳欲低的红唇 贴在他的耳畔 一字一顿地说 老公 求求你喂饱我 求求你喂饱我 李婉一的话 回想在他的耳畔 这女人太会撩 简直撩爆了 这一刻 宋于白觉得自己要没了 如果此时李婉一穿了十六裙的话 保不齐宋于白要跪倒在下面 宋于白贴着他的耳朵说 老婆 我得纠正你两点 第一我技术好的很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不用担心 此技术非比技术 他又蛊惑人心地说 第二 如果我硬不起来 最先难受的可就是你 为了你舒服 所以刚当的诅咒不作数的 叔弟 李婉一感觉 热度已经扩散的脸颊 蔓延到耳朵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脸颊烧了起来 完全不受控 李婉一深刻地体会到了一把 强奸不成反备星号 他貌似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 眼看着再忽撩下去 就要擦枪走火 这时 李婉一的肚子 蒸气地发出一声咕咕响 李婉一推他 快去 我真的饿了 表现你真正技术的时候到了 宋于白这才不得不离开 厨房内 宋于白身形伟案 他系着卡通图案的粉色围裙 挽着袖子露出精壮的胳膊 与厨房的烟火器格格不入 都说认真做事的男人最帅 李婉一觉得死话不假 而且 宋于白总有种魔力 让他忍不住靠近 他已经够克制了 每次他做好了心理建设 努力不让自己被他牵着鼻子走 却总是被他吸引 就像他明知他不爱他 偏偏还想在他的世界留个印记 此刻 两人换了个位置 李婉一正已在厨房的门框上 静静地看着男人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干净利落 显然不是第一次下厨 起锅烧油 葱花爆香的那一刻 香味扑面来 他的眼中迸发出惊喜 原来他真的会做饭 李婉一不自觉咽了下口水 要说他有什么大bug 那就是他不会做饭 他是理论上会做饭 但仅限于理论上 只要锅没糊 加没炸 他就在 十几分钟后 宋于白端着做好的呛锅面 放到了李婉一面前 很显然 单看卖相 宋于白就已经赢了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宋于白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李婉一有了刚刚的教训 这次先试探性的尝了小口 一瞬间 他的眼底突然亮起了一道光 竟然出乎意料的好吃 李婉一怕他骄傲 点评了一句 嗯 还行吧 凑合 宋于白一脸傲娇 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李婉一心里暗骂一声 臭屁死你得了 臭显摆 他感觉 他要是敢夸一句好吃 宋于白就能骄傲的上天 不过 看在他煮的食物 还算好吃的份上 没吱声 但接下来 李婉一却用实际行动 表明了 宋于白煮的面确实好吃 他甚至连汤都喝完了 此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放下碗的那一瞬间 李婉一抬眸而望 发现宋于白正 饶有兴致地看向自己 那微眯的眼睛 饱含若有似无的笑意 两人目光恰逢其时的相撞 李婉一在他眸子中 看到了升起的熊熊火焰 是欲望 那个 谢谢你煮的面 我先去睡了 晚安 李婉一端起碗 快速放到厨房的洗碗池里 桃也湿地跑了 宋于白并未有任何动作 有些事情 他根本不急于这一时 他对着他的背影喊 再给你宽限两天的时间 兑现你承诺的补偿 李婉一当然是听到了 说来那个补偿 也确实够 让人脸红心跳 自然是在车里 宋于白将杯中的威士忌 一饮而尽 他的双目骤然一身 李婉一 你终究是那只猎物 逃不掉的 一日 李婉一觉睡到了九点 他下楼的时候 张仪跟他说 先生一早就出门了 并且特地交代 车库里的车塌 可以随便开 上午十点 李婉一打了辆车 抵达义和传媒 还未走进公司 在办公楼大厅 就听有人在窃窃私语 你说是哪个女人这么幸福 全车都是真钻相牵 真的假的 在哪里 我也要去看看 什么车啊 阿斯顿马钉 李婉一踩着高跟鞋脚下一顿 算着日子 他的车拿去换新的喷漆 也该送回来了 他鬼使神差地 跟着刚刚说话的几个女人 往外走 此时某处 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驻足观看 巨大的透明压克力盒子 套在银白色车上 上面系着一个超大的 粉色蝴蝶解 车身上面 镶嵌满了南非钻石 在太阳的照射下 显得意义生辉 璀璨又夺目 好看的像件艺术品 这么豪汉 光车上的钻石 得能买多少辆同款车 这车放在哪里 都是相当炸裂的 又是多少女生的梦中情车 李婉一嘴角微不可闻地抽了抽 他有预感 这辆车跟他有关 他从包里拿出车钥匙按了按 心里默念 千万别是他的车 千万别是 事情往往事与愿违 车灯连着闪烁了几下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天杀的 到底是谁 给他把车弄成这副鬼样子的 好看是好看 但这要是开出去 不得晃下别人的眼 会不会有仇富地 直接抠走他车上的钻石 周围聚集的人都羡慕不已 几个年轻的女孩 更是恨不得魂川李婉一 他当场拨通了4S店的电话 而那边却告诉他 是一位信送的先生 拿着结婚证 过去说是他的丈夫 非要给他改的 还不惜重金打造 一共花费1亿2千万 李婉一不爽 送于白个败家子 上次是1亿的项链 这次是1亿的车模 分手费还要给他20亿 红女人的手段倒是一套套的 正思存着如何是好 一道响亮的男生响起 婉一 人群中自动让出一条路 顾艳之一身 鼻挺的灰色西装 款款来 手中还抱着一大束 火红色的玫瑰花 顾艳之手捧着玫瑰花 眉目间近视柔和 脸上永远带着淡淡的微笑 人都有七情六欲 相识多年 李婉一却从未见过他 任何动物的样子 不得不佩服 他情绪永远都很稳定 学长 我正想找你呢 你怎么来了 顾艳之把花递到他面前 婉一 送给你的 希望你会喜欢 李婉一微微一笑 并未直接接过 很快 周边有人开始起哄 接受他 接受他 好车 鲜花 帅哥 美女 联系在一起 这很难不让人误会 大家都误以为豪车 是帅哥送给李婉一的求爱礼物 婉一 收下吧 我不好意思空着手过来 实在不知道给你带点什么 路上看到 花店随便买的 顾艳之直接把花塞到李婉一的怀里 这下李婉一只能接住 如果再不接的话 就太没礼貌了 再说了 顾艳之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而且他又没跟他表白 他没理由拒绝他 很快 周边响起一片掌声 众人纷纷交头接耳 直户般配得很 谢谢你 学长 这里人太多了 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去我办公室说吧 李婉一主要是想问问他 爸爸的事情 外面还真不好说 顾艳之点头应下 嗯 好 走吧 围观看热闹的人见主角 都走了便散了 但是在这个网络 如此发达的时代 很快便有人 将此事发到了网上 集团总部 总裁办公室 一抹高大奇长的身影 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瞰着楼下的景色 66层楼的高度 让他只能依托于望远镜 才能看得清楚 宋玉白紧抿着唇 下河线咬得紧紧的 眼神冷冷的 犹如一只叙事待发的狮子 哈 他花了一亿给改装的车 居然被顾艳之给用上了 光天化日 还要不要脸了 还有那个小女人 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自己是有父之父吗 他就那么把花收了 难道是 接受他的表白了 还有人比他花钱花得 更憋屈的吗 这一夜 居然为他人做了嫁衣 想到这 宋玉白阴沉的脸色 变得异常难看 浑身上下 散发着浓浓的力气 扣扣 办公室房门 传来了敲门声 请进 宋玉白眼睛 都没眨一下 江四迈着步子走进来 恭敬地站在一旁 光是这样 他都能感受到 九爷不对劲 他怯懦地说 九爷 苏小姐的生日 马上就到了 今年还需要 给他准备礼物吗 他是想说 今年你都有老婆了 是不是就不用 给苏小姐准备礼物了 但是他不敢 宋玉白四世 咬牙切齿地说 准备 今年不光要准备 我还要给他办一场 风风光光的生日宴 有些女人 就只配拥有一束玫瑰花 没追求 江四扶了扶额头上冷汗 那太太那边 您准备怎么交代 话未落 丁一声 江四的手机 收到一条 谈出来的推送消息 他点开一看 只见醒目的标题写着 故事总裁顾艳之 疑似求爱成功视频的主角 可不就是顾艳之 跟他家太太 江四做贼似的 把手机藏在身后 就算是协议结婚 也没有哪个男人 能大度到 亲眼看着别的男人 跟自己的女人求爱吧 更别说 他还觉得 九爷对太太有点意思 碰巧这时 宋玉白把望远镜放下 转身就看见 鬼鬼祟祟的江四 他的声音不变喜怒 拿来 九爷 这些媒体乱写的 不要放在心上 说吧 江四这才犹豫着 把手机递过去 宋玉白掀起眼皮 扫了一眼 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 我看媒体根本没诬赖他 赶紧把热搜撤掉 恶心 江四干笑两声 连忙转移话题 九爷 苏小姐今天出院 江四说完又觉着哪里不太对 他没事提苏金安干什么 那你怎么不早说 宋玉白拿起一架上的西装 明显不悦 还等什么 走啊 去看看他 江四心说 之前你好像也没太在乎 他边联系公关部撤热搜 边屁颠屁颠地 跟在宋玉白身后往外走 他真想打自己一大嘴巴子 九爷今天当真起的笔记走 凌晨三点多到公司 跟大哥宋博简开跨国会议开到现在 眼皮都没合一下 他这都干的什么事啊 医院的走廊上人来人往 一股股消毒水位直扑口鼻 病房内 一名中年男子埋头在收拾行李 苏金安坐在一旁 气色明显好了很多 他静静地看着 并未上前帮忙 我入院的时候他不来 出院的时候他还不来 是不是等我死了 牵死亡确认输他才来 苏金安声音极其冷淡 笑得一脸讽刺 中年男子动作一顿 小姐 苏总很想你的 只是他人不在宋城 他还交代 我要好好照顾你呢 李说 你别替他说情 这不是理由 他心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女儿 因为他觉得我生下来就有病 给他丢脸了 苏金安紧紧攥着拳头 小姐 你别这么想 嗨嗨 江四尴尬地轻咳了一声 病房门就这么开着 刚刚的话一字不落地传到了 宋玉白的耳朵里 苏金安是苏怀安的私生女 苏家在唐城 也算大户人家 但他从小就不受父亲的待见 又加上体弱有先天性哮喘病 苏怀安基本上是钱给到就行了 从不会多过问 所以他大学才报了宋城 就是想离家远点 这些事 宋玉白早就知道 一直对他照顾有家 一方面觉得他可怜 更多是为了 还当年宋大图书馆大火的救命之恩 苏金安看到宋玉白后 双眼迸发出惊喜 阿渝 我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 不会不管我的 你是来接我出院的吗 宋玉白点头 嗯 你感觉怎么样了 苏金安原地转了一圈 已经没事了 那走吧 请你吃饭 宋玉白多少有些歉疚 毕竟上次也是因为 他说的话急了些 他才病发的 苏金安仰起小脸 小心翼翼地问 好啊 我想吃月山居那家西餐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宋玉白揉声问 金安 马上就到你生日了 有什么生日愿望吗 说来听听 苏金安完全没想到 他会突然问这个 以往每年都是 江四代为送礼物 我生日那天 据说会有流星雨 你陪我去野吹好不好 野吹 宋玉白轻挑没烧 好啊 那我再叫上杨子跟清晨 人多了热闹 文言 苏金安心骤然失落 他明明只想跟他 单独待在一起 不过 他也并非不识好歹 宋玉白能陪他过生日 他就已经很知足了 可以啊 我定地方 苏金安玩耳一笑 他走过去晚上宋玉白的胳膊 阿鱼 走吧 说得我都饿了 你不知道医院的饭难吃了要命 宋玉白下意识想把手抽回来 转念一想 李婉易都跟顾艳之大庭广众之下 轻轻我我了 他还要讲什么难得 闲得蛋疼 意合传媒 从李婉易与顾艳之 双双进入到公司的那一刻 整个十五层的员工 仿佛闻到了大瓜的味道 已经脑补出各个版本的爱情大戏 特别是李婉易抱着的那树玫瑰花 尤为显眼 让人不误会动难 李婉易这边跟顾艳之聊到一半 包括他父亲的事情 已经大致了解了情况 无非就是宋玉白在背后搞事情 偷偷接他电话不说 还把人家拉黑了 你跟九旋呢 说说是怎么回事 顾艳之犹豫了半天 还是问了出来 跟宋玉白的事情 李婉易本就没想瞒着任何人 灿然一笑 学长 我跟宋玉白其实已经 扣扣 李婉易的领证啊 还没说出口 一阵敲门声响起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请进 陪助理一脸着急地走进来 也不顾有外人在场 富尔很小声地 在李婉易耳边讲 李总 昨晚我们公司 毕小组的八个人 昨晚去挖新闻 到现在还没回来 刚刚传来消息 他们被东哥给抓了 李婉易下意识问 几线东 是他 李婉易脸色一变 上次他好不容易 从几线东那里虎口脱险 回来倒是忘了提醒他们 不要去招惹他 此人绝非善叉子 学长 不好意思 我员工出了点事 我得先出去一趟 回头再跟你聊 顾艳之音切地说 几线东扣了你的员工吧 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 你自己太危险 谢谢 不用了 我自己能解决 李婉易的性格 从来都是能自己解决的事情 绝不麻烦任何人 没什么比欠人情更难还的了 婉易 我们是朋友 我不能放任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他几线东是什么人 那是条畜生 他狠起来连自己亲妹妹的性命都不管不顾 顾艳之直接站起身 走吧 我陪你去 救人要紧 陪您则在一旁附和 李总 顾总说得对 几线东心狠手辣的 您去他还指不定怎么刁难您呢 真的不用了 学长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李婉易还是婉拒 他不想无关的人卷起来 顾艳之挑眉 婉易 你这是不拿我当朋友 李婉易忙解释说 我没有 我只是不喜欢麻烦别人 顾艳之宽慰道 你不用有负担 我们是好朋友 保不齐下次 我有事会请你帮忙 而且 我去了几线东 多少会顾及我们顾家的军方背景 顾艳之盛情难却 李婉易想拒绝 也别无他法 善笑道 那好吧 谢谢 黑色的麦巴赫 其实在去百森国际的路上 陪助理坐副驾驶 顾艳之跟李婉易坐后座 路上 李婉易特地把事情原委 跟吴希同说了一下 交代他 如果进去一个小时没出来 就立刻报警 二十分钟后 车子抵达百森国际 三人一刚下车 立马就有几名身材高大的黑衣男子 围了上来 其中一名的男人说 李小姐 东哥已经等了您有一会了 请跟我来 男人说话还算客气 做了个请的手势 三人走到门口 顾艳之跟裴宁泽就被拦了下来 东哥只说 让李小姐进去 顾艳之眉头一皱 我必须要跟李小姐一起 我是顾艳之 几线东应该知道 带头保镖逆了他一眼 哪个顾艳之 说清楚 我爷爷是顾南山 等着 话罢 保镖小跑着离开 百森国际某间豪华包厢内 屋内冷气开得特别足 一进去 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几线东身穿传统的西装三件套 袖口领带夹一样都不少 鼻梁上加着那副太金金丝眼镜 端蒂一副雅致如斯的做派 任谁看了 都难将他与黑社会老大放一起 他身边左右两侧 分别做了两个 身材曼妙 浓妆艳抹的女人 几线东的女人 仙腰翘臀是标配 地下整齐地跪着八人 有男有女 头上罩着黑色的头套 刚刚的保镖 很快跑到他身边汇报 东哥 李小姐来了 身边还跟着一位叫顾燕芝的 他说他爷爷叫顾南山 几线东眸色微领 手指轻敲桌面 这下可有趣了 不得不说 李婉一那女人挺有能耐 上次是宋家人来救场 这次是顾家 那如果两边人碰一起 会怎么样 能炸出什么样的火花 着实有趣 他实在好奇 戏台子都搭好了 就等着请君入问了 想着 他面上划过一丝宁笑 对手下的人说 通知九爷 就说他老婆来摆三做客了 岳山居西餐厅 微暗的灯光 配上红酒 弧形的门框设计 将法师浪漫演绎的淋漓尽致 氛围感十足 宋玉白左刀右插 专心地切着澳洲和牛 吸冷牛排 苏金安坐在对面 静静地看着他 越看越觉得赏心越目 怎么会有人天生如此完美 宋玉白把牛排切好后 优雅地插起一块放进嘴里 嗯 味道还不错 你喜欢就好 苏金安心底一阵失落 他以为他会将切好的那份给他的 宋玉白抬眸 见他并未开动 便问 金安 你怎么不吃 啊 我这就吃 他有些尴尬地拿起刀叉 这家我尝来 味道确实很好 这道新西兰亲口碑也不错 嗯 一会尝一下 两人边吃边灵心地聊两句 但苏金安却总感觉 他心不在焉的 嗡嗡 宋玉白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响起了震动 他扫了一眼 一个没存名字的号码 他直接挂了 结果那边又打了过来 苏金安忙善解人意地说 接吧 万一找你有什么事呢 宋玉白这才不情愿地接起 最好是真的有事 九爷妈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说话声 是我 你老婆来百森国际了 宋玉白醋眉 李婉一 是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宋玉白面色凝重 身体已经着急忙慌地 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金安 改天我在陪你吃 我有点事 先走了 他抓起椅子靠背的西装头 也不回地快步离开 苏金安一时带冷在原地 眼睁睁看着宋玉白 越走越远 直到最后 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苏金安猛地回过头 苍白的脸上 没有半点颜色 眼睛优亮的可怕 百森国际门口 很快有人过来通传 李小姐跟顾先生 你们两位可以进去了 言外之意 陪助理不能进去 陪助理内心 看不起谁呢 两人在几仙东手下的带领下 来到那间豪华包厢 推门而入的一瞬间 冷气扑面而来 李婉一步游地倒吸一口凉气 他垂着手紧握成全 房间内 昏黄的环境下 义和传媒八名B组成员 均被五花大绑 塞住嘴巴 一排齐齐跪在地上 男的身上有明显的伤口 各个鼻青脸肿 严重的额头还在流血 顺着眼睛往下流 看起来格外瘋人 女的虽没被打 但看起来有些衣衫不整 头发也很凌乱 这让人很难不去往坏处想 是不是被那啥了 李婉一心中暗骂 几线东哥挨千刀的畜生 真是不当人 义和的员工见到李婉一 均发出嗡嗡的呼唤声音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 李婉一凝制了片刻 定了定心神 给了他们一记安慰的眼神 仿佛在说 别怕 有我呢 我会安全地把你们带出去 这个时候他告诉自己 就算再生气再难受 也千万不要一起用事 而且 这件事 他们确实是有错的一方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不能再像上次一样冲动 之前他以为几线东 是个由头粉面 只会暴力解决问题 只长肚子 不长脑子的人 上次一件发现根本不是 李婉一呼的一笑 董哥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几线东注意到他 忽明忽暗的脸色 觉得甚是有趣 干笑两声 李小姐 别来无恙 这次来又带了一个帮手 顾艳之微微点头示意 算是打过招呼 李婉一善笑 多谢东哥记挂 我蛮好的 几线东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 你是蛮好的 就是可怜了你的手下 泽泽 活生生挨了一顿毒打 说到这 李婉一的眉头微醋 不好意思 东哥 是我的责任 按照我们的交情 我早就应该跟告诫他们 凡是东哥在的地方 一定不能偷拍 这个时候谈交情 晚了点吧 几线东显然不吃这一头 李小姐不妨说说 我们之间有什么交情 李婉一灵机一动 上次 您不是说我是你妹妹吗 文言 几线东表情微淑 嘴角扶起一丝 微不可查的笑意 被李婉一捕捉到了 李婉一心说 这家伙 难道是有什么恋妹情谨 可来之前 顾雁之不是说 他狠起来 连自己妹妹的命都不管吗 看来回头得让小彤 彻底查一下此人了 几线东拧眉 责了一声 瞧瞧 李小姐倒挺会沾亲带故 可你的人想置我于死地 按李小姐的话 你不是应该替我报仇吗 话落 只见几线东直接掏出一把 正亮的刀子 哐当一声扔在地上 那把刀子在灯光的照射下 发出森然的暗芒 莫 妹妹 这样吧 你从里面挑一个人 把他的手指剁下一根 我就让你把所有人带走 怎么样 几线东不急不徐 掏出雪茄 很快有手下帮他点火 嗯嗯 义和的员工文言 吓得手脚都抹了 满眼惊恐 女的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李婉一感觉自己的好脾气 快要用完了 几线东像块烂口香糖 黏人又恶心 顾燕芝有些看不下去了 替李婉一解围道 纪总 婉一她是个女孩子 这样不太好吧 几线东这才把视线 落在顾燕芝身上 妹妹 你身边这位是 李婉一介绍 我朋友顾燕芝 一句话 眼瞼一概 表明了两人的关系 几线东身体往后靠了靠 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戏谑 哦 原来是朋友啊 男性朋友 简称男朋友 还未等李婉一解释 她又说 那更好了 顾总替她 李婉一明显感觉到 几线东是故意的 她明明知道 自己跟宋玉白的关系 还这样调侃 她是真想捡起地上刀子 照她脑袋桶 这玩意儿 明显就是一丝闻败类 我是她男朋友 吉总有事冲我来 不要为难婉一 顾燕芝不卑不亢的声音传来 话落 只见门口方向走进来几个人 为首地穿着一件白衬衫 胳膊上搭着黑色的外套 灯光穿透过 穿透而过 勾勒出男人见瘦的身材 宋玉白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 在人群中慢慢走来 顾燕芝 你是她男朋友 那我算什么 这话看似是对顾燕芝说的 实际问的是李婉一 几线东吸了一口血痂 镜片后的目光微沉 一脸看好戏的模样 李婉一眼角抽了抽 表情从不自然 变成了极其不自然 这简直是大型修罗场 顾燕芝一派 凛然地说 九璇 我们之间的事情 回去再说 今天不弄明白 谁都不许走 宋玉白显然憋着一口气 无处宣现 他眼神扫过李婉一紧 抱着自己的胳膊 把自己的外套 直直地扔给他 李婉一 你自己说 我算什么 其实就是毫不怜香 惜欲地砸到他身上 任谁看都觉得 宋玉白就是故意的 而李婉一却心下一暖 中央空调的温度太低了 刚进来 他就浑身发冷 这回一件外套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但他又不想当着外人的面 跟宋玉白掰着他们的关系 眼下把他的人带走才是关键 李婉一把衣服披在身上 稍微服了个软 宋玉白 我们回去再说这个 好不好 极仙东一本正经地说 妹妹 别回去说了 就在这说吧 我想吃个瓜 极仙东当真是用最正经的样子 说着最不正经的话 什么叫他想吃个瓜 当心撑死鸭的 李婉一反唇相激道 想吃我给你定在外卖 二十分钟送到 此话一出 房间内的气氛总算不那么压抑了 只有宋玉白的脸上 愈怒未消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说不说 不说我说了 李婉一犹豫片刻 抬手指向宋玉白 我和他是合法夫妻 此话一出 房间内瞬间鸦雀无声 大家似是在消化这则消息的真假 宋玉白嘴角抑制不住地勾了勾笑 他从西装裤的口袋里 掏出一本红色的结婚证 扔在极仙东面前的桌子上 李婉一是我老婆 如假包换 这次他有备而来 带了结婚证 宋玉白眉眼带笑 朝着李婉一勾了勾手指 过来 李婉一腻了他一眼 眼神里透露着一股疏离感 站在原地不动于衷 宋玉白直接两步走上前 霸道地将他人揽在怀里 以示领土不可侵犯 又似是惩罚性地捏了捏他的肩膀 李婉一醋眉 用胳膊肘对了一下 不满血在脸上 几仙东拿起桌子上的结婚证 反复查看后 扔在桌子上调侃道 泽泽 这照片拍得真不错 顾艳之脸上的表情逐渐僵硬 他向前走了几步 拿起桌子上的红本本 一直手扶着桌子的纸节 用力到发白 顾艳之的眼中 生腾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情绪 满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婉一 这是假的对不对 学长 是真的 一个多月前 我们就已经领证了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李婉一的话 无疑是给了顾艳之当头一棒 顾艳之正正凝视着他 还是不敢相信 他眼底的情绪剧烈的一颤 握着结婚症的手 忍不住发抖 其次大吃一惊的是 义和的八名员工 他们瞬间觉得自己有救了 原来自己的老板 才是隐藏的大boss 光是集团老板娘的身份 就可以让义和以后 在夜内顺风顺水 宋玉白长腿一脉 从顾艳之手中 将红本本抽过来 以后 像这种你是他男朋友的话不要讲 不然容易让别人误会 我老婆 他朝三暮四 宋玉白的话 彻底扎到了顾艳之的心 他颓然松手 神情欺然 犹如一只困兽 他的目光定格在宋玉白身上 久久不能平复 宋玉白看顾艳之吃扁 觉得史无前例的爽 简直大快人心 这也是李婉逸 第一次在顾艳之身上 看到这种近乎失态的感觉 他真的有那么喜欢自己吗 可是他从来没跟他表白过 他也没感觉出 他多喜欢自己 或许是自己在感情方面有些笨拙 否则他也不会暗恋 长达十余年 谁会像他这样傻 只是吴西彤美美在他耳边叨叨个不停 说顾艳之喜欢他 久而久之 他也认为他喜欢自己 他看不透他 也不懂他的喜怒哀乐 啪啪啪 几现东拍着自己的双手 边鼓掌边说 真是蛮精彩 所以你们一个男朋友一个老公 这八名小记者偷拍这笔账 我应该记谁头上呢 李婉一开门见山地说 男人只是我的附属品 我就是我 不属于任何人 也不想意图于任何人 东哥 你打也打了 他们都伤得不轻 今天我的人 我必须要带走 并且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几现东就没见过 这么猖狂的女人 她碾灭指尖 快要燃尽的雪架 你好大的口气 不要觉得有两个男人 为你撑腰 你就硬气了 李婉一挑了挑眉 然后眯起双眼 目光一转 威胁的意味尽在其中 我的底气 从来都不需要男人给 如果我一个小时 不从这里出去 我的人会立刻报警 而且 他们几个被打成这样 警察来了 貌似也说不过去吧 李婉一的意思 已经很明确了 只要放人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要不然就鱼死网破 她低头看了下腕表 还有二十分钟 几现东脸上 露出古怪的笑意 九爷 你听听你老婆 根本没拿你当科聪 你只是人家的附属品 充其量也就是个挂件 你这家庭地位也不行啊 饶氏再傻 也看得出来 几现东明显在引战 只听宋于白云淡风轻地说 疼老婆不丢人 丢人的是年纪一大把 还是单身狗 宋于白从亮了结婚证那刻起 整个人就神清气爽 对其人来也是事半功倍 几现东一噎 背对得一时无言以对 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来了 李婉一提醒 东哥 还有十八分钟 几现东的眸色冷了几分 李小姐 你不会以为 就凭几个条子 我就怕了你吧 信不信我在条子来之前 就把他们八个处理得干干净净 滴水不漏 李婉一文言身体轻颤 刚当他有些过于着急了 不小心把底盘亮了 如今几现东要耍狠 他也无计可施 宋于白轻笑两声 凉薄的声音带着森然的寒意 他捡起地上的刀子来回笔画 东哥 我劝你和气一点 我虽不是道上混的 但我也不至于看着别人随意欺负我老婆 他皱一下 眉头我都会心疼 李婉一稳住快要崩坏的表情 心说 这男人说起情话 都不顾别人死活吗 还是假情话 看顾艳之的表情 好像随时都要哭出来一样 无疑再拿刀子 往人家心口戳 而宋于白的话 看似轻飘飘的 实际是暗戳戳的 在给几县东施压 几县东撕损片刻 瞬间脸上堆满了笑容 对对对 和气生财 今天我就给我妹妹一个面子 几县东一声令下 放人 他的手下压低声音说 东哥 这样坏了道上的规矩 这几个人必须要断一根手指 几县东无奈耸奸 妹妹 你也听到了 这让我很难做 道上有道上的规矩 一般小记者被抓 断职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 送于白盲打圆场 东哥 你的规矩就是规矩 还管什么道上的规矩 这样吧 就像你说的和气生财 城南那块地 送给你当做赔礼 事情一笔勾销 这样可以吗 几县东听闻 镜片后的眸中一亮 城南那块地 他的确很喜欢 他想建作寺庙 没事去念念佛 超度亡魂 之前他请了风水先生看了 那块是风水宝地 那就多谢九爷了 几县东接着 对刚刚的手下急言吏色道 听见九爷说的话了吗 以后 我说话你不许插嘴 是 对不起东哥 李婉一现在很有理由怀疑 这两人是一唱一和 送于白的败家子 递说送就送 也当真是人傻钱多 这让他怎么还这个人情 李婉一众人等浩浩荡荡地 从百森国际往外走 送于白的保镖 两两扶着一名 义和传媒的员工 李婉一也在一旁照顾女员工 安慰他们的情绪 这时候 正好对面走过来一个 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 大老远李婉一就觉得 此人有些眼熟 带女人走近 李婉一定睛一瞧 可不就是多日未见的薛丹宁 自从上次顾南山寿宴后 传出来 他被人轮这样 李婉一就没有再见过他 新闻也没再报到后续 李婉一觉得 他好像放飞自我了 浓妆艳抹 这衣服穿得越来越少 哪还有薛家小姐的样子 裙子短得 恨不得露出屁股 上衣也能看出来 硬挤出来的两坨肉 只可惜不怎么大 说是百森卖肉的女公官 都不为果 薛丹宁从对面走过来 两人四目相对 李婉一惊恐地发现 薛丹宁的眼中 充满了无法掩盖的仇恨 那双犀利的眼睛 死死盯着他 显得阴森可步 让人毛骨悚然 李婉一不自觉 回头看了下他的背影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看起县东的模样 显然也是身边 不缺女人的主 怎么会再要一个 跟多名男人 发生关系的女人 还是他根本就不挑食 看什么呢 你认识他 宋瑜白垂眸 直勾勾地看着他 没什么 李婉一下意识撒了慌 很显然 薛丹宁打扮成那副鬼样子 宋瑜白都没认出来 而他也不想提他 出了百森国际的大门 门外停着十几辆商务车 商员被安排到车上 送往医院 门口还停了一辆出租车 吴希同和裴宁泽 见到人出来 从车里面下来 李婉一眼前一亮 你俩怎么在一起 裴宁泽赶忙解释 李总 我在门口等你们 碰巧您的朋友 吴小姐也过来了 话落 他还往后悄悄往后 瞄了一眼 李婉一身后的宋瑜白 和顾艳之 我的小祖宗 你没事吧 吴希同拽着他的胳膊 上下打量他 他接到李婉一的电话的时候 还在睡觉 整个人都是猛的 这回看到他安然无恙 心可算落地了 我没事 就是义和的员工 伤得挺厉害 我去医院看看 李婉一又转头 对着身后的顾艳之说 学长 今天多谢你陪我过来 改天单独请你们吃饭 我现在要先去趟医院 安抚一下员工 顾艳之挤出一抹苦涩的笑 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好 你快去吧 抽空我们再细聊一下 李婉一跟顾艳之道别后 就往吴希同开过来的 出租车里钻 谁知他屁股刚坐下 身边立刻挨过来 一抹高大的身影 我救了你 连句感谢都没有 你还要单独请别的男人吃饭 身上穿着我的衣服 是想携衣服前逃吗 裴宁则压低声音 问吴希同 小童姐 我至今还是不敢相信 李总跟宋总是一对 吴希同拿手挡着嘴 悄悄地说 准确地来说 是夫妻 裴宁则这下总算知道了 那天从李婉一的办公室出来 为什么感觉怪怪的 人家是夫妻 那宋总肯定是吃醋了 没对他拔刀相像 都是看得起他 吴希同看着顾艳之一片 颓然地落寞而去 无奈地摇摇头 白瞎了顾大帅哥 对你们李总的一片深情 真是晚一步 步不错 裴宁则一时摸不着头脑 不过话又说回来 像李总这样的女人 谁不喜欢 车内 李婉一有些不好意思 确实是自己忘了 还人家的衣服 他抬手往下脱西装外套 谁知他穿的法式 V领针织衫 领口的地方 不小心拉扯开来 只见露出如雪四肃的傲人胸脯 隐隐约约 可以看见里面的胸衣 宋于白目光灼灼 猴结滚动 怎么办 他好像随时随地 能勾出他最原始的欲望 宋于白伸手 替他拉了一下领口的衣服 拖给我看 李婉一瞄懂 两人的目光相交 虽然只有极短的一瞬间 可他却觉得脑子发晕 脸红而热 身子发酥 脑子里涌现了各种姿势的片段 嗨嗨 大白天的说什么 少儿不移的骚话呢 吴熙童坐进了主驾驶位 笑得一脸M 为所向 裴宁泽也坐到了副驾驶 只听见了吴熙童说的后面几个字 有些不明所以 什么少儿不移的骚话 宋于白倾咳了一声 大人的是 小孩子哨馆 李婉一抬手 拧了一把宋于白的腰 不悦得皱眉 说什么呢 衣服还你 下车 他把他车弄成那副样子 偷接他电话的账塔 还没跟他算呢 就算他去几县东那熟人 功过也不能相抵 痛 宋于白故意说 老婆 痛死了 宋于白的话拖着尾音 声线拉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李婉一把他给上了 全然不顾外人在场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李婉一吃了个哑巴闷亏 扭头看窗外 陪宁泽从未见过这样的宋于白 大吃一惊 这明明就是在公然撒娇 哪还有宋城白炎望 叱咤风云 雷厉风行的样子 果然撒娇男人最好命 吴熙彤从中控后视镜中 默默翻了的白眼 借安全带 发动车子 调侃道 这小破车 还是得小孩子开 那九爷 坐不坐 吴熙彤的言外之意 宋于白秒懂 他低声笑起来 坐 开吧 注意车速 吴熙彤横踩一脚油门 汽车渐速般冲了出去 陪宁泽下得拉了下车的把手 哇 小童姐开车真猛 路上 宋于白手机西裤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他伸手掏出来 屏幕显示徐晶阳来电 他划开接通键 喂 杨子 驾驶位的吴熙彤 下意识踩了刹车踏板 前面正好是红灯 便停了下来 自动上次 他跟徐晶阳一夜晴后 就再也没见过 连联系都没有一个 徐晶阳的声音 听起来闷闷不乐 九旋 上次你说 要分享我一个片子 是不是没发给我 宋于白有点仗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脱口出 什么片子 心爱片 你上次不是说 能学到不少东西吗 你不会是想自己偷学吧 宋于白右手拿着电话 挨得李婉一很近 所以 徐晶阳这话 倒是一字不落地 传进李婉一的左耳朵里 可怜了前面的吴熙彤 竖起耳朵 都听不清电话里说了什么 李婉一的侧头 投来探究的目光 原来他也需要学习吗 他还以为他 天生就会三十六十 宋于白忙 避开李婉一的视线 把手机换到了左边的耳朵 压低声音说 上次给你 你不是说你不需要吗 徐晶阳叹了口气 现在需要了 不行吗 宋于白野鱼 我看你是被哪个女人嫌弃了吧 吴熙彤一下听到了重点 心仰难耐 好奇的无以复加 说到这 徐晶阳瞬间黏了 别废话 你快发给我 我想看看 宋于白一副浑不灵的样子 细血 还真被我猜中了 我看你是随便跟人家搞夜情 还被嫌弃了吧 中看不中用啊 你 嘟嘟嘟 还没等宋于白再言语他两句 徐晶阳直接把电话挂了 无系统文言瞬间乐不可知 大体也能猜得出来 徐晶阳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他心里暗骂徐晶阳个蠢货 他不就是说了句 他技术不咋地 这回还开始 整活要拜师学义了 宋于白嘴角擒着笑 打开微信 把链接给徐晶阳发了过去 瞧瞧他多大方 男人之间的友情 就是这样来的 有好东西 当然要一起分享 除了老婆 百森国际 下午三点 某高级奢华的包厢内 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尼古丁的味道 压抑多时的狂欢英子 在男男女女的身体里作祟 此时终于得到释放 酒杯纤细的手从头顶倒下 女人勾人的舌头 伸出来舔势 盈盈的腰肢 身体与身体的抚慰 情话与情话的传递 不过是犯罪的保护色 都是假象 郑主几宪东 坐在真皮沙发的最中央 两只长腿交叠在一起 手里夹着一根雪茄 烟雾生腾 隐秘了他的表情 今天 这里正偷偷进行着一场军火交易 刚刚他之所以那么痛快地放在八名小记者 更多原因是因为这场不见光的交易 细看够了 他没那么多时间 陪他们几个小朋友玩 金钱成香地摆在桌子上 大啰啰压下犯罪的密码 选在百森国际 也是秉持着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百森建立之初 几宪东就已经布局 设了多条快速逃生通道 包括多道密室 买家是位年纪四十多岁的M国老 他用别角的中文说 季先生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是规矩 几宪东身体往后靠了靠 勾了勾手指 招呼了两名身材绝顶好的女人 到弗兰克身边 男人本色 弗兰克对此非常满意 一直在对两个女人上下其手 两人寒暄了几句 回到正题 他给手下使了个眼色 很快一箱箱货物 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 直到快要结束的时候 端着托盘 走进来一名妖艳的女人 而女人也恰被房间内的景象所震撼 一时呆愣在原地 弗兰克呼的脸色大变 季先生 怎么还有外人进来 你们黑羽帮不守规矩 几宪东谋色异领 在看清来人时 他的目光泛着森冷的笑意 是薛丹宁 他狠狠掐灭手中的烟蒂 勾了勾手指 你过来 薛丹宁多日未见他 瞬间委屈涌上心头 直接跑过去趴进几宪东的怀里 眼泪婆娑 东哥 我好想你 那件事 我真的是被迫的 他今天打扮成这样 只为了能取悦眼前这个手眼通天的男人 最近家人朋友的 冷眼他已经受够了 特别是那晚醉酒跟五个男人嗨了一夜 他本是家里受宠的小公主 第二天睡醒 一切都变了 几宪东任由他抱着 声音却极冷 你来做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你不见我 我只能亲自来百森找你了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不会不要我吧 薛丹宁一个劲地往几宪东身上凑 几宪东合了下眼皮 似是在做取舍 丹宁 你今天不该来 弗兰克直接把枪扔在桌子上 脸上近视不悦 季先生必须要杀了他 否则交易终止 薛丹宁是听得懂英文的 一脸不可置信 什么 你们要杀我 几宪东瞄变脸 收起唇角那丝冰冷的笑意 冷不防地掐住他的脖子 将他按在面前的桌子上 哗啦 桌子上的酒瓶子 杯子洒落一地 几宪东的力气很大 薛丹宁被掐得脸色胀红 脑弓血不足 他双手掰着几宪东的手 男女力气悬殊 根本无济于事 薛丹宁请客间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仿佛正在地狱梦游 眼前似乎有人拼命在呼叫自己 但是他连声音都听不到 此时他才感受到了 原来自己正一步步迈向死亡 他叔弟笑了 表情慢慢放松 手脚也不再挣扎 几宪东看着那张小脸 有一瞬间的动容 他慢慢松手 薛丹宁大口大口地吸气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后怕急了 差点 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窒息感犹存 恐惧至极 几宪东怒骂一声 滚 今天的事情烂在肚子里 否则不论你的下场 还是你家人的下场 绝对要比刚刚要惨 薛丹宁下的大气 都不敢喘一下 他万万没想到 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 他颤抖着声音说 东 东哥 我知道错了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还不快滚 几宪东凌厉的眼神扫过去 薛丹宁闻言 抬步亮腔着往外走 可脚怎么有些不听使唤 慢着 弗兰克勾了勾手 回来 薛丹宁停在了原地 走也不是 流也不是 弗兰克直接站起身 走到薛丹宁面前 掐住他的下巴 迫使他的小脸 对上他的视线 弗兰克满意地笑了 纪先生 把这位小姐送给我怎么样 纪先生 把这位小姐送给我如何 弗兰克先生的话再次想起 放心 我不会杀他 你让他陪我一晚 咱们的交易继续 几宪东眉头猝了一下 许久没说话 目光留在薛丹宁的脸上 不知道想要从他脸上看到什么 为等几宪东作答 薛丹宁颤抖着声音说 东哥 我愿意 事情是我差点搞砸的 而且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他都已经是这样如此不堪 如果这样能换一个 留在几宪东身边机会 那么他当然一百个愿意 弗兰克捏着他下颗的手松开 脸上露出一抹若有似无的脚狭的笑容 他勾着薛丹宁的脖子 重新坐到沙发上来 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 几宪东隐藏在昏暗灯光下的双眸 精亮的吓人 那里似乎藏着头野兽 仿佛随时准备出动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犹豫再三 一如多年前 他也做过类似的取舍 今天的这次交易极其重要 那些货放在他的手上放久了太危险 他手下那么多兄弟 为了此次的交易 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美人在怀 弗兰克先生唇角的笑意见盛 鸡先生 你的女人貌似很听话 我很喜欢 几宪东并未接话 而是拿出两根雪茄 一根放在自己嘴边 另一根递给了弗兰克 抽吗 弗兰克顺手接过 他的手下有眼力见地递过火 让他来 这个他 自然指的是薛丹宁 薛丹宁的一张脸铁青 手都在微微发抖 趴到了极点 他颤颤巍巍地把打火机接过 将火递到弗兰克嘴边 弗兰克显然很享受他害怕的样子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在床上蹂躏他 所以加快了谈判进程 纪先生 祝我们合作愉快 弗兰克拿起酒杯 进几宪东 几宪东嘴上叼着雪茄 却没抽 他拿起酒杯 与弗兰克碰了一下杯 情笑 合作愉快 他向来心狠手辣 饶食平食 一个女人 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可薛丹宁却让他动了恻隐之心 医院 李婉逸 吴希同裴宁泽三人 从医院出来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期间 宋玉白被一通电话叫走 李婉逸隐约听到 是关于他二哥宋承宁的事情 李婉逸了解到 三名女员工 只是受了些惊吓 几宪东并没有真的 把他们怎么样 这样李婉逸的心里 才稍微好受点 几宪东还算良知未明 没做得太绝 但这次的梁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可男员工就比较惨了 几宪东的手下 显然没半分手下留情 伤得最重的腿被打断了 肋骨也断了好几根 最轻的头上 也缝了几针 他安排了护工 在医院好生照顾着 所有产生的医药费 护工费 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由公司全部承担 做他们这一行 本就危险系数很高 员工为了公司卖命 而他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家庭和肩负的责任 除了事 更不能让人寒了心 晚上 吴熙彤先把裴宁泽送回家 又顺道把李婉毅 放在了余役中心公司 楼下取车 而他自己回到了 嘉陵警院的房子 上次家里 被几线东的手下砸门之后 这里就已经换了 全新的甲级乌合金防盗门 拿刀都砍不动 除非扔炸弹爆破 否则靠外部人为破坏 根本打不开 回到家已经十点了 吴熙彤整个人累的 倒在沙发上躺尸 他突然想到了 宋玉白今天在车上的那通电话 脑中瞬间浮现出一个恶作剧 他疼的一下 从沙发上站起来 像打了鸡血般 跑到卧室打开电脑 用虚拟号 快速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 他从网上下载了 同一个美女的 多张纯玉峰照片 想来徐晶阳 应该会喜欢这种类型吧 吴熙彤把小号 换了美女的头像 特地把朋友圈 设置了仅三天可见 他找到徐晶阳的微信号 备注 我是林芸汐 发送好友请求 等了有十分钟 没见任何反应 索性他 直接去浴室洗澡 边洗边骂 徐晶阳你大爷的 老娘 再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没通过好友 直接黑掉你的账号 让你哭都找不到北 等他洗完澡 擦拭着湿漉漉的 短发出来的时候 电脑右下角 弹出来一个 橘黄色的对话框 吴熙彤惊喜地点开查看 你已添加了YYBBBB 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吴熙彤虽然早知道 他的网名 但是还是忍不住吐槽 什么破网名 BBBB 真难听 白送他都不要 上面已经有 徐晶阳发过来的 两条消息 时间显示一条五分钟之前 一条两分钟之前 徐晶阳 谁 徐晶阳 不说话 我删了呀 这个时候 他一定要装高冷一点 男人都喜欢上赶着 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徐晶阳 你谁 吴熙彤一本正经地回 我是林元西啊 徐晶阳一直正在输入 很快回 不认识 吴熙彤开始胡编乱造 不可能啊 你不是徐浩宇吗 徐晶阳 我也姓徐 不过名字对不起来 吴熙彤发了的 很可爱的表情包 90度弯腰鞠躬道歉的那种 赋言 对不起了 可能不小心加错了人 徐晶阳回了个笑脸 但好在他没删他 因为吴熙彤 时不时地点开他朋友圈看一下 一直显示 仅三天可见 两人的好友 就算这么加上了 晚上12点过5分 吴熙彤特地发了条朋友圈 我的失眠无解 附带一张 女孩低头看书的照片 他就是故意发给徐晶阳看的 小号也只有他一个好友 12点半的时候 等到吴熙彤快要睡着了 徐晶阳反手点了个赞 吴熙彤呼得惊作起 睡意去了一半 气得他直接从床上跳起来 把手机摔在床上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他早就听闻徐家少爷玩的花 没想到是来着不惧 这么简单 居然就上钩了 亏他还想着 怎么使用美人计 勾他 如今一看 这鸭的一副倒贴的便宜相 还用个媲美人计 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 谁知徐晶阳很快发来了一条消息 睡了吗 同样是凌晨的夜 有人在肆意聊男人 有人在百森国际的酒店房间 接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酷刑 缥缈朦胧的夜色 仿佛正隐晦地压抑着某种情绪 无尽的黑夜 落尽浮华 把人拽入梦魇 黑暗中 几线东古节分明的手指 把玩着金色浮雕打火机 他时不时地猛吸一口血痂 黑色的眼眸暗流涌动 隔壁房间时不时发出 叮铃光当的声音 掺杂着女人哭喊着的尖叫声 以及男人的淫荡欢愉声 仿佛是两个极端 上次几线东柱宋余白隔壁 就觉得百森国际的酒店 隔音效果非常差 还没等重新做隔音加股 谁知这么快 又听了一次强角 这次与上次不同 宋余白那次是无尽的欢愉 两人肆意缠绵 顶峰相见 光是听 就知道过程刺激 体验感一绝 这次 那弗兰克明显就是个变态 变态中的变态 薛丹宁赤裸着缩在床上 身体没一处完好的地方 轻一块 紫一块 弗兰克扯了扯嘴角 眼中写满了疯狂和欲望 我的小宝贝 哎 别怕 起来陪我玩会 弗兰克低沉的声音中 蕴含着极度危险的信号 宛如一头嗜血的野兽 在寻找自己的猎物 薛丹宁如惊弓之鸟 撕裂的疼痛也感觉不到 可是又能逃到哪去 很快 弗兰克像抓小鸡一样 轻而易举地将他扔在床上 你不乖哦 我可要惩罚你了 别 我错了 我求你放了我 薛丹宁用英文苦苦哀求 但弗兰克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笑得更加猖狂 薛丹宁双眼惊恐地看着他 对未知的事情恐惧到了极点 脑海中迸发出一幕幕兴奋 到纵于过度的画面 赤身裸体 警察要过来收尸 调查取证 上新闻 他要是知道这个外国老是个死变态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 如今毁的肠子都要亲了 他好想他的家人 想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 他突然发疯了似的大喊 哥 救救我 哥 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我听话 哥 你快来救救我 我真的好害怕 哥 求你快来救我呀 哥 弗兰克对中文是多少能听懂的 他们也笑 小宝贝 今天天王老子 来了 都救不了你 不要 弗兰克再次受信大发 啊 薛丹宁当即痛得小脸煞白 碰 一声巨响 门被从外面一脚踹开 弗兰克好事被打断 怒火中烧 回头正要破口大骂 几线东大不流行般闪进来 带着一阵风和一种压抑而强势的气场 他揪起弗兰克的头发 先是狠狠扇了一巴掌 随后猛的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弗兰克捂着脸从地上爬起来 简直不敢相信 季先生 你敢打我 我们可是合作伙伴 你坏了道上的规矩 在我的地盘 你跟我讲规矩 信不信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几线东的眼里 闪着邪似的嘲讽 几线东 你欺人太甚 我要跟你终止合作 交易早就终止了 钱货两清 货物都被你的人运走了 你这是玩的脑子都骂了 几线东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盖到他身上 弗兰克手握成全 好 很好 几线东我记住你了 你等着 我奉劝你一句 提上裤子赶紧滚 薛丹宁此时 眼里 擒着盈盈的泪水 感动涌上心头 以前只知道几线东人很不好惹 他每次都是虚情假意 鳄鱼奉承 现在 他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上他了 弗兰克弄了弩嘴唇 最终提上裤子 骂骂咧咧的兴兴离开 几线东对薛丹宁 再一次动了恻隐之心 蓝月弯 天渐渐破晓 但青色的天空 镶嵌着几颗灿星 李婉一昨晚回来就洗洗睡了 如今起来的大早 他伸了身懒腰起床 透过窗户往楼下车库望去 宋于白的那一排跑车 一辆胃少 亮色居多 符合他张扬不羁的性格 最常开的 便是那辆扎眼的红色蓝薄基尼 他应该在家吧 不知不觉 他已经对他 逐渐有了一丝丝期许 开始有了奢望 李婉一洗漱完毕 换了身运动装 准备去晨跑 其实他在国外 都有晨跑和健身的习惯 回国后被众多事物缠身 但只要有机会 还是会去锻炼身体 楼下 张姨已经起床 开始准备早餐 听见声音 便带着围裙走了出来 太太 您起这么早 怎么不多睡一会 李婉一玩耳一笑 睡不着了 我出去跑跑不运动一下 好 先生特意嘱咐 我给你煲了滋不养生汤 等会回来正好喝 李婉一瞎意识问 九爷在家吗 张姨一正 忙避开视线 当大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先生没回来 不过 他有打过来电话 让我好生照顾您 李婉一心底有一瞬间的失落 张姨说的是没回来 而不是出去了 代表宋于白 一夜未归 李婉一知道 张姨这人性子直 有什么话不会憋在心里 这回看他局促的样子 显然是心里有事 他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 人家不想说 他也不必为难别人 李婉一何须地笑了笑道 好 张姨 那我先去晨跑了 张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摇了摇头 行说这都是什么事啊 他明明觉得 先生对太太有意思 可跟那个苏小姐 是怎么回事 昨天还找上门来了 李婉一从别墅门口 一直小跑着出来 整个蓝月湾别墅区 一鸣江而建 他沿着江边的小路跑步 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他将所有的烦恼 暂时抛到脑后 李婉一身白色的运动装 乌黑秀丽的长发 被砸起高高的马尾 垂在脑后 露出白嫩修长 如天鹅般的颈部 整个人 犹如清纯的女大学生 李小姐 一道响亮的男声响起 李婉一寻声转头 便看到了同样一身运动装的 向他跑来的沈清晨 沈清晨脸上 带着一贯温和的笑意 小跑着来到李婉一身边 他一身 黑色暗花运动装 耳朵上戴着运动耳机 额头上浮现出细密的汗珠 一看就是沉跑了有一会了 沈清晨擦了擦汗 略微喘着粗气说 李小姐 还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李婉一微微有些诧异 沈先生 这要巧 你在蓝月湾住 沈清晨注视着他 眉目含笑 我家住蓝月湾二妻 李小姐也住这附近吗 李婉一不知道 宋语白有没有告诉他 两人之间的关系 只能打着马虎眼说 是住这附近 今天起早了 所以出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沈清晨看起来有些欲言又止 倒嘴的话变成了 李小姐你也喜欢陈跑 很喜欢 李婉一实话实说 只要有机会 就会溜一圈 沈清晨的声线干净温柔 小心翼翼地问 介不介意我们一起 当然不介意 李婉一勾唇一笑 上次还要多谢沈先生出手相救 要不然我现在估计病都没了 他说的是大实话 那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 手也开始发抖 在多个五秒钟 掉下去必定粉身碎骨 现在想想都后怕 大家也算是老朋友 不用太放在心上 沈清晨的一句老朋友 让李婉一心里泛起暖意 其实上大学的时候 他们因为宋语白的关系 勉强算是认识 只能算点头之交 李婉一玩耳一笑 这个人请他记下了 我们绕着鸣江跑 好啊 沈清晨晃了晃手中的耳机 李小姐 你不是喜欢听陈一迅的歌吗 要不要听 李婉一玩具 不用了 谢谢 沈清晨的谋底 有一瞬间的伤神一闪而过 但脸上仍旧是一片温和的笑意 李婉一又很快解释 不好意思 我没有戴耳机晨跑的习惯 沈清晨笑意加深 没事 不打紧 不想听就不听 走吧 两人绕着鸣江的一侧的风景小路 来回跑了一圈 回来的时候 两人开始熟络的边溜达边聊天 沈清晨主动挑起话题 你回来有没有去过送大看看 李婉一额头以及鼻翼两侧 均露出盈盈的汗水 我倒是想去 最近事情太多了 分身乏术 我真的很怀念学校门口的那家生煎包 不知道还在不在 你说的那家我知道 还开着呢 老板人都没换 沈清晨从口袋里 掏出一包纸巾递过去 谢谢 李婉一顺手接过 眼睛里划过一丝惊喜 有空去尝尝 还是不是老味道 好啊 到时候可以一起 话罢 沈清晨又觉得似事不妥 再叫上九旋和杨子 听到宋玉白的名字 李婉一的心激动了一下 忙说 嗯 沈先生 那我先回去了 谢谢你 陪我跑这一程 沈清晨刚大的摸了摸后脑勺 啊 不用客气 下次见 他这确实属于陪跑 刚刚他其实已经跑完了 本来是要走的 李婉一跟沈清晨挥手道别后 回到了蓝月湾的家里 听见开门的声音 张仪在厨房喊 太太 很快就开饭了 您收拾一下 准备用餐吧 好 李婉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揉了揉酸胀的小腿 后悔没做拉伸 赫然间 他发现沙发上 有一根粉棕色的长卷发 李婉一醋眉 他拿起那根长卷发 仔细揣摩 是跟女人的头发无疑 他的头发是黑色的 张仪也是黑色 家里怎么可能出现 女人的长头发 结合他出门的时候 张仪的略微闪躲的眼神 李婉一猜测 家里必定是有女人来过 而那个人 张仪很避讳 避讳到 不敢在他耳边提及 那么 能让他避讳 染着粉棕色长头发 又能到明目张胆 到送于白家里来的女人 除了苏金安 还能有谁 女人在这一方面 都是相当敏感的 简直堪称福尔摩斯分斯 他们可以从一小点 细枝末节 扒出一堆那些 你想要隐藏的猫腻 李婉一也不例外 他更聪明 也更敏锐 李婉一起身 余光不经意间 扫到沙发缝隙里 好像有个东西 他伸了两个指头 把里面的东西夹出来 是一只香纳口红 用过的 李婉一那双似笑非笑的毛子 带着些丝毫不掩饰的 嘲弄与讽刺 他不懈地冷声哼笑起来 估计苏金安 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系 而那只不小心掉落的口红 也太不小心了吧 他嫌恶地将口红 暂且踹进运动装裤兜 苏金安要是知道 他从一根落发 就能判断出他来过 还会这么幼稚地 留下一根用过的口红吗 是该说他心机还是蠢 李婉一去洗了把脸 静静地坐在做餐厅饭桌前 等着开饭 他手指轻敲着桌面 若有所思 太太 饿坏了吧 张一端着早餐过来布菜 您先吃着 我去盛汤 好 李婉一并未动快 张一从厨房出来 见李婉一并未动快 赶忙问 太太 是饭菜不合胃口吗 没有 我都挺喜欢的 李婉一摇头 声音不辨别喜怒 九爷昨天下午有回来吗 张一端着汤碗的那只手一紧 第一反应是想隐瞒 没 没回来 李婉一但笑不语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昨天下午 宋玉白是接了那通财走的 可他当时隐隐约约听见说 二哥宋承宁的事情 张一把汤碗放在他面前 太太 您的汤 请慢用 李婉一面上神色无异 坐下一起吃吧 我一个人吃不完 张一一下仗红了脸 刚刚对太太撒了慌 这回她羞愧难当 不用了 您先吃 谢谢太太 李婉一也没再跟她客套 自顾自地吃起了早餐 人是铁饭是钢 吃饱了才有力气手撕小白脸 一顿饭很快吃完 张一一直在旁边候着 二十分钟后 她洗完早换了身衣服 不急不徐地从楼上下来后 将那只口红 放在了客厅的大理石桌子上 出门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张一 张一 昨天是不是有客人落下东西了 记得还给人家 说吧 她踩着高跟鞋 迈不离去 她压根就没想让张一还回去 而是再点她 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 张一视线扫过去 看到那只口红后 脸色一沉 后几倍发凉 怪不得她又眼皮老条 原来太太什么都知道 九旋门 整栋楼的设计 颇有些古典韵味 单看外面的装潢设计 像雅院 店内外反差太大 能把娱乐场所设计成这样的 在全国屈指可数 门口的牌匾 下面有一行行书小字 一场繁华一场梦 一场欢喜一场空 宋玉白坐在宽大的沙发上 夹着烟的那只手搭出来 一点星红闪烁明灭 趁得那白皙修长的趾骨 愈发冷感消沉 她基本上是不抽烟的 只是心情坏到几点才会抽 算是一种自我排解的方式 你怀疑幕后黑手是我二个 还在调查 现在不敢百分百断定 徐晶阳坐在一侧的沙发里 正惊危坐 难得的正惊 只是脸上略显疲惫 昨晚熬夜 连夜聊了个网友妹妹 感觉还不错 宋玉白修长的手指 弹了下烟灰 很快又重新放进嘴边 猛吸一口 细白的烟雾 从她两片薄唇间 徐徐一出 那就等百分百的结果 徐晶阳先眼看她 你不信 我信你 但我们也要做到 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百分百盖官定论 在案罪名也不迟 宋玉白心里 已经隐隐约约有点感觉 很多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有几家小公司 私下在偷偷收购集团的股票 而徐晶阳 又是专门搞股票证券的 一把好手 昨天发现后 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宋玉白 宋成盈患有先天性腿疾 常年不出家门 心思细腻 性格多少有些古怪 毕竟是亲兄弟 在对待家人这块 宋玉白除了会跟宋婷远 不停地起冲突 对待家里的三位大哥 秉持相亲相爱的原则 没多做提防 如今看来 得尽快布局了 徐晶阳拿出笔记本电脑 实时监控的股票 等着盖棺定论吧 陡然间 电脑页面弹出一条微信消息 是备注为林妹妹发来的 上午好 徐哥哥 徐晶阳洗上眉梢 快速打字回 你醒了 林元希 嗯 醒了 刚刚喝了点粥 你猜是什么粥 徐晶阳 瘦肉粥 林元希 想你的一粥 附加害羞表情包 宋玉白抬眸 正好看见嘴角 快裂到耳根子上的徐晶阳 他不正经地说 看着股票一赢呢 徐晶阳完全没把他的话 放在心上 刚在网上认识了个很清纯的妞 跟李婉逸有一拼 是我的菜 你的菜就你的菜 干嘛扯上我老婆 宋玉白直接站起来 踢了他一脚 再说了 我老婆是可言可撒 可清纯可妩媚 可性感 能比 徐晶阳吃痛 哀嚎一声 你干嘛下脚那么重 痛死我了 宋玉白也遇到 我还没使劲呢 你叫什么 呼得徐晶阳一下回过未来了 嘖嘖嘖 九玄娜 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当时说 李婉逸无趣 浑身是刺 现在又说人家撒 还一口一个老婆叫着 肉麻死了 你管我 宋玉白似笑非笑 你快聊你的青春妹妹吧 她邀约你去开房 最好带上个帮手 就你那智商 当心被骗的裤头 都没了 徐晶阳弩弩嘴 你恨么的 少说两句 每次嘴 都像开过光一样 说啥重啥 哦 对了 我可要提醒你 小心对面是民口脚大汉 论对人 宋玉白就没输过 只有状态好 或状态不好 只有毒 或毒上加毒 徐晶阳记得要抱走了 宋九璇 老子再给你无条件手家 你就这么回报我 要是没有我 你公司股票 都让人偷偷收走了 宋玉白手插口袋 一副魂不拎的样子 细血 我有的是钱 重要的是 比你多一样脑子 逼急了 我再开一家公司 收购 徐晶阳翻了个白眼 没反驳 因为宋玉白 绝对有这个实力 这时 宋玉白手机收到了 一条短信提醒 他随手点开查看 尊敬的黑卡用户 您的账户 于今日到账二百万元 请注意查收 宋玉白都没细数几个零 不在乎多少钱 也不在乎是谁赚的 他刚要合上手机 紧接着另一条短信 感谢您昨日割地相救 最近手头紧 只能先还您二百万 剩下的来日细数奉还 如果您不放心 我可以先打个欠条 李婉逸 宋玉白骨节分明的大手 紧紧握着手机 青筋抱起 漆黑的同眸中 近视压抑的怒气 瞧瞧 连欠条都要给他打 他直接回播过去 电话里传来一道 好听的女生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又拉黑他 而另一边徐晶阳 完全沉溺在网聊的事件 林元熙又发了一条微信 徐哥哥 你怎么不理我了 徐晶阳屁颠颠地回 刚刚接了个电话 怎么会不理你 我不理 谁也不会不理你啊 附加笔心表情包 一和传媒 吴熙同坐在沙发上 抱着电脑 在看他小号的对话框 乐不思数 果然徐晶阳是 蠢货中的极品 极品中的蠢货 光是一套套的土味情话 就把他拿捏了 李婉一瞥了他一眼 干嘛啊 笑得一抽一抽的 吴熙同打马虎眼 没事 看了个搞笑段子 我让你查几线东 怎么样了 啊对 差点把正式忘了 吴熙同一拍脑门 等我一会 李婉一打去 老吴出马 一个顶俩 吴熙同给他抛了一个魅眼 错 是以一抵白 他手指飞快地在电脑上 敲击着键盘 像几线东这种人物 网上的信息 基本都没什么用 都是假的 他的资料 一般在内网上才有 暗网是最大的黑色交易的平台 有非常健全的资料库 贩卖各种宪法里有的货物 例如说 人体器官 军火 毒品等等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买不到的 这个网站相当隐蔽 需要翻墙出去 很容易引起网警的追查 但对吴熙同来说 是小意思 十几分钟后 吴熙同破解了 几线东的详细资料 一宝 有了 快来看 吴熙同快速浏览了一下 我去 几线东的身世比我还惨 不过他真是够狠 李婉一眉心微低 心想吴熙同本就是个孤儿 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姓甚名谁 几线东比他还惨 他放下手头的工作 大步走到吴熙同身边坐下 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 资料显示 几线东35岁 现在举目无亲 父亲早年间吸毒 欠下拒债 被追债地逼到绝路后 自杀身亡 母亲也因此跳楼 那年几线东16岁 留下小十岁的幼妹 几线东一人待大 妹妹叫吉小宇 在几线东28岁那年 被仇家抓走 用来威胁几线东 并打击报复出 有雏形的黑羽帮 谁知几线东丧心病狂 接到妹妹被抓的消息 无动于衷 心狠到连想办法 去营救的动作都没有 直接放任亲妹妹 被仇家无情杀害 李婉逸目光闪动 那次在百森 几线东问他叫什么 他胡说了个名字 说自己叫小宇 当时几线东说 他妹妹也叫小宇 怪不得当时包厢内在场的人 听到这个名字 瞬间脸色都变了 想必是比较忌讳 原来几线东说的真的 资料还显示 在吉小宇死后 黑羽帮迅速崛起 吉小宇的心狠手辣 杀法果断 从不拖泥带水 仅仅两年的时间 迅速整合了宋城 所有暗黑组织 从此统一称为黑羽帮 当时几线东的仇家 杀害季小宇的时候 用的手段更是残忍至极 鼠标往下滑 资料中附带吉小宇 惨死的照片 吴希同忍住 想要作呕的冲动 立刻伸手捂住 李婉一的眼睛 别看 可是晚了一步 李婉一还是不小心看到了 他喉尖一梗 一瞬间 什么话都说不出 李婉一直接起身 跑到卫生间 降门反锁 他的心里 好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只有大口吐气才能呼吸 他的心中亥然 脑子中浮现出 刚才看到的画面 双手微微颤抖 包括那些他回国之前 发誓想要忘掉的血腥场面 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他靠着浴室房门 无力地缓缓滑下去 坐在了冰凉的地上 那种难过的感觉 犹如瓶中浑水里的泥沙 渐渐沉淀下去 一宝 吴希同紧张地 拍着卫生间房门 你没事吧 一宝 李婉一并未作答 两人就这么隔着一道门 李婉一坐门里面 吴希同坐门外面 仿佛这样 就能互通到两人的心意 互相有了依靠 惺惺相惜 两久 卫生间门打开 哎哟 吴希同猝不及防 因为惯性的原因 直直地倒了下去 扑斥一下 李婉一笑出了声 他递出来一只手拉他起来 调侃 坐在门口当门神 吴希同把手搭在他手上 顺势被拉起 一抬头 眼睛里清着盈盈的泪水 心疼你的心疼 李婉一展开双臂 抱着他 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安抚他的情绪 小童 时间会治愈一切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过了一会 李婉一走到桌子旁边 抽了几张卫生纸 装作很嫌弃的模样 行了 来擦擦眼泪 鼻涕都流出来了 咦 恶心死了 吴希同破涕微笑 哪有鼻涕 李婉一逗他 那可能被你吸进去了 两人说笑片刻 回到电脑跟前 继续看资料 吴希同早已经把那几张 血腥的照片都删了 谁都有难过低落的情绪 很多时候 只要不钻牛角尖 发泄出来 也就过去了 李婉一大体扫了一下 最后视线定格在某处文字上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 几仙东原来是名律师 半工半读自修的法学 而且你看 这家伙以前帮着国外许多的黑道帮派 打过官司 无疑败诉 吴希同继续用鼠标滑动屏幕 李婉一唏嘘不已 怪不得警方想抓他都难 这不是典型的法外狂徒吗 谁能想象 一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头目 是学法律出身的 真是应了那句 不怕坏人耍流氓 就怕流氓有文化 一宝 搞得 我都有点崇拜他了 吴希同坐直了身子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还是要离这种人远远的 整一个大魔头 六亲不认的 想想就后怕 李婉一清秀的脸蛋一派沉静 思索片刻 愣是觉得哪里不太对 吴希同一路往下滑动屏幕 后面基本都是写几仙东 近几年做的生意买卖 直到最后有张合照 吸引了李婉一的注意 慢着 我看看这张照片 文言 吴希同也把注意力 放在了那张照片上面 这是几仙东和季小雨 照片中 几仙东揽着季小雨的肩膀 发自内心地对镜头笑着 眼神干净纯粹 而季小雨身穿白色的碎花连衣裙 微风拂过 裙摆微扬 明媚又灿烂 李婉一点头 你没感觉 季小雨有点像一个人 谁 吴希同一时摸不着头脑 薛丹宁 还真的是 吴希同恍然大悟 你还别说 特别是那双眼睛 李婉一沉思片刻 她该不会有恋妹情结吧 还是玩替身文学 我靠 如果是那样 也太恶心了吧 她拿薛丹宁当自己的妹妹 然后跟她做那事 变态啊 吴希同想想 都心里发毛 也不一定 说不好 李婉一若有所思 吴希同还想追问一下 什么不一定 屏幕右下方闪烁起微信消息提醒 她一副做贼心虚的表情 那个 我把这个资料发给你 你回头好好研究研究 李婉一侧头头来探究的目光 有情况 没 没有 吴希同一撒谎就结巴 谁 没谁 那你紧张什么 李婉一清闲眼皮 你背着我偷男人了 吴希同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主动交代 最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小鲜肉 李婉一副了然如新的模样 哦那希望你多点真心 少点套路 李婉一太了解吴希同了 只会打嘴炮 嘴上功夫一流 而且在网络里 能把对方骗得渣都不上 叮铃铃 一阵手机铃声传来 李婉一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他顺手拿起来 屏幕显示一串没存名字的号码 李婉一第一反应是宋于白 当当他给他发完短信 便把他拉黑了 会不会是他换了的号打过来 按下接通键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温柔的女声 你好 是婉一吗 李婉一温声眸色皱冷 我是 苏学姐 请问 有什么事情吗 阿渔给我你的电话 是这样的明晚我生日 组织大家野炊 想邀请你跟小彤参加 末了 苏金安又补了一句 艳枝也来 李婉一呵呵呵呵 真想甩他个大逼兜 自己还没去找他 他道上赶着来招惹自己 吴熙彤给他比了个口型 苏金安 李婉一点点头 笑着对着电话里说 好 苏学姐 谢谢你邀请我们 我跟小彤会参加 好 那我一会把时间地点 发到你手机上 你注意查收一下 嗯 好 那我们明天晚上见 先挂了 苏金安的声音 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如胶似漆的好闺蜜 好 拜拜 李婉一挂断电话 吴熙彤凑过来 苏白连约咱俩去干嘛 他明天过生日 哇 我们跟他有熟到那种程度吗 搞笑啊 吴熙彤对此嗤之以鼻 你怎么不拒绝 他都作妖到我头上来了 我能不去 李婉一往沙发靠背倚了倚 嘴角半钩 却是漫不经心的脸眸 见招拆招 这次不去 保不齐他会再出什么妖蛾子 哎 一宝 你以前不是觉得苏金安还挺好的吗 李婉一神色淡然 那是以前 自打上次他给宋于白打的那桶求救电话 被苏金安接了 他装作听不出他的声音 见死不救 他对苏金安的看法就变了 事业 床上 女人一袭黑色吊带真思睡裙 修长的美腿夹着被子 身体构成的曲线 简直让人心旷神疑 床下 宋于白站在一旁 借着月光 仔细端向着女人的小脸 看来 他很喜欢抱着东西睡觉 他们睡一起的时候 他会把腿搭他身上夹着 睡之前背对着他 彻底睡着 会下意识寻东西抱着 李婉一睡得很甜静 眼睛眯着 长长的睫毛 如同一把小扇子 嘴角微微上扬 恐怕是在做甜美的梦了吧 宋于白想到 今天收到的那二百万 又气又觉得好笑 以前哪个女人接近他 不都是为了钱或全 如今碰上个硬茬子 还扬言要给他打欠条 要不是 他今天忙得不可开交 他就要 冲到他的办公室 身体力行地 好好给他上一课 想到这 宋于白猴姐滚动 一股热流涌进体内 他的每一处肌肤 都让他有了碰触的冲动 自从百森那一夜 把他弄伤了 他都好久没交过公粮了 人就在床上 穿着裙子倒是方便 做还是不做 二十几分钟后 某处已经嚣张至极 再待下去 就要交代在这了 思想斗争片刻 算了 让他睡吧 秘密花园那么娇贵 让他多养两天 还是自己自足吧 宋于白无声笑了下 动作轻柔地贴了贴他的唇 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日 李婉一早上醒来的时候 已经十点了 昨晚回来之前 跟吴熙同喝了不少酒 睡得倒是沉 他拿手捂着嘴巴 打了个哈欠 他感觉手上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鼻子使劲嗅了嗅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心里抖了个机灵 这个味道他最近熟 他从床上经坐起 第一反应就是 狗男人送于白昨晚 溜进他房间了 他立即检查了身上各个部位 确定只用了他的手 都怪他睡得太沉了 一点都没感觉到 想想他会对自己做的事情 就觉得变态 他的手不干净了 算了 洗洗还能要 司机此处 他赶紧下床去浴室 洗了个热水澡 李婉一换好衣服下楼 张仪正好在楼下 见到李婉一下来 他面上有些局促 李婉一伸了身懒腰 率先打破平静 张仪 早啊 张仪见他面色无异 忙说 太太 早 昨晚先生凌晨一点回来的 早上八点出的门 先生好像挺忙的样子 一早电话不断 李婉一表情丝毫未变 我知道了 谢谢张仪 张仪的这句话 明显是向他侍候 他也并非是真的想难为他 人家跟宋于白 是将近二十年的主仆关系 肯定不会临时倒戈 向着他一个外人 在这件事上面 他拎得轻 李婉一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张仪 我饿了 还有饭吗 张仪一拍脑袋 你看我老糊涂了 都忘了 让您先吃饭 就在这唠客 厨房点进留了吃的 我去拿 李婉一玩耳一笑 没事 不打紧 有吃的就行 张仪很快转身 往厨房方向走去 此事就此打住 两人均就是不再提 张仪明显对李婉一的印象更好了 他没有让他难堪 整件事做得恰到好处 聪明伶俐 会来世 又不端少奶奶架子 谁不喜欢 夕阳西下 夜幕降临 曼妙的音乐 回荡在山谷间 以星空为幕 帐篷为营 在暖黄色的星星灯的点缀下 温馨又浪漫 山野的风 吹燃营地的篝火 露天投影大幕布 播放着国外的某部 唇来大片 一排豪华的越野车 整齐停在营地外面 苏金安跟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 围在篝火旁跳舞 热闹非凡 宋玉白坐在户外双人吊椅上 手握一杯调好的鸡尾酒 有一口没一个口地喝着 此情此景 灯火阑珊 耳边充斥着欢声笑语 可他却总觉得 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徐晶阳和沈卿尘 化身烧烤大师 凑在一起研究着露营美食 苏金安心不在焉 视线有意无意地 落在宋玉白身上 对着身边的朋友说 我去看看阿鱼 你们先玩着 去吧去吧 林真真笑得一脸暧昧 今天你生日 你最大 我们允许你见色忘有一回 众人瞬间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借机调侃 快去吧 别让九爷等急了 苏金安含羞待怯 你们就知道 拿我寻开心 说着 他紧走几步 朝着宋玉白的方向走去 苏金安低头看了下万表 来到他身边的吊椅 安静地坐下 阿鱼 在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 没什么 宋玉白身体往后 靠了靠 金安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阿鱼你今天能来 我特别开心 苏金安笑得一脸明媚 下一秒 他眼眸一亮 阿鱼 你头发上沾了个东西 别动 我给你取下来 不用 不用客气 苏金安眉眼带笑 人就已经凑上来了 一宝 那不是徐晶阳和沈先生吗 他们也来了 吴熙同手里 提着大小礼盒 兴奋地嚎了一嗓子 李婉逸顺着视线看过去 正好看到了 两人贴在一起 苏金安露出的半张脸 以及男人优越的后脑勺 甭说一个后脑勺 估计那狗男人化成灰 他都认识 比起他的脸 他更熟悉他的背影 其实他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偷偷看了他无数次 只是这个角度 任谁看了 都像是贴在一起打kiss 靠 还要不要脸了 他俩在干嘛 吴熙同也发现了他们 他眉头紧锁 眼神中闪着怒火 下意识给送于白爪台阶下 一宝 那小白脸 肯定是算好时间故意的 李婉逸凝至片刻 笑盈盈地向两人走去 吴熙同跟在后面 一度想把买的礼物 砸两人头上 血剑当场 生日便忌日 苏学姐 没打扰你们吧 李婉逸的声音清脆悦耳 嘴角带着无限笑意 祝你生日快乐 青春永住 永远十八岁 不就是装白脸小绿茶吗 他也会 苏金安忙收回手 啊 没 没打扰我们 谢谢 李婉逸在心底冷哼 瞧瞧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 苏金安这么会装 闻声 送于白一正 不着痕迹地推开苏金安 从吊椅上起身 你怎么来了 李婉逸他气定神闲 脸上 没有一丝不悦 打趣道 九爷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不能来 吴希同没好气地说 一宝 到底是谁把我们叫来的 这里还有人不欢迎我们 苏金安休男的起身 仿佛刚刚做了多么害羞的事情 扭捏着解释道 阿语 是我叫婉逸跟小统过来的 你那天不是说人多热闹吗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当然能来 送于白黑眸微眯 眼神变得探究起来 回答的却是李婉逸的话 他巴不得他来呢 几人之间的气氛 变得微妙起来 正说着 顾燕之后脚也到了 几日不见 顾燕之的精神状态 看起来要好了很多 金安 生日快乐 顾燕之把生日礼物 递给苏金安 这是我给你挑的生日礼物 苏金安笑着接过来 谢谢你 燕之 有心了 吴希同不情愿地把礼物递过去 声音淡漠 这是我们的 吴希同心说 全当喂了狗 苏金安道谢后 礼貌收下 这时 徐晶阳热络地朝这边喊 吆呼 大家火都来了 快来尝尝我和沈师傅的秘制烤串 经他一招呼 五人移步到烧烤区 徐晶阳递给李婉毅 刚刚烤好的鸡翅 李大美女 好吃麻烦 给个五星好评 谢谢 李婉毅接过 笑着打招呼 杨子 好久不见 哎呦我的天 你还真是稀客啊 第一次在 金安生日会上见到你 是作为家属出席 徐晶阳这个大嗓门话一出 烧烤区的几人都听见了 作为家属出席 除了宋玉白 还能是谁的家属 在场的除了沈清晨 都心知肚明 沈清晨一愣 谁的家属 吴熙同接话 我的家属 徐晶阳这才把注意力 放到吴熙同身上 上次一夜情过后 这是事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他怎么感觉他 怎么不一样了 好像变得有点女人味了 不可能 肯定是他眼花了 不 是眼瞎了 吴熙同是出了名的男人婆 徐晶阳不敢与他对视 低头往烤肉上刷酱料 你算哪门子家属 吴熙同突然凑近他的耳边 吊耳郎当地说 当然是你的 徐晶阳扯了扯嘴角 想骂脏话 最终忍下来了 吴熙同看着他的怂样 要被笑死了 大家只当吴熙同 是在开玩笑 宋玉白责了一声 杨子 你行不行 怎么被小童 给当众调戏了呢 你平时那些店呢 徐晶阳不满 你咋那么烦呢 吃东西也堵不住你的嘴 李婉一寻了个位置坐下 自个倒了一杯扎皮 撸串配啤酒 绝配 他刚倒满酒 一个扎皮被递了过来 我也要 宋玉白高大的身影笼罩过来 低头腻着他 发什么呆呢 我说我也要 麻烦李小姐 为我倒一杯 李婉一脸上堆着假笑 高声喊道 苏学姐 酒要喝扎皮 麻烦你给他倒一杯 宋玉白猝着眉头 不悦之色净险 苏金安正愁着找理由凑过来 听到李婉一喊 他给宋玉白倒酒 解了燃眉之急 忙扭着腰走过来 阿鱼 你想喝什么味的 宋玉白一屁股 坐在李婉一身边 咬着后槽牙说 原味小麦果汁 苏金安顺势 坐在了宋玉白的身边 徐晶阳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一个是白纸黑字正上的老婆 一个是相识多年的 算是半个恋人吧 真难选 长方形的桌子上 宋玉白左手边是李婉一 右手边是苏金安 对面坐着顾燕之和吴希同 他俩中间还隔了一个位置 李婉一起身给每个人倒酒 就连烧烤师傅徐晶阳 和沈清晨也不落下 除了宋玉白 倒完酒后 李婉一便换到另一边座位 直接坐到了顾燕之 跟吴希同中间的位置 宋玉白彻底黑脸 李婉一速守清台 举起酒杯 Cheers 祝苏学姐生日快乐 吴希同兴致缺缺 看在是李婉一带头的份上 这才举起酒杯 全当给李婉一面子 他今晚没把酒破了苏金安脸上 就算他仁慈 几人齐齐举杯 与两名烧烤师傅姚静 碰杯 宋玉白将杯子伸过来 李婉一不着痕迹地避开 他举着杯子的手 尴尬地悬在了半空中 顾燕之微笑着举起酒杯 与他碰了一下 宋玉白回了他一记凌厉的眼神 仿佛在说 要你多管闲事 吴希同提醒 都干了呀 不准偷酒 那扎皮杯一杯蛮大的 五百毫升的量 相当于吹瓶 几人都喝完了 苏金安才喝了三分之一 他有着难为情地说 我酒量不好 能不能少喝点 吴希同正愁没机会看他吃瘪 这时候怎么可能放过他 苏小姐 这怎么行 这生日酒啊 是跟命一样长的 喝不完 岂不是要一年早逝 末了 吴希同又补了剧 我开玩笑的啦 这种事幸则有 不幸则无 苏小姐请自便 李婉一再把手放在桌子下面 悄悄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苏金安脸色断牙式下沉 这种事 当然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况且他还有哮喘病 平时他很少饮酒 今天是他生日 本想多少喝点 没想到被架了起来 如今不喝说不过去 苏金安转念把希望寄托在了宋于白身上 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可宋于白却迟迟没有动作 他只能硬着头皮端起酒杯往下灌 别逞强 宋于白抬手按住苏金安手中的杯子 我替你喝 苏金安感动得一塌糊涂 就差当场落泪 跟李婉一领证了 又怎样 他显然也没拿李婉一当回事 一切还来得及 李婉一长长的睫毛 盖住了他眼底的失落 他惯会伪装 面色无异 顾燕之一时摸不着头脑 他怎么看都觉得 两人像被家里包办婚姻 无稀同暗存 回头他得劝劝李婉一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胳膊肘往外拐 不讲难得 九爷 你替他也不是不可以 李婉一清闲眼皮 那得三杯的量 徐晶阳一听 料摊子赶紧跑过来凑热闹 沈卿尘无奈地摇摇头 苏金安脸色白一阵红一阵 有些气恼 婉一 咱们是出来玩的 又不是比酒量 不至于吧 三杯有点太多了 李婉一清笑 看来是苏学姐是心疼了 两杯 怎么样 三杯也不是不可以 宋玉白依未深长地 看了他几秒 拍了拍他身旁的位置 这样吧 有劳李大小姐 过来给我倒酒 三杯我全干了 徐晶阳拍手叫好 连干三杯 酒学 我记你是条汉子 李大美女 赶紧的吧 李婉一压根也没想拒绝 既然宋玉白想英雄救美 他就成全她好了 愿意为酒爷效劳 李婉一说着 又重新坐到了 最开始的位置 刚落座 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 不着痕迹地探了过来 指尖在他大腿上 轻轻打转 肆意撩拨 原来喝酒只是个幌子 李婉一压下心中的怒火 这时候 他不能输 他浅笑着 为宋玉白把酒倒满 酒爷请 我陪你 顾燕之举起杯子 大家只当他是想为了李婉一出头 毕竟当年顾燕之前 搅拌了出国进修 李婉一也跟着去了 这是闹得人尽皆知 两人感情自视有的 宋玉白眸色疏地冷了几分 我这是替金安喝的 你替谁 顾燕之一向温和的脸上 眸色微沉 我就不能替我自己 你喝不喝吧 宋玉白瞟了他一眼 没接话 在他看来 顾燕之分明是在护犊子 而那只犊子 就是他身边的小女人 他举起杯子 仰头就开始往嘴里灌 速度快得惊人 顾燕之也毫不逊色 似是要一笔高下 李婉一压根没闲着 一边倒酒 还不忘一边勾引他 修长的眉腿 时不时地在桌子下面蹭他 他要玩 那么他就玩得比他还演 聊就完了 至于聊出事的后果 他该不负责 这边拼酒拼得声势浩大 基本上是徐晶阳和吴希同 两人扯着嗓子对战 徐晶阳为宋玉白摇起呐喊 吴希同站顾燕之 两人得窥视坐对面 要不然都能打起来 篝火旁跳舞狂欢的年轻男女 跳累了 纷纷被吸引了过去 像这种露营桌一桌 最多能坐十人 于是另一拨人 在旁边又开了一桌 林真真借机 坐在最头上的位置 挨着苏金安坐 这桌与苏金安那些朋友的身份 云泥之别 他当然要往上流社会靠拢 只是看见那吴希同和李婉一 他多少还是有点打触 俗称被打后一正 此时 宋玉白和顾燕之的三杯扎皮 已经相继全部喝完 沈卿尘那边也换了人继续考串 徐晶阳坐在李婉一旁边 桌上只剩下吴希同旁边的空位 他便坐了过去 林真真提议 既然人都坐齐了 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苏金安复贺 我都可以 徐晶阳兴致勃勃 这个可以有 输的人不想做 或者不想说 喝一杯扎皮 吴希同冲他翻了个白眼 当心呆会输的 你哭都找不到呗 谁哭还不一定呢 徐晶阳此时 有些想念他的林妹妹 温柔可爱 也不会跟他吵嘴 林真真目光投向宋玉白 酒也玩不玩 宋玉白侧头 李小姐玩吗 李婉一在桌子下面 拍掉他撩拨的大手 酒也玩我就玩 宋玉白说 直接开始吧 转酒瓶子 转到谁 选真心话或大冒险 不选的喝酒 不许玩赖 宋玉白的话 比谁的话都好使 有的人天生就是同龄者 在座酒人围一桌 他说宋玉白轻轻拨动酒瓶 第一次就转到了徐晶阳 靠 我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宋玉白问 别墨剑 你选什么 真心话 徐晶阳挑眉 酒瓶 别太损啊 都是好哥们 手下留情 这才开始 宋玉白也没想玩太大 他说 立刻 马上 别想 说一个屁开头的词语 炮友 徐晶阳脱口出 惹得众人瞬间轰然大笑 宋玉白戏谑 果然脑子里都是黄色废料 徐晶阳不服气 你等着 他开始转动酒瓶 这一次指向了李婉逸 徐晶阳眼睛都亮了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机会 他问 李大美女 选什么 我的题都很简单 我喝酒 李婉逸才不信 出题人是徐晶阳 无论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都不保险 所以 他必须乖乖喝酒 徐晶阳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那不行 你都没听听我的问题 你就喝酒 宋玉白说 因为他知道 你憋不出什么好屁 无系同笑地前辅后仰 这话没毛病 大家也被逗乐了 每次一遇上徐晶阳全是笑料 根本笑不完 李婉逸直接拿起杯子 咕咚咕咚地往下灌 宋玉白唇脚轻挑 但也没说什么 连续玩了几轮 大家说的书 回答货做不来的 直接喝酒 这一大杯相当于一瓶的量 喝得又快又急 有了微微熏的状态 索性借着酒精玩得更开了 这一次 徐晶阳的转的酒瓶子 指向了宋玉白 宋玉白往以背上靠了靠 倒不是醉 而是喝啤酒喝的 这会有些撑 他喝了喝眼皮 我选真心话 徐晶阳笑得一脸不怀好意 终于让他逮住了的机会 说说 你最近的一次sex 是什么时候 这么劲爆的话题 大家都瞧手一盘 那我想问问 不是用我自己手的算吗 如果算那就是昨天晚上 此话一出 有人红了脸 有人白了脸 宋玉白当真是敢说 玩的就是一个真心家刺激 用手 吴熙同惊掉下巴 至于秒懂 他压根没想到 他加一饱这么会玩 这是一开婚 尝到甜头了 李婉一恼羞成怒 在桌子下面 狠狠踩了宋玉白一脚 似是在说 你给老子别乱说 宋玉白面色无异 含笑的眼睛里 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沈卿尘忙问 九璇 昨晚你不是跟杨子在一起吗 难道你俩兄弟情变激情 唉 我俩待到凌晨快一点 就各回个家了 徐晶阳急于撇清关系 我可没那癖好 就算九璇再帅 我也下不了手 苏金安面色苍白 脸上看不到一丝血色 行了 这题算过 我们接着玩吧 宋玉白转动酒瓶 这下酒瓶对准了顾燕之 老顾 选什么 宋玉白轻挑眉梢 面无表情 大冒险 宋玉白摸着下巴撕损片刻 他说 绕场一圈 并喊我再也不尿床了 李婉一文言 扑斥一下笑了 好家伙 这也太损了点吧 宋玉白催促 别磨解 这个游戏玩的 就是一个刺激 就当大家伙以为顾燕之绝对会选择喝酒的时候 他却站了起来 顾燕之撒鸭子就跑 还边跑边喊 我再也不尿床了 我再也不尿床了 大家伙乃见过这样的顾燕之 震惊程度远远大于了好笑程度 有生之年能看到顾燕之这样 无异于火星撞地球 他从来都是温润如雅 给人一种莫上人如玉 君子是无双的感觉 震惊之余 还未等大家伙拿出手机录视频 顾燕之已经跑完了 回到座位 顾燕之恢复了原来一本正经的模样 下一轮来了 转动酒瓶 这次指向了沈卿尘 沈卿尘直言 我选真心话 徐晶阳怂恿 老郭 你问他初恋 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喜欢的人 清心寡欲地向到老和尚 顾燕之对上沈卿尘的视线 你的初恋是几岁 沈卿尘何须地笑了笑 十八岁 大一那年 谁啊 徐晶阳好奇地无以复加 这是另外的价钱 沈卿尘显然不会告诉他 下一轮 沈卿尘转动酒瓶 很快 酒瓶指向了李婉逸 真心话 李婉逸觉得 沈卿尘应该不会为难自己 所以大胆地一回 徐晶阳又开始掺和 清晨 你快问他喜欢的是谁 快 此话一出 李婉逸不自觉攥紧了手 沈卿尘要是问 他就喝酒 送于白眸色微领 侯姐滚动 不自觉端起酒杯 喝了一大口啤酒 苏静安心提到了嗓子眼 对这个答案也不甚在意 大家都心思各异 暗暗打着自己心里那点小酒酒 吴西彤在桌子下面 踢了徐晶阳一脚 你闭嘴 又没让你问 你总瞎掺和什么 沈卿尘温和的目光 投向李婉逸 李小姐 你最讨厌的异性 是哪种类型 李婉逸面不改色 心不跳 镇定自若 最讨厌渣男 就像身边现成的这位 左拥右抱 下头男 说吧 李婉逸又开始转动酒瓶 这次指向了吴西彤 两人相视一笑 吴西彤说 我选大冒险 李婉逸坏笑 模仿红士贤 说一句 你好骚啊 徐晶阳见状 赶紧掏出手机 预备着录像 吴西彤也不扭念 张口就来 小白脸 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 你好骚啊 吴西彤对着的是徐晶阳 内涵的却另有奇人 李婉逸瞬间get到他的点 比了的大拇指 牛 让你模仿 没让你超越 徐晶阳怒怒嘴 干嘛对着我说台词 我又不是爱丽 吴西彤细许 我也不是红士贤啊 演戏懂不懂 此话一出 惹得大家乐开了花 徐晶阳气节 赶紧的 再来 吴西彤这次转到了苏金安 他心里暗存 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 他问 苏小姐 选什么 真心话吧 你平生撒过最大的一次谎 是什么 吴西彤觉得 像苏金安这种女人 这么喜欢妆 平时肯定谎话连篇 苏金安心头一紧 身体往后 靠了靠 用平淡的语气说 外公去世两年了 我一直骗外婆说他在医院 外婆腿脚不好 没法出门 却每次都让我带东西去看外公 他一直相信他在 话罢 苏金安的眼眶微红 眼泪在眼眶打转 当真是我见犹怜 林真真赶紧递过去纸巾 金安 外婆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怪你的 别难过 李婉一拿胳膊肘对了一下宋于白 他侧头不解地看着他 用紧能两人听见的声音说 干嘛 李婉一下河清台 给他使了个眼色 像是在说 你的心头肉都哭了 你还不赶紧地哄哄 宋于白咬了咬后槽牙 瞧着他 意思是说 小没良心的 你管我呢 两人请客间的眼神交流 在别人看来 就是眉目传情 苏金安他吸了吸鼻子 不好意思 让大家扫兴了 来 我们继续玩 酒瓶转动 这次指向了宋于白 苏金安眼睛里迸发出欣喜 阿鱼 你选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宋于白似笑非笑 试试大冒险 苏金安笑得别有深意 那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 出题吧 选择在场的一位 隔着卫生纸亲吻一分钟 苏金安话落 还冲着宋于白暧昧的眨眨眼 往他身边凑 意思是选我选我快选我 徐金阳开始起哄 酒悬 选我吧 这题我会 宋于白先眼看他 滚边去 我对男的没兴趣 吴熙彤也跟着骂了句 变态啊 顾艳之缓慢地抬起眼皮 眉目间静视疏离 淡漠 而又晦暗不明 李婉一往后缩了缩 可千万别选她 她可不想众目睽睽之下 被欣赏一分钟地打破 李小姐 宋于白舔了舔唇 我们试试 李婉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苏金安瞬间拧紧眉心 放在桌子下面的手紧握成拳 垂下的睫毛头下一片阴影 表情是 划不开的厌恶 吴熙彤看着苏金安 一脸像吃了苍蝇的表情 就觉得浑身都舒坦了 双 李婉一腻了她一眼 九爷 我看苏学姐 貌似很想跟你玩这个游戏 她越是想 她就越不想给 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宋于白抽了一张纸巾 浅浅地笑着 她不想 我想 不等苏金安说完 宋于白就已经一只手 握住了李婉一的鲜美的脖梗 李婉一整个人 忽然被她拉了一下 猝不及防 跌入了她的怀中 众目睽睽之下 四片唇瓣隔着一张薄薄的纸巾 紧紧贴合在了一起 李婉一身形微微僵住 她睁大眼睛 宋于白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 让她一时沉醉其中 果然难色误人 在场的几人 除了徐金阳和吴希同在起哄 剩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神色各异 徐金阳在一旁充当起了纪事观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李婉一感觉宋于白随时会捅破 那张保纸闯过来 苏金安的目光 像脆上毒药般落在两人的唇上 有一刹那间 不知是不是错觉 苏金安感觉他的哮喘 并快要发作了 他拿起桌子上的啤酒 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这时 另一桌上 苏金安的朋友也坐不住了 纷纷侧目观看 开始小声讨论 他俩怎么还亲上了 好像是做游戏书了 我去 那这女的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会拒绝吗 那女的不知道 九爷是金安带来的人吗 这也不避讳这点 没人敢说 宋于白半局不是 所以他们 把矛头指向了李婉宜 苏金安朋友之间的小声 讨论一字不落地 传进李婉宜的耳朵里 李婉宜这人吧 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有些天生反骨 别人越是说他说得难听 他越要反其道而行之 十 九 八 在时间快结束的时候 他故意伸出舌舔了一下 纸巾被舔破 你俩怎么回事 玩个游戏而已 轻上瘾了 徐金阳本就在李婉宜旁边 这回伸出半个脑袋 近距离观看 这不看不要紧 正好看到了刚刚那一幕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看出来 两人之间暗磋磋的较量 徐金阳惊呼 玩这么大 宋于白长胳膊一身 把他的脑袋按了回去 非礼物看 徐金阳切了一声 我看李大美女 又没看你 看谁也不行 游戏时间一到 宋于白松开李婉宜 那张被舔破的纸 被他牢牢抓在手心里 祝你生日快乐 这时候苏金安的朋友 边唱着生日歌 边推着蛋糕塔的车子 走过来 金安快来吹蜡烛许愿 苏金安如今正坐在座位上 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正好他的一帮朋友 解了他当下的困境 他温婉起身 走到蛋糕塔面前开始许愿 一身红色的公主裙 显得明念动人 苏金安闭着眼睛 许了三个愿望 全部关于宋于白 切蛋糕吧 金安 林真真把切蛋糕的刀子递过去 苏金安接过 挑了上面写着安字的 那块切了下来 放在了一旁 他的脸上 绽放开一个鲜花明媚的笑意 迅速在脸上荡漾开来 有人懂了 开始起哄 金安 你这是 想把自己送给酒言 此话直接说到了苏金安的心坎里 他的唇角 泛起一抹甜蜜之色 林真真悄悄地在他耳边说 怎么着 我们也要搬回一局 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晚上按计划行事 苏金安微笑着点点头 他的目光 一直锁定在宋于白的方向 他端着几块蛋糕走过去 不经意地 把带有安字的蛋糕 递给了宋于白 阿宇你们也别光喝酒 吃点蛋糕 李婉逸的那块上面的字 是日 他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自觉地好笑 苏金安这暗戳戳的小心思 都算到这一步了 没八百个新年子 干不出这事 只是一块蛋糕 又不是毒药 况且 他很喜欢吃甜品 李婉逸拿起勺子挖了一勺 刚要往嘴里放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伸了过来 把他的那块蛋糕抢走了 李婉逸美眸一瞪 你干嘛 宋于白脱腔带掉 慢悠悠地说 你的大 我要吃你的 李婉逸看了一眼 明明差不多大 果然 宋于白看事物的眼神不太行 看女人的眼神更不行 回头得让张仪 给他买点鱼盐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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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侃 九旋 我的大 你吃我的呗 无锡同盟说 我吃大的 把你的给我 咱俩换了 他怎么都感觉 这话里外里的 有那么一丝 不对劲 眼看着宋于白的蛋糕被交换 苏金安的脸色 瞬间冷了下来 挂在嘴角的笑意 也僵在脸上 宋于白递过来的那块蛋糕 就那么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李婉逸看着那个安字 他紧紧握住了自己的手 思绪飘远 这个字犹如一道伤疤 深深印在他心里 两年前的某一天 他其实偶然见过受伤的宋于白 他当时昏迷不醒 胸前戴着乌合金的项链胸排 上面是一个安字 想到这 他直接把上面带安字的奶油挖了下来 扔进了垃圾桶 李婉逸眼睛弯成一刀月牙 不好意思啊 学姐 我这样习惯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奶油 你不会介意吧 苏金安顿了下 忍气吞声道 啊 这不介意 李婉逸但笑不语 周围人也都看出来 两个女人话里话外 气氛有些怪 似是不那么对付 吃完生日蛋糕 大家都开始期待流星雨的来临 有专家预测 会在夜里十一点降临 除了送于百几人 苏金安的朋友 都两两一对 各自找好有利的地形 与其说是有利的地形 不如说是找隐蔽点的地方 好黑羞黑羞 现在这个快餐时代 大家都太着急 急着要一个结果 急着确定关系 急着换下一个 李婉逸上了个厕所的功夫 回来的时候 吴希同 徐晶阳 沈卿城 还有顾艳之己人 都已经转站投影幕部区 看电影 李婉逸视线扫了一圈 都没发现宋于百的影子 这家伙又去哪了 露营集中地 大大小小的帐篷 搭了二十几顶 李婉逸想到 今晚要在这边留宿 便去车上取晚上 要用的随身物品 不过他倒是有点纳闷 今晚就连苏金安身边的 那个林真真都出奇的安静 不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 但他肯定 两人肯定没别什么好皮 寻了一圈 只看到林真真 苏金安和宋于百双双不见了 李婉逸心里冒出一阵阵失落 另一边 投影幕部上播放着周星驰的电影 喜剧之王 徐晶阳掏出手机 给微信好友林元希 发了条微信消息 徐晶阳 在干嘛 吴熙同看得正出神 放在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有些心虚的 赶紧调成静音 吴熙同与徐晶阳中间隔了两个座位 不会太容易被发现 他打字回复 在想你啊 徐哥哥徐晶阳收到信息后 脸色一红色 嘴角上扬 似是对这个对话很满意 吴熙同又发了一条 那你呢 你在干嘛呀 徐晶阳朋友生日在露营 吴熙同通行的有女生吗 徐晶阳当然没有 纯纯罗汉菊 吴熙同心里暗骂 靠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吴熙同回 徐哥哥人家不信 露营怎么可能没有小姐姐 徐晶阳扫了一眼 现在在身边唯一的女性朋友 吴熙同 黑短发 外加古铜色的皮肤 很特别 却怎么看都没有女人该有的样子 无论说话还是穿着打扮 性格粗鲁 大大咧咧 什么物种的女人打架 可以一打十 跟女人完全不挂钩 他很快回 倒是有一个 可他像的男人婆 妹妹你不要生气啊 我发誓我压根没把他当成女人 所以才没提 吴熙同顶了顶腮帮子 脸色铁青 嘴唇紧敏 似乎即将要爆发 还发誓 发你个大头鬼 他真想把他揪过来打一顿 或者在床上狠狠教育一番 这时 徐晶阳的微信又发了过来 林妹妹 你不会生我气了吧 徐晶阳 啊 你真的生气了 徐晶阳 我错了 徐晶阳 我真的错了 徐晶阳 发过来一笔转账 五万两千 傅言 宝贝 你别不理我 吴熙同彻底黑脸 人傻钱多又好骗 月色如银 李婉易走到车旁边 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弯腰进去拿东西 赫然间 一股大力 将他整个人推进了车内 李婉易一个亮枪 直接趴进了车内 他还没看清来人是谁 下半身一凉 身上的裙子 已经被撩了起来 他心底一惊 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放开我 是我 男人磁心悦耳的声音响起 别怕 李婉易僵硬的身体 这才有所缓和 来人是宋于白 啪 下一秒 宋于白的大掌 不偏不倚地 打在了李婉易的翘臀上 力道不轻也不重 刚刚好 带着几分调情的意味 宋于白 你发什么疯 这里有人 李婉易刚刚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一对男女 在附近抱着看 宋于白眼瞼一概 我想要了 紧接着想起了腰带上 金属卡扣解开的声音 李婉易醋眉 似是不悦 这狗男人太敌属性爆发 随时随地发情 什么叫他想要了 直到车门关上 李婉易还有些猛 一切来得太突然 宋于白顺势将座椅放倒 但又近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就显得车里的空间很小 很紧 李婉易抬腿 正要借着弯曲起膝盖的姿势 将他顶开 然而在膝盖 还没能曲起来的时候 宋于白 已经眸光沉沉地地 重重吻了下来 他炙热又用力地吻着他 刻着太久 他的吻带着几分凶狠的意味 两人鼻息间 竟是尚未消散的酒气 嗯 被吻到意乱情迷 他发出一声嘻喃 他好像拒绝不了宋于白 特别是在这种事情上 不知道是不是他技术超群的原因 可能一个吻 就能勾起他最原始的欲望 勾得他愈先愈死 他没试过别人的 但也知道宋于白确实是软 硬件设施都很强 但李婉易却总觉得 今天的宋于白有些不一样 又快又急 之前也急 但还不至于 急到随时见缝插针的程度 或许是憋坏了 不应该啊 那是喝醉了 宋于白三下五除二 寻到了缝隙 终于找准了地方 李婉易的这辆阿斯顿马丁空间 如果说在里面 空间太小了 不得已 宋于白直接打横 将人抱了出去 李婉易揽着他的脖梗 去哪 这里施展不开 我们换辆车 宋于白的额头上 起了细密的汗珠 似是在隐忍 好在他的车就停在不远处 路过一辆奔驰越野车的时候 那辆车正在小幅度地震动着 诉说着车上的男女 正在进行着一场刺激的大冒险之旅 很快 宋于白抱着李婉易来到他的车旁 是辆家常版的大路虎 宋于白打开车门锁 将李婉易放进了副驾驶 他坐进驾驶位 发动引擎 找个没人的地方 李婉易脱口而出 干嘛 干你 宋于白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子瞬间渐速冲了出去 李婉易这回后知后觉 没了刚刚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的压迫感 刚刚的温存已经不复存在 他冷了几分 九爷不好好陪着苏小姐 跑出来就是为了跟我也站 宋于白握着方向盘的手 轻轻抱起 是 李婉易只当他是欲求未满不高兴 那你可真是好性质 别废话 小心我在大马路上伴了你 宋于白现在多说一个字 都感觉燥热难耐 他刚刚就意识到 那杯喝的东西被夹了料 李婉易不悦地皱眉 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腿 你敢 下一秒 宋于白直接毫不客气地抓着他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西裤拉链处 你看他敢不敢 如此一来 李婉易的耳朵 已然从耳骨红到了耳垂 脖梗旁侧 也像是被浸染了般 羞怯着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敢不敢 宋于白自然是敢的 李婉易手缩了缩 瞬间安静下来 总不能真的在马路边吧 现在已经很晚了 可保不起有路过的车辆 这也太野了点 汽车一直前行 又快又急 车内密闭昏暗的空间内 安静到连彼此的呼吸声 都可以察觉到 宋于白虚汗沉沉 被李婉易碰到的地方 好像一瞬间燃起了 燎原的野火 连带着手心都有些发热 他的呼吸逐渐加重 黑暗中涌动着暧昧的氛围 抽丝剥茧的发酵 扩散开来 宋于白扯了扯自己的领口 毫无章法可言 衬衫扣子被暴力地扯掉了两颗 李婉易这才注意到 身边的男人 似乎有些不对劲 这症状 与他们第一次 在九旋门的时候很像 那时候 他对自己下了黑手 他服用了小剂量的催情药 整个人疯狂地渴望抚摸 身上仿佛有烈火在燃烧 热 他装作是被别人下药的小白兔 等待大灰狼吃掉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宋于白长腿一脉 率先走出来 身后跟着十几名保镖 他长身鹤立在人群中 眼神沉静 那件剪裁合体的西装 衬得人愈发挺拔 他直接扑到了男人的怀里 娇媚又动人 先生 求你救救我 宋于白捏起他的下颌 毛子忽明忽暗 婉易 那时候宋于白是他的猎物 可如今 他这是怎么回事 被人算计了 他脑中呼地浮现出苏金安的脸 想来今天晚上苏金安的反常 处处再忍 不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可又有些想不通 像宋于白信誉这么旺盛的狗男人 他们两个应该是该发生的 早就发生了吧 那苏金安搞这一出 又是抑郁为何 宋于白 你怎么了 李婉易的手放在那 西裤拉链早已被打开 近距离感受着他的血脉喷张 他想抽回来 却被他紧紧地握着 一饱 宋于白猴姐滚动 一出口的声音沙哑无比 求你帮帮我 你误使了不干净的东西 嗯 停车 李婉易知道那种感觉 有些感同身受 不知道他用的剂量大不大 就算小剂量能撑到现在 已实属不易 宋于白已经在忍无可忍的边缘挣扎 最后一脚刹车 在马路边停了下来 他打开车门快步下车 边下车边解衬衫的扣子 露出里面结实紧致的胸肌 只是那肌肤透露着一种异常的红 李婉易正要下车 副驾驶车门被狠狠拉开 顷刻间 李婉易人已经被拦腰抱了出来 下一秒 后背便贴在了冰凉凉的车门上 宋于白露着上半身 精壮的肌肉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细汗 性感又撩人 宋于白 你 李婉易的话还没说话 宋于白便紧紧堵住了他的唇 让他不能再言语一个字 他想问他 有事吗 不行直接去医院 李婉易整个人仿佛被他嵌入到身体里面 疯狂索取 李婉易感觉周身的血液 尽数涌到了头顶 连神经末梢都在叫嚣着狂舞 接下来 两人心照不宣地 将所有隐匿进这个大海一样的吻 他们只是一夜偏周 在海面上摇摇欲坠的前行 没有掌舵者 顺从风浪浮生 随意地飘向何处 裙底骤然一凉 宋于白伸手把他的裙子撩了起来 宋于白将他的手举过头 压在车门上的时候 腿顺势顶进他的腿间 李婉易闷哼一声 身体也跟着颤抖了一下 他主动点起脚 在他喉结上舔了舔 宋于白感觉 身下的小女人 真的是太会聊他了 陡然间 有辆车的灯光 游远极静地照射过来 吓得李婉易抖了个机灵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他把脑袋像鸵鸟般 深深埋进了宋于白胸口 掩耳盗铃 意图蒙混过关 宋于白也注意到了 不自觉的好笑 他直接拉开后座车门 把他整个人抱了进去 这种像偷情般的感觉 刺激又激烈 导致李婉易此刻的 大脑晕沉得要命 老婆 趴下 宋于白的声音 在他耳机无限蔓延 车内 暧昧前犬 车外 无限震动 叮铃铃 一阵刺耳的手机 铃声响起 打破了两人的剧烈运动 宋于白放在扶手箱的手机响了 李婉易瞄了一眼 屏幕显示 苏金安来电 宋于白完全没有要接的意思 任凭手机一声接一声的 响得不停 等电话自动挂断 那边马上又打了过来 有一种不接不罢休的架势 李婉易被搞得心烦意乱 苏小姐找你 不用管他 专心点 宋于白滚烫的身体 稍微得到一丝缓解 他拍了一下李婉易的翘臀 叫老公 李婉易哪还有心思 叫个锤子 见他不应声 宋于白问 吃醋了 李婉易扭头白了他一眼 我吃哪门子醋 我是嫌他炒 他晚上比较需要你 你干脆把他叫来 我撤退 宋于白似笑非笑 我以为 你说把他叫来 我们三个一起 李婉易脸不红心不跳 行啊 那你得再给我找一个花美男才行 我喜欢四皮 宋于白恶狠狠地打了一下他的翘臀 算是惩罚 下一秒 他直接把手机捞过来 就在李婉易以为他会挂断电话的时候 他按下了接通键 并开了免提 苏金安焦急的声音传来 阿渝 你去哪里了 李婉易换了个姿势 坐起身 身子稍微前倾 双手在他脖梗一勾 使两人贴得更近 眼神里玩味的意味明显 似是在挑衅般地说 有本事叫他一起来 宋于白的声音淡漠疏离 有事 阿渝 我找你有事 你在哪 什么事你说 阿渝 我在帐篷里 自己一个人睡 我害怕 苏金安的声音带着哭腔 和几分颤抖 宋于白并未作答 过了五秒钟 苏金安抽气的声音再次传来 阿渝 你在听吗 阿渝 宋于白没有挂断电话 却直接把碍事的手机丢在一旁 宋于白低下头 沿着他的脖梗 一路倾上去 热气在他右脸扩散开来 向着辽元的火把 越烧越旺 嗯 李婉易舒服得不行 不自觉发出一声声音声 叫老公 宋于白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的声音很雅 完全没有克制的意思 宋于白的大手 还在他的腰间 他的腰很窄 两侧凹陷 这样的触感 让他脑海中 产生一万个下流的想法 周围的一起都虚化起来了 他附在他耳机撩拨他 老公 最近又学习了哪些新姿势 教教我 嗯 李婉易活像的女妖精 勾着他的魂 让他欲罢不能 宋于白抱着他的手紧了一些 吻得越来越深 两久 纯分 宋于白边坐边说 教你可以 有奖励吗 用嘴 算吗 李婉易想现学现卖 宋于白英语 算 等一下我亲自教你 末了宋于白又说 哦 不 是亲嘴是饭 李婉易感觉 一股热量直冲脸颊 不用照镜子 也知道 脸定是红透了 之前也有过那么一次 但是他都做得毫无章法 完全靠着自己笨拙的文迹 一路吻着 可就是这样 那次当他的嘴碰触到他的那一刻 宋于白当场直打顶峰 两团火一样纠缠在一起 他那双眼睛此刻 早已经沾上迷离的异味 极度勾人 让人移不开视线 四下安静 落入耳中的 只有两人身体 与身体碰星号状的声音 彼此间细细秘密的亲吻声 是世界颠倒混乱时刻 他耳中唯一清晰且热烈的奏鸣 像磁石一般牢牢吸住 让他不能动弹 也不想听 宋于白每次都能让他体会到 作为女人的快乐 以前他不懂情事 觉得这种事情 不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 定是索然无味 他有时候在想 如果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他就当一辈子的牢处女好了 因为没体会过 所以不知道会这么快乐 就是不知道 两年七到的时候 他要何去何从 到时候想要 他还能给他吗 不给他的话 那他就做个一比一复刻 真人版送于白 嗯 想想就觉得自己有够变态 以前还蛮正经一人 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贪图美色 夜黑风高 有人在车里临时抱佛脚 一对衣补习功课 有人在录音地的帐篷里 听作爱现场版直播 苏金安双手都在轻轻抖动 抽动的嘴角 和那宁紧的眉毛 充分说明了 他在忍受一种巨大的痛苦 他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瞪得滚圆的眼睛充盈着愤怒的泪水 他赶紧拿出哮喘要吞了两力 顺了顺气 这才感觉稍微好些 不知道听了多久 电话自动挂断 也不知是他手机没电了 还是宋玉白的手机没电了 苏金安杀住自己那股暴墓的狂流 整个人的神态也末地变了样 他把眼泪擦干 恢复如常 脸上挂起了明媚的笑 带着几分诡异 他拿出催情的药 给自己吃了一颗 硬生生地干吞了下去 他对自己从来都挺狠 另一边远处的帐篷里 徐晶阳跟林渊一互到晚安后 便开始酝酿睡意 刚换了个睡觉地 又是这种充分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一时半会不太适应 索性直接学习起了 宋玉白发给他的小电影 看着看着 好家伙 裤子里面已经悄悄置起了小帐篷 夹杂着几声细微的声音声 指不定是哪个帐篷里的人 在彻夜狂欢 加上手机上播放的片子 勾着徐晶阳迫切地想要个女人 这种事情不开婚还好 一旦开婚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再吃素就会索然无味 顷刻间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 上次跟吴熙童在酒店开房的 细枝末节 挥之不去 他有些懊恼 干嘛在这时候看片 难不成要自己自足了 十分钟后 伴随着男人沉重的呼吸声 一道黑影偷偷摸摸钻了进来 徐晶阳裤子还没来得及提 顿时吓得某处建筑物轰然倒塌 昏暗的环境中 两人四目相对 尴尬癌都要犯了 徐晶阳恼羞成怒 大半夜的 你有病啊 小心我告你性骚扰 吴熙童扫了一眼他的下半身 辣眼睛像一个小米辣 他直呼 扫黄了 扫黄了 徐晶阳立马坐了起来 大手一挥 直接捂住了吴熙童的嘴 徐晶阳碰触到他的那一刻 高楼拔地而起 别喊 徐晶阳小声在他耳边喊 别人都睡了 你小点声 吴熙童点点头 徐晶阳由于片刻拿开了手 吴熙童挑眉 你怎么知道别人都睡了 而不是跟你在做一样的事情 徐晶阳一噎 一时无言以对 这道说了的大实话 来这种地方玩 不就是追求个刺激吗 吴熙童看他吃扁 觉得好笑 他开始聊他 刚刚自己丢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 有 徐晶阳咽了一下口水 喉结滚动 吴熙童灭笑 有多想 徐晶阳的嗓音低沉沙哑 被生理驱使的带偏 咬咬牙 说 很想 想到他自己忍不了 做吗 吴熙童凑近 温热的气息 撒在他的耳畔 来啊 谁怕谁 果然 这种事情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黑色路虎越野车里 两个多小时后 李婉一不着一物地 躺在后排座椅上 累到浑身提不起劲 宋于白拿着卫生湿巾 在为他轻轻擦拭他的身体 特别是他留下的痕迹 李婉一害羞地捂着眼睛 显然很难为情 宋于白腻了他一眼 细血 吃都吃了 还害羞 要你管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 宋于白身体里的药效劲已经过去 理智也逐渐找回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做的时候太于急切 都忘了带套 避孕要别吃了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宋于白突然眉头末尾地冒出一句话 让李婉一心头一紧 李婉一先眼看他 不吃药 怀了你痒啊 宋于白不着痕迹地吐出一句话 我痒 李婉一兴致缺缺 算了吧 我不想上 宋于白的神色灰暗不明 他将擦完的卫生纸巾紧紧紧攥在手里 李婉一觉得 如果没有爱情可言 只为了他们宋家传宗接代来说 他的确不想生 现在这样就挺好 吃肝抹镜 到时间后 拍拍屁股走人 涂个抽身时 干净利落 李婉一画风一转 刚当的话 他也没放在心上 他有些难为情地说 那个 我想上厕所 啤酒喝撑了 眼下四周是明晃晃的大马路 哪有什么厕所 宋于白随便套了一下衣服 换到了驾驶位 你稍微忍一下 我往前面开看 看看有没有厕所 实在不行 找个小树林 就地解决 就地解决 李婉一拢了拢 衣不避体的衣服 浑身紧绷 快要憋死了 车子一路开 这地方十分偏僻 都是茂密生长的树林 停车 憋不住了 李婉一感觉自己随时随地 都要尿出来 这要是一不小心尿在人家车里 他被宋于白这家伙 戳着几两股笑话 他直接把裙子套在身上 里面什么也没穿 宋于白一脚刹车 将车停在了路边 不用那么讲究 你就在路边解决就行 这里没有人 你不是人吗 你什么样 我没见过 那也不行 这是两码子事 话罢 李婉一直接推开车门下车 他要是连这种事情 都需要男人陪着 那也太丢脸了吧 外面漆黑一片 他直接往最近的一片树林里钻 撒鸭子 跑得比谁都快 李婉一拿着手机 打着闪光灯 脚下踩着斑驳的第一 速速地声响间 混杂着虫鸣 他顾不上那么多 找了个杂草少的地方 就地蹲下 呼 完事后 他整个人感觉神清气爽 他的心思全在这上面 完全没注意到 后面有人正在慢慢接近他 李婉一很快站起身 整理了下衣服 虚余间 一股大力将他沽进怀里 男人高大的身躯 从后面抱住了他 伴随着冷山的淡淡香味 扑鼻而来 李婉一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吓得抖了个机灵 不悦的皱眉 宋玉白 你总神出鬼没的 有意思 有意思啊 宋玉白薄唇微凉 贴着他的耳机 聊他 老婆 白都来了 完会 李婉一身体一僵 纤细地腰肢 抵在男人有力的臂弯 不说话等于默认 宋玉白轻轻把他的裙子撩起来 很快传来吕脖纸撕开的声音 他的胳膊逐渐收紧 身子无声地贴合 两人的姿势亲密无间 在这旷阔的世界里 耳并撕磨 男欢女爱的欢愉声 夹杂着重宁的细碎声响 在无边的黑夜蔓延 夜幕下 苍白而又惨淡的月光 还在维持勉强的美丽 一瞬 刀光火时 打破万籁的沉寂 一颗巨大的流星划破了夜空 这道光芒 并不像其他流星划过的痕迹那样 转瞬即逝 而是在天空中停留了好一会 才一点点融化到夜空里 极不情愿地 退出了天空的舞台 宋玉白紧紧地抵着她 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一日 明媚清新的早晨 细小的云片 在浅蓝明镜的天空里 泛起小小的白浪 宋玉白开着车 悄无声息地回到露营地 车内 两人均一夜未眠 李婉义顶着一双熊猫眼 神情疲倦不已 闭着眼睛小气 而身边的男人 单手握着方向盘 一副容光焕发的模样 车子一停 李婉义便睁开了双眼 她打着哈欠说 宋玉白 你昨晚是不是找替身了 宋玉白立刻明白了 她的花外之音 似笑非笑 你直接说我非常厉害不就行了 我知道 不用夸我 我也会再接再厉的 李婉义想说我谢谢您嘞 实在吃不消 有谁能干这种事 不睡觉成宿成宿地做 体力充沛到爆 要是把她弄了非洲去挖矿 绝对是一把好手 李婉义白了她一眼 也遇到 是吗 我那天 怎么听某些人在私底下 偷偷看片子学习 宋玉白一夜 吃了个哑巴亏 那天跟徐晶阳打电话 不小心被她听见了 她居然在这等着她 她反唇相激道 没良心的 好话赖话都让你说了 李婉义束手倾台 直接还上她的脖梗 勾着她的脖梗往前带 在她唇角轻轻印下一吻 有良心 我身上没带钱 先记着 回头把小费补及你 乖话罢 她利落地抽身 直接推门下车 摆摆手 下次再约 宋玉白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嘴角抽了抽 什么嘛 当她是鸭 有她服务这么好的鸭子吗 李婉义下车后 猫着腰顺着一排车走了一会 做贼心虚 活像一副出去偷情 怕被丈夫发现的模样 走着走着 她停住了脚步 前面西装革履的顾雁芝 已在车门上抽烟 鼻挺的西装 没有一丝褶皱 烟头散落了一地 脸色也有些苍白 眼睛里布满红血丝 看样子 像是在这等了她好久 或许 是一夜 李婉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顾雁芝 抽烟这还是第一次看见 在她印象里 她好像跟这些从不沾边 一说起顾雁芝 脑袋中立马浮现出跟正苗红 谦谦君子 顾雁芝一开口的声音沙哑无比 婉义 你昨晚去哪了 李婉义没料到 她会这么直接地开口 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顾雁芝看着她锁骨间 隐隐约约的吻痕 不自觉拳头都硬了 婉义 你昨晚是不是跟宋玉白出去了 李婉义挤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是 顾雁芝的心瞬间跌入了谷底 婉义 你实话跟我说 你跟九旋领证 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没有 李婉义说得很决绝 我们两家原本就要联姻 领证是早晚的事 婉义 昨晚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出来 九旋根本不爱你 她就是在玩 九旋多么爱玩你不会不知道吧 苏金安跟了她这么多年 她都没给人家一个交代 她现在在你们两个人身上摇摆不定 这样的婚姻是你希望的吗 学长 我知道她不爱我 你不用一而再 再而三地提醒我 我有自知之明 或许是被顾雁芝说到了痛楚 李婉义的眸中 竟是冷淡疏离 顾雁芝的脸色灰白的骇人 李叔叔知道吗 李婉义心口无来由的一阵闷痛 她紧拧着唇 心脏像是被人重重地砸了一拳 直击要害 她不知道 希望学长替我保密 婉义 那你这么作奸自己 是为了什么 顾雁芝上前两步 双手紧紧握住她的肩膀 李婉义皱眉 被窝得有些痛 学长 你放开我 你告诉我 婉义 你为什么作奸自己 喷 一道高大的身影冲过来 拽着顾雁芝的领口就是一拳 顾雁芝闷哼一声 猝不及防 声声挨了一拳 嘴角瞬间溢出血丝 顾雁芝 你特么的少多管闲事 李婉义抬眸 就看见了一脸肃杀的宋于白 宋于白眼眸森然 清凉的嗓音中 透露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顾雁芝 你说谁作奸自己 你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 她死死地揪着顾雁芝的衣精 两人间的距离近道互相看清楚 脸上细小的绒毛 顾雁芝被打 非但没还手 脸上更是看不出一丝怒气 就那么任凭她揪着 顾雁芝那一贯平和的神色之间 似乎多了一丝古怪之色 眼神变得复杂而微妙 有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神秘感 说话呀 哑巴啦 宋于白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真是一眼没看住 顾雁芝就偷偷给她穿小鞋 顾雁芝但笑不语 她这副样子落在宋于白眼里 就是明晃晃的挑衅 宋于白的牙字臂爆的小豹脾气上来 真是眼里不容一粒沙子 一拳根本不解恨 她轮动右臂 猛地再次朝着顾雁芝挥拳 又是一拳 狠狠打在顾雁芝脸上 一边一拳倒是打得对称 顾雁芝这次 也不再站着无动于衷 迅速做出反应回击 两人顿时大打出手 李婉一没想到 两人直接会实打实地拳脚相向 一下急了 喊道 别打了 你们两个 宋于白本就心底一股恶气 恨不得能杀人 她看顾雁芝不爽很久了 没法发现 这下倒好了 白送上门的 借着这个机会赶忙往死里打 见两人越打越凶 李婉一急的不行 又插不上手 只能大声喊 宋于白 你住手 宋于白充耳不闻 她可是 直接下了黑手的 招招稳准狠 顾雁芝也不容小觑 从小被顾南山带大 看起来温润如玉 实际也是个硬茬子 两人一时不分胜负 别打了 李婉一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扑上前篮着 想要把两人隔开 老婆 你别管 离远点 宋于白下意识去顾着李婉一 想推她离远点 别被误伤 宋于白的手竟稍微重了些 李婉一直接被推了一个裂键 差点摔倒 她气得不行 宋于白一分神 直接被顾雁芝一拳打在了嘴角 这一拳 直接把宋于白打击了眼 李婉一见宋于白落了下风 又冲上去拦顾雁芝 顾雁芝一下拉住她的手腕 婉一 你别管 离远点 小心别伤着你 今天我就要替你出口恶解 宋于白当真是怒到了极点 一双眼睛心红的可怕 姓顾的 你他妈的别碰她 宋九璇 你别无理取闹 姓顾的 你找死 宋于白看着顾雁芝 迟迟没松的手 眼神里杀意四起 下一刻 李婉一的另一只手腕 被宋于白拽住 他把她往自己的方向扯 力道不算轻 李婉一被两股力量扯得生疼 你俩都给我放手 宋于白见状 干脆不再废话 直接一拳抡过去 顾雁芝脑子被打得嗡嗡作响 无暇顾及其他 缓了两秒钟 顾雁芝直接狠狠踹向宋于白 男人打架 拳脚无眼 更何况 其中有一个人打极了眼 两个大男人越打越凶 李婉一本想直接撂挑子走人 打死一个算一个 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可终究没忍心 他咬了咬牙 再次冲进去阻拦 你俩再不停手 我打电话报警了 这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一群人呼啦啦地跑过来 基本都刚睁眼 睡意惺忪 头发凌乱 看见两人不依不饶的架势 赶紧上来拦架 两人丝毫不为所动 混乱中 不知道谁回首就是一下 直接一拳打在了李婉一的肚子上 啊 李婉一顿时痛得应声倒地 小脸惨白 一宝 吴熙童冲了进来 率先去拉地上的李婉一 一宝 你没事吧 宋于白健壮立马停手 赶紧蹲在地上 查看李婉一的伤势 他急得有些不知所措 你怎么样 肚子很痛吗 顾艳之也围了上去 婉一 我送你去医院吧 李婉一捂着肚子 痛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吴熙童 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说道 你俩有病吧 这么喜欢打架 约去拳馆打呀 让一个女人夹在中间 算什么男人 徐静阳反应快了一回 忙说 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 我看他伤得不轻 赶紧送医院 宋于白弯腰将人打横抱起 众目睽睽之下 他就这么抱着李婉一 光明正大的离开 顾艳之还想追上前 被宋于白 给予了一记灵力的眼神 滚 他要是有什么事 我让你跟你没完 医院内 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扑鼻而来 宋于白抱着 怀中痛得小脸 煞白的女人 急冲冲地跑进来 大老远就开始喊 声音透露着万分交集 医生 医生 快 他痛得不行了 快救救他 闻声 急诊科迅速跑出来 几名医生 护士跟在后面 推着转运床 来来来 把人放上面 宋于白将人放下来 抓着李婉一的手说 老婆 别怕 就算这次没有了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年轻 李婉一咬着唇 虚汗沉沉 他想问 这次没有了 没有什么了 还有什么机会 可是他问不出来 说不出话 小腹一阵阵静挽 好痛 家属请止步 在外等候 一名护士 将宋于白拦在了外面 护士 麻烦一定要保大 宋于白不知不觉中 手心尽是冷汗 小护士对上宋于白的视线 双眼放光 完全被他那张 蛊惑人心的连锁吸引 他说了什么 他完全没听清楚 只本能地木讷点头 先生您放心 我们会尽力的 急诊室外面 宋于白 紧紧盯着那道门 望眼欲穿 百森留宿那一夜 李婉一问他的时候 他说谎了 他根本没做任何避孕措施 他紧紧握着自己双拳 恨死了自己的莽撞 打架的时候 就算打极了眼 他都有避着他的 那拳 他确定不是他出的 怎么会 阿鱼 正思存着 一道沙哑有气无力的女声响起 打破了他的思绪 苏金安穿着一身病号服 葱白的手指 不安地握住衣巾 楚楚可怜 宋于白不悦的皱眉 你怎么在这 苏金安苍白的唇一鸣 瞬间眼睛里泪水汪汪 阿鱼 昨晚我被人 苏金安那无助的模样 看得让人心疼 宋于白先眼看他 把话一口气说完 会不会 苏金安用最无助的表情望着他 大眼隐满波光 晶莹的泪珠夺矿而出 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阿鱼 我被人给下了药 宋于白面色无异 有事找警察 你告诉我是想让我 帮你报警 苏金安嘴角牵强地笑了笑 我已经报过警了 小姐 你怎么跑出来了 李叔一脸着急地跑了出来 小姐 你刚洗了胃 医生让你多休息 李叔突然看见 对面是宋于白时 微笑着点头 宋先生 不好意思 我家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宋于白丝毫没留面子 知道麻烦 就把他领回去 多看好他 李叔被一噎 顿时愣在了原地 阿鱼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苏金安还是一副 梨花带雨的模样 宋于白心情不好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现在哪有心情管苏金安 而且他现在不确定 昨晚他也被下了药 是何人所为 没事 你回去休息吧 宋于白的神情 淡漠疏离 你不是来看我的吗 苏金安仰望着他 注视着那双深邃的眼睛 像是被迷住般饱寒深情 不是 我太太不太舒服 陪她来医院看看 苏金安心疏地一紧 太太这个词尤为扎心 万一她怎么了 宋于白眼皮都没抬一下 没事 你回去吧 李叔现在总算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听到了重点 自家小姐喜欢眼前这位宋先生 可对方已婚 这算什么事啊 小姐 咱们回去休息吧 医生待会要插房了 苏金安脚步向住了签 定在原地不动 任凭李叔怎么劝说 苏金安都雷打不动地站在那 望着宋于白 仿佛想把她看穿 回去 宋于白的脸 就像轻时刻的一样 没有任何表情 可苏金安却知道 这样的宋于白 比生气表现在脸上还可怕 九爷 江四一路小跑着过来 额头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细汗 苏金安是背对着江四的 所以江四一路跑过来 根本没有看到她 江四喘着粗气又说 九爷 太太她没事吧 宋于白冷着一张脸 有事 啊 江四不解 一侧头正好对上苏金安的视线 顿时惊地愣在了原地 苏 苏小姐 苏金安吸了吸鼻子 江特助 你好 我让你回去 你耳朵塞驴毛了 听不见 宋于白薄唇警敏 这么喜欢跟江四打交道 要不要我让江四带你去看看二科 江四一时摸不着头脑 这是他第一次听闻宋于白 对苏金安发脾气 这位苏小姐患有先天性哮喘病 本身他对谁说话都温温柔柔的 任谁都对他发不起来脾气 可今天九爷是怎么回事 火气怎么这么大 苏金安又何时 被宋于白当中这么数落过 本就毫无血色的脸上 煞白地像人间厉鬼 阿渝 你别生气 我走 我走便是了 哗啦 正说着 急诊室的门被从里面拉开 苏金安已经转身的脚步一顿 护士推着转运床出来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 我是他先生 宋于白几步冲上前 我太太他没事吧 病床上李婉一表情 略有舒缓 不似之前那么痛苦 他闭着眼睛 安静地躺在床上 看样子是睡着了 刚刚那名小护士 抢先一步说 您太太没事 不用太担心 那孩子呢 宋于白此话一出 苏金安浑身一颤 他们什么时候有了孩子 小护士下意识问 什么孩子 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 顿时心领神会 解释 这位先生 您太太是软组织损伤 小伤 痒痒就好了 她没有怀孕 放心吧 小护士 听把鸣嘴偷笑 这位先生说的是宝大 当时他没听清 这回才反应过来 看来是误会大了 宋于白的脸上 尴尬不已 人生从来没这么窘迫过 是他太自信 觉得上次 百森奈一夜没代替 做了那么多次会中 他说 谢谢医生 医生又交代 待会把您太太 转到普通病房 让他多休息 刚刚给他打完 止痛针就睡着了 我看他的身体非常疲惫 还有最近 要避免剧烈运动 旁边的几名小护士 闻言暗绰绰地 偷笑个不停 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江四在旁边 听得云里雾里 直到几名护士 推着转运床 往普通病房走 宋于白吩咐道 江四 把苏小姐请回去 话落 他跟着转运床头 也不回地走了 苏金安看着他 紧握着病床上 女人的手离开 他眼神一转 只一瞬 斜似地勾起唇角 VIP病房内 夕阳的微光射进窗户 照在了李婉一 那白皙的脸上 把他的五官 衬得更加立体 他真的很美 李婉一这一睡 就是整整一天 从上午睡到了下午 中间吴熙彤 徐京阳 沈清晨三人 都来看过他 吴熙彤中午的时候 叫他起床吃饭 愣是叫不起来 他太疲惫了 耳朵听到了 但身体像进入了休眠 常睡不醒 老婆 不能再睡了 起来吃点的东西 宋于白轻轻晃了晃他的身体 床上的人完全没反应 宋于白尽管时不时地 用棉签沾水 给他擦拭嘴唇 可长时间不进水进食 干得特别快 他瞄了一眼 床头柜上的水杯 索性直接拿起来喝了一口 将水含在嘴巴里 低头 他的清凉的薄唇 对准李婉一的小嘴 一点一点地往他嘴里推送 温柔地不像话 李婉一似是感受到了 他的喉咙本就干得冒火 烟熏火燎般的难受 现在得到了水分的滋润 一下便吸走了 他口中所有的水分 李婉一潜意识里 感知到嘴里的干涸 口腔像被砂纸磨砂过一样 如果没有外界的补给 他可能认识不到 如今一口水下肚 身体就越发渴望 他不自觉微微张开了嘴 宋玉白紧接着又喝了一大口水 低头 两片唇慢慢地贴合在一起 李婉一似是想找水源的出处 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宋玉白情不自禁地颤了一下 这个小女人 真的是睡觉也不安生 潜意识里还在想着挑逗他 真是无时无刻不再点火 他越是想要 他越是不给 他越不给 李婉一就迫切地寻找 舌尖灵活地继续舔他的唇 轻咬慢舔 天到他快要把持不住 这才停止恶作剧 将水缓缓注入他的口中 嗨嗨 茶房了 一道清脆的女声 响起伴随着低声的咳嗽 几名医护人员 站在门口停滞不前 病房中的氛围一时 有些尴尬 他们几人眼神交错 但是没有说话 气氛陡然变得越来越尴尬 因为他们看宋玉白的动作 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 床上的人儿 微微动了动睫毛 跟着又没了动静 李婉应迷迷糊糊中 感觉自己舒服了不少 油水不断地流入 随后 他终于勉强地挣扎睁开了眼 半醒半睡的眼神很是朦胧 眼皮沉得有些睁不动 眼前的人是虚晃的 眼前是一张 近在咫尺的绝美面孔 皮肤雪白 鼻子高挺 鲜薄而红润的嘴唇 紧紧贴在他的唇上 等等 这个狗男人在干嘛 趁机吃他豆腐啊 司机此处 他张开樱桃小嘴 狠狠咬了他一口 一瞬 嘴唇被咬破 蔓延到嘴里 铁锈威四散开来 嗯 宋于白吃痛 立马捂着嘴 抽身而起 李婉一有气无力地抬起手 来揉了揉眼睛 在看清身处何处时 思绪慢慢回容 再看看一脸菜色的宋于白 冷白的脸上 多多少少挂了彩 嘴角还有胃消散的淤青 你干嘛趁我睡着 吃我豆腐 李婉一有些恼怒 要发情出去发 从这个角度 他躺在床上 是没看见 屋内还有别人的 门口的几名医护人员 屏住了呼吸 这回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尴尬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宋于白舔了舔嘴里 被咬破的地方 并无不悦 老婆 你误会我了 我再给你喂水 啊 这下换李婉一面如菜色 钢刀貌似 确实是有喝到水 你用嘴 宋于白用大拇指的指腹 轻轻碾过自己的薄唇 勾唇一笑 你貌似还没喝够 要不要再喂喂你 李婉一合了合眼皮 忙避开视线 都站在这干嘛 怎么不进去 江四提着 从外面打包来的饭盒 率先走了进来 李婉一这才趁着脖子 往门口方向望了望 四名医生 三名护士 齐刷刷地看着他 那小眼神 不言而喻 要多暧昧 有多暧昧 这一望到好 李婉一瞬间觉得胸闷气短 尴尬的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是要躺下继续装睡 还是继续装死 小护士小心翼翼地问 我们可以查房了吗 正色道 可以 进来吧 听到首肯 几名医护人员 这才陆陆续续往病床方向走 这年头 他们也是第一次查房 查得这么卑微 以前都是喊一声 直接往里进 小护士拿着血压器 走进为他测血压 他冲李婉一眨眨眼 抿嘴一笑 似是在说 你好有福气 老公那么帅 还那么温柔又体贴 李婉一张红了脸 连耳尖 耳垂也跟着泛起红雾 他微微坐起身 拢了拢略微凌乱的头发 住院医师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笑着说 宋太太 您现在睡够了吗 身体感觉怎么样 李婉一时休暖不已 小护士忙说 上午过来查房 您一直在睡觉 下午也是 我们已经来过两遍了 这让李婉一 更加羞愧难当 不好意思 给你们工作增添负担了 没事没事 应该的 小护士一看 就是比较健谈的人 性格也直爽 主治医生询问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不舒服了 李婉一玩耳一笑 摇摇头 请问医生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软组织损伤 没什么大碍 以后注意点就行 末了 主治医生又加了句 女孩子怎么能让人打到肚子呢 说到这 宋于白便满是歉疚 是我没照顾好他 小护士拿耳温枪 给他测了一下体温 关切地说 您不知道 您刚送来那会 可把宋先生吓坏了 他还以为您是怀孕了 赶紧地查完走人 费什么话 宋于白急声制止 低沉雌性的声音 携带不经意察觉的冰王 小护士瞬间感觉后脊背发凉 赶忙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 李婉一猝眉 怀孕 他吗 他瞬间想到了 他进急诊室的时候 宋于白说 这次没有了以后还有机会 李婉一抬眸 投去探究的目光 宋于白薄唇紧敏 周边气压低了好几个度 主治医生和住院医师 又询问李婉一了几句身体状况 便在宋于白害人的目光下 相继离开 刚当那个小护士不死心 借着收拾器具的片刻 朝着李婉一挤眉弄眼 偷偷凑近他的耳边说 你没嫁错人 李婉一很是不解 一副期待下文的样子 没嫁错人 然后呢 对不对 谁又能知道呢 宋于白眉头挑起 一双忧寒的毛子眯了眯 目光分外森了 你再不出去 我就把你扔出去了 小护士咽了咽口水 吓得一溜烟跑了出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还不小心自己绊了自己一脚 江四忍君不惊 九爷黑脸吓唬人 一个小姑娘干嘛 带医护人员全部离开 李婉一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上下扫视着身旁 高大挺拔的男人 带着些许审视 说清楚 九爷为什么会以为我会怀孕了 他们之间每次做的时候不带套 他都会事后吃药 唯独百森那次 他不知情 他说他做错诗了 他便信了 如此看来 显然是在撒谎 宋于白眉头一皱 心虚但是没表现在脸上 小护士乱说的 你也信 李婉一脸上虽然在笑 但是目光冰冷 紧紧嘴角 牵出一丝微笑的表情 九爷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生 如果你是想为了达成奶奶的愿望 请另请高明 用不着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宋于白听爸气不打一出来 他今天白天守了他一天没合眼 换来的是他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骂他下三滥 好 很好 小白眼狼 李婉一 你把话说清楚 谁下三滥 宋于白轻轻如动嘴角 满脸的英质 你 姓宋的 李婉一也当真是敢说 还拿手指着他 李婉一也是恼怒不已 如果这次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真的怀了宝宝 他没照顾好自己 被打到肚子 那他当真要悔恨一辈子 这对他来说 太不公平了 最主要的是 只有性 没有爱 拿什么来培养下一代 他有手有脚 能自食其力 他可不想当豪门里生孩子的机器 江四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两口子 是一个响声 一个不响声 他怕再待下去 九爷波及他这个无辜 便想着赶紧闪人 说 那个 九爷 太太 你们先聊着 我先出去了 有事喊我 赶紧滚 不准走 前面那句是宋于白说的 后面 是李婉一说的 两人脸色一个比一个臭 江四现在的境地一时陷入两难 夹在两人中间 站着不是 坐着不是 走也不是 停下也不是 手放进口袋不是 放在背后也不是 茫然又无措 宋于白眼神一暗 黑色的眼睛透出的凛冽 几乎要凝固成实体 江四在中间 活像地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吵架的孩子 孩子上且还能大喊一声别吵了 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李婉一迎上他的视线 两人眼神中都在暗绰绰的较量 无情的厮杀 仿佛要一针高下 两久 李婉一也不再搭理他 直接躺下 把头蒙进被子里 你们走吧 我困了 他现在就连撒谎都懒得找像样的理由 宋于白向来散漫随意惯了 对什么事情都挨搭不理的 这回真冻了气 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好 祝你晚安 话落 他大不留心般往外走了几步 一脚踹飞了阻碍他前进的凳子 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宋于白头一片 江特助 你没看出人家不欢迎我们吗 还不走 留下等着过年 九爷 我马上走 江四忙交代 那个太太 饭在桌子上 您记得把饭吃了再休息 别饿坏了肚子 李婉一头蒙在被子里 用鼻音发出一声闷闷的恩子 碰 病房的门被摔得又是一声巨响 宋于白的人已经消失不见 李婉一听见两人都已经相继离开 这才把脑袋伸出了被子 他笑了笑 眼里没有一丝温度 眸中的光亮仿佛在一瞬间湮灭了 江四从病房出来 一路小跑着追上去 九爷 您别跟太太置气 她现在还是病人 情绪不稳定 也是正常的 打电话把吴熙同叫来看着她 省得她又抽什么疯 话落 宋于白长腿迈着步子 一路往南科会诊室方向走 对了 别说我让的 江四暗笑 拧巴死你得了 上午的时候 还敢人家吴小姐走 这回又叫人家来 明明是怕太太自己一个人孤单寂寞 她嘴上连连应声 好 我联系吴小姐 看着她头也不回地 往南科诊室走 江四很不解 她家九爷身强体壮的 还需要看什么南科 难道是有什么影节 所以太太才不想生 怀着疑问 两人来到南科会诊室门口 不需要排队 宋于白直接进了VIP会诊室 江四被隔绝在外等候 不让进 靠 她还想看看呢 坐诊的医生 是位年纪五十多岁的男大夫 她看见宋于白进来 不由得一正 暗暗感叹 这么年轻帅气的 小伙子 有些可惜 指不定是在哪里乱搞 搞出病来了 真是可惜 他们这里来看诊的 基本都是年轻人居多 一般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孕不育 另一种就是感染了 某方面的病菌 南医生拿起桌上的茶杯 吹了吹上面漂浮的茶叶 轻轻抿了一口 这位先生 先描述一下你的症状吧 宋于白声音不便喜怒 严谨一该 我要做个结杂手术 立刻马上 嗨嗨 南医生文言 一不小心吸进去跟茶叶 呛得直咳嗽 这年头 能主动过来 做男性结杂手术的 少之又少 更何况 是这么年轻俊朗的小伙子 指不定被哪个富婆包养了 他拿纸巾擦了一下嘴 忙说 根据数据统计 像这类手术 男人做的还是少数 能否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 宋于白有些愈奴未消 还是耐着性子说 目前这个阶段 我太太不想生孩子 他想着 等他愿意生了 再复通 省得带信号套有距离感 还不舒服 吃药又伤身体 这是他目前考虑的 最妥当的办法了 早在昨天晚上 他就已经暗暗做了这个决定 只是今天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 男医生有种感叹 那您对您太太可真好 这年头啊 就怕有些男人不负责 又追求零距离 一不小心把女人的肚子搞大了 打他多伤身体呢 医生明显就是个话牢 说吧 还无奈地摇摇头 宋于白有些后悔 当真是被气昏了头 应该去私立医院做 听着老头叙叙刀 就觉得心烦 我需要你们配合我开一个 少经若经检查报告 证明我不能生育 医生有些犯了难 小伙子 这样做违法呀 宋于白耐心全无 我是宋于白 让你开你就开 哪那么多废话 需不需要 我让你们院长亲自跟你说 此话一出 医生瞬间脸色一白 宋成那位鼎鼎大名的九爷 就坐在自己面前 他是只听过传闻 可并不知道他的模样 还没等他说不用了 宋于白已经拿出手机再拨号了 宋于白瞧见他那副模样 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掏出手机 现场拨打郑院长电话 男医生年过五十 此时已经是冷汗沉沉 宋于白开了扩音 郑院长很快接通 声音很是尊敬 宋总您好 想当初 中兴医院的医疗器械 宋家也是出过力 捐过钱的 有批设备 还是托宋家的关系 从国外引进的 怎么说 也是半个金主 是这样的 我来贵院 想让你们的医生 帮着开个假证明 宋总光临我院 我很荣幸 郑院长答应得很痛快 没问题 哪个可是 南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好 我让秘书联系手下的人 VIP病房内 吴熙童坐在沙发上 拆他打包带来的饭菜 一宝 你跟他生什么气 犯得着吗 连人家姜特助 拿来的东西都不吃 姜特助 还不是用狗的钱买的 李婉义穿着病服 盘腿坐在床上 声音闷闷的 狗男人的东西我不吃 拿走扔了 宋老太太想要个重孙 他一直知道 估计是给宋于白夏 最后通牒了 让他只能出此下策 一想到 他想偷偷让他在 不知不觉中怀孕 为他们老宋家传宗接代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吴熙童笑说 哎 一宝 你别气了 你说我发现了什么 姜特助真的蛮会买 什么 贵香斋 吴熙童高高举起 那个包装盒晃了晃 你最爱吃的凤梨酥 说人不舒阵 尽管李婉义 已经开始分泌唳 不自觉咽了下口水 肚子也不争气地 咕噜叫了一声 他不动声色地说 扔了 贱物如贱人 反胃 哦 吴熙童故意拉长了尾音 那太可惜了 他家高点出了名的难买 估计姜特助排了 老长时间的队 话落 他起身故意往垃圾桶走 李婉义心里急了 面上不动声色 小童 浪费食物可耻 还是算了吧 积点善得 吴熙童眼珠子滴溜一转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勉为其难地替你吃了吧 你自己也吃不完 我帮你吧 李婉义这回饿的 也顾不上自己是个病人了 说着就要下地去取 我自己能吃完 吴熙童把手举高 李婉义便开始抢 他近身高169 吴熙童165 身高压制 一下就拿到了 不经意间 李婉义扯到了 他领口的衣服 吴熙童立马松开 拿着糕点盒子的手 那和凤梨酥 也就顺势落在了李婉义手里 吴熙童去武领口 但已经晚了 他脖梗间 请刻露出一片红红的吻痕 李婉义不着急审问 他饿得肚子都扁了 先拿出一块凤梨酥 放进嘴里 味道绝美 一股清甜味 在口中回味无穷 无限满足 李婉义逆着他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吴熙童把领口裹紧了先 昨晚冻着了 今天去做了个刮沙 要说李婉义没开婚之前 绝对能被他糊弄过去 可现在 这玩意儿 他经常全身上下都是 他还能分辨不出来 骗鬼呢 李婉义嘴里塞了一大块凤梨酥 口齿不清地说 说实话吧 你都年纪一大把了 婚恋自由 我不会说你 那个男人是谁 我帮你把把关 吴熙童想到 徐静阳那副花花肠子的模样 很快否定 一夜情 就跟你跟宋玉白 第一次那样发生的 不过 我连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 都没太记轻 啊 李婉义被惊得一噎 嗨嗨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晚上 吴熙童顺嘴胡周 我去了B King 新来了几个年轻的鸭鸭 胸肌大 八块腹肌 屁股翘 总之一个字 大 改天带你去玩玩 李婉义嘴角抽了抽 吴同志 你什么时候玩得这么野了 吴熙童以前喜欢过过眼影 他知道的 如今这是怎么了 性情大变 吴熙童一屁股坐下 开了罐啤酒 翘起二郎腿 往嘴里塞了块炸鸡 散漫地说 我现在最好的状态 就是有钱有闲 职业自由 没有老公 做只野猫也挺好的 只谈情 不说爱 想去哪就去哪 想做啥就做啥 无忧无虑 除了你没有任何牵挂 这不是挺好的吗 李婉义还是从他的话中 听出了无限悲凉 大千世界 他只有他一个亲人 他抱着凤梨酥 顺势坐在凳子上 不管怎么样 你开心就好 等两年时间一到 咱俩就回加州 买座花园别墅养老 等个十年八年 我爸出来了 再把他接回去 我们一家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此话一出 吴熙童眼睛有些微微湿润 但是你不要太着急 我一直都有在查 总会有线索的 没事 我都已经看开了 大不了就等他十年 等得起 他现在已经不再执着了 上次与黎征见面 他总感觉 他爸在刻意逼他 不想他继续查下去 更多的是 担心他的人身安全 能让黎征忌惮到 怕宋家都护不住他的人 定不简单 李婉义把凤梨酥放在桌子上 耗了块炸鸡 不要被吴熙童一把抢过去 病人不能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这是我给我自己买的 你喝营养粥 李婉义没好气地说 你当着病人的面 框框往嘴里啤酒悬啤酒 塞炸鸡 你觉得这合适吗 合适 吴熙童面不改色 要不然 被你那便宜老公知道 他能弄死我 我还要多睡几个男人 不想这么快死 吴熙童 有完没完 别一个口一个我老公 扣扣 两人正说笑着 传来一阵敲门声 李婉义以为是护士 便说 请进 房门一开 是同样穿着病号服的苏金安 李婉义正愣片刻 苏学姐 你也住院了 我这是老毛病 苏金安怀中抱着一束百合花 婉义 听阿渔说你生病了 我过来看看你 没打扰到你休息吧 吴熙童瞬间臭脸 打扰到我们了 苏小姐 没看见我们在吃饭 苏金安咬了下唇 实在不好意思 李婉义合了合眼皮 没事 进来说吧 苏金安进门后 把花束放在李婉义床头的柜子上 婉义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阿渔这也太不小心了 把你伤成这样 我替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李婉义轻挑眉烧 这话他怎么听 怎么别扭 他这个当事人 都不确定是宋于白不小心打的 还是顾艳之不小心所为 苏金安就知道 是宋于白 还替他道歉 吴熙童不爽 咕咚咕咚 将啤酒罐里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完 他做事要扔啤酒罐 桌子这有静的垃圾桶 他不扔 偏偏往床边缘的垃圾桶扔 苏金安站的位置 正好挡着他 吴熙童笑嘻嘻地说 苏小姐 你知不知道你很碍眼 挡到我扔垃圾了 任谁都听出来 吴熙童在阴阳怪气地拐着弯骂苏金安 李婉义并没有阻拦 吴熙童的小暴脾气比他还大 没动手去薅他头发 就算对他最大的人词 然而 苏金安却不以为意 他往旁边挪动了一下步子 吴熙童扔的啤酒罐 准确无误地擦着他的脑袋 飞了过去 李婉义腕眼一笑 苏学姐 这个时候 就是比谁比谁更差 他本来也没放在心上 两个大老爷们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一言不合 打架也在所难免 以后谁要再打架 他肯定不拦了 他到时候就退到一旁鼓掌 加油 外加摇旗呐喊 苏金安威正 谁是小白 阿渔吗 李婉义面不改色 是啊 阿渔貌似不喜欢这个称呼吧 苏金安记得 最开始的时候 他也这么称呼过他 可是宋于白每次都很不爽 无系统戏谑 称呼这种东西 分谁叫吧 九爷貌似还挺喜欢 苏金安闻言 神色有些僵 只一瞬 恢复如常 对 称呼这种东西 只是一个称呼 有人还叫阿猫阿狗呢 说着 他还抿嘴笑了笑 无系统气节 正欲发飙 李婉义伸手 为了他一块凤梨酥 气定神闲 是啊 这年头 阿猫阿狗有时候都会溜出来 在别人的地盘撒野了 苏金安明显被一噎 来这一趟 没吃到半点好处 婉姨 你们吃饭吧 看到你没事 我就先走了 明天再来看你 学姐 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好 慢走不送啊 苏金安但笑不语 扭着腰走了 待房间里 只剩两人 无系统拳头都硬了 真是想把苏金安的脑袋 拿下来 看看 是什么构造 有病吧他 跑别人病房 药物扬威的 看见他就晦气 他也没占到便宜 别那么大火气 无系统想想也对 苏金安根本不是 李婉义的对手 李婉义也是见招拆招 时刻秉持着你绿茶 我比你还绿茶 你装病 我就装死的原则 贯彻到底 一日 清晨 一缕缕阳光照射进病房 四闪亮亮的惊现 无系统躺在沙发上 睡得四仰八叉 他像来睡姿 跟他的人一样 不休蝙蝠 李婉义倒是睡觉很柔美 只是有一点 他喜欢双腿 夹着被子睡觉 两人 昨晚聊天聊到十一点多 无系统自己喝高了 给他看了好多肌肉猛男的照片 姐妹一起大杀四方 扣扣 敲门声响起 李婉义揉了揉心松的双眼 从床上爬起来 走到门口 拧开门锁 门口站着外面 是昨天被送于白夏走的那个小护士 手里拎着饭盒 宋太太 早啊 有什么事吗 这是有人放在 我们护士台的早餐 说是给您的 小护士眨眨眼 把手中的餐盒递过去 这一大早的 李婉义打了个哈欠 谁送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 没留名字 送货小哥 放下就走了 小护士说吧 还往病房里瞅了瞅 宁先生晚上没跟您一起吗 李婉义善笑 他临时有点事 没在 小护士面上有些失望 还想多看两眼帅哥呢 虽然是别人家的 但那个男人浑身上下散发的气质 那张冷白皮的脸 就连头发丝都是帅的 他很快恢复如常 宋太太 昨天还没跟您说完呢 宁家先生可对您太好了 您真的没嫁错人 送您进去的时候 他急得都要不行了 关键时刻 他说宝大 小护士说着 说着有些激动 声音不自觉大了些 什么宝大 吴熙童从沙发上坐起来 顶着微微眨毛的鸡窝头 大人和孩子之间 选择宝大人 小护士 一副很亢奋的模样 李婉义心里咯噔一下 似是有一种 不明不白的东西在蔓延 星湖的中央 被蜻蜓一点 一圈圈连衣荡漾开来 越来越大 他是不是误会他了 另一间 VIP病房里 床上男人西装革履的 躺在上面 床下徐晶阳笑得上气 不接下气 我说九旋 你这个手术 是往哪动的刀子 徐晶阳使劲憋笑 我也不懂 你教教我呗 宋于白咬牙切齿 滚蛋 徐晶阳调侃 都动刀子了 还穿得这么人母狗样 给谁看 宋于白冷声说 要你管 徐晶阳好不容易逮这个机会 肯定是要往死里业余他 能看宋于白吃饼的情况不多 他又说 那地动了刀子 还好使吗 宋于白戏血 再怎么着 也比你的中用 论打嘴上功夫 宋于白敢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徐晶阳吃扁 想找外援 等一下我把清晨叫我过来 你都住院了 作为好兄弟 他也不说来看看你 你给我死一边去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手术 宋于白拿了块卫生纸团扔过去 正中徐晶阳脑门 徐晶阳不以为意 笑得不怀好意 哎 小黎不是也在这家医院吗 关乎到他幸福的事情 他怎么没来慰问一下你 宋于白微眯着毛子 眉烧鸡不可见的促起 我可警告你 你别去招惹他 这是我没打算告诉他 徐晶阳在线吃瓜 我去 你不是为爱吃狂了吧 爱上了 宋于白浅浅地吐出一句 爱上你了 行不行 徐晶阳阴测测地说 虽然你很帅 帅到我都有些嫉妒 但是 我也不能为你做灵 如果说我当意 还是可以试试看 玩的 就是一个刺激 这次宋于白 直接把枕头扔了过去 恶心 你先挤的头好不好 徐晶阳抓了下 被打乱的发型 也不恼怒 还不让人说了 闭嘴巴 让我耳根子清净慧 宋于白直接闭上眼睛 不想搭理他 徐晶阳显然没有打算 放过他的意思 你还没告诉我 是不是爱上小黎了 宋于白清闲眼皮 别特么一口一个小黎 小黎也是 你叫的吗 他现在要是能下地蹦打 保准将他打包扔出去 不让叫小黎那叫什么 叫弟妹 按照年龄 徐晶阳确实要比他带几个月 宋于白是天蝎座 徐晶阳是狮子座 徐晶阳的一句话 算是说到宋于白心凯里去了 他面色稍有缓和 别在这烦我 徐晶阳忙说 你该不会真的爱上弟妹了吧 你这遗情别恋的速度够快啊 宋于白道 我以奶门自情 哎 你家金安不是你的旧情人吗 这么快就把人家忘了 杨子 人类进化的时候 你是躲起来了吗 宋于白冷哼 有些事情需要用脑子想 用心看 而不是只用眼睛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你不说我怎么懂 你没那个脑子 白大 宋于白吐槽他 情伤低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倒是觉得 双伤有一伤再现就行 你出去给我接点水 我渴了 宋于白不想搭理他 再次合上了眼皮 这回刀口那隐隐作痛 外加听着徐晶阳叙叙道 心烦意乱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 其实像这种高级病房 都有指引进水机 他纯粹的就是想支开它 还有江四那个蠢货 昨晚不小心在电话里 说漏了嘴 一贯睡到日上三干的 徐晶阳今天起的笔记都走 特地过来看他 简直是黄鼠狼给击败 没安好心 等着 我很快回来 不要太想我 徐晶阳看他 确实很难受的模样 也适可而止 再闹下去 保不齐宋于白会做什么妖 徐晶阳起身拿起水壶 出门去接水 听到门咔哒一声和尚 宋于白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他伸手捏了捏太阳穴 随后拿出手机拨打江四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被接通 江四关切地问 九爷 您感觉怎么样了 宋于白忍痛说 没事 我让你查的事情有进展吗 江四根据他查到的线索如实说 苏小姐生日的那天晚上 他的一位朋友 想撮合您跟苏小姐 所以 恶作剧给您和苏小姐同时下了药 消息准确吗 宋于白总感觉 哪里隐隐不对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还好发现及时 苏小姐当晚被送到医院洗胃 要不然可就出大麻烦了 好 我知道了 挂了 江四还想问问 九爷那天晚上 是怎么度过的 电话已经传过来盲音 毕竟这种事情 说大可大 说小可小 徐晶阳从病房出来 问过小护士水房的位置后 便一路往水房的方向走 他边走还边拿出手机 来给林渊锡发微信聊骚 宝贝在干嘛呢 两人现在的称呼 日渐亲密 那边很快会 想死你了 杨子哥哥 我也很想你 亲一个 木木嘛 徐晶阳笑得 一脸春风得意 嘴角快要咧到耳根子了 他心情大好 当即赚了一个 6666的红包过去 宝贝好乖 买点灵嘴吃 林渊锡 杨子哥哥 那怎么行 我不能总收你的钱 徐晶阳 给你你就拿着 乖 听话 林渊锡发来了一个 害羞的表情包 收下转账 暗存 真是人傻钱多又好骗 正聊得起劲 迎面走来的一名短发女人 也在低头玩手机 两名低头族 正好撞了个阵阵 啊 女人吃痛 鼻子都酸了 一声刺耳的尖叫 响彻整个病房外的楼道 两人的目光 恰逢其时的相撞 皆闪过错愕之意 外加疯狂的心虚 吴夕同一副 活见鬼的表情 微信上骗得 小白兔猝不及防地 走进现实 而徐晶阳 感觉自己像是出轨了 身体上享受着眼前女人 带来的愉悦感 心里又在享受着 林芸汐的慰藉 真是将海王的属性贯彻到底 吴夕同一心虚 气势上就弱了些 出口的话也就柔了些 徐晶阳 一大早 你在这干嘛呢 还拿个水瓶 我来看 徐晶阳刚要下意识 说看九旋 反应过来立马改了口 我来看看 水房的人少了没 接点热水 吴夕同问 谁病吗 我 我做了个小手术 徐晶阳又补了剧 没多大事 医生非要让我留院观察 玩归玩 闹归闹 不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 关键时刻 他可不会出卖兄弟 吴夕同打破杀 郭问到底 什么小手术 男性的小手术 女孩子家家不要问 徐晶阳突然又意识到不太对 哦 我忘了 你不是女孩子 两人说不到两句 又要吵嘴 吴夕同全都举起来了 徐晶阳 你找死是不是 我是不是女人 你还不知道吗 你看你这副样子 凶巴巴的当心 以后嫁我出去 徐晶阳 一副怕了怕了的表情 她是真的怕她 此女可不是一般女人 两个她都打不过那种 不用你提醒 老娘根本不想一辈子 拴在一个臭男人身上 我比较喜欢一群 一个口味 总会有吃腻的那天 徐晶阳没好气地说 随你 反正跟我也没多大关系 不过我提醒你 注意卫生安全 吴夕同每眸一瞪 滚蛋 两人不花而散 朝着不同方向走去 就像两条交叉的线 不会相交 吴夕同回到 李婉姨所在的病房 感觉胸闷气短 真是晦气 大早上的 像吃了苍蝇一样恶性 怎么了 这是 火气这么大 李婉姨吃着好心人 送的早饭 别说 味道还真不错 吴夕同性子直 她的喜怒哀恶 都放在脸上 一眼就能瞧出来 门口碰见徐晶阳 那个碎蛋了 晦气 话落 吴夕同赶忙 又给小号里的徐晶阳 发了条微信 杨子哥哥 怎么不回我消息了 吴夕同都觉得自己 快要有精神分裂症了 她来干嘛 看苏金安 李婉姨能想到的 只有这一个原因了 她说做了点小手术 她怎么了 她不说 个完蛋玩意儿 估计是有什么影集 哦 那等会吃完饭去看看她 你不是说 昨天她也来看过吗 李尚往来一下 吴夕同思寸片刻 那我叫个跑腿 买点补品 给她补补脑 反正也是花 徐晶阳那个大傻子的钱 徐晶阳拿着水壶 一进门就开始一惊一炸 九旋 我碰见小眉球了 宋渝白先眼看她 谁 弟妹的好闺蜜 吴夕同啊 宋渝白在床上 单手撑起脑袋 你没露线吧 没有 放心 关键时刻 我靠谱得很 宋渝白问 你怎么说的 徐晶阳打去 这么关心 弟妹知道吗 宋渝白一脸不耐 快说 徐晶阳好不容易 抓到了个机会 忙向她发难 她伸出自己的手看了看 最近手头紧 看中了一辆 限量版的兰博基尼跑车 跟你那款差不多的 徐晶阳哪是手头紧 就是想敲竹杠 趁机载一把宋渝白 宋渝白咬咬牙 买 我送你 爽快 兄弟 说 赶紧的 别墨剑 宋渝白相当于 好几百万买一句话 徐晶阳要是不说出个123 他估计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徐晶阳不再逗他 小心倒嘴的鸭子飞了 得不偿失 我说 我动了个小手术 他信了 完全没提你半个字 宋渝白文言面上 表情稍微放松下来 扣扣 敲门声响起 伴随着一道男人说话的声音 宋先生 例行查房 请进 宋渝白话落 房门被从外面打开 呼啦啦进来一行人 女护士居多 听说医院里 来了位超级无敌帅的大帅哥 大家都想一保眼福 所以 趁这个机会 赶紧进来看看 宋渝白的眼里 没什么温度 薄唇微眯 宋先生 麻烦您先脱一下裤子 主治医生掀了掀他的被子 您尽量不要穿裤子 维持一个星期 特别是西裤 一定不能穿 徐晶阳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在意旁乐的步行 上来就被要求脱裤子 还是当这么多人的面 不过他也好奇 蛮想看看 几名护士一听 激动的不行 上来就发福利 宋渝白嘴角微微一翘 眸光锐利 把你们郑院长叫过来 主治医生明显一愣 宋先生找我们院长有事 宋渝白掀起眼皮 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意 我倒是想跟他唠唠 你们查个房 搞这么一大堆人 乌泱泱的 烦不烦 我就没见过 哪家医院查房后面 还跟着一堆护士 归院的特色 此话一出 主治医生脸上 闪过一丝错愕 他怎么也没想到 宋渝白会直接对 这么嚣张的病人 还是第一次见 可他是宋渝白 就不足为奇了 住院医师忙说何 宋先生 不好意思 我马上让他们撤走 见几个小护士愣在原地 主治医生力声呵斥 你们几个傻愣着干嘛 还不快走 七名护士文言 赶紧开始往外走 脸上表情很是失落 仿佛于百万彩票 失之交臂 病房里 只剩下清一水的男性同胞 宋渝白这才开始 不紧不慢地开始脱裤子 多少还是有点不习惯 动作幅度不敢太大 徐晶阳见状赶忙跑过去 九旋 我来帮你脱 这是我在行 宋渝白神色冷峻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显然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 滚蛋 你呀天天没点正事 徐晶阳脸上笑嘻嘻的模样 直接上手了 别客气 也不用害羞 自己人 徐晶阳边去拉裤子拉链 边说 我就说你不用打扮得这么人母狗样 你偏不听 宋渝白黑眸深处 涌动着几分薄怒 杨子 限量版蓝薄 我看你是不想要了吧 徐晶阳忙说 要要要 我不弄了行吧 简直是狗咬吕洞兵 不使好人心 他没敢说 宋渝白腻了他一眼 不疾不虚地开始脱裤子 直到脱到下半身 一丝不挂 徐晶阳眼睛都亮了 有些羡慕 还带着几分嫉妒 主治医生戴上一次性手套 拆下纱布 亲自给他消毒 重新换了药 宋先生 您的恢复能力很不错 休息一个星期 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宋渝白摁了一声 神色寡淡 几名医生面面相去 见宋渝白衣服散漫 爱搭不理的模样 也不想自讨没趣 又嘱咐了几句 便相继离开 宋渝白还没等提上裤子 刚穿进去两条腿 扣扣 一阵敲门声响起 徐晶阳朝着门外喊道 谁啊 门外响起一道清零 洋洋银耳的女声 是我 李婉毅 宋渝白文言 瞳孔骤然一缩 下河线紧绷 透露着一种 无法言说的紧张和压力 他这回也顾不上疼了 赶忙提着裤子下地 一把扯过旁边的徐晶阳 将他整个人塞进床上的被子里 鞋都没来得及脱 两辆超跑 把戏演得逼真一点 宋渝白话吧 赶紧忍痛 大步往卫生间走去 他额头上 已经起了细密的汗珠 不知是痛的还是吓的 门外李婉毅又喊道 杨子 我们可以进来了吗 徐晶阳清了清嗓子 请进 得到音语 李婉毅这才转动门把手进门 后面跟着大包小包 提着营养品和水果的无锡桶 徐晶阳装作气弱油丝的模样 弟妹啊 谢谢你来看我 来就来吧 还带东西 这多不好意思 李婉毅眸光流动 弟妹 他心说 他算哪门子的弟妹 徐晶阳的声音黏黏的 似乎在忍着痛楚 你是我兄弟九旋的老婆 可不就是弟妹 李婉毅嘴角抽了抽 第一次被喊弟妹 还有点不太习惯 吴熙彤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投去审视的目光 我说徐晶阳 怎么我家一宝来了 你还装上了 刚刚不是中气十足吗 宋玉白在卫生间暗骂 蠢货 让他装病 他倒好 上赶着往死里装 徐晶阳说 我那会好受点了 这回又开始不舒坦了 不行吗 李婉毅问 杨子 你得了什么病 严重吗 痔疮 卫生间门被打开 宋玉白气定神闲地 从里面走出来 杨子 你不用害羞 没人笑话你 时隔一夜 再次见到宋玉白 李婉毅眼中 生腾起一股 说不上来的情绪 昨天的不欢而散 还回荡在心间 似一种心结 纠缠了他一夜 他用了无数的佐证 来证明 他或许对他上心了 可似乎总有别的论据来 将他推翻 他觉得 宋玉白今天有些不太一样 可是又说不上来 有点陌生 又有些熟悉 宋玉白话一出 徐晶阳差点激动地 从床上跳起来打人 这也太狠了吧 什么叫得了痔疮 得什么病不好 非要给他安个痔疮的病 这还让他以后怎么见人 在面子面前 两辆跑车算个屁啊 后悔莫及 为时已晚 为了兄弟的幸福 牺牲自己的节操 哈哈哈哈 怪不得我问他他不说 原来真的是另有影集 吴熙同幸灾乐祸 怎么样 杨子兄菊花疼不疼 徐晶阳破口大骂 吴熙同 你给老子滚出去 我用不着你来看我 吴熙同招惹他 想趁他病要他命 有本事起来打我啊 说着还做了个鬼脸 徐晶阳一口老血 差点要吐出来 狠狠弯了宋玉白眼 都怪他 宋玉白从李婉一身边经过 自始至终都没看他一眼 似是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 李婉一悄悄掀起眼皮 倒是有些理亏的模样 徐晶阳跟吴熙同 还在喋喋不休着吵嘴 黑眉球 我这辈子认识 你就是我的无往之灾 臭绵羊 我这辈子认识 你算倒了八辈子血眉 你别在我病房 看你见就难受 看见我就菊花疼吗 哈哈哈哈 我专会治一些疑难杂症 来 我帮你看看 吴熙同说吧 就要去掀徐晶阳的被子 徐晶阳拽着被子 宁死不从 九玄 弟妹 这家伙耍流氓了 快管管他 李婉一直接转过身去 怕看到不该看的辣眼睛 宋玉白一把拦下作妖的吴熙同 声音不便喜怒 别闹他 医生让他好好休息 你们看也看完了 两位请回吧 九爷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赶我们走 吴熙同听出他话里的不对付 把话说清楚 徐晶阳借机调侃 这还用明说吗 主要是赶你 人家九玄跟弟妹感情好着着呢 闭嘴 闭嘴 宋玉白跟李婉一口同声 徐晶阳扑斥一下笑了 剑嗖嗖地说 你看这默契指数 杠杠低 连骂人都是一致对外 我有话跟你说 宋玉白这才把视线投向李婉一 他缓慢地掀起眼皮 与他目光对上 眉目间带着淡漠 而又会暗不明 李婉一也并非好赖不分 好 我也有话跟你说 宋玉白闻言长腿一脉 忍痛往外走 仔细看就能看出 他走路有些不自然 好在他能忍 李婉一跟在后面 一副小媳妇一样 徐晶阳跟无锡同见 两人间的气氛有些诡异 便安静了下来 病房外面的走廊上 宋玉白尝尸而立 略微倚靠着墙壁 李婉一定定地看着他 又不知道从那句话开口 向来牙尖嘴利的他 一时哑然 宋玉白不紧不慢地 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检验单递给他 神情透露着 无限解不开的哀伤 李婉一 这下如你所愿 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 你会怀孕了 李婉一顺势结果 有些不解地 打开那张化验单 上面洋洋洒洒一片数据分析 姓名 宋玉白 性别 男 年龄 27岁 采金方式 手营 倍减金子总量 192 活跃度 数据基本都是小于正常值的 最后加粗的结果分析是 若金正重度 李婉一看完后 呆愣在原地 一时有些难以接受 好好的一个男人 身强体健 无不良嗜好 怎么会 宋玉白 眸光暗淡 眼底染上抹自嘲 略微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 百思那次一夜 我的确骗了你 压根没做错失 但是没中 我对自己表示深深的怀疑 正好昨天在医院 我就顺便检查了一下 李婉一沉思片刻 抬眸 对上他的视线 他的脸色惨白 清冷自爱 难怪 李婉一觉得他哪里不对劲 原来是患上了这种病 是个男的 都会很介意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不行 堂堂集团的接班人 不孕不遇 这是什么惊天豪门秘星 他现在光是看着他 都感觉巨大的悲伤席卷了他 李婉一的声音 也不自觉带上了几分联系 宋玉白 总会有办法治好的 你还年轻 别气馁 好好配合治疗 会好的 宋玉白顿了顿 将要说出口的话 变得分外艰难 苦涩在口腔中蔓延 那个 你能不能抱抱我 他是真的痛 定在一个位置的姿势不敢动 李婉一当真也是心疼了 本就觉得是自己误会了他 虽然狗男人有些时候不靠谱 但是关键时刻 眼前这个男人是会保大案 李婉一认真地点了下头 可以 宋玉白嘴角微微上扬 右手一拉 直接把他拉入怀中 李婉一的侧脸 贴着他的温暖胸膛 听着他的胸膛里 沉稳有力的心跳 自己不禁乱了心跳的节奏 宋玉白缓缓低头 下巴搭在他的颈窝 其实 相比于所有表达 亲密的动作里 李婉一最喜欢的还是拥抱 拥抱是世界上最棒的肢体语言 胜过亲吻和裸露的身体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无关性的拥抱 那种全身心都被对方裹住的感觉 发间的淡香 耳朵上的细小绒毛 对方身上蓬松温暖的味道 如果抱得无法呼吸最好了 那样会觉得 是被紧紧爱着和需要的 两个人像小动物一样 依偎在一起 互相取暖 宋玉白抱着他的力道加重 像要把他整个人前进怀里 两久 李婉一才缓缓开口道 宋玉白 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合作伙伴了 宋玉白心头一紧 柔声道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李婉一抱着他手 无声圈紧了些 无声应答 不远处 一抹纤细的身影 拿起手机 快速地拍了几张照片 他转过身 精致的面颊 爬满了猙獰的笑容 房间内 吴熙同弯腰猫在门口处 耳朵贴在门上 想听听外面的两人说了什么 奈何两人说话声音太小 听了个寂寞 吴熙同 你行不行 听了半天 啥都听不见 徐晶阳躺在床上 急得团团转 有本事你来挨 菊花不疼了 吴熙同丝毫不给他留面子 徐晶阳心里本就不爽 这回被吴熙同这么一说 瞬间没了理智 下一秒 人已经从床上下了窜下来了 吴熙同瞠目结舌 我滴乖乖 你这个痔疮得的 怎么跟闹着玩一样 噓 徐晶阳伸出食指比了个手势 别说话 他贴在门缝上 仔细听着 外面静悄悄的 哪像有人在的样子 按理说 宋玉白也算是伤残人士 应该不会走远啊 徐晶阳思存着 好奇心驱使着他 去转动门把守 结果一股大力 从外面拉开门 徐晶阳跟吴熙同 就被这么带出去了 摔了个狗吃屎 哎哟 两人应声倒地 徐晶阳在下 吴熙同在上 徐晶阳活活充当了肉店 吴熙同完全是趴在 徐晶阳的后背上 姿势轻奇 宋玉白不悦地皱起眉头 你俩 趴在门口干嘛 当门神 李婉一赶紧上前 把吴熙同拉起来 没事吧 吴熙同借力 顺势爬起来 李婉一又伸手 去拉地上的徐晶阳 谁知徐晶阳手刚伸出来 还没搭上 宋玉白直接 把自己手搭上去了 而后 宋玉白十分自然地 握住了李婉一的手 他的手掌宽厚而温热 像是带了电流 将他的手包裹在内 宋玉白说 自己爬起来 别逼我动手 徐晶阳不满 宋九璇 你简直是有异性 没缘性 吴熙同动了侧影之心 递出一只手 快起来吧 趴在地上 想当看门狗 吴熙同 你是传说中的 缺德考试满分学员 徐晶阳气节 却还是抓着 吴熙同的手起身 还有你们两个 这是有情况 宋玉白忙说 本就是两口子 能有什么情况 不对吧 徐晶阳一副审视的目光 你们两个不对劲 李婉一被徐晶阳盯得发毛 忙抽回手 杨子 你好好休息吧 我跟小同仙走了 徐晶阳说 弟妹啊 那我就借你家老宋利用 我这病还需要有人守着 我就不让九璇送你们回去了 李婉一玩耳一笑 嗯 没事 你休息吧 让他好好照顾你 他捎台眼前 特地看了宋玉白一眼 眼神里透露着一股怜悯 而宋玉白 冷白如玉的脸庞 额前几缕碎发垂下 显得估计又脆弱 他惨然一笑 脸色惨白至极 眸底一丝光彩也没有 任谁看了 都有些心疼不已 李婉一也不例外 李婉一牵强地勾了勾唇 给予他一记鼓励的目光 吴熙同撩了撩短发 展颜一笑 回见啊 祝你早日康复 话罢 还冲徐晶阳悄悄地略带暧昧地 抛了个媚眼 算是暗示 徐晶阳赶紧把两人送走 再多一秒就露线 这要是让李婉一知道 他睡了他的闺蜜 可不得跟他这大冤种兄弟 合伙弄死他 两夫妻加起来八百个新颜子 着实怕了 待两人走后 宋于白彻底松懈下来 额头上已经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细汗 他在徐晶阳的搀扶下 来到床上 徐晶阳还不忘言语两句 疼坏了吧 别再留下什么病根 到时候在中看不中用 滚蛋 宋于白眉头骤然宁紧 杨子 赶紧去帮我叫医生 当天下午 李婉一办理了出院手续 公司还有一堆事等着处理 他也不想把时间耗在医院里 李婉一便开车 直接去了义和传媒 时隔几天 李婉一到公司 便引来了各种异样的眼光 前台的几名女员工 也明显有些欲言又止 李婉一停住脚步 问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 女员工拿手指了指紧闭的 总经理办公室 显然有些怕了模样 他心下了然 也没再说什么 提步往办公室方向走去 刚进办公室 他就发现不太对劲 办公桌正中间的位子上 背对着他 显然是 坐了一个女人 谁坐在我的位子上 别装神弄鬼 李婉一心中 隐隐约约有了答案 语气也带了几分不善 女人文声坐着转移转过身来 精致的面颊 爬满猙獰的笑容 手里还拿着 本该他签署的文件夹 李婉婉善笑 姐姐 刚出院别乱发脾气 这么大公司 管着不累吗 我替你管几天呗 李婉一的语调波澜不惊 李婉婉 我劝你去装个GPS吧 好清楚 一下自己的定位 还想管我的公司 你算哪根葱 李婉婉明嘴一笑 两片薄薄的唇 抿出一道嘲笑的糊涂 姐姐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是爸爸的公司 就算我不管 也应该有我的股份 李婉一清闲眼皮 你要不看看 公司名字姓甚名水 这家公司 早在我18岁那年 就过到了我的名下 是我爸送我的成人礼物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李婉婉不依不饶 我不管公司 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但总归是爸爸出的钱 李婉一沉默了一会 眼里泛起冷光 我有时候真是 佩服你的甜不知耻 跟你妈有的一拼 此话一出 彻底让李婉婉脸色骤变 提妈变色 李婉一 我妈再怎么样 也轮不着你说 比你那个当小三的妈 可强太多 李婉一的目光 一瞬就凉了下去 那样烧尽飞灰的死寂 她三两步上前 走到转椅旁边 李婉一警惕地看着她 干嘛 李婉一直接废话不多说 撕着她的衣服样下袋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一下都不要碰 滚下来 李婉一立马开始嗷嗷叫 你松手 李婉一笑了笑 你是想自己滚 还是我帮你 李婉一这才不情不愿地说 这样吧 给我两百万 公司的股权我不要了 李婉一冷声道 不巧了 最手投紧 要钱没有 要命我也不给 那就给我股权 我不挑 李婉一也不是省油的灯 坐在座位上 就是不起来 李婉一谋色一领 这件事情 无非就是李婉一缺钱花了 跑来要钱 以前她爸李征没进去的时候 可没少往那对 无底洞母女塞钱 现在她爸不在 逐一倒是 直接打到她的身上了 李婉一见 没有再跟她聊下去的必要 直接薅着她的衣服 死命往下转 李婉一急了眼 别碰我 说吧 她突然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推了李婉一把 李婉一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推 直接推了个裂剪 她身子直直地摔下去 脚被椅子腿绊了一下 重重地摔倒在了僵硬的地板上 一瞬间 脚腕处传来钻心的疼 蔓延至四肢百骸 李总 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裴宁则一脸着急地跑进来 李总 你没事吧 她扫尸一圈 看见了地上的李婉一 赶紧跑过去 将人扶起来 李婉一在裴宁则的搀扶下起身 她顾不上身体的疼痛忙说 裴助理 赶紧叫安保人员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我一秒钟都不想看见她 裴宁则心下了然 立马掏出手机 给安保人员打了电话 李婉一软冷哼道 姐姐 你可真行 一边跟公司里的男助理 暧昧不清 另一边还想着嫁给宋家老爷子 裴宁则拧眉 眼前这位可是宋家 这儿八斤的少奶奶 她正要反驳 只听李婉一说 你管我嫁谁 又跟谁好呢 至少我不会因为缺钱 要我扬威 我告诉你 李婉婉 我不是你爸 也不是你妈 之前谁供你吃喝的 你问谁要去 别在我公司撒野 许事被说到了痛楚 李婉婉面色一僵 她确实是最近缺钱缺的紧 要不然也不会冒着风险 把主意打到李婉一身上来 李婉婉眼看硬的不行 又想来软的 姐姐 好歹我们是一家人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李婉一显然不吃这一套 跟我当一家人 你还不配 李婉婉 瞬间被李婉一的一句话激怒 她叔弟从椅子上站起来 举起手掌 想掌乖李婉一 以报上次在医院 被打了一巴掌的仇恨 裴宁则下意识 将李婉一护在身后 李婉一的手掌 不偏不以擦着裴宁则的下巴 滑了过去 正巧这时候 安保人员呼啦一下进来了 裴宁则眉头紧错 把这个女人带出去 以后别让她踏进义和传媒一步 带头的队长忙硬下 是 带走 于衣中心的安保人员 是出了名的训练有素 话落 两个保安立刻上前架住李婉婉 李婉婉破口大骂 滚 你们别碰我 我要告你们性骚扰 队长不由分说 带走 李婉婉骂骂咧咧的 被几名安保人员拖了出去 毫无形象可言 办公室里瞬间清静了不少 裴宁则将李婉一扶到沙发上 李总 您坐 我去给您拿冰袋冷敷一下 李婉一玩耳一笑 好 谢谢 裴宁则动作很迅速 在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两个冰袋 他直接蹲到地上 单膝跪地 李总 我帮您敷吧 您坐那休息一下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这点小伤 李婉一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 他苦涩地笑了笑 这下好了 病上加病 叮铃铃正思寸着 传来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李婉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屏幕显示安妮来电 李婉一醋眉 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划开接通键 电话里传来安妮急切的声音 李 小折状况不太乐观 他吵着要见你 根本不配合治疗 李婉一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如梗在喉 发不出半点声音 李 你在听吗 李婉一只感觉到 自己喉咙干涩发紧 我在听 安妮 你让他乖乖等我 我订最近的航班过去 挂断电话 李婉一忍不住紧咬着下唇 向来镇定自若的他 神色骤变 脸上仿佛凝结了一层寒霜 变得分外冷俊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严肃和凝重之色 裴宁则问 李总 您没事吧 出什么事了 李婉一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从沙发上站起来 裴助理 你帮我订一张最快飞加州的机票 裴助理也跟着站起来 您这么着急 去加州做什么 去看望一个朋友 李婉一瘸一拐地 走到办公室里衣橱旁 随意装了两套换洗的衣服 裴助理 待会得麻烦你送我去机场 裴助理边订机票边说 我陪您一起吧 您这样走我也不放心 李婉一委婉拒绝 不用了 谢谢 我这是私事 你就在这手家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要不然 我也不放心 裴助理温朗一笑 好 没问题 有我在您放心 他此时也将机票订好了 李总 机票信息已经发到您手机上了 五点十分起飞 李婉一低头看了下万表 三点半 走吧 五点十分 飞往加州的飞机准时起飞 李婉一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上 打算小气一会儿 养足精神好去看小哲 赫然间 一道高大帅气的身影笼罩下来 男人随即在他旁边的座位坐下 好巧啊婉一 还真是你 男人的声音滴滴的 清润又低唇 李婉一满脸惊讶 学长 你也去加州 顾艳之柔声道 我给安妮打电话的时候 问起小哲的情况 她吞吞吐吐 我放心不下 去看看她 说到这 李婉一的眼神逐渐黯淡 学长 不瞒你说 安妮那回给我打电话说 小哲情况不是很乐观 顾艳之狭长的毛子微垂 安慰道 婉一 你别胡思乱想 小哲那么聪明可爱 会没事的 你先休息会 到了我叫你 话落 她拿出随身携带的耳机给她戴上 肖帮A小调圆舞曲 蛮住眠的 等你睡着我 帮你取下来 李婉一唇角努力 牵起一抹弧度 谢谢 随着舒缓悠长的音乐声的响起 李婉一在不知不觉中 沉沉地睡了过去 中东地区 爆炸声震耳欲聋 烈火浓烟冲天起 空气中弥漫着 令人窒息的刺鼻味道 现场大乱 人们四处逃窜 哭喊声响成一片 伴随着断续的爆炸声 一团团浓烈的黑烟直冒出来 碎屑和残片横飞 一名女孩 抱着胸前的摄像机 穿梭在炮火中 她戴着鸭舌帽 依然可以看出白皙的脸庞 衣服外面套了一件防弹背心 胸前硬着 Press 她是一名战地记者 别人都在飞速撤离 只有她往战争最核心的位置冲 很快 她找到一个最有力的地方隐藏自己 只录出摄像机的镜头 可以很好地拍到最前线士兵的枪林弹雨 子弹飞的声音 在她耳畔来回穿梭 咔咔咔 她不停地按着快门键 记录着战场上最真实的瞬间 罗伯特卡帕曾说过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 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所以 她都是尽量在最前线拍摄 她认为 如果没办法阻止战争 那就把真相告诉世界 突然间 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越来越大 透过铁板的缝隙 她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婴儿 还是亚异面孔 她浑身脏兮兮的 身上的衣服满是灰尘 唯有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透露着对新世界的好奇与期待 炮声再次响起 脚下的大地也跟着晃了晃 轰鸣声贴地而来 小婴儿哭的声音更大了 女孩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如果现在出去 带着那孩子撤离现场 可能会救他一命 也可能会不小心被子弹击中 当场死亡 战场上的子弹 向来是不长眼的 但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 她能拍摄到很好的实地照片 这对一名新人记者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孩子必死无疑 私存片刻 她将相机翻转挂在脖子后面 毅然决然地冲了出去 脚下时不时还能踩到牺牲掉战士的尸体 她甚至感受到 子弹打在她脚边的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此刻她就像个战士 但最重要的区别是 她没有枪 她将地上的婴儿迅速抱起 陶冶式地窜离前线战场 砰砰砰 随着一阵阵枪响 不幸的是 她中枪了 她只觉得浑身冰冷 周身疼痛 仿佛被看不见的野兽撕咬着 四肢百骸都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疼痛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四肢静攣 嘴里不禁发出痛苦的声音 飞往加州的飞机上 醒醒 婉翼 李婉翼是迷离间 感觉有人在叫她 婉翼 李婉翼揉了揉眼睛 额头上满是虚寒 顾燕之一脸急切地问 你怎么了 是做噩梦啊 还是哪里不舒服 李婉翼定了定神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 不 是回忆 她其实本可以当一名 无忧无虑的富家千金 可最终她还是横心奔赴战地 刚刚的梦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子弹打中了她的防弹衣 她没有死 小哲是她在那次战争 拼命就回来的婴儿 那时候她只有八个月大 去医院给那婴儿 做了全方面的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 李婉翼愣了 小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当时她才意识到 像小天使一样 白净可爱的小婴儿 很有可能是被父母遗弃了 李婉翼如耿在喉 发不出支言片语 顾燕之伸手将她揽入怀里 轻轻拍着她的被安抚 婉翼 你不用说了 我都懂 此时 某处正有长焦镜头 对准了他们 面对顾燕之突如其来的拥抱 李婉轻轻正脱开 毕竟她现在结婚了 跟别的异性搂搂抱抱 做这么亲密的动作 属实不太好 学长 我没事 就是做了个噩梦 婉翼 我们到了 李婉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脸上的紧张逐渐消散 飞机上的乘客 都在陆陆续续地往外走 走吧 李婉翼整理了一下衣经 一起伸脚万处传来钻心的疼 你这是怎么弄的 顾燕之一只手扶住她 还能走路吗 李婉翼微微扬起脸庞 我就是脚崴了一下 没事 能走 我背你吧 上来 说吧 顾燕之还弯了下腰 不用了 谢谢学长 李婉翼笑着婉拒 别客气 你是病人 上来 真不用了 顾燕之边说 边去拉李婉翼的胳膊 在李婉翼的强烈要求 自己走的情况下 顾燕之这才作罢 顾燕之索性扶着 一瘸一拐的李婉翼 一路往外走 机场外面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背着相机的青年男子 隐匿其中 外面负责接应的车辆 早已在外等候 见到人走过来 司机赶忙下来开车门 顾燕之却输地李婉翼 打横抱了起来 没有任何征兆 李婉翼被这突如其来的 失重感吓了一跳 手下意识 还住了顾燕之的脖梗 李婉翼你没 学长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可以 顾燕之出口的话不容置会 婉翼 我们是好朋友 你腿脚不方便 抱你上车这样的小事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吧 李婉翼杨纯倾笑 嘴角的笑容极为浅淡 真的不用了 谢谢 顾燕之不由分说 长腿一脉 把人抱到车后排座椅 他拉上车门后 自己从另一边车门上车 李婉翼拧眉 稍有不悦 却也并未多说什么 貌似除了宋于白 他不喜欢跟别的男人 有任何一点过多的亲密接触 带两人落座 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缓缓驶离 加州国际医疗中心 此时加州时间正是早上八点半 病床上的小男孩还在沉睡 男孩紧闭着双眼 一头羊毛卷般的黑发 许是因为患病的原因 小脸煞白 但不妨碍男孩五官优越 怎么看都像病胶瓷娃娃 李婉翼坐在床前 怜惜地抚摸着他的小手 阳光从身后打进来 他整个人有点被光线遮住 那双眼眸微垂着 可眼底的无奈和心疼那样明白 他刚刚从主治医师的口中得知 小折的情况并不好 一是没有相匹配的合适心脏 二是他经常闹情绪 并不配合治疗 病房内 安妮忧心忡忡 脸上愁云惨淡 她是一名M国高级护工 也是李婉翼曾经的合作伙伴 安妮用英文说 李 小折待会醒来 看到你肯定会非常高兴 他每天都很想你 李婉翼无声拽紧了手指 似乎下定了决心 安妮 这次我想带小折回国 安妮有些意外 但感觉又在情理之中 如果你想好了 那我无条件支持你 顾艳之附和 婉翼 我也支持你 小折回国的事情 我来安排 李婉翼压下心中的苦涩感 谢谢你们的理解 妈咪 床上的小男孩 似是在睡梦中 呢喃了一声 闻声 李婉翼刚要压下去的苦涩感 再次席卷而来 化成了一抹无法掩盖的哀伤 小男孩缓慢地睁开双眼 在看到身边坐着的人后 一瞬间 他那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 迸发出无限的欣喜 只一秒钟 男孩就已经从床上站了起来 扑进他的怀里 妈咪 我好想好想你啊 你慢点 当心 李婉翼张开双臂 将他抱在怀里 柔声说 小折 妈咪也非常非常想你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 仿佛风中飘着的破碎羽毛 随时就随风散去 此时 语言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喜悦 李婉翼只能紧紧地抱着他 轻轻吻着他饱满的额头 李婉翼这才发现 思念如洪水绝地 他很想他 小折毕竟是个不到四岁的小孩子 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 他开心极了 眼睛乐地眯成了一条缝 高兴地合不拢嘴 李婉翼心想 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高低地兴奋地蹦起来 可如今 他只能乖乖地窝在他的怀抱里 小折把脸埋在他的臂弯里 妈咪 你能不能不要再离开我了 你不知道 你没在的这段日子 他们给我吃了很多很多药 药很苦 我好难受 又好想你 好 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 李婉翼一只手掌拍着他的被安抚道 小折 我知道要很苦 但是你是铁骨铮铮的小男子汉 必须要坚持 这样才可以好起来 一直陪着妈咪 对不对 小折认真地点了下头 妈咪说的对 以后我要好好吃药 安妮在一旁抹了抹眼泪 李 你带小折走是对的 他只对你的话言听计从 我们每天追着他喝药 他根本不听 每次都嚷着要见你 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小折把头仰起来问 妈咪 你要带我去哪 回宋城 李婉翼的声音格外温柔 解释道 妈咪的爸爸在宋城出了事情 所以 妈咪这段时间 要一直待在宋城 可妈咪又放心不下你 只能把你带回去 小折瞪大了眼睛 惊讶不已 妈咪 你真的要带我回去吗 真的 妈咪什么时候骗过你 李婉翼说着 还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 你听话 乖乖地做一次全面的检查 如果各方面没问题 我们就走 小折兴奋地 搂着李婉翼的脖子 在他的脸上巴唧 亲了一大口 太好了 我要去宋城了 终于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医院里了 李婉翼看着小折开心的模样 心里感觉异常的满足 随着李婉翼的到来 病房里也不似之前那样死气沉沉 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而另一边宋城中心医院的 VIP病房内 气氛截然相反 江四站在一旁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令人感到窒息 病床上 宋瑜白的脸上 笼罩着一层浓郁的阴霾 烦躁的郁闷的气息 挥之不去 漆黑如药石的毛子 阴晕着浓浓的危险气息 宋瑜白低沉的嗓音悠悠响起 江特助 还没查到太太人去哪了吗 李婉翼出院后 他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 没有他的消息了 就连蓝月湾的家也没有回去过 江四把头埋得很低 九爷 我们人还在查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您别着急 太太不会有事的 一群饭桶 宋瑜白脸上不悦之色惊险 还有你 谁说我着急了 江四拢拢嘴 心说 还说不着急 看你那火急火燎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呢 叮 宋瑜白的手机 传来一条推送消息 他余光一扫 不自觉皱紧了眉头 他将手机拿过来 快速点进去查看 屏幕显示一则快讯 故事集团接班人 疑似于落魄千金李婉义 早已秘密生子 宋瑜白眸色一领 握着手机的手 不自觉紧了几分 手腕处青筋抱起 突出了泛白的骨节 他点开查看 里面是几张照片 第一张是飞机上 两人相拥的照片 第二张下了飞机 顾燕之将他打横抱在怀里 两人动作是那么的自然 亲密无间 第三张是顾燕之抱着一名小男孩 李婉义相伴左右 俨然一副幸福一家三口的模样 时间地点显示在加州 难怪 他的人需要查这么久 是人家根本不在宋城 宋瑜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左胸深处 出现了一阵尖锐的慌乱 他身体颤抖了一下 全身紧绷 仿佛有什么东西 狠狠地敲击着他的心脏 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止了 一家三口 那他这个合法的丈夫呢 算什么 他到底拿他当什么 宋瑜白唇角 勾起一抹森冷嗜血的笑意 原本冷淡优碎的黑眸 此刻更是黑得吓人 江特助 之前不是有跟加州外企的合作项目 要实地考察 准备一下去加州的私人飞机 立刻马上出发 江四明显一愣 九爷最后一次去加州 还是两年前 那次回来后 意志消沉了好久 人也变得淡漠寡言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那以后 他便再也没有去过加州 可是九爷 您的身体 现在不太允许出院 加州那边 我早就替您推了 可以不去 身体要紧 宋瑜白黑眸微眯 沉声道 小江四 我发现你废话越来越多了 是在我身边待得太舒服了吗 我不介意 把你调到非洲项目 江四惶恐不安 这是 他们九爷做的初 九爷 我错了 我马上去准备 咱们即刻就出发 加州 晚上八点 李婉易与顾艳之 安妮带小哲 在一家高档餐厅 用完餐后 便驱车回医院 路上 小哲一直兴奋地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她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安妮有心撮合李婉易 跟顾艳之 小哲 妈咪你已经有了 想不想要一个把鼻 小哲坐在李婉易的大腿上 乖巧地说 如果那个人是顾叔叔 我可以考虑 安妮一听有戏 忙说 你可以先叫着 你顾叔叔也很喜欢你 小哲眨着天真烂漫的大眼睛 期盼地说 顾叔叔 可以吗 李婉易急忙阻止 安妮你说什么呢 小孩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小哲 你不能随便认爸爸啊 当然可以 顾艳之坐在副驾驶 侧过头笑着说 婉易 没事 就是一称呼 小哲喜欢就好 得到当事人的赞同 小哲开心地说 爷 我有把鼻了 小哲 这坚决不行 你顾叔叔等 以后是要找女朋友的 你这样不乖哦 此话一出 小哲的眼底满是失落 顾艳之眼底 更是划过一丝厌恶 转瞬即逝 似是不屑一顾 那在我没找到女朋友之前 小哲都可以交我把鼻 这样行了吧 安妮附和 婉易 我看行 李婉易还是拒绝 真的不行 这样太没规矩了 正说着 车子转眼间到了医院门口 婉易 咱们到了 先下车再说吧 顾艳之说吧 长腿一脉 率先打开车门下车 他绕到车子的后排座椅 将小哲抱出来 李婉易与安妮 紧随其后下车 刹那间 一股大力猝不及防地 将李婉易整个人拽了过去 力道之大 捏得他骨头生疼 李婉易抬眸 便对上了那张射人心魄的脸 宋于白站在他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目入审视 他一身深蓝色的长款风衣 身姿鼻挺 只是那冷着的一张脸 带着十足的威慑感 格外甚人 安妮顺着李婉易的方向望过去 心底一惊 这张脸好眼熟 似是在哪见过 李婉易被他看得心底发慌 想抽回手 可被他死死地拽住 你怎么来了 我还没问你 千里迢迢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倒是会先发智人 宋于白勾传一笑 声音不便喜怒 那么想跟顾艳之约会 宋承还装不下你们吗 李婉易背脊僵硬 眸色骤然下沉 宋于白 要撒泼打混回宋城 别在这瞎说八道 宋于白脸上的笑容迅速脸去 跟我只是合作伙伴 跟他就是情人对吧 亏他想当然地以为 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了 安妮在旁边很是尴尬 她多少能听懂几句中文 只听到了情人两字 妈咪小折的小奶音响起 妈咪 她是谁 顾艳之抱着小折走过来 止不住地惊讶 九旋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 宋于白赤笑 看来是我来的时机不对 打扰你们了 顾艳之盲解释 九旋 我跟婉易来 是有正事要办 你别误会 先放开婉易 小折奶声奶气地说 把鼻 这个叔叔是谁 为什么要抓着妈咪 宋于白文言 眼底的情绪剧烈的一颤 扯出一个惨淡的笑容 李婉易 你真的蛮狠 一边在宋城 跟我搂搂抱抱 一边又在加州 跟别的野男人约会 我问你 你俩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一个把鼻 一个妈咪 杀人诛心 小折眨巴着一双眼睛 满是疑惑 妈咪 这个叔叔说 谁是野男人 把鼻妈 李婉易长长的睫毛 掩盖住了眼底的失落 宋于白 你松手 有什么话我们私下说 别守着孩子的面 孩子还小 你说的话 他会当真 顾艳之在小折的脸上蹭了蹭 小折 乖 这位叔叔开玩笑的 没事 他是你妈咪的朋友 文言 宋于白颓然松手 神情欺然 犹如一只困兽 李婉易揉了揉发痛的手腕 下一秒 宋于白猛地 把人扛了起来 往街边车子的方向走 声音发紧 老婆 你跟我回宋城 我就原谅你 突然间的悬空 把李婉易吓了一大跳 他立马反应了过来 拍打着他的后背 脚也跟着连灯带踢 你放我下来 宋于白 我现在不能回去 妈咪 小折蛙的一声哭了 妈咪 你不要走 安妮也跑过去阻拦 先生 你不能带走脸 李婉易听到哭喊声 心都要碎了 宋于白 你别无理取闹 有话好好说 宋于白充耳不闻 把人往车上塞 砰 车门被宋于白一把带上 安妮隔绝在外 一直在不停地拍打车门 夹杂着小折的哭声 一直李婉易的耳边萦绕 很快有保镖上前阻拦 将几人拦在远处 只剩下了哭喊声 李婉易担心 小折会心脏病发作 彻底恼了 他气急败坏地说 宋于白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放不放我下去 这句话 无疑一下扎在了 宋于白的肺管子上 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满目星红 双拳捏得咯咯作响 猛然间 男人温热的气息洒下 他还没反应过来 宋于白单手扣着他的后颈 侵略性十足地咬上来 一股子失控的意味 凝在唇上 仿佛要把他揉进身体里 磕进自己的骨髓 他狠狠地咬了他的舌头 一股铁锈味 瞬间在口腔中蔓延 宋于白吃痛 离开他的唇板 他一只手握成拳 直接用力道发白 哑声问 最近兴顾地有没有碰过你 宋于白低沉的声音 传入李婉一的耳中 却像一道惊雷乍响 李婉一咬紧牙关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有病回去看病 宋于白再次压上去 密密麻麻地稳落在他的脖梗间 一字领地苏胸前 身体升温 宋于白已经撩起了他的裙边 李婉一瞬间警铃大作 脑袋轰得一声炸了 他慌乱地扭动着身体 抽出一手 飞快地扬起手来 啪 电光火时之间 宋于白的脸上出现了一道红痕 宋于白撑起身子 眸光微暗 眼底染上抹自嘲 他抬起手 指尖上有明显精亮透明的水渍 你的身体 远比你的嘴巴要诚实 你给我滚 这一刻 李婉一感到无比的疲惫与茫然 屈辱感和愤怒的心情 把他牢牢定在那里 他第一次 感觉在这段婚姻关系里 是那么无奈 无助 现在就算给他全世界 也不能激起他心中的半点涟漪 宋于白眼睛里 闪烁着无法遏制的怒火 李婉一 话我问你最后一遍 你跟不跟我回去 你只要跟我回去 我就原谅你 李婉一颤抖着声音说 我现在不能回去 小哲需要我 听着小哲的哭声 他的心死死地就在一起 凝成一团 现在这种情况 他没法跟他解释太多 包括小哲的身份 宋于白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悲伤 牵动唇角 好 很好 你别后悔 话落 他哼哼冷笑一声 按下了车门解锁键 李婉一剑状迅速打开车门 决绝地离开 一个不确定的人 和他亲手养了三年的孩子 他选择后者 宋于白凝望着他们几人的背影 心向被刀划过 痛得鲜血淋漓 他按下后排座椅隔板降下剑 将特助 回宋城 坐在副驾驶的江四不明所以 您不带太太回去吗 宋于白的眼中 近视淡漠 没那个必要了 江四见气氛不对 怯懦地问 加州那边的项目 还去考察吗 我说回去 你耳朵聋了 宋于白眉心醋了醋 准备离婚协议书 把两年之约的那二十亿加进去 给他 江四瞳孔微缩 错愕不已 您 您是要和太太要离婚 开车 走 话落 宋于白将后排座椅的隔板再次升了上去 留下江四一片茫然 思寸片刻 他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九爷以前来加州都是因为太太 难怪之前去加州出差那么勤 有些很小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他本人亲自去的 他都乐此不疲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很喜欢加州 原来是喜欢加州的人 那二十亿 哪是什么离婚补偿款 分明是九爷为了保太太以后的生活衣食无忧 可如今郎友情妾无异 这该如何是好 李婉依下车后 一瘸一拐地跑到顾宴之身边 将小哲接过来抱在怀里 小哲早已经哭成一个泪人 他柔身安抚 小哲不哭 妈咪抱抱 小哲紧紧地搂着他的脖梗 不停地抽气 妈咪 你是不是差点被坏人抓走了 李婉依耐心解释 小哲 那个叔叔不是坏人 他想带妈咪回宋城 我们晚两天回去 妈咪不会离开你的 妈咪 我好害怕 不怕 不怕 妈咪以后去哪都会带着你 最后什么都没说 大人的事情 还是少当着孩子的面说 只是刚刚的那个男人 越想越面熟 他绝对见过他 宋城 南岳湾 宋玉白回来后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两天一夜没出来 张仪跟何叔在门口急得团团转 何叔一般只有白天在 他平时只负责别墅园区内 花草树木的修剪 培育工作 家里离南岳湾也近 即使南岳湾有他的房间 他也很少留宿 如今 他也跟着张仪 守了一天一夜 张仪脸上愁云密布 你倒是想想办法 老何 何叔也不知如何是好 你别走来走去 走得我心烦 先生上次这个样子 还是两年前 这可怎么办 卧室内 窗帘遮住了室外的阳光 屋里好像是处无人秘境 不知昼夜 一切物体都是真 昏黄的灯光下 酒瓶横七竖八散落在地上 床头柜上放着两份离婚协议书 一方早已经签好了名字 宋玉白坐在床边 一张苍白的脸有些病态 眼底布满红血丝 白愁衬衣勾勒着她 奇长的身形 她眼睛微暗 注视着前方 显出无端寂寥 这间卧室 李婉宜虽然没住多久 可她觉得 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就连鼻息间 仿佛也闻到了 她身上特有的味道 这地势一刻 也待不下去了 宋玉白直挺挺的起身 刚走两步 脑袋昏昏沉沉 以至于差点摔倒 她扶着墙壁摇了摇脑袋 想让自己清醒一点 她迈着步子往外走 门打开的一瞬间 张仪刚好冒着身子 侧着耳朵往房门上贴 空气有一瞬间的凝固 张仪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先 先生 您没事吧 宋玉白勾唇淡笑 以为我会想不开 张仪尴尬得 不知如何是后 何叔忙打圆场 先生 老张 看您不吃不喝 也是担心您 我没事 你们该干嘛干嘛 不用管我 宋玉白眸底 没有一丝色彩 话落 她大步朝着书房走去 留下张仪跟何叔大眼邓小眼 不明所以 暗暗叹气 书房内 宋玉白坐在宽大的书桌椅上 长腿交叠放在桌子长 一坐就是二十分钟 无意间 视线扫过书桌右手边最后的一个抽屉 她把腿放下来 打开抽屉 里面放了一个年岁有些久远的笔记本 宋玉白骨节分明的手指 来回抚摸着她 心里泛起无限连衣 轻轻翻开 第一页是一张女孩的照片 跟她钱包里的那张一模一样 照片里 女孩圆圆的脸颊跟漂亮沾不上边 只能算作可爱 那是十二岁的李婉义 初见她那天 宋玉白在宋城古明街一带 跟徐晶阳打电动 正巧那时候接了个电话 她便来到二楼的阳台上 来到阳台的时候 宋玉白正巧看到了这一幕 对面院子里的女孩 似是想从家里的院子翻墙出去 她脚下踩着凳子 胳膊好不容易攀上墙壁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勉强爬到了墙头 女孩穿了件公主蓬通的小白裙 可爱的马尾辫很有夏天的清新感 脸圆肚肚的 唯有那双漆黑的毛子 带着小野兽般的警惕 女孩浑身透露着一股倔劲 与穿着完全不服 她只爬到了墙头上 却忽略了下来的高度 趴在上面不敢跳下来 又不想回去 十三岁的宋玉白 驻足一看就是二十分钟 电话里奶奶说了什么 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情窦初开的年纪 那一刻宋玉白觉得自己的DNA都动了 后来 她让店老板主动帮忙 给她搭了把凳子 再后来 她总是拉着徐晶阳来 古明街这家玩电动 所有的季节里 她最喜欢夏季 这个季节里 使他们相遇 初恋是夏天的冰汽水 扑刺地向外冒着 抑制不住地喜欢 可如今 她怎么说服自己的内心 她眼眶微红 一如两年前 宋玉白意想到 他们三口有说有笑模样 心脏便生起密密麻麻的疼痛 难受得令人窒息 她轻轻翻动那本笔记本 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意 时间不停地变换 一直截止到两年前 翻着翻着 从里面不小心掉出来一块布 手掌大小 宋玉白捡起 掉落在地上布片 眼底顿时就亮起了一道光 那是他们的初夜 李婉一落下的红 现在已经成为深褐色 他都把第一次给她了 跟顾燕之哪来的孩子 他当真是气急了 伤心急了 疯狂极度的发疯 以至于心病成魔 才会病急乱投医 居然傻到 能误会成 那个小男孩 是两人的孩子 宋玉白想清楚这一点 忍不住放声大笑 书房外 张仪跟何书 眉头紧锁 两人对视一眼 张仪小声问 要不要跟老夫人说说 感觉九爷这里 好像有点问题 说着 张仪还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何书白了他一眼 老张 你糊涂啊 九爷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 他肯定是遇上事了 等他想明白了就没事了 别动不动就跟老夫人 打小报告 张仪想想也是 我这也是过于着急了 你说九爷这是怎么了 何书说 为情所困 因为太太 还是苏小姐 何书皱眉 都不想搭茶 当然是太太 打从李小姐第一天进门 我就感觉九爷喜欢她 那双眼睛 快要长人家身上了 书弟 书房门被从里面打开 宋玉白长身而立 我眼睛长在他身上了吗 有这么明显 何书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有张仪但笑不语 加州国际机场 安妮正抱着小哲道别 小哲也紧紧搂着安妮 两人难舍难分 李婉一抬手看了下万表 时间差不多了 宝贝 我们该走了 两人 这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顾艳之顺势接过小哲 安妮笑着说 过段时间 我去看你们 好啊 宋承见 话落 李婉一张开双臂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念之间 安妮似是想到了什么 她附在李婉一的耳边 有些激动地说 那天来找你的男人 我想起来了 是我们在中东地区救的那个吗 李婉一眸色一沉 不是她 安妮有些纳闷 不对啊 她长那么帅 我没记错啊 当时她胸前 戴着乌合金的项链 那条项链的吊坠 还为她挡了子弹 李婉一摇摇头 安妮 你记错了 真不是她 时间马上到了 我们走得登基了 回见 话落 她退出拥抱 与安妮挥了挥手 安妮在信信然地抓了抓脑袋 似是在好好回想 小哲冲安妮 抛了个飞吻 一定要来找我们 爱你 又安妮回吻 宝贝 乖乖听妈咪的话 爱你 飞机顺着航线 飞了十几个小时 最后在宋城机场降落 李婉一带着小哲 从机场出来 跟顾燕之道别之后 便把小哲安顿 在了宋城市中心医院 请了专业的护工照顾着 晚上 待小哲安然睡下 他打车回南越湾 去换洗的衣服 这几天都要住在医院 一方面 要跟这边的医生交流病情 另一方面 好时刻照顾他 大人 都会水土不服 更何况是一个 从小住在国外小孩子 晚上八多点钟 车子一路开着 他的心也跟着忐忑不安 怕宋玉白在家 又怕他不在家 如果他在家 那么他就平心尽气地 好好给他解释一下 跟小哲的关系 他在家中那么下他的面子 估计他要被气疯了吧 出租车抵达南越湾的时候 他在别墅的院子里 打量了一圈 终是没看见 那辆鲜红的兰博基尼 刚进门 张仪便迎了出来 他先是一愣 还以为是先生回来了 紧接着看到来人 喜上眉梢 眼睛里的笑意更深 太太 您终于回来了 回来拿点衣物 马上就走 张仪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这大晚上的 您去哪呀 李婉一如实打 医院 从加州带回来一个小家伙 需要住院检查 这几天我都要住在医院 陪他 这一下张仪彻底猛了 小家伙 李婉一勾唇一笑 我儿子 啊 等他能出院的时候 带回来给你看看 很可爱 李婉一边说着 边往楼上走 张仪 你去休息吧 我拿完衣服接着走 张仪当场愣在原地 太太的孩子 她愣了一会神 赶紧拿出手机 给宋于白发了条消息 先生 太太回来了 李婉一来到三楼卧室 收拾了几套长穿的裙子 裤子 发现内衣内裤 基本都在二楼 宋于白的卧室衣帽间 自从上次两人到拜后 就彻底分居了 但他的东西 很多都没搬上来 他只好下楼去 二楼的卧室 打开卧室的主灯 四下大亮 室内与他之前 干净又整洁 他抬步快速走到衣帽间内 从抽屉里装了几套 干净的内衣裤 便往外走 出衣帽间往外走的时候 余光不经意间扫过床头柜 便顿足于此 因为宋于白向来要干净 卧室不会出现A4指 他又折了回来 只见桌子上白纸上的标题 格外醒目 离婚协议书 李婉一先是一愣 紧接着心脏刺痛 指尖都在发颤 像是有谁在他心里 撒了一把带刺的钢珠 又冷又硬地痛感划过心间 原来 他说的别后悔 是指这个 他要跟他离婚 南方那处 早已洋洋洒洒地 签好了宋于白的大名 看那笔记 似是没有半分犹豫 他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在他心间寸寸凌迟 将他的整个灵魂 撕扯到支离破碎 直到此时 他才真正感觉到一种 无以名状的悲凉 原来从头到尾 都是他自作多情罢了 提前结束关系 还给他二十亿 是想买个心安吗 李婉易紧捏着双拳 长长的指甲陷进肉里 以此来抵消心理的痛感 这种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觉 似白找挠心 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脆弱 他只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精神病人 他偏头 对着玻璃中自己的影子笑了笑 笑和唇都是凉的 比哭还难看 所有的希望 像是一座已经崩塌的城堡 再也无法重建 他的内心深处 充满了无尽的遗憾 有人在夜里看海 有人在雨中漫步 亦有人在风中释怀 更有人把爱人当归人海 任思念长满苔藓 宋玉白 你想要的 我都成全你 包括离开你 他唇角勾起妖艳的弧度 在离婚协议书的女方 那大笔一挥 签下自己的大名 其实很多时候 他都分不清 对宋玉白 到底是爱还是执念 李婉易找出来实用的行李箱 将自己带来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打包装箱 最后 他将宋奶奶送的那枚传承的戒指 还有那条伯爵定制款的蓝宝石项链 一同放在了离婚协议书上面 以后得以后 两步向欠 张仪出来的时候 只看到了 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走出去的背影 去陪床 要带这么多东西吗 酒悬门 最顶级的包厢内 宋玉白坐在沙发上 修长的两条腿交叠在一起 指尖夹着一根细长的薄荷烟 烟雾生腾 隐秘了他的表情 偌大的房间里 只有他跟沈卿尘两人在喝着酒 诉说忠常 徐晶阳是个藏不住室的人 所以他那十几年藏在心里暗恋的秘密 自始至终 只有沈卿尘一人知晓 卿尘 你说我该拿他怎么办 这样的谈心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宋玉白口中的他 自然指的是李婉义 沈卿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他静静地等待宋玉白的下吻 卿尘 你知道吗 他回宋城没多久 我就把他拐去领证了 此话一出 沈卿尘拿着酒杯的那只手倾颤了一下 眼底的神色也跟着晦暗不明 是吗 沈卿尘仰头灌了一大口酒 那天我骗了他 什么云顶山的大师说 让我尽快找一个身上有颗红质的女人注册结婚 根本就是我编的 他居然信了 宋玉白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沈卿尘不知在想什么 眉头紧锁 宋玉白苦涩地笑道 我还把他拐上了床 就在楼上我常睡的那间套房 那晚我知道 是他使了点小伎俩 他故意扑进我怀里 让我送他去医院 可他是李婉逸啊 我消想了十几年的人 我怎么能就此放过他 若非他故意上当 谁又能算计得了他 沈卿尘侯解滚动 唇角微微下垂 又是一大口酒灌下肚 如梗在喉 宋玉白又说 卿尘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就算我把他拐上床 正也领了 可他始终对我很淡漠 我多次拿苏金安试探他 他没有一丝异样 那天苏金安生日你也看到了 他甚至还搓后我俩 你说 有他这样的吗 沈卿尘这才缓缓开口 你有跟他说过 你的真实想法吗 爱情是经不起试探的 需要真心换真心 卿尘 我不敢 我真的不敢 宋玉白默默摇了摇头 他从来没在一件事上 这么耸过 每当我鼓起勇气 想表白的时候 他身边永远都有顾言之 我真的耸了 沈卿尘劝解道 不试试 怎么知道不行呢 以前或许不行 现在你们都目以成舟 像婉逸这种女孩 是不会轻易 跟一个陌生男人上床领证的 如你所说 他既然能把主意打到你身上 说明还是在意你的 要不然他 怎么不算到顾言之头上 以顾家的势力 足以护他周全 也能跟你家老爷子抗衡 沈卿尘的一番话 彻底点醒了宋玉白 他眼里泛起稀迹 顿时有些恍然大悟 像李婉逸这样聪明的女人 如非不愿意 怎么可能算到他身上 沈卿尘拍了拍他的肩膀 九旋 你这是执念太深 当局者迷 丁 宋玉白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屏幕显示一条短信 发送人 张仪 他拿起来点开查看 太太回来了 宋玉白蹭地从沙发上起来 将手指间的烟碾灭 清晨 今晚谢了 婉逸回去了 我先走了 回头再找你 说着 他抄起沙发上的外套 急不往外走 沈清晨恩了一声 但笑不语 待房门关上 沈清晨无奈又苦涩地勾了勾唇角 拿起酒瓶 将瓶中酒意饮而尽 从蓝月弯出来 李婉逸的表情已经恢复如常 这样的他内心比哭还难受 与宋玉白在一起厮混的这两个月 是他最开心的时光 虽然有时候 他会打着自己的小算计 算计着 怎么能让他喜欢上自己 现在回想起来 心底无限悲凉 每一次的回忆 都像利刃一样 刺痛着他的内心 他也曾对他温柔以待 现在却成为了残酷的回忆 李婉逸沿着小路 走了很远的路 此时 另一条大路上 鲜红色的蓝薄金尼 急驰而过 他直到穿着高跟鞋的脚后跟 磨出两道红印子 这才在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古明街黎家大院 司机不免回头看了他一眼 姑娘 黎家早就被查封了 你确定去那吗 李婉逸轻轻点了下头 是 给钱办事 司机也没再说什么 出租车开了二十几分钟 车子停在了黎家大院门口 从爸爸出事后 他回到宋城后 就没敢回这里看一眼 如今 他成了孤家寡人 特别特别想他的家 蓝月湾是寄人篱下 而嘉陵景院只能算个住处 偌大的宋城 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只有这里 黎家大院 这里是他曾住了二十年 有他所有的回忆 那些开心的 不开心的 都在于此 他赴了前后下车 看着门口贴得明晃晃的封条 不自觉呼吸急促 黎家大院 此时黑漆漆的一片 就像落败的黎家 残破不堪 没有一丝生机 之前爸爸没出事的时候 这个点他 怕是在缠着他 陪他玩电动 或者练舞蹈 又或者练钢琴 夜已经深了 他不知站了多久 站得脚都骂了 自从妈妈跟那个男人走后 他越发调皮 不受管教 经常翻墙偷偷溜出去玩 被黎正抓包了好几次 两人就像猫捉老鼠般 乐此不疲 每次他都要被爸爸 唠叨个不停 黎正真是又当爸又当妈 有他这个女儿 真是够倒霉的 想到这 他便觉得又想哭 又想笑 他觉得 自己定是疯了 抽空一定得去看心理医生 想这里 他突然很想进去看看 他曾经住的地方 于是 他把行李箱靠在院墙边 脚踩在箱子上面 高度刚刚好 他能双手攀住院墙的边缘 李婉一双手撑着使劲 他整个身子 被他胳膊上的力量带起来 右腿借力 轻轻松松搭在了墙上 现在他长大了 爬墙倒是毫不费力了 只可惜 离家也没了 他整个人攀附在墙上 却忘了院墙那边 没有他可以借力 踩着下去的东西 一时间 他被自己困在墙上 整个人趴在上面 进退两难 他往院墙里看了看 要不然就直接跳了吧 大不了就摔个屁股端 李婉一此时的心思 完全放在跳不跳上面 他完全没有听到 男人走近的脚步声 男人长身而立 事先定格在他身上 老婆 需要我抱你下来吗 李婉一寻声转头 被吓了一大跳 眼睛不由地瞪得大大的 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宋玉白一身鼻挺的西装 在路灯的照射下 背光而立 那道视线太过明显 直勾勾 正正地看着 脸上的神情 有些异样的狂热 他的表情 李婉一看得并不真切 李婉一努力让自己 看起来平静一些 他本就干的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又被吓了一跳 两条腿在不自觉地颤抖 宋玉白的声音再次响起 老婆 嗯 要我抱你吗 李婉一冷哼一声 他才不要他抱 于是 他在墙头上的姿势 由趴着改为坐着 声音不变喜怒 你怎么在这 宋玉白都弯着眼睛看他 我来接我老婆回家 宋先生 你搞搞清楚 我们于今晚已经离婚了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李婉一的心已经彻底凉了 他不想再跟这个人 有过多的牵扯 宋玉白耐着性子说 没去领离婚证 不做数的 就算离婚 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呢 李婉一抬眸 用一种模糊了打量 和观察的神情道 你以为你是谁 不想离就不离 我告诉你 现在是我想离婚 你说了不算 宋玉白眸色微沉 不离 我们不离 你下来 听话 李婉一的眼神坚定无比 二十一 你拿回去 这婚离定了 宋玉白被他这样的眼神 搞得心理防线差点崩了 我说了我不想离婚 行 既然你不想离 那明天你跟我的律师谈吧 李婉一双手扶着墙壁 偏头望向远处 不再看他 宋玉白扎心 你要跟我打官司 李婉一面色坦然 是 早离了对谁都好 凭什么他说离就离 他想不离就不离 拿他当家里的暖床丫鬟使唤吗 以前离正护着他的时候 没人敢欺负他 现在他爸不在 别人也休想 如今看来 这离家大小姐的性子 他是改不了了 宋玉白沉默片刻道 你还喜欢顾艳之 李婉一眉吭声 一双乌润的眸子看着他 宋玉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左胸深处 出现一阵尖锐的慌乱 汗水从掌心渗出 他怕听到那个最不想听的答案 慌乱之下 接着说 能不能以后别见他 别喜欢他 反转来得猝不及防 李婉一这才拿正眼瞧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 干嘛 宋玉白像的毛头小子 没头没脑地说 看见你俩在一起 我心里就不舒服 李婉一愣了一下 嘴上不饶人 心肌梗塞的话 早点去医院 还有得治 宋玉白的心里忐忑 你这女人 讲不讲道理 李婉一满脸不可思议 姓宋的 到底是谁不讲道理 你自己跑了加州去 为了你那点可笑的占有欲 跟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抢人 这是其一 莫名其妙地跟我离婚 这是其二 我都同意离婚了 现在又没头没尾地跑过来 说不离这是其三 我就没见过 像你这样不讲道理的人 宋玉白被他那鄙夷的眼神 深深刺伤了 李家大院的院墙并不高 宋玉白本身个头就高 他突然间伸手去抓他的手 李婉一企图甩开他的手 却被他大力牢牢握住不松手 拉扯中 李婉一疏地从墙上掉了下来 他心底一惊 直接没入一个强劲有力的温暖怀抱 李婉一气不打一出来 怒上心头 放开 宋玉白不说话 也不松手 李婉一想想 白纸黑字签的离婚协议 就觉得窝心 他本着一张脸 更是黑得吓人 放手 耳朵聋了 宋玉白说 你说不离 我就放手 李婉一怒急返笑 凭什么 凭我喜欢你 此话一出 宋玉白感觉自己的心脏 快要跳到嗓子眼了 积攒多年的话 在心口难开 终于再一刻吐露了出来 虚语间 李婉一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浑身上下的毛细血管 都在急剧收缩 他浑身的酥麻感 从脚底涌上心头 一动不敢动 心底已是掀起千层巨浪 夜幕下 他的眼眸中 映着璀璨的微光 宋玉白的心扑通扑通 跳个不停 他将她圈在怀里 紧紧地抱着她 仿佛是怕她会 一个不留神 就会跑了 没得到她的回应 她心底更是慌得不行 李婉一 如果你也喜欢我 我们就是双向奔赴 如果你不喜欢我 那我就要强取豪夺 李婉一的脑袋 完全是空的 大脑一片空白 眼前也跟着一片花白 耳中无限放大她那句 凭我喜欢你 见李婉一完全没有反应 宋玉白的额头 已经渗出了细腻的汗珠 她自顾自地说 我一直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小夜 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久到我感觉快要过完了一辈子 每天都是煎熬 我想告诉你 我对你的喜欢 比任何人都强烈 我喜欢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 你的一切的一切 包括你的缺点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没能告诉 你我的感受 我会不会后悔一辈子 小夜 我妈去世后那几年 我也曾把光阴浪费 莽撞到誓死如归 但从遇见你的那一刻 我便开始渴望长命百岁 享受你这一辈子 衣食无忧 健康快乐 老婆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向你证明 我有多么喜欢你 李婉一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喷的一声 整个炸开来 像香槟泡泡一层一层的蔓延开来 肆无忌惮地流淌 躺了他满心满眼满世界 静在咫尺 呼吸可闻 胸腔里那颗脆弱的心脏 跳得无比欢快 像是被炸了 可是好奇怪 一点也不疼 宋于白的一番表白 搞得他都想抱个紧 有人在他心里围禁放烟花 炸得他满心都是 久久不散的那种 李婉一又记得有一次撞见他逃课 他穿着校服 挽起袖子 天边的夕阳特别好看 风也无限温柔 吹起他额前的碎发 露出他星月般的眉眼 他知道他长得好看 可那天还是惊艳了他好久好久 年少时期的宋于白 有种不顾别人死活的帅 李婉一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他 一宝 你喜欢我吗 或者对我有没有一丝的好感 宋于白的呼吸洒在他的耳阔 带着一丝丝酒气 温热又撩人 仔细听 还有一丝紧张 答案自然是喜欢的 可自己埋在心底最深处的小酒酒 要被包丝抽茧地放在阳光之下 属实有点难以启齿 李婉一强装镇定地哽着脖哽 脸上是一派强硬的镇定 只是那对小耳朵 却出卖了他 冲了血似的 红得不成样子 李婉一说 你喝酒了 谁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 毕竟双向暗恋的概率微乎其微 大多数都会无疾而终 不知上辈子记了什么德 这样的好事 他没想到 其实他信他说的是真的 一宝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是喝了酒 但我没喝多 我只喝了一点点 我现在清醒无比 不信你现在打电话问沈卿尘 他一直知道我喜欢你 他是你的好哥们 说什么还不是你说了算 宋瑜白急了 慌乱之下 他说 你要实在不信 你现在跟我去宋家老宅 问我养的那只大鹦鹉 一条 李婉一扑斥一下笑了 第一次听说 谁家表白还得需要一只鸟作证的 而后他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当时那只大鹦鹉 当时喊的九旋喜欢一一 一一就是一一 代表宋瑜白喜欢李婉一 原来 这么明显了 他还没有发现 原来 暗恋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暗恋 也是他的 宋瑜白说 你知道了 李婉一在他怀里点了点头 宋瑜白追问 你还没说 你喜不喜欢我 问题转了一圈 又抛了回来 李婉一正犹豫着如何应对 也不能太便宜了他 就算再喜欢一个男人 也不能惯着 毕竟这家伙太可恶了 喜欢他还跟苏金安 有事没事就搞在一起 现在想想 还是会生气 宋瑜白的心一直悬着 手心都是汗 后背也不自觉地崩直 结果没等李婉一的答案 他自己先绷不住了 一宝 跟你提离婚是我不对 是我昏了头 我不该跟一个小孩子 争风吃醋 更不该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不该跟苏金安拉拉扯扯 以后我一定离他远远的 手好难得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会往西 都是我不对 我深刻反省 我不该像一个胆小鬼一样 待在自己认为的舒适区 我应该早点跟你表白 你不知道 刚当我回家 看到离婚协议书上 你签的名字时 我整个人都慌了 胆战心惊 活了这么大 没这么怕过一件事 怕像六年前你 出国那次 走得干脆利落 让我连你的一个背影 都看不见 宋瑜白油圈抱着他 改为拉着他的小手 两人面对面 视线相交 李婉一直到此时 才在路灯的照射下 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 宋瑜白眼眶微红 他的目光炙热坦诚 如湖水般清澈见底 那双眸子像最深的湖水 被他看一眼 就像被春风抚摸 在黑暗中温柔着 宋瑜白见他没拒绝 也没答应 耐心哄着 老婆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怪我跟替你离婚 李婉一想也不想地说 没有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这下 宋瑜白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他是实在拿不准 他心里怎么想 这样吧 老婆 不管你现在喜不喜欢我 只要你别喜欢顾雁之 别见他 把我放在你谈恋爱的第一人选 想恋爱就找我 不想谈恋爱的话 我们就维持原来的关系 你也别逼我跟你离婚 我心脏受不了 李婉一 许是喝了酒的原因 宋瑜白一直唠叨的不停 殊不知 他是害怕失去 又加上压抑太久 所以想将自己的心里话 一股脑地吐出来 一阵阵暖流 从李婉一的心头涌出 心中被他悄无声息掐灭的火花 被他硬生生地点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向来吃软不吃硬 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朱唇清起 看你以后的表现 此话一出 宋瑜白握着他的指尖力道加重 第一次因为 他一句含糊其词的话 产生这种不受控制 而滋生的喜悦 总之 没拒绝 有机会就好 十四年 五千多个日夜 每一天他都在等 每一夜他都在熬 如今那片枯井似势 突然触到了水源般地活了过来 宋瑜白眉眼向下弯 谋中满是笑意 试探性地问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我可以追你了 李婉一没否认 也没点头 却把宋瑜白高兴坏了 没否认等于默认 他现在要跟他在一起的决心 恐怕就算现在面前是个男人 他都能把直的掰成弯的 还没等李婉一回过神 宋瑜白修长的手臂 已经还上了他的腰 原地将他抱起来 卯足了劲的转圈 李婉一凭空失重 下意识紧紧还住宋瑜白的驳岗 宋瑜白欣喜若狂 像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 终于抱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 来回转圈 李婉一被他转得晕头转向 别转了 要转运了 宋瑜白抱着他 足足转了十好几圈 才作罢 他身强体健 更是大气都没喘一下 李婉一倒是被他转得晕头转向 眼貌惊心 感觉眼前都在虚晃 直犯恶心 却不曾想 宋瑜白欠欠地说 老婆 我就知道 你对我有感觉 倒也不必一直抱着我不撒手 李婉一还在他脖梗的手 顿时抽了回来 心里暗骂 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宋瑜白现在心情大好 忍不住调侃 我脖子烫手 有些人上一秒在装小奶狗 下一秒就要恢复大灰狼的属性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得一个什么劲 李婉一的话 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 宋瑜白眸色一领 手指逐渐收紧 什么话 谁告诉你 我喜欢顾燕之了 李婉一面上很是坦荡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 我俩是朋友 从未越过劲 从未 他的一番话 无疑是给宋瑜白 注入了一针最有力的强心剂 李婉一突然感受到 他身体轻颤 像忍不住了那般 发出嘀嘀的笑声 宋瑜白从未有像今天这样 酣畅淋漓过 那声音越笑越大 他的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颤抖 笑着笑着 他就有点想哭 直到有人路过 忍不住回头观看 李婉一怕丢人 挨着他家宅子这么近 难免会有之前的老邻居什么的 他没好气地说 行了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宋瑜白拉着他的手不撒开 他的鲜鲜玉手 被他握在手掌中 有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感 宋瑜白问 那你呢 不跟我回家 李婉一抽了抽手 没抽动 放开我 我得去医院照顾小哲 加州带回来那个孩子 李婉一点了下头 嗯 我陪你一起 不用了 别跟我客气 宋瑜白的情话张口就来 我现在一分一秒 也不想跟你分开 李婉一对他 还是别了 我怕某些人再跟他孩子 志气抢他妈咪 宋瑜白从加州回来 想明白的那文 便查了那个小男孩的来历 这回一点也不吃味了 还萌生出一种 要跟他共同养孩子的想法 那是他的心肩宝贝 拿生命救的 也会同样珍惜 宋瑜白宠溺的笑 还生气呢 没有 女人都喜欢口是心非 我懂你 以后我也会宠着你 惯着你 九爷这么了解女人 我只了解你 在我眼里 只有你是女人 压得这伙情话一套一套的 他严重怀疑 他是不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宋瑜白一只手 拉起他的行李箱 另一手牵起他的手 走吧 李婉一的手掌被包裹住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两人就像吵玩架 又和好的小情侣般 一个偷着乐 一个光明正大的乐 宋瑜白风神俊朗的容颜上 显得神采飞扬 眼角眉梢都透着春风得意 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确定他 不喜欢顾艳之 一想到这就觉得神清气爽 他现在就想着好好地追他一次 弥补学生时代的遗憾 他若喜欢他 便是喜上加喜 他若不喜欢他 他就追到他天荒地牢 总之 他再也不会放开他的手 去医院的路上 车内宋瑜白单手 打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握着他的手 来回揉搓 稀罕得不得了 当真是一刻也不松手 最主要的是 还要时不时地看他一眼 活活地成了丁漆狂魔 望穿秋水 望眼欲穿 你好好开车 李婉一被看得不好意思 耳根子一红 忍不住提醒 看路 别看我 我看我老婆 天经地义 宋瑜白说得大意凛然 话锋一转 可是老婆 你脸红什么 李婉一被他这么一说 脸色更红了 面红耳赤的不像话 宋瑜白从未没见过 他这么修男的模样 平时他都是伶牙俐齿 像带刺的也没归 就算是在床上 做爱百般纠缠的时候 那也是强强联合 书人从不书阵 如今他含羞带怯的模样 看得他心痒难耐 可医生说 他那个结杂手术 要一个月才能同房 现如今连轻他一下 都得优着点 他一碰到他 定力基本为负数 现在沦落到 只能摸摸小手 望眉止渴的地步 宋瑜白成胜追击 你是不是喜欢我 李婉一咽了咽口水 强装镇定 谁喜欢你了 这么自恋自大又丑屁 口是心非 明明就要喜欢死我了 还不承认 死鸭子嘴硬 宋瑜白心里拿不准 可嘴上功夫了得 没事 我说了我会宠你 就算你不承认 也没关系 要是换座以前 李婉一高低要对他一番 如今被说中心事 气焰也就少了几分 好好开你的车 闭嘴 锅躁 宋瑜白眼含笑意 老婆 我好喜欢好喜欢你 怎么办 李婉一瞬间头皮发麻 好不容易才挤出两个字 憋着 宋瑜白看着他 只觉得心头忽而炙热 像是春夜燃起的篝火 憋不住了 他降下兰博基尼的 超跑的顶棚 一边开一边呐喊 我喜欢李婉一 我好喜欢他 超级无敌喜欢他 李婉一忽然举得自己身体里 某处重重地跳了一下 有什么东西 带着未知的重量 从高处雷霆万钧地砸了下来 于震带着心脏 也跟着颤了颤 今晚注定是不平凡之夜 也是他爸爸进去后 最开心的一夜 李婉一心里高兴 但还是开口阻止 别喊 你不先丢人 我可丢不起这人 两人年纪加起来超过50 还把小年轻的浪漫玩上了 这要是被拍到 又得上热搜了 保不齐吴锡同 还得拿着是爷于他 本身车速开得并不快 车身又是扎眼的红色 外加一个超级辆的车牌号 送A88888 经过他这么一喊 引来了周边车辆司机的侧目观看 都以为是送成哪家富家公子哥 为爱痴狂 送于白打去 那你就把脸捂起来 丢人的是我来干 送于白当真是把后脸皮 发挥到了极致 他也当真是开心到了极点 他叫了一路 他就把脸捂了一路 这一局 比谁的脸皮厚 他输了 但也偏偏拿他没办法 车子抵达医院的时候 已经将近晚上11点了 车内 送于白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偏生出几分暧昧的气氛 李婉一想逃离 便抬手去解安全带 却不料 送于白快他一步倾过身子 去帮他解 他的发丝拂过他的脸颊 隐隐约约可以闻到 他身上淡淡冷山的清香 很好闻 再看他近在咫尺的俊脸 那高挺的鼻梁 优美的唇形 看起来很好清的样子 送于白仅仅一个余光 就能扫到他脸上的表情 忍不住打去 想亲就亲 别憋着 哎 免费给你亲 李婉一心里的小九九 一下被撞破 羞愧难当 谁想亲你了 自恋狂啊你 送于白脸上笑意更甚 没事 是我想亲你 是我憋坏了 都是我想亲 李婉一善笑 心说这 谁能顶得住 肚子里的蛔虫 也不过如此了 两人间的距离近在咫尺 送于白头微微往右一偏 慢慢转过头去 他止不住笑意 抬起他红扑扑的小脸 唇落在他的额头 眼睛 鼻尖 最后才覆盖在他的阴唇之上 只有纯粹的联系和温柔 并不深 小意 即使生命再来很多遍 那个夏天 我依旧会对你一见钟情 送于白的声音 在他耳边不断地回响 响了很多很多遍 以至于他大脑嗡嗡的 两耳失聪 什么都听不见 其实他也是 一见钟情 大概就是小脑正常 大脑像被泼了开水 还好他命够硬 从战场中活了下来 要不然 这人间最美的告白 他得在坟墓里听到了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你看 只要不放弃 任何事情都有奇迹 李婉一被他牵着手 一路往前走 直到快走进住院楼的时候 扑通扑通的心跳 才稍微缓和 宋于白又恢复了 那副魂不令的模样 唇角斜钩 老婆 我知道你一油未尽 还没轻够 我都是你的 放心 跑不了 李婉一感觉自己 被调戏了 拿胳膊肘 在他腰间对了一下 力道并不重 哎哟 宋于白细经上身 老婆 痛 下手轻点 以后这腰你还得用 李婉一嘴角抽了抽 别在我跟前插科打混 宋于白凑近他的耳边 暧昧地说 你可以打我屁股 屁股不怕打 此话一出 李婉一瞬间联想到了 他一副活色生香的场景 脱口而出 那我可以不用手打吗 宋于白一脸坏笑 例如呢 想用什么 小皮信号编吗 李婉一硬着头皮说 也不是不可以 宋于白了然如新 原来我的老婆大人爱好这口 下次 让你梦想成真 李婉一也逐渐琢磨出来了 跟宋于白相处的一点规律 那就是 脸皮要厚 两人之间的话题越聊越深 车速越开越快 主要是李婉一拉下来脸皮 也没再怕的 脑子中那点现学现脉的黄色废料 一股脑子全部倒了出来 宋于白爱死了他这股不服输的小倔境 真想实地操练一下 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谁是大小王 算了 他是小王 转眼间 两人已经来到小折的病房前 李婉一轻轻转动门把手 两人捏手捏脚地走进去 护工在一旁的小床睡得迷迷糊糊 感觉到有人进来 便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因为要时刻照顾病人 他们这一行浅眠都是正常现象 李小姐 您回来了 李婉一伸着右手的食指 比了一个须 小声地说 你回去休息吧 我守着他 护工刚想说他 在这守着就行 可当看到后面跟着的男人高大的身影时 想说的话咽回了肚子里面 那我一早再过来替您 李婉一应下 好 你走吧 辛苦了 护工笑着说 不辛苦 应该的 那李小姐跟孩子爸爸快进去吧 一生孩子爸爸 是彻底叫到宋于白的心坎里去了 宋于白搭枪 今天做得不错 明天给你涨工资 护工一听 眼睛都亮望 赶忙说 谢谢李小姐 谢谢李小姐的先生 宋于白说 不用客气 你走吧 李婉一簇眉 梅之声 下意识想当着外人给他留面子 心里却憋着一口气 待护工离开 李婉一冷眼逆着他 怕把小折吵醒 巧声说 谁说的涨工资 谁出钱 宋于白眉眼带笑 从西装口袋中 掏出一张黑金卡 塞进李婉一的手里 我出 没有密码 没有额度 随便刷 出多少都行 李婉一气劫 把卡还了回去 这是谁出钱的事吗 他说 蜈蚣不受禄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宋于白又塞回去 老公赚的钱给老婆花 天经地义 拿着 李婉一再次还了回去 结婚证上的假老婆而已 我都有结婚协议书的 两年一到 自动解约 说到这 宋于白自知理亏 这也算他自食恶果了 当时被他气得话敢话 脑子一热 才弄了那个协议书 他想用两年的时间 让他爱上他 也是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说服自己 如果还是无果 那就是无缘 就算黎征一时半会出不来 那二十亿也足够他下半辈子 吃喝不愁 老婆 我错了 宋于白把黑金卡 重新放回他的手心 顺势抓着他的手 声音里带了几分小委屈 软着声音央求他 以前都是我不对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收下吧 男人撒娇的杀伤力 不亚于女人 况且 像宋于白这种尺度 把握得刚刚好 甜而不腻 他认真撒娇的时候 那双眸子水润 眼角微微挑上去 让人一不开眼 李婉一心里美滋滋 嘴上说 我全当给你个面子 宋于白见他收下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谢谢老婆大人 李婉一哪见过 这样的宋于白 一时鬼迷心窍 卡也跟着收下了 话又说回来了 这也没什么好矫情的 他不缺钱 也不图他的钱 两人来到病床前 床上的小男孩 正在熟睡 许是今天周车劳顿 累了 他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有深深的呼吸声 昏黄的灯光下 还是能看出 他皮肤很白 一头羊毛卷的头发 圆嘟嘟的脸蛋 长长的眼睫毛 像把小扇子 惹人怜爱 宋于白明知故问 老婆 他为什么叫你妈咪 这回 就算他是大尾巴狼 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李婉一也没想藏着掖着 但说起小哲的来历 他的内心 总会泛起无限波澜 让他睡吧 我们去沙发那边说 别把他吵醒了 两人来到沙发上 宋于白一副 席耳恭听的乖巧模样 让人联想到 坐立的泰迪 在摇着尾巴 李婉一的眼眸里 藏着让人看不懂的情绪 正要启齿 他眼珠一转 心想不对 画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以宋于白的性格和手段 绝对是调查过他的 包括小哲的来历 李婉一笑得媚眼如丝 装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嗯 小白同知 宋于白瞬间如芒刺在背 这就被发现了 有时候另一半太聪明 也不是好事 估计藏的私房钱 都会被抓包 李婉一投来审视的目光 怎么不回答 嗯 还是想听故事 我的故事有那么好听 叮铃铃 宋于白正私存着 该如何认错时 一到月耳的手机 铃声响起 彻底打破僵局 就踏于水火之中 他从裤袋里掏出手机 屏幕显示 徐晶阳来电 李婉一漫不经心地低下头 开始玩手机 但他却一直竖起耳朵在听 等待着下文 毕竟现在已经夜里11点了 宋于白按下接听键 喂 他故意没说人名 眼里的余光 扫过旁边的小女人 徐晶阳的声音传来 哎呦喂 这不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男主角吗 真是甜得我牙疼 宋于白拿着手机的手在右边 李婉一在他左边的沙发 所以电话里说了什么 他根本听不见 宋于白也语 牙疼去看医生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徐晶阳说 我说九旋 你咋那么骚包呢 你边开着跑车边表白的视频 都被网友转疯了 宋于白唇搅斜钩 我帅不帅 李婉一文言 眉头下意识微粗 徐晶阳在电话那头调侃 帅是真的帅 骚也是真的骚 还有一点脸皮 也是真的厚 宋于白只捡起自己爱听的 帅就行了 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 看你心情这么好 婉一答应你了 早晚的是 宋于白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看你美成这样 他在你身边 在 你要跟他说话吗 要要要 赶紧地把电话给他 我跟弟妹好好捞捞客 徐晶阳激动得很 却不料 宋于白毫不留情面 想得美 挂了 宋于白压根没给徐晶阳 递把递的机会 直接将电话挂断了 李婉一听得一头雾水 自从电话接起的那一刻 他打开一个网页 视线停留在上面 就没动过 宋于白将他的小表情 小动作 尽收眼底 唇角笑意更浓 老婆 是杨子打来的电话 不是女人 放心 李婉一清闲眼皮 我没问 宋于白解释道 老婆 是我主动想跟你报备 今晚我跟你表白的事情 被人发到了网上 杨子打电话来问问 李婉一抿唇不语 果然还是被发到了网上 他就知道 丢死个人了 亏得看不到他的脸 宋于白揽过他的肩膀 将他圈在怀里 唇角蹭了蹭他光洁的额头 接着说 小意 以后 想问什么就问 想说什么就说 不用藏着掖着 也不必耍一些小心机 你我坦诚相待 你要知道 我的余光里是你 余生也是你 李婉一抬眸 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 那双比明月亮 比清风干净的眼睛 此刻正牢牢地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那深沉而克制的眼神 以至于他后来 每每想起这个场景 都觉得浑身从脊梁鼓 酥麻到脚趾间 两久 李婉一才反应过来 他的话中有话 也不必耍一些小心机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李婉一自知理亏 因为从他回国后的 第一次开始 就在算计他 后来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他睡觉的时候 会假装掉下床 又或者会喝醉酒薄同情 他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眼前这个男人 宋玉白若非是喜欢他 估计酒学门那夜 会直接命人将他丢出去 夜里 两人一个睡沙发 另一个睡了陪护床 李婉一在陪护床上躺着 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微微有些纳闷 他说分开睡 他就直接同意了 按宋玉白的太迪属性来说 不应该啊 不管了 反正他现在感觉自己 像在做梦一样 心里止不住欣喜 李婉一蒙在被子里面 一会掐掐自己的脸 一会掐自己脖子 一会又去掐他的大腿肉 以此来证明 自己还活着 证明不是自己的异想 做梦都想得到的一个人 今晚更是想自己 把所有的心意深埋 他本来都做好了 孤独终老的准备 如今却跟他表白了 暗恋了这么久的人 终究是被自己搞到手了 现在身心都是属于他的 那种被幸福团团包围的感觉 让他止不住心脏狂跳 那些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终于在今晚有了交代 当他在想他的时候 他也在想他 光是想想就兴奋不已 宋玉白当时会想他什么 也会像他一样 看过默默看过他无数个背影吗 他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毫无睡意 现在把他放在操场上 他估计得能跑个十好几圈 才能压住那颗 快要蹦出来心脏 原来念念不忘 真的会有回响 老婆快睡觉 沙发上传来男人低唇又雌性的声音 我是你的 不会半夜跑掉的 黑暗中 宋玉白闭着眼睛 唇角却抑制不住的上扬 李婉一心底一阵悸动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随便找了个理由 我是觉得床太硬 不舒服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想让我抱着你睡 宋玉白挑逗他 老婆 我只给你一个人免费睡 李婉一拿桥 那别人给钱就能睡 宋玉白没在慌的 我的意思是 免费和睡是两点 先决条件只能是你 她的声音让人着迷 很有雌性 温柔 像是重力的蜥蜴 让她每分每秒 都想象她的声音靠近 李婉一感觉自己被聊了 脸开始发烫 宋玉白忍君不惊 老婆过来 我抱你睡 我保证乖乖的 不动手动脚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李婉一把头一直缩在被子里 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她才不会上当 男人这时候的话 跟渣男语录里的蹭蹭不进去 有什么区别 抱着抱着 就开始上下棋手了 而且 两人那方面太和谐了 她一碰到宋玉白 便会有身体上的生理反应 她信不过她 更信不过自己 闻声 宋玉白天人交战了一会 说 那你赶紧睡觉 别逼我把你按在床上惩罚你 主要是她现在心有余 而力不足 只能进行语言上的恐吓 两人各怀心事 李婉一更怕她太敌属性大爆发 赶忙说 睡睡睡 我马上睡 你别跟我说话 宋玉白宠溺地说 老婆 晚安 李婉一没再接话 她开始静下心来让自己入睡 直到后半夜 也不知道几点 才辗转睡了过去 一日 窗外蓄日东升 晨曦穿过秘密扎扎的扶书之夜 头落满墙晃动的日影 无数的光斑在窗帘上跳动 显得光影交错 要人眼目 病房内 李婉一还在睡梦中 两条修长的眉腿夹着被子 她睡得很熟 均匀地喘息着 脸上还浮现出丝丝笑意 而病房另一角 男人齐长地身影 手插口带颤的笔直 直到她大腿的小团子 双手抱胸 仰着头 一脸人畜无害的模样 软乎乎的小脸有些骨 她正乃凶乃凶地 瞪着眼前的男人 水灵灵的大眼睛里面 仿佛藏了刀子 两人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让着谁 小哲问 你是谁 宋玉白达 我们见过 在加州 记得吗 小哲顿时想了起来 你是那天要抓走我妈咪的坏人叔叔 宋玉白双眸微眯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我是你妈咪的老公 小哲气鼓鼓地说 我妈咪从来没有老公 宋玉白情笑 现在有了 就是我 按理说 还得叫我一声爸爸 我才不要 小哲快要被气死了 我有把鼻 我把鼻是顾燕之 宋玉白一听到顾燕之的名字 气不打一出来 你妈咪说了 不喜欢她 我妈咪 也没说喜欢你 大人的是 小孩子少管 你为什么要偷亲我妈咪 都说了我是你妈咪的老公 亲一下又不犯法 不行 你不能亲我妈咪 你说了不算 她是你妈咪 同样也是我老婆 名正言顺的合法老婆 我想亲就亲 哇的一声 小哲哭了 宋玉白一下慌了 他压低声音说 哎 你别哭 有话好好说 你妈咪还在睡觉 别吵醒她 小哲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她妈咪 忍了 哭声戛然而止 李婉义对小哲的哭声很敏感 虽然只是一声 她还是听到了 她半眯着眼睛 从陪护床上爬起来 小哲刚刚是不是哭了 宋玉白蹲下 将她从地上捞起来 抱在怀里 没哭 我在跟她玩呢 小哲太可爱了 小哲脸上写满了抗卷 妈喵抱抱 李婉义拢了拢头发 下床去把小哲 从宋玉白的手中接过来 小哲紧搂着李婉义的脖梗 侧头像宋玉白调皮的 吐了吐舌头 宋玉白不自觉地好笑 小鬼还蛮好玩 跟她杠上了 李婉义一连母爱般的宠蜜 柔声问 宝贝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宋玉白第一次见 这样极具温柔的她 挪了挪嘴 有些吃味 还挺羡慕那个小鬼 小哲摇摇头 妈咪 我很好 没有哪里不舒服 李婉义又问 那你想吃什么早餐 我去买 宋城的早餐 可能跟加州的不太一样 宋玉白忙说 我已经让江特柱去买了 扣扣 敲门声响起 宋玉白长腿一脉 率先走过去开门 说曹操曹操到 江四拎着大包小包 各种早餐进门 手里塞得满满的 哪只手也没闲着 江特柱一进门 格外热情 祝九爷跟太太百年好合 白头到老 李婉义抬眸扫了一眼宋玉白 宋玉白无奈耸奸 可不是他让江特柱这么说的 不过这话 他确实喜欢听 宋玉白暗存 是时候给江特柱涨涨工资了 放桌子上吧 李婉义招呼江四 江特柱你也留下一起吃吧 东西太多了 我们也吃不完 江四摆摆手 谢谢太太 我已经吃过了 九爷怕小少爷吃得不习惯 所以特地嘱咐我 早餐的花样一定要多 你们就捡着喜欢的吃 好 谢谢 李婉义玩耳一笑 心中有一阵阵暖流淌过 宋玉白低头看了下腕表 见时间差不多了 走过去拿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 李婉义一愣 你要走 不吃早饭吗 宋玉白微微含笑 柔声道 公司里还有事 上午有几个重要的会议 要开 李婉义的唇角微微下垂 哦 那你赶紧去忙吧 宋玉白唇角斜钩 情笑 知道你舍不得我 放心 忙完我就来看你们 李婉义休难 当着孩子 还有江特柱的面 瞎说什么呢 知道你面子薄 宋玉白笑意更甚 江特柱 转过身去 江四收到指示 想也不想地 立马背过身去 接下来 宋玉白一只手 捂住小折的眼睛 另一只手 勾着李婉义的脖子 温热的气息 撒在她的耳畔 轻声而语 老婆 不要太想我 话落 她冰凉的薄唇 转移到李婉义 柔软的阴唇之上 不深不浅地吻了一下 浅尝折指 那脸克制 极尽温柔 李婉义的指尖颤了颤 苏玉的触感 从嘴唇蔓延至全身 正当她羞愧难当的时候 宋玉白已经全身而退 她指着自己的嘴唇说 诺 老婆 今天已经被你盖上张了 李婉义的小脸红扑扑的 赶紧走吧 别磨叽 宋玉白冲着李婉义 跟小哲挥挥手 老婆 我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还有你这个小鬼 照顾好你妈咪 小哲恶狠狠地瞪着她 嘟着嘴 鼓着腮帮子 诉说着自己的不满 她搂着李婉义 脖梗的小胳膊 紧了紧 妈咪又被坏叔叔 亲了 集团总部顶层会议室 上午十点半 偌大的会议室内 正在进行一次跨国会议 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 所有的股东董事们 均分坐在长方形的会议桌两侧 会议室的剧目 大屏播放着视讯会议 本次会议尤为重要 是所有的跨国公司 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的会议 讨论业务战略 市场趋势 合作商机等等 会议桌正中间 重心拱跃的男人坐在那里 一双深邃的黑眸 慵懒地盯着眼前的平板电脑 宋于白坐在主位 身上穿了件黑色的衬衫 领口散乱 扣子敞开两颗 衣袖微微挽起 黑色在他身上 显得格外清卷 他凤眼狭长 薄唇含笑 虽是一副懒洋洋的态度 却偏偏气势逼人 众多董事们 穿的都是重规重矩的 白衬衣黑西装 更显得宋于白 桀骜又不逊 只是大家也都习惯了 拥有白言望名号的宋于白 向来不按常理出牌 只希望今天的会议 能顺利结束 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宋于白许是 叮电脑叮得累了 便拿出手机把玩 他微信里的联系人并不多 聊天框置顶的 只有李婉一人 却从未与他在微信上 说过直言片语 但这个微信号 一加就是八年 那时候 微信才刚刚兴起 他大一 他大二 迎新生晚会那晚 他借着酒意 说他做游戏书了 必须要加一个女生的微信 随便加的回头可以删了 其实 是他已经想要他的联系方式 好久好久了 八年间 他从未见过他 发过一条朋友圈 更不知道 他有没有把他删掉 以前太想念他的时候 都会点开他的头像看看 他会隔段时间换头像 也正是因为这个 才让他的生活 不至于那么索然无味 他的头像 基本都是风景 一朵云 一朵花 一片晚霞 一艘船 一片海浪 或者他的一个背影 他会用来分析他的喜好 反复揣摩背后的意思 宋于白点开那个 熟记于新的对话框 指尖在上面轻轻点着 书下一串文字 这次没留给自己 任何考虑的时间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送键 老婆 是我 你的小白 消息发了过去 就那么发过去了 宋于白欣喜不已 他居然没有删除它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宋于白的心 也跟着揪了起来 会议上的内容 他耳朵自动过滤 不回复是没看见 还是压根不想回 他在心里暗存 肯定是因为照看孩子 还没看见微信消息 于是 他又编辑了一条 老婆 我想你了 紧接着第三条 老婆 你在干嘛 第四条 老婆 你离我一下呗 第五条 老婆大人 宋于白这边 像打开了宝藏画匣子 很快给李婉宜的微信 发了个满屏的消息 会议还在继续 宋于白这边 已经是新潮澎湃 春心荡漾 直到视讯会议那头 宋伯减轻壳了一声 九璇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宋于白揉了揉眉心 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下半年的战略部署 就按宋总说的做 我没意见 其实像这种重要级别的会议 搞见 他已经提前看过了 会议只是推进进程 有更好的方案便提出来 再商议敲定 宋于白将手机往桌子上一放 不小心触碰到了 手机上的屏幕镜像 叔弟 会议室的剧目屏幕 投放了他跟李婉宜的微信聊天框 偌大的会议室 瞬间鸦雀无声 在座的董事成员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安静地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声音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既暧昧又尴尬的气氛 几个年纪大一些的股东 更是老脸一红 谁都没想到 小宋总私下里 还是粘人小奶狗的类型 宋于白由于是背对着屏幕的 还浑然不知 都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有东西吗 宋伯茧的声音 从另一处音频设备传来 声音不变喜怒 宋总 请注意你的行为 现在是上班时间 宋于白有些猛 直到离他最近的副董提醒他 宋总 您回头看看大屏幕 宋于白侧目观看 他刚刚给李婉一发的几条消息 全部投在了上面 他有点哭笑不得 赶紧将手机蓝牙关了 宋于白正经微作 嗨嗨 会议继续 众人也不以为意 小宋总性子也 感情方面更是风流成性 经常被拍到榴莲各大夜店 不知道 最近又瞧上了哪家的千金 年人加年的正经 不过 像这种富家顽固子弟 哪个又有什么真心 现在一口一个老婆叫着 有什么用 会议继续开着 大家就当是一个乐子看了 谁也没放在心上 宋成中心医院 病房内 一片欢声笑语 吴希彤正在跟小哲比赛 玩投壶游戏 李婉一充当裁判 输得在脸上贴纸条 实际上 就是拿了个干净的垃圾桶 站在一定的距离 往里面丢纸团 小哲跟吴希彤不分上下 两人脸上的纸条 都贴得满脸都是 仔细数数的话 还是小哲更胜一筹 两人一说话 便吹得纸条呼呼飘得起来 模样甚是搞笑 干妈 你别耍赖 往后站一点 小哲的小奶音响起 语气中尽是不满 吴希彤捏了捏她的 肉肚肚的小脸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你准头怎么那么高 小哲傲娇地说 干妈 是你笨哦 吴希彤不服 再来 我就不信了 李婉一笑得前辅后仰 小童 你到底行不行 吴希彤脱口而出 女人不能说不行 我行着呢 小哲纠正道 干妈 你说错了 是男人不能说不行 因为我们男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哦 关键时刻保护你的妈咪 吴希彤扑斥一声笑了 第一次听有人 把这个解释得这么一声正气 小宝贝 谁教你的 嘴巴这么甜 扣扣 三人正聊着 病房的敲门声响起 李婉一闻声便去开门 门打开一瞬间 李婉一眉头一皱 门口女人一张明念的小脸 单看她的长相 女人生得娇小可人 一脸纯良无害 看上去似是没有任何攻击性 女人率先开口 婉一 我们可以谈她吗 李婉一先眼看她 你有事 苏金安说起话来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婉一 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我当谁呢 苏小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不能让我们听听 吴希彤嘴角抿出一道嘲笑的弧度 小折猫在吴希彤的身后 只露出一个脑袋 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女人 苏金安咬了咬唇 可以在这说 李婉一你没 我们去楼下咖啡店说吧 苏金安眼神一转 脸上堆笑 好 小童 你跟小折继续玩 我去去就回 李婉一勾了勾唇角继续道 小折 陪你干嘛好好玩 杀他的片甲不留 小折会心一笑 妈咪 你放心吧 快去快回 吴希彤犹豫片刻道 易宝 你把手机带上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李婉一应下 苏金安转身的一刹那 斜似的勾起唇角 黑石卡 咖啡厅 上午十点二时 咖啡厅的一角 李婉一与苏金安端坐在两侧 服务生很快过来点单 请问两位需要点什么 苏金安玩耳一笑 一杯卡布奇诺多糖 谢谢 李婉一嘴角一弯 一杯热拿铁 一杯冰水 谢谢 带服务生走后 李婉一明知顾问 开门见山地说 苏学姐想聊聊哪方面 苏金安眨了眨眼睛 嗓音绵软 婉一 我跟阿瑜出了九年 比你更了解他 我今天来是想提醒你 阿瑜他 李婉一打断 苏学姐 原来是想聊男人 你说 你跟宋瑜白出了九年 那我倒是想问问 你是他什么人 李婉一的话 无疑是给苏金安当头一棒 苏金安无声攥紧了指尖 骨节泛白 李婉一见他不应声 替他打 女朋友 还是未婚妻 又或者他老婆 苏金安哑然 李婉一神色淡然 又说 既然什么都不是 苏学姐 那我可要提醒你了 你跟他出了九年 他都没给你一个名分 这样的渣男 你还不踹了他 留着干嘛 过年吗 婉一 你别这么说阿瑜 他不是渣男 他只是比较爱玩 我能等得起 哦 那你等呗 找我干嘛呢 苏金安眼角发红 却仍旧努力笑着说 婉一 我没有你这么能说会道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一直陪伴在阿瑜身边 他所有的伤心难过 开心快乐 我都参与过 这时服务生端着托盘走过来 再次打断了苏金安的话 服务生说 两位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李婉一轻轻点了点头 心里无波无澜 苏学姐 你继续 你都参与过 然后呢 苏金安见服务生离开 接着说 阿瑜跟他爸爸的关系向来不合 现在他为了对抗他爸 迫不得已娶了你 又营造出他很喜欢你的氛围 你这么冰雪聪明 不会看不出来吧 李婉一心里暗存 第一次觉得 聪明是骂人的话 说他聪明 能说会道 跟说他心机太深 有什么区别 他面上不动声色 我差了点 比不上学姐聪明 也比不上学姐能忍 李婉一话风一转 问 学姐生日的那天晚上 在电话里 偷听我跟我老公 做爱是什么感觉 刺激吗 苏金安身体一僵 完全没想到 李婉一直接抛了一个直球 问的 还是他最不堪忍受的 那个晚上 最最难过的27岁生日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不会邀请李婉一 这就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苏金安抿了一口咖啡 来掩饰他眼底的不安 婉一 你这样就是在做见自己 有一天 你会彻底明白的 就算你把你自己交代出去了 阿渝只会越来越不珍惜你 他性格就是这样 喜欢挑战性 最喜欢得不到的东西 李婉一握着杯子的手 不经意间颤抖了一下 被苏金安捕捉到了 苏金安趁热打铁 婉一 不如我们就赌一下 你看看 阿渝还想不想碰你 有些东西 男人的天性是改不了的 吃的次数多了 总会想着换换口味 李婉一身体往后 靠在座椅背上 端起起那杯冰水反复打量 他淡淡地吐出一句话 能强得走的 都是我不要的垃圾而已 话落 他放在桌子上 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响了 紧接着 连续涌入了六七条微信消息 提示音响个不停 李婉一忙猜是吴熙彤 除了他 也没人会给他发微信 他拿起手机 点开微信页面 在看到最顶上面 红色未读标识的时候 他的心也跟着颤了一下 如狂风过境般汹涌 消息是宋玉白发来的 他给他的备注是 S先生 这么多年 他没换微信号的原因 只是因为联系人里面有个他 却从未联系过 页面整整一张 全是他发来的 李婉一的底气更足了 苏学姐 诺 我老公给我发消息了 说吧 他还把手机屏幕翻转过去 给苏金安看 特别是宋玉白那句 老婆 是我 你的小白 尤为扎心 苏金安哪见过这样的 宋玉白 温顺又带几分撒娇的意味 宋玉白在他面前 向来都是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 他嫉妒到发狂 眼眶都红了 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扑通一声 苏金安双膝跪地 直直地跪在了李婉一脚下 这一跪 猝不及防 将李婉一吓得一哆嗦 同时 周边几桌的小年轻 纷纷投来一样的目光 苏金安像受了什么刺激般 抓着李婉一的裤腿 开始苦苦哀求 婉一 求求你离开阿鱼吧 我是真的很爱她 李婉一眉头紧锁 她点的冰水 还没来得及破 这又是玩的哪一出 我与阿鱼相知相伴快十年 人生又有几个十年 婉一 求求你了 离开她吧 让我做什么都行 苏金安哭的梨花带雨 当真是我见游莲 李婉一把腿往回缩了缩 有话起来说 别哭哭啼啼 我不吃这一套 还有 这是你得去跪下来 去求宋玉白离开我 两人所在的这个方向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苏金安细了细鼻子 紧紧抓着李婉一的裤腿不放 他开始有些虎脚蛮缠 婉一 我求求你 李婉一也有些恼羞成怒 你快起来 说着 他站起了身 真是一刻也不想在这多待下去 苏金安越哭声音越大 搞得李婉一心烦意乱 他像块狗皮膏药一样 贴上来 甩都甩不掉的那种 你松开我 李婉一使劲把腿往外抽 咖啡厅内的人 纷纷逐渐聚集过来 人群外 门口的方向 更是走进来一男一女 女人脸色发白 稍微有些憔悴 他挽着男人的胳膊 一副小女人的模样 脸上笑容灿烂 轻逆无比 这时候 苏金安改为抱住李婉一的大腿 死命地抱住 婉一 求求你离开阿鱼吧 不要破坏我们的感情 李婉一眉头皱得更深 眼神也变得更加锐利和警觉 他伸手去扒苏金安的手指 拉扯中 苏金安的修长的指甲 划过李婉一的手背 留下一道道血印子 李婉一吃痛 小脸输得一白 苏金安 你要是再不放手 我报警了 他拿桌子上的手机 按下110 还没等他按下拨通键 传来了苏金安粗重又急促的呼吸声 他情绪波动剧烈 不规则的呼吸声 和瞬间颤抖 如此明显 苏金安脸色煞白 他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拼命地大口呼吸着空气 李婉一也发现他不对劲 这症状像是哮喘病症复发 又结合他上次住院 苏金安说 他是老毛病 人命关天 这时候 他立马蹲下查看他的情况 却被苏金安推了一个裂解 苏金安咬牙切齿地说 李婉一 我不需要 你别假惺惺 李小姐 你想干嘛 人群中 挤进来一个女人 李婉一抬眸 两人视线相交的那一刻 他心底一惊 女人是许久不见的薛丹宁 后面跟着一抹高大的身影 是西装革履的脊线东 薛丹宁冲进来 将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的苏金安扶起来 金安 你的药呢 苏金安指了指地上的包 李婉一顺手帮他们把包拿了起来 薛丹宁愤恨地将包一把扯过来 边翻找边说 李小姐 金安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们都可以作证 咖啡店里围上来的小年轻们 也开始附和 对啊 再怎么样 也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啊 什么仇什么愿不能好好说 唯有几线东的神色晦暗不明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表情 李婉一双手交叉暴凶 怎么会那么巧只有一粒药 按理说 救命的药都会每天出门前 至少检查一遍 除非是真的不想活了 薛丹宁在包里找了半天 才摸到一个小药瓶 他打开后 里面还剩下一片药 金安 只有一粒药了 你坚持一下 苏金安如溺水的鱼儿 大口大口汲取着空气 他抓过薛丹宁手里的药一下 填进嘴里 薛丹宁又说 县东 快帮忙 把金安送到医院 他坚持不了多久 几仙东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完全没有想上手帮忙的样子 但却立马打电话 叫了两名保镖进来 医院跟咖啡厅本就挺近 一行人辗转跟着来到医院 将苏金安目送进入急诊室的 十几分钟后 李婉义才跟过来 薛丹宁转过头来 语气不善 李小姐 你对金安做了什么 我说了你就信吗 李婉义一顿 我不想跟无关紧要的人浪费口舌 薛丹宁明显一夜 你难道不知道 他有哮喘病吗 李婉义神色淡漠 实话实说 不知道 我跟他不熟 薛丹宁本就脸色苍白 一下就占红了脸 李小姐 不要觉得 有几个野男人撑腰 就可以为所欲为 野花永远替代不了家花 李婉义先眼看他 这话我同样送给薛小姐 还有 我倒想问问薛小姐 你在说苏金安是野花吗 几仙东站在一旁手插口袋 完全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并未及时阻止两人的口舌之战 他认为 女人吵架 只要没开始薅耳光就没事 薛丹宁嚣张跋扈惯了 这回更是觉得 有几仙东在一旁 便说话难听了些 李小姐 你搞搞清楚 金安可是九爷将要 明媚正娶的妻子 你这还没嫁到宋家呢 就想一边勾引着宋老爷子 一边又跟九爷暧昧不清 你不嫌恶心吗 还是你爸进去坐牢了 你开始放老行骸了 有娘生没娘管 不知教养的东西 李婉义被戳着几两骨骂了一通 面上没有半分不悦 只是在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她的眉头跟着猝了一下 她身子笔直 却不显得拘谨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自信与强大 像看跳梁小丑般的看着薛丹宁 李婉义唇角带着笑意 反唇相激道 薛小姐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 你这样子让我很害怕 我不把你当人 你就真的不做人事吧 薛丹宁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李婉义 你欺人太甚 你说什么呢 谁是狗 谁破防了就说谁 李婉义唇角斜钩 我打了狂犬疫苗了 不怕咬 薛丹宁气急了 又加上几仙东这个撑腰的在 一时好了伤疤忘了疼 完全忘记了 上次在顾老太爷的寿宴上 是怎么被李婉义扇的耳光的 他撒鸭子冲上去打人 啪 一声巴掌声响起 薛丹宁生声挨了一巴掌 李婉义早有防备 在薛丹宁的手伸过来的时候 就抓住了他的手腕 反手就是一巴掌 薛丹宁本就苍白的脸上 瞬间布满了五指印 他脑瓜子嗡嗡作响 一瞬间失聪 几仙东没想到 两个女人能出手这么快 他就点了根雪茄的功夫 两人就上手了 他没捎轻条 宋太太 好一张伶牙利齿的嘴 什么 薛丹宁不明所以 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了 什么宋太太 薛丹宁一脸茫然 脸上的巴掌印 活辣辣的疼 他捂着脸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婉义 他居然当着几仙东的面 还敢打他 薛丹宁委屈地娇称 县东 他打我 几仙东吐了口烟圈 模样在缭绕的烟雾下 有些失真 慢条思理道 丹宁 给宋太太道歉 薛丹宁彻底猛了 见几仙东胳膊肘网管 白挨了一巴掌不说 还要给施暴者道歉 更是怒上心头 他顾不上那么多 什么宋太太李太太 只想着给自己出口恶气 他飞快地仰起手掌 手起掌却未落 刹那之间 一抹奇长的身影 挡在了李婉义的身前 男人高大的身躯 将他护在后面 体型以及身高差 足以挡得密不透风 薛丹宁修长的美甲 顺着男人 轮廓清晰地下颌线滑过去 留下一道红痕 李婉义鼻尖拂过 淡淡冷山的清香 他心底疏地一紧 这个味道 他再熟悉不过 宋玉白顾不上 自己脸上的痛楚 他立马转过身 先是将他上下打量了一圈 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疼 从他心底翻涌 揪得心里生疼 他看见他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难受得无以复加 宋玉白牵起他的手 放在唇角吻了吻 眉宇间竟是温柔 老婆 手疼吗 李婉义所有的坚强在此刻卸下 偏偏生出丝丝丢履的委屈 还好 这种感觉 让他有一种被护独子的感觉 宋玉白握着他的那只手 就像轻柔的羽毛拂过心间 令人发哑 对他更是好感度加一 他喜欢他是一方面 和不合适又是一方面 他一直认为 喜欢和合适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但并不是对立的 喜欢的人 你只要看着他都会满心欢喜 合适的人 总是悄悄滋润你的生活 宋玉白柔声哄着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立马给我打电话 老公为你撑腰 宋玉白的话 李婉义觉得甚是耳熟 仔细回想了一下 顾老太爷寿宴那晚 他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薛丹宁不由瞪大了双眼 怎么可能 宋玉白转过身 微眯着眼睛 死死盯着薛丹宁 仿佛在看一具死人 话却是对几线东说的 他声音极冷 东哥 你这是什么眼光 是百森没有像样的头牌了吗 不行从九旋门挑几个 带这种货色出来 也不怕闪了腰 薛丹宁现在面如菜色 嚣张跋扈的气焰已不复存在 宋玉白的那个眼神 充满了死亡与邪恶 他感到一股无形的恐惧 在空气中凝结 让他的皮肤起了鸡皮疙瘩 现在感觉浑身发虚 弗兰克那个变态之前 给他注射了一剂新型毒品 导致他现在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需要时不时来医院治疗 几线东倾笑 九爷说笑了 我承认我眼光不好 你眼光就蛮不错 能得妻如此 福福何求 真是羡煞旁人 宋玉白轻抬眼瞼 羡慕 大可不必 几线东淡笑不语 几线东的一番话 让薛丹宁心头强烈的恨意涌上 下意识地攥紧了锤在身侧的手 用力到指尖发白 原来 他在几线东的心中 什么都不是 居然比不上一个头牌 薛丹宁心想 本来他就是带病之身 没人保他 实在不行装晕吧 宋玉白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话锋一转 薛小姐 我有必要跟你强调一下 李婉依是我的合法妻子 你一而再再二三的言语上辱骂他 还想动手打他 是几个意思 薛丹宁惊掉了下巴 合法妻子 怎么可能 宋玉白冷眼逆着他 明政局都同意 你有问题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息 让薛丹宁不寒而栗 他本想仗着几线东耍次威风 可万万没想到 自己没讨到半点好处 还招惹到了货真价实的宋太太 他的手紧紧捏着衣角 不知如何是好 随即向几线东 投去求救的眼神 几线东一只手插口袋 另一只手夹着烟 神色淡然 丹宁 自己惹得麻烦自己解决 我喜欢既能惹事 又能平视的女人 李婉一眼底划过一丝笑意 硬生生憋了回去 这是什么罗简 薛丹宁闻言 像泄了气的气球 硬着头皮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李小姐 对不起 李婉一挑眉 听不见 大点声 薛丹宁两眼一闭 声音拔高了几分 但还是能听出话里面 心不甘情不愿的意味 李小姐 对不起 路过的小护士 不免多看了两眼 指了指墙上的禁烟镖时 提醒道 这位先生 这里不允许抽烟 几仙东赶忙掐掉 不好意思 没看见 护士玩耳一笑 便离开了 一个小插曲过后 宋玉白声音冷凝 悠悠地响起 薛小姐 注意你道歉的态度 宋玉白的话 无疑于是下了最后通牒 一阵冰凉的寒意 从薛丹宁的脊椎 延伸到全身 薛丹宁这次 直接弯腰90度鞠躬 态度诚恳 对不起李小姐 李婉一面色无异 薛丹宁 你骂我的那些 我是有娘生没娘管 不知教养的东西 我不认可 教养是在个矮的人面前 不谈身高 在胖的人面前 不谈身材 在父母离异的人面前 不谈家庭 在丧偶的人面前 不谈爱情 不对别人的事妄加评判 是最基本的礼貌 他顿了顿 又说 一个人有没有教养 从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刻薄嘴欠和幽默是两码事 口无遮拦和坦率是两码事 没有教养和随性是两码事 轻重不分和耿直是两码事 薛小姐觉得自己是哪种 极限东知道 他牙尖嘴利 可如今李婉逸的一番话下来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眸色沉沉 像是深不见底的寒潭 将人卷入其中 李婉逸侧了下头 正对上极限东 那幅略显幽深的视线 仿佛透过他 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薛丹宁被说得脸红脖子粗 自知理亏 再次道歉 我错了 李小姐 你说得对 他答 急诊室的门从里面打开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从里面出来 摘下口罩 问 谁是病人家属 病房外四人 一时没有人应答 直到医生的声音再次响起 谁是苏金安的家属 薛丹宁见状只好出声 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医生来回扫视了一下 他们四人 最后视线锁定在了宋余白身上 这位先生 我既对你有印象 上次 就是你送苏小姐来的就医的 当时可把你急坏了 宋余白叔弟一记 凌厉的眼神扫过去 医生不明所以 以为他是担心病人 继续说 你女朋友幸亏送医及时 放心吧 没有生命危险 缴完费 可以转普通病房了 几县东眸色微动 看热闹不嫌是大 玩味的声调性感轻烈 悠喝 酒也玩得还挺花 一个合法的妻子 还有一个女朋友 两不耽误 以后有这种好事待我一个 宋余白后几杯一凉 下意识去观察 李婉一脸上的表情 见他面色无异 李婉一的声音不变喜怒 住院费我刚刚已经去交过了 他刚刚跟着苏金安过来 先去交了费用 说到底 还是跟他起了争执 才导致哮喘并发作 就算是他故意给自己 留了一片药 他也认了 日后他要是再来找事 他也有底气对他 宋余白眸色冷如冰霜 压低声音说 这位医生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跟苏小姐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贵院的眼科 是个摆设吗 医生脸上有些挂不住 暗存 现在这男女关系乱的哟 但看宋余白那副 要吃人的模样 显然不是好惹的主 他赶忙道歉 不好意思 恕我眼拙 宋余白冷哼道 我看你是眼瞎 他冷着脸的时候格外吓人 周围的气温 似乎都因为他冷了几分 威慑感十足 医生被他那股 雨声聚来的气场 吓得一哆嗦 不敢与他对视 他便对着李婉姨说 那就直接转普通病房吧 注意病人情绪 别刺激他 李婉姨应下 好 谢谢医生 紧接着 苏金安被推了出来 人躺在病床上 小脸煞白 却在看到宋余白的时候 眼睛中闪起一抹亮光 阿鱼 你来看我了 我来看我太太 你既然病了 就好好休息 别想气想吧 宋余白自然而然地 牵起李婉姨的手 老婆 我们走吧 苏金安的脸色断牙式下沉 他吃力地用胳膊肘 勉强撑起半个身子 激动地说 阿鱼 你别走 你听我解释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失去你我会疯掉的 几名医护人员面面相去 提醒道 苏小姐 您冷静点 当心病情加重 几仙东打去 嘖嘖嘖 真是痴情 酒也好福气 宋余白舌尖顶了顶后曹牙 狠狠瞪了几仙东一眼 他本来觉得 苏金安有病在身 今天压根没想找他算账 却不料 苏金安直接往他废管子上戳 又加上几仙东 在一旁煽风点火 宋余白气不打一出来 苏金安 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吧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从未喜欢过你 双向奔赴才会有失去 一个从未得到过的人 何谈失去 苏金安瞬间红了眼 任凭眼泪肆无忌惮地 顺着脸颊低落 那副模样 当真是我见游怜 他一抽一抽地说 阿渔 我错了 你别说气话 几仙东忍不住调侃 苏小姐是吧 你这一哭 我的心跟着都要碎了 不如你跟了我 我不是渣男 我保证好好对你 绝不会负你 薛丹宁文言 两只眼睛都直了 使劲往几仙东怀中贴了贴 县东 你别开玩笑 人家会伤心的 几仙东见薛丹宁靠过来 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身子 李婉宜将他的小动作 尽收眼底 故意业于他 看来还是东割完的花 两不耽误 他将刚刚几仙东 数落宋于白的话 悉数还给了他 这让宋于白心底 泛起阵阵液 几仙东眼含笑也 其实这里面 我最欣赏的还是李小姐 只可惜 几仙东 你别太过分 一次两次的煽风点火 真以为我不敢动手 宋于白立声打断 把李婉宜拉到自己身后 像是听到了什么 荒唐至极的事 言语间多了几分 咬牙切齿的意味 医护人员 见两人剑拔弩张的架势 适时提醒 这里是医院 都小点声吧 别影响别人休息 苏金安哭的梨花待遇 阿鱼 我真的错了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 好好聊聊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是还不认清现实 我说话难听 不介意 让你哮喘并再发作一次 后面就是急诊室 两步你就进去了 宋于白淡淡地腻了他一眼 庞佛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苏金安 别把我对你最后的一点仁慈都磨灭了 苏金安哭声戛然而止 宋于白说的最后一点仁慈 他当然知道 指的是什么 他抹了抹脸颊的泪水 用力掐着手心 狠狠咬着下唇 你走吧阿鱼 我不会再打扰你们 几仙东善笑 既然九爷不会怜香惜玉 不如苏小姐考虑跟我算了 他有的我也有 他能给你的 我也忙 苏金安用那股剧痛掩盖心底骤然汹涌的情绪 吐出一个字 滚 几仙东并未有半分不悦 细选 丹宁 你好朋友让你滚 我们走吧 李婉一不自觉的好笑 这家伙细精上身吧 薛丹宁见苏金安大势已去 一刻也不愿多呆 主动挽上几仙东胳膊 金安 你好好休息 我抽空再来看你 苏金安牵强地扯起唇角 嗯 好 谢谢 希望你说到做到 宋于白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丢下这句话 便揽着李婉一的肩膀 相邪而去 苏金安望着两人的背影 心脏像被尖刀弯成了千块万块 每一块都在啃咬 被消失 被刺穿 他爱了他那么久那么久 他是他黑暗人生中的光 是他童年阴影的救赎 他怎么能忍心这么对他 他默默地拿起手机 给手机通讯录里一个没存名字的号码 发了条消息 东西全部发出去 在黑暗处久了 光就代表着贪婪和永生 当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便以为是救赎之神的眷骨 车内 劳斯莱斯宽大的后排座椅上 宋于白眉头紧锁 拿着棉签 小心翼翼地清理李婉一手背上的伤口 一用酒精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刻 李婉一的手下意识缩了一下 宋于白低下头 用嘴轻轻地为他的伤口吹了吹 眉宇间尽是温柔 老婆 我弄疼你了吧 李婉一摇摇头 没事 刚刚就酒精接触到皮肤的时候疼了一下 现在不疼了 尽管如此 宋于白的动作还是极尽温柔 消完毒后又擦了一遍点肤 完事后 李婉一也给他清理了一下伤口 他下河县处有微微擦破皮的指甲痕迹 宋于白猴姐滚动 看着近在咫尺的姑娘 眼里透露着毫不掩饰的炽热之情 两人就像两只受伤的动物 互相抱团舔尸伤口 待全部处理完 他将车在医药箱收起来 老婆 谢谢你 李婉一抬眸 不解的问 谢我什么 帮你伤药吗 宋于白哑声说 谢谢你在外人面前给我面子 护着我 即使心里不舒服 还为我说话 我都知道 是我以前不好 让别人误会了 我跟苏金安的关系 对不起 李婉一刚刚还有些吃味 被宋于白的一番话 彻底抚平了 但他嘴上不饶人 模仿着苏金安的语气 故意逗他 他娇嘀嘀地说 阿渝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失去你我会疯掉的 宋于白很少见他撒娇 如今他的声音 像是一阵微风 缓缓吹进他的心里 女人那点小心思 被他摸得门清 说到底还是吃醋了 一想到这 他唇脚就止不住上扬 他配合道 明天我就去改名 真是晦气 扑吃 李婉一被他逗笑 你要改成什么 宋于白逗他 只要不带鱼就行 随便叫什么宋李白 宋白白都行 李婉一闻言笑得更欢了 大可不必 还是原来的名字好听 将碧鸟于白 山青花玉燃 金春看幼果 和日式归年 年少时期 这个名字被一笔一画地 收录在他的心间 宋于白调侃 知道得那么清楚 是不是喜欢我 偷偷研究过 只是这么一句话的功夫 就让他的耳库 弥漫着一阵红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响起 打断了两人的护侃 宋于白从口袋掏出手机 屏幕显示霸来电 他不悦地皱起眉头 硬着头皮按下接通键 喂 霸 宋庭远震怒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来 你这个臭小子 公司那么重要的会议 你说撂挑子走人就走人 你还想不想干了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宋于白深吸一口气 一副魂不吝的口吻 现在没空 回头再说 挂了 李婉一都能想象到 宋庭远在电话那头 暴跳如雷 气得摔手机的场景 他心里一阵感动 问 你翘板赶过来的 宋于白柔声说 这都不重要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第一个给我打电话 我来解决 别憋着 谁要给你气瘦 你就还回去 烂摊子我收拾 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李婉一愣 这样的话语 以前他爸爸也对他说过类似的 所以才养成了很多事情 只要他站里 就会咄咄逼人的大小节性格 他何其有幸 会在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嘴里 听到这种极其互短的话 这一刻 他的心无限荡漾 情到深处 他忽然起身 跨坐在宋于白的大腿上 勾住他的脖子 慢慢把脸凑过去 直到两人额头抵着额头 安静的车厢里 两人的两颗心 剧烈地跳动着 两人呼吸相交 李婉一能清楚地感觉到 他的喘息突然中了起来 他刚要开口 宋于白便清了下来 压倒性的腹上 撬开他的唇齿 循着他呼吸般 久久地稳住 他的手指插入他的发丝 宋于白的唇很湿 很烫 很软 他的吻又急又凶 贪婪地瞬息着属于他的每一分气息 用尽全力去探索他的每一个角落 两人越吻越深 最后 他那些没有讲出来的话 全都变成了细碎的阴明 他吻着他清甜的双唇 他的唇异常银润香甜 鼻尖挑过他身上 甜而不腻的清香气息 只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失控 他已经好久好久没跟他那个了 如今被他这么一点火 更是想到不行 想到发疯 当下 李志余感性争斗片刻 最终被李信打扮 一个极尽绵长的稳落下 温柔画骨般的 让李婉一感觉整个人都画了 两人均喘着粗气 有些意犹未尽 两人心猿意马地对视 车厢内弥漫着些许尴尬的气氛 叮铃铃又是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再次响起 正好缓解了当下的尴尬 宋玉白不悦之色惊险 老头子真烦 还有没有完了 他掏出手机后发现 他的手机屏幕是暗的 老婆 是你的电话在响 李婉一伸手拿起车 坐上掉落的手机 屏幕显示 陪助理来电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立即按下接通键 喂 陪助理 陪宁泽在电话里的声音 很是焦急 李总 出事了 李婉一眉心微动 别着急 慢点说 陪宁泽娓娓道来 刚刚网上有人匿名 发了您跟宋总的多张亲密照片 还有您跟顾总的 明里按理带节奏说 您与宋总互当小三 现在网上对您 宋总 顾总还有苏小姐四人的关系 众说纷纭 公司门口也涌入了大量的记者 将一合围的水泄不通 李婉一握着的手机的手紧了紧 别慌 让大家伙尽量寻着机会 先回家避避风头 我看看网上的风评和热搜 想好怎么处理给你打电话 陪宁泽提醒道 好 李总您注意安全 事情没解决之前 一定要小心 嗯 好 谢谢 这边李婉一的电话刚挂断 宋余白的手机便响了 是将特助打来的 两通电话的内容大相径庭 无非就是 网上现在的舆论对很不好 股票一直在跌 眼看要创历史最低 李婉一打开微博 热搜前几位 全是跟他有关 居高不下 集团总裁宋余白是小三 落魄千金 义和传媒老板李婉一是小三 李婉一插足宋余白 苏静安的感情 小三该不该打 渣男渣女强强联合 车厢内的气氛 由暧昧转变成了压抑 两人各自刷着手机 眉头紧锁 现在网上舆论一边倒 骂声一片 就连刚带回来的小哲 也被牵连其中 网友都在猜测 孩子是谁的 还有甚者造黄瑶 说李婉一有多个性伴侣 孩子是他出国的那几年 跟别的男人乱搞所生 宋余白神色冷峻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烦躁地扯了扯脖梗前的领带 叮铃铃又是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响起 宋余白的手机就握在手里 屏幕显示的还是霸来电 他不得已再次接起 宋婷远震怒的声音再次传来 宋九璇 你在哪呢 赶紧给我滚回来 宋余白将手机拿得离耳朵老远 他感觉自己的骨膜 都快要被震碎了 他耐着性子说 爸 你有话好好说 我老婆还在旁边呢 给我留点面子 宋婷远清了清嗓子 嚣张地欺验下去了 你跟婉姨在一起 宋余白换了副调郎当的语气 嗯 爸 网上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 那都是假的 别信 我会处理 你就搁家当好你的太上皇 陪好奶奶 公司 你既然交给我了 就信我 要不然你拿回去就好了 话落 李婉姨抬手捏了一下 他腰间的痒痒肉 用口型跟他说 好好说话 宋婷远被一咽 想说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你这个臭小子 我还不能说你了 抽空带婉姨回来吃饭 你奶奶都想你们了 宋余白应付着 等这阵忙完就回去 忙着呢 先挂了 宋余白说挂就挂 完全不给宋婷远 寒暄两句的机会 李婉姨小声嘟囊 你爸得亏眉心脏病 要不然 肯定要被你气出了好歹 宋余白笑说 放心吧 老爷子命硬着呢 越其他 活得越有劲 你这是什么歪理论 宋余白见他心事重重的模样 回归正题 老婆 我先送你回医院 给小折换肩私密性好的病房 网上的事情 我已经让江四去查了 我的人会守着你们 剩下的是我来处理 你不用担心 唯有一点 我们结婚的事 可能需要公知于众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李婉姨说 好 我没意见 公关发言稿如果有需要 一盒可以出 我的人都很专业 另外在网上找始作俑者这件事 或者有别的网络上有关的 交给小童 做会更快一点 你别让江特柱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宋余白诧异 吴希同 李婉姨唇角一勾 嗯 这方面他是专业的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全球十大顶级黑客之一的X 当然知道 我花重金聘请他来干兼职 他都不来 难道是X是吴希同 是他 李婉姨唇角效益更胜 颇有父老母亲 看着自己孩子考上清华北大的自豪感 宋余白着实有些大吃一惊 我老婆好厉害啊 身边的人卧虎藏龙 以后我破产了你 能不能养我 看你表现 宋余白这边一个电话打到院长那里 迅速给小哲换了间VVIP的病房 私密性绝佳 再加上门口安排了保镖把手 记者插翅都难混进来 刚换的病房 光是卧室就有三个 小哲在里间的病房五睡 病房内 吴希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拿着手机浏览网页 越看越生气 气得眼睛都直了 这一帮小吃老 特奶奶个腿的 不了解真相 就群起而公知 跟没进化完的物种 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那帮造黄瑶的 真是想撕烂他们的嘴巴 让他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李婉一削了个苹果递给他 先削削火气 现在你的首要任务 是找出发帖之人 一说到这个 吴希同更是恼火 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宋余白 九爷 这是还用茶吗 明显就是你那朵白莲花干的 他上午刚把医保交出去 下午就出事了 宋余白的神色灰暗不明 如果是他干的 我更要拿到证据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饶过一个心术不正的人 对于他来说 救过他的命的人固然重要 可在他的心里 李婉一比他的命还重要 如果被我查出来是他干的 你会包庇他吗 宋余白回答得很干脆 不会 吴希同见他态度还不错 他自己也不是胡搅蛮缠之人 忙说 我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 最好是我自己常用的那台 李婉一问 电脑在哪 嘉陵警院吗 吴希同点头 嗯 来的时候想着陪小泽玩 今天刚好没带 我去娶 我去娶 宋余白与李婉一口同声 两人对视一眼 不自觉地笑了 吴希同忍不住调侃 哎 我说 你俩都火烧屁股了 还在这秀恩爱呢 果然某些人表白了就是不一样 我这遭了什么念 要虐我这个单身狗 宋余白坐在沙发背上 扶着李婉一的肩 手紧了紧 老婆 你陪小彤在这看着小泽 需要什么东西 跟门口的人说 电脑我去娶 外面可能会有记者跟着 你不好应对 吴希同盲说 就是 体力活让大佬爷们去干 李婉一想想也对 这才作罢 那你去吧 指纹所的密码我发给你 路上注意安全 宋余白得到阴郁 站起身将西装外套 挽在手臂上 我走了老婆 很快就回 别太想我 李婉一抬眸 唇角情不自禁地弯起 这种与他并肩作战的感觉 真的很好 他心口不一地说 谁要想你了 赶紧走 显眼包 吴希同嘖嘖两声 恋爱的酸臭味 宋余白刚走到门口 吴希同忙把他叫住 对了 九爷 电脑在书房的桌子上 右手边的抽屉 有个黑色U盘 一起带过来 谢谢 好 还有什么要带的吗 没有了 赶紧去吧 对于吴希同来说 电脑的杀伤力 不亚于武器 电脑在手 什么都有 待房门一开一盒 李婉一怕吴希同也与他 忙拿出手机 撰写公关方案 舆论的力量 向来都是玩弄人心的一把利刃 就好像十个人 欺负一个人算欺凌 一百个人欺负一个人 也算欺凌 那么一万个人呢 是正义啊 每个人发生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可被舆论逼死的人还少吗 他们不管真相是怎么样的 只为了自己心中 所谓可笑的正义 吴希同暧昧地望着他 一宝 别装 人间妄想 宋余白都被你搞定了什么感想 瞧瞧九爷那狗腿的小模样 李婉一的面颊上 默然涌上两片红潮 那红润从他夹边 一直蔓延到他的眼角眉梢 他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就那样 一般般吧 装吧 你叫 吴希同后知后觉 怪不得我有时候 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 原来满满的都是爱啊 怪我恋爱经验不足 现在才发现 看来 我得多谈几个男朋友 尝尝经验了 你可算了吧 你这个吸扎体质 安稳点吧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吴希同显然没想放过他 你俩什么时候 开始走肾也走心呢 李婉一淡笑不语 任吴希同怎么问都不说 家邻警院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楼下 后面还停着几辆奔驰商务车 立刻引起了小区 那几个六湾大爷大妈的驻足观看 毕竟像他们 这样的普通小区 豪车出现过 但顶级豪车却从未见过 宋玉白乘坐电梯上楼 高大身躯站在门口 对着李婉一发来的信息 输入遗传密码 第一 厚重的乌合金房门 硬声弹开 这是宋玉白第一次 来到他这里的房子 面积不大 却也布置得温馨 一看就是出自李婉一之手 他扫视了一圈 最后视线 落在书房那扇虚掩着的门上 宋玉白长腿一脉 几步走到书房内 一眼便看到了书桌上的 那台小巧便携式的笔记本电脑 他将电脑装进电脑包里 又去寻吴希同所说的黑色U盘 书桌右手边第一个抽屉 宋玉白低头望过去 竖着一排有三个抽屉 他顺时拉开最上面一个 一眼望过去 他又去看第二个抽屉 里面是一个文件夹 再无其他 宋玉白暗存 吴希同不会记错了吧 紧接着 他去拉最下面的抽屉 鬼使神拆的 他翻了一下 几本书中间 夹着一本棕色的小羊皮笔记本 做工非常精致 露出的一脚印有一个E字 他左眼皮跳了一下 将那本笔记本单独抽了出来 漠然间 在他抽出笔记本的一刹那 里面有几张照片掉了出来 大部分都是朝下的 只有一张是正面 宋玉白下意识弯腰俱解 只见还没碰到照片 他的手便停在了半空中 心疏地一紧 照片上男孩的背影 他再熟悉不过 他的心理彭佛被无形的大石压住 脑子一片空白 心也跟着砰砰直跳 仿佛下一秒就要从他身上剥离 半晌 他才回过神 将地上的照片一并捡起来 一张张翻阅 那些照片 背影 侧脸 清楚的 模糊的 或在操场 在食堂 又或在教学楼 图书馆 全部都是他 宋玉白深吸一口气 这才将笔记本缓缓打开 里面的内容 一页页地映入眼帘 承载了少女那些 无处安放的心事的日记本 最终开云见日 少女那些从未向任何人 启齿的秘密 全部显露无遗 2009年9月1日 开学第一天 真是有史以来 剧剧剧剧剧 倒霉又尴尬的一天 大姨妈真会赶时候 裤子被弄脏了 心情沮丧 但值得庆幸的是 我遇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帅哥 他提醒我 裤子脏了 借给了我他的校服 还说不用还了 依附他有的是 他身上的味道很特别 像鱼打枝子后 纯洁淡雅的味道 他说话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不过 帅哥长得白白嫩嫩 看起来就很好清 果然 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晚上居然梦到他亲我了 希望明天晚上 帅哥还能到我的梦里来找我 2009年9月3日 小童在我耳边唠叨的不停 非要带我去操场 看校草打篮球 我不想去 校草能有那天 借我校服的帅哥帅吗 不去不去 坚决不去 2009年9月5日 小童连续在我耳根子边 磨了两天 说什么也要带我去看校草 跟我不去 他就能少二两肉一样 服了他了 我了个去 早知道早点来看了 帅哥就是小童一直念叨的校草 宋于白 在读高二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号称建校以来第一神言 功课满分的完美天才 李婉一 在读高一 颜值拉胯 功课倒数 号称第一饭桶 干啥啥不行 吃饭一鸣 哎 2009年9月30日 入校一个月了 好像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背影 2009年10月1日 见不到他的第一天 好想他 哪怕是一个背影也看不见了 讨厌假期 009年10月7日 何以解忧 唯有小白 好在明天就要上学了 2009年10月26日 偷拍了他一张照片 可惜是个模糊的背影 好烦 2009年11月5日 这两天茶饭不思 感觉自己都饿瘦了 满脑子都是他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怎么会有男人 连后脑勺都好看 2009年11月10日 喜欢他的漂亮女孩子好多啊 隔壁学校女生放学的时候 都读到我们学校门口了 拼命塞情书 再看看自己 体积的大了别人两圈了吧 连塞情书的资格都没有 我的目标 一减肥减肥 二报班 学习 唱歌跳舞全部整上 剪刀九十斤表白 我爸爸以为我磨正了 他还有些不适应 2009年12月10日 减肥整整一个月 瘦了两斤 想哭 我快要饿断气了 无系统这货 还在我旁边胡斥海鹤 真是想踹他一脚 2009年12月24日 圣诞节前一天 宋于白跟我说话了 他说 同学 你挡到我路了 为此我兴奋了一整天 小童觉得我脑子短路了 可是他的声音好好听 是我最爱听的那种 2010年1月1日 宋于白 新年快乐 愿你岁岁平安 早日有我 2010年2月5日 明天就要放寒假了 见不到他了 好烦 我爸说 我在长身体 不让我减肥 寒假里 一日三餐要在家里吃 备受监督 我爸以为我 学习学傻了 天天想着上学 学习成绩 还是一样拉胯 但这次期末考试 好歹是前进了八个名次 其实我爸 已经在偷着乐了 宋于白 我离你还好远好远 不过 我会朝着 你的方向努力 直到你能看见我 2010年2月13日 除夕夜 今晚爸爸 跟小童陪我放了烟花 久违的开心 可是年夜饭 要跟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还有他妈妈一起吃 不开心 烦 我不喜欢他们 好想我的妈妈 想哭 宋于白 你在干嘛 2010年2月14日 大年初一 情人节 我跟小童去看贺岁当 居然在电影院 碰见了宋于白 和一个女生 宋于白还为那个女生 吃了爆米花 他不会交女朋友了吧 烦死了 心情超级差 再也不喜欢他了 2010年2月16日 宋于白 下大雪了 仔细想了两天 我又喜欢你了 我喜欢你 我与你无关 爸爸陪我在院子里 堆了一个很漂亮的雪人 回到房间里 我趁他不注意 偷偷跑出去 在上面写上了你的名字 又惊慌地擦掉 那就代表 只有上天看见 我喜欢你 2010年3月2日 开学了 最近喜欢上了陈一迅的歌 假期里买了好多张CD 最主要的是 想与他一起听 宋于白 2010年4月29日 春季运动会 人群中 我一眼便看到了他 目测185的大个头 一身白色运动服 在诸多男生中 是那样耀眼 观众席上女生的嗓子 都喊哑了 包括我 宋于白 你听到了吗 2010年5月5日 五一小长假 爸爸带我去了 马来西亚度假 在飞机上 看到一个 跟他很相似的背影 一度以为我眼下 真服了自己 青天白日的 就开始做梦 2010年5月30日 学校篮球赛 小童提前站了座位 于是我坐在了 离他最近座位的后面 他跟旁边男生 说话的时候 我能清楚地 看见他脸上的皮肤 几乎没有毛孔 怎么可以 比女人的皮肤还要好 轮到他上场的时候 场内女生 尖叫连连 为他加油 这次我没敢吱声 主要是怕被小童 看穿我心里的小九九 进球后 他还转头与我对视了 我当时一定 脸红得不像话 可他真的是在看我吗 我顺着他的实现 转头看过去 是后面的屏幕积分排 哎 2010年6月15日 听小童说 校花现在追他追的 势头特别猛烈 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他恋爱了 就代表我失恋了 我真的会陷 也会哭死 2010年7月1日 期末考试 又前进了5个名字 可是 我离我的光 还差十万八千里 继续努力 2010年7月10日 暑假不快乐 一想到要两个月 才能见到他 我就想哭 月遇从云 花遇和风 今天晚上夜空很美 我又想他 2010年9月1日 我高二 他高三 白 暗恋你这件事 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了一年 白 你是我这白开水般的日子里 偷偷加的一颗糖 2010年10月16日 听说他已经被保送送大 以他优异的成绩 国外向哈佛大学 牛津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 等名校 都能随便上 我也要好好努力了 希望有一天 能与他比肩 努力追上他的一天 都是美好的 因为未来可期 2010年12月24日 平安夜 学校里 都在流行用漂亮的包装纸包苹果 送给老师同学 我也亲手包了一个 非常精美 是送给他的 可是根本不敢送出去 最后只好拿给了我爸爸 我爸被感动哭了 罪过 阿弥陀佛 2011年1月1日 送于白 我相信 今天会有很多人 祝你新年快乐 那我便祝你 月变山河 仍觉得人间值得 2011年2月2日 又是一年除夕夜 好讨厌这一天 每年都要跟 李然然那对母女 吃年夜饭 如果她在我身边就好了 2011年2月3日 正月初一 还是去年那个电影院 我们偶遇了 我们不约而同的 都穿了白色羽绒服 可是她好像根本没看见我 小童好像比我还兴奋 抓得我胳膊生疼 我让她淡定点 小童说她淡定不了 那可是人间妄想送于白 2011年2月19日 开学了 也开心 也不开心 能在学校见到她的日子 只有不到四个月了 不知道她会报哪所大学 2011年6月9日 今天是她毕业典礼的日子 人海茫茫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遇见 心里好难过 躲在被子里哭了一个晚上 哭得眼睛都肿了 2011年9月1日 又是一年开学季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听说她报考了宋大 我还挺开心 一是他人还在宋城 就代表我们 抬头望着的是同一片天空 呼吸着同一片空气 二是比起牛津 哈佛这种 考宋大相对来说简单多了 我历史要考上宋大 2012年1月1日 宋于白 新年快乐 我最近瘦了很多 可能是学习类的 也可能是太想你了 2012年1月23日 正月初一 想去原来的那个电影院看电影 祈求神明保佑 能再次遇到她 可惜那个电影院在装修 2012年8月22日 开学了 通过我一年来头 悬梁追刺鼓的不懈努力 我如愿考上了宋大 金融管理系 爸爸想让我未来接管公司 据说他也在金融管理系 是金融管理系的男神级学霸 还有一点 我减肥成功了 假期里 运动家合理控制饮食 已经从135斤 减到92斤 也算得上美女一枚了 是不是可以找机会表白了 说点什么好呢 学长 我喜欢你 好妥啊 但是我好爱 2012年9月1日 军训结束了 迎来了新生晚会 我终于在宋大 见到了我高中 肖想了整整三年的他 人群中 他款款向我走来 他说 同学 我能加你的微信吗 我得离小路乱撞 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话 激动到语色 他接着说 你别误会 我是做游戏书了 必须要加一个女生的微信 回头可以删了 我一抬头 正好看见不远处 有几个男生吃瓜群众般的 往这边看 一脸坏笑 就算是这样 我也认了 我心一横 爆出了自己的微信 他就这样乖乖地躺在了 我的微信通讯录里面 2012年9月10日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表白了 趁小彤看不见的时候 偷偷写了一封情书 我把他叠了起来 揣在口袋里 寻到好的机会 一定要亲自交到他的手里 学长 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2012年9月11日 朝回四起 他踩着脚踏车 在我身边一会儿过 却又在前面停了下来 我站在人群中 他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他在对我笑 我慌了 因为我不知道 他是在看我还是在看别人 当我不经意间地回头 却看到了我身后笑得明艳动人 冲着他不停挥手的女孩 我放在口袋里的那只手 不自觉把情书揉烂了 小彤告诉我 他叫苏金安 是宋玉白的同班同学 也是金融管理系的西华 2012年10月20日 学校里都在传学霸 校草宋玉白 与西华苏金安谈恋爱了 我好像失恋了 明明是艳阳高照 我却看到 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 像是世界末日 2012年10月26日 我在一家饰品店 遇到了苏金安 学姐真的是人美生甜 难怪宋玉白会喜欢他 这种柔柔弱弱的女孩子 一看就很有保护欲 我们同时 看中了一款星星手链 出于礼貌 我让给了他 2012年10月27日 原来传言从来不是空学来风 我亲眼看到 他们并肩 而行进了宋大的图书馆 而宋玉白手腕处 带着的 就是昨天我们同时 看上的那条星星手链 是那么刺眼 他寓意着 星河滚烫 你是人间理想 学长和学姐 校草与戏花 是那么般配 就算我变美了变瘦了 他还是不属于我 晚上 我躲在被子里 偷偷哭了一夜 我好像生病了 半夜发了高烧 2012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不知道是谁 在我常坐的座位那 放了一桌子平安果 每个上面都挂着我的名字 小童说 我现在变得这么漂亮 有人追求很正常 好吧 我也没放在心上 不知道哪个胆小鬼跟我一样 喜欢且自卑到不敢表白 2013年1月1日 宋玉白 我青春的男主角 又是一年 新年快乐 2013年3月9日 小童说 宋玉白跟苏金安 真的在一起了 他看到他们拥抱了 还说他的男神终于被人拿下了 只可惜 他并不太喜欢苏金安 后来小童又说了什么 我一个字都没听见 我只能感觉到 我的大脑像死寂了般 不运作了 只剩一句曲巧 我的初恋 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暗恋 不是因为不够喜欢 而是因为太过喜欢 2013年6月8日 白 孤独的夜 我还是做不到不想你 或许这个故事未完待续 但我早已落下帷幕 故事不长 却是一难平一场 2013年9月30日 小童告诉我 图书馆起火了 我从宿舍的窗户望过去 只看见了浓浓的黑烟 浓烟冲天 微信群里也是炸开了锅 有人说 看见宋玉白冲进去了 我 日记戛然而止 中间这夜 有明显的撕掉的痕迹 宋玉白指尖颤抖不止 继续往后翻 2013年11月11日 光棍节 所有的出国手续 都已经办完了 宋称 有我所有美好的 痛苦的回忆 但我从未后悔遇见他 没有人不渴望光 是他让我变得更加优秀强大 白 我走了 祝你跟苏金安白头到老 恩爱一生 我已经决定去做一名战地记者 生死虽缘 若我到30岁还活着 你又未娶 那我便回来追你 若我不幸死了 希望下辈子 我们早点相遇 那是我正逢嫁人 你正逢娶妻 你许我一生所爱接我 我应你一世满眼是你 别再这样错过了 宋玉白 下辈子记得娶我 宋玉白轻轻合上日记本 此时 他早已泪流满面 巨大的压力 让他喘不动气 他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他忍不住的双手捂住脸 所有的情绪都在一瞬间爆发了 他蹲了下去 喉咙里发出压抑的乌叶声 肩膀也跟着颤动起来 原来 他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他 原来 他喜欢了他那么久 他的心肩宝贝 原来同样也像他爱他一样 只增不减 宋玉白的手指轻轻颤抖着 仿佛承载着无尽的心痛 任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 差一点 只差一点 他们就错过了 想想就后怕 原来双向暗恋 也会错过十余年 如果他能早一点表白 如果他不误会 他喜欢顾艳之 他们现在是不是连宝宝都有了 可惜 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 还好 现在不算太晚 让他更加弥足 珍惜以后的每一天 宋玉白吸了吸鼻子 将照片收好 加回日记本里 自己的老婆那么要面子 若是让他知道 他偷看了他的日记本 他怕他自尊心受到伤害 所以他有原封不动地 放回了抽屉 他的秘密他知道变好 以后他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可是中间的那几页 为什么撕掉了 宋大图书馆火灾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他当时出国的原因 跟这个有关 能驱使李婉一把生死看淡 毅然决然离开宋城的原因 定不是小事 无数个问号 在他心间冒出来 看来得好好调查一下 当年事情的始末了 宋玉白抽了几张纸巾 擦了擦眼泪 带动着桌子上的纸巾盒 动了一下 那枚黑色的U盘 就夹在纸巾和与笔筒的缝隙里 宋玉白破涕而笑 还真是得谢谢这枚小U盘 回头就供起来 从嘉陵警院出来 宋玉白乘车 回到小哲所在的病房前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 并未进去 光是听着里面的欢声笑语 他就觉得倍感踏实 如今 他想做的事情 也终于有了底气 他将电脑交给病房门口的保镖 过两分钟 再把电脑送进去 太太要是问起来 就说我有事 晚点再过来 好的 九爷 宋玉白是想回趟蓝月弯 取点很重要的东西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泪线本就不发达 长这么大 能让他哭的事情少之又少 可这次 他怕自己见了他 会忍不住会流泪 路上 他接到了江四的电话 江四那边 四世找了个地方 偷偷讲电话 声音很小 九爷 公司这边快要顶不住了 那些老家伙在会议室 等了您两个小时 说是您再不给个交代 他们就要召开董事会 宋玉白冷哼一声 谁带的头 骆明行 江四说 是他 宋玉白更是不屑 回头我再跟他算账 江特助 你跟他帮老家伙们说 再等半个小时 会有结果 江四应下 好 你有办法了 宋玉白唇角上扬 联系各大娱乐平台 已会转发我发的微博 江四问 您要跟太太官宣 宋玉白说 嗯 江特助 还有几个事情 我需要你去办 二十分钟后 一条热搜椅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登上了各大平台的头条 集团总裁官宣已婚 宋玉白个人微博账号发文 蓄谋已久 终得偿所愿 宋太太 我会一直爱你 你可以向我反复确认 我会毫不犹豫地奔向你 这次 每次 次子 暗恋你整整十四年 终于是搞到手了 从今以后 我要开始刻自己的CP了 配图有九章 第一章是结婚证 第二章 是她写满李婉一名字的笔记本 时间从2006年开始 第三章到第八章 是她的自拍照 她的背景版里 永远有她 第九章 她拥抱了她的背影 此官宣一出 瞬间挤掉了 原来高居不下说 两人互为小三的几条热搜 集团官博 也迅速转发了宋于白的微博 并配文 恭喜宋总得偿所愿 以爱之名 以余生为妻 白头勇携 祝宋总 宋太太新婚快乐 恩爱两不宜 反转来得猝不及防 一时间 网友震惊吃瓜之鱼 开始发出灵魂质疑 得公关好手段 再一次见证了资本的力量 九月之前 不是还被义和传媒 爆出来夜会嫩魔吗 好假 结婚证屁的吧 怎么会有人能暗恋那么久 苏静安不是从大学 就跟九月出对象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只有我关心 那个孩子 到底是谁的吗 图片屁的挺好 下次别屁了 对于宋于白的官宣发文 网友并不买账 主要是不幸 概括为两点 一是不幸两人的结婚证是真的 二是不幸他暗恋14年是真的 但很快 宋城民政局官方 转发了宋于白的微博 配文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祝福宋总 宋太太百年好合 并晒出了 当天两人登记时 取自监控里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 两人端坐在板凳中间 紧紧挨在一起 仔细看 两人的眸底 都带着发自肺腑的笑 紧接着 网友扒出来了 宋于白暗恋的证据 有网友发文 集团原来名称为 宋氏发展集团 宋于白接手后 正式改名为 E代表李婉逸 K代表like 喜欢逸 于义中心建立之初 名字叫正红大厦 宋于白接手后 正式改名为 于义中心 于代表宋于白 亦通义 代表李婉逸 于义旗下的产品 像心里酒店 梦里酒店 一里酒店等 均为想念李婉逸所起的名字 还有有网友 扒出了宋于白的出行记录 过去的五年里 几乎每个月 都有去加州的航班记录 而李婉逸出国所在的地方 正是加州 当然了 这个是宋于白耍的 一点小心机 是他自己放出去的料 他的行程 别人轻易弄不到 替网友干着急 所以帮他们一下 更有网友扒出了 宋于白的学习成绩 网友直呼牛逼 这个成绩足以上国外的牛津 或者哈佛大学 但是他却留在了宋城 选择了宋大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再看看宋于白 跟苏金安的相交线 两人是上大学才认识的 所以说 宋于白只可能是因为李婉逸 才留在了宋城 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之前跟宋于白 传出绯闻的嫩魔 也跳出来澄清 九爷当时知道 是一盒传媒的记者在拍 想引起宋太太的注意 九爷人很大方 让我自己开个架 条件是 配合他摆拍几张照片 网友越挖越觉得甜 之前不好的言论 也石沉大海 网友评论说 好甜啊 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 暗恋十四年 他好爱他 我真的会哭 只有我觉得 九爷好帅好帅好帅嘛 帅到没朋友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 又帅又有钱还专情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 有的网友直接粉上了 迅速成立CP粉小组 名为一穷二白夫妇 CP粉头子是宋于白 但这年头 总有人见不得别人的好 中间步伐夹杂着 几条不好的言论 故事变得挺好 这么假 也有人信 为了公关 也是拼了 宋于白直接回怼 你编一个给我看看 你要是能编出这样的 我直接给你投资 让你当编剧 这就完了 说两三年我还信 十四年也太久了 骗鬼呢 一边暗恋 一边跟苏金安谈恋爱吗 宋于白回 怎么 你是住我家床底下了 听见我讲话了 还是我谈恋爱 被你看见过 不要觉得 没人暗恋你十余年 别人也做不到 宋于白专挑了几条 杠金的评论 一一回怼 网友直呼 酒也好霸气 爱了爱了 集团总裁的官宣 凭空出事的劲爆新闻 掀起了一波 寻找宋于白暗恋证据的热潮 宋于白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 也出来发文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还纳闷呢 告一下半学期 宋于白突然转学到了我们班 我们学校离他家相对来说比较远 现在一看 原来是为了迎接自己的一中人上学 做准备 宋太太高中 就是读的我们学校 宋城南兴国际学校 有小黑粉出来蹦打 既然暗恋十四年 为什么初中的时候不转 这拖找的 也推不靠谱了吧 一穷二白 CP粉当场开思 李婉宜初中时期上的是女子学校 难道让九爷男扮女装去读女子学校吗 不要太离谱 小黑粉不要尬黑 看见 作为宋于白的好兄弟徐晶阳 也在个人账号发了文 玩归玩 闹归闹 别看徐晶阳平时不靠谱 关键时刻也出来力挺自家兄弟 祝福爱特宋于白 EK与爱特义和传媒 老板喜结连礼 祝早生贵子 哇 爱特宋于白 EK你小子可藏的够深 怪不得初中那会 总约 我去离家大院附近去打电动 原来是为了看老婆 我记得 有一次放学下雨 还抢了我的雨伞 原来是为了偷偷送老婆 结果我俩淋了个落汤记 还有一次 你小子拉我在离家大院附近放烟花 我还觉得挺刺激 原来也是为了放给老婆看 合着我就是那个大院种呗 徐晶阳连着发了两条微博 并po了几张他们上学时期的照片 网友都快磕疯了 你还记得什么 把你知道的都放出来 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学生时代的九爷好奶 好想咬一口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 去哪能领一个 但还是有几个小黑粉 出来找存在感 这拖找得挺像那么回事 有本事放点实质性的证据啊 这样的我能编出一本书 还没等徐晶阳开队 一向彬彬有礼 沉默少言的沈清晨也发文了 最美的时刻 最好的你们 祝爱特宋余白 EK与宋太太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付情书一份 爱特义和传媒 老板 情书是九旋亲手写给你的 是我从垃圾桶捡回来的 照片上情书的内容是 李婉逸 见字如面 遇见你的那个夏天 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是一眼万年 以前小时候看父母辈的爱情 总觉得喜欢一个人 应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也不明白 喜欢这个事情 会有多折腾人 后来 我推翻了我的一切无知 我的余光 只要能触及到你 我就会欢喜一整天 而你的目光 只要大致朝着我的方向看 我就会生出许多猜想与假设 能见面的日子里 我每天晚上都会纠结 明天是要怎么跟你打招呼呢 还是继续静静地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窥看你 你是散落的星星 不小心落在我的心间 慢慢沉到心底 成了我唯一的温柔 环游变了整个星系 也找不到比你更亮的那颗星星 无数个夜晚 你每每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而我也只能在梦境里 才会将我白天预想了 无数遍表白的话语告诉你 我喜欢你 李婉逸 但在现实里 我不敢 一次也不敢 甚至连看你都需要用余光 假装看不见 却用余光看了无数遍 你像龙卷风一样 来得又猛又烈 席卷了我的生活 很多东西都开始与你有关 所有的密码 都有你名字的字母和生日组成 就连家里的鹦鹉 我都教会了 它喊你的名字 好像这样才能缓解 我的相思之情 每当看到电影里 无疾而终的暗恋成为遗憾时 便会心情沮丧一次 觉得你我大概率 应该也会如此 在这路遥马迹的人间 你在我心里 何止好几年 杨子总说 我长了一张 霍国殃民的渣男像 想跟你摊牌 又怕被拒绝 我的心上 因你长满了青苔 我将情书翻到纸张起皱 字迹斑驳 却只敢在梦里递给你 今天的风有没有告诉你 有个人很想你 暗恋是一个人的独白 纸上写满整整一页 每笔都代表我对你的喜欢 最后也只敢寄予荒野 我喜欢你 满山遍野的喜欢 宋于白2012年7月18日 情书上有皱皱巴巴的痕迹 微微泛黄 像是在书里加了好多年 沈卿尘的微博已经发出 将本次官宣事件 推到了高潮 网友纷纷评论 我彻底信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爵士好男人 有纸巾吗 感动到想哭 以后 我为一穷二白夫妇举大旗 只有我想看看 九爷家的大鹦鹉吗 只有我觉得 九爷文笔很好吗 感同身受了 暗恋就是这样 杨子是瑞阳集团的徐晶阳吗 是不是他要是不说 九爷是渣男像 他就去表白了 猪队友啊 这样代表 我是不是知道了 九爷的所有密码 远在唐城的唐佳宁 也站出来支援自家哥哥 他也在微博发了文 恭喜我哥爱特宋于白 EK有情人终成眷属 之前在宋城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 非要让我陪他去贺岁当电影 我说呢 原来是为了偶遇嫂子 我当时年纪还小 根本不知道他看什么看的 眼睛都直了 还狂往我嘴里塞爆米花 我真的会陷 网友很快评论 哈哈哈哈 妹妹好可爱 虽然但是 有被笑道 当时你是不在心里喊妈卖P 好奇宋太太学生时代 长什么样 能把九爷迷成那样 互联网的速度太快了 有人提出疑问 那就有人能把你祖宗三代扒出来 很快 网友扒出来了 李婉宜学生时代的照片 毕竟现在的李婉宜相貌 身材 气质 那都是顶配 料想以前也不会差到哪去 网友本以为会是从小美到大 惊艳四座的美少女 谁知照片一出来 让人大跌眼镜 与客观意识里的漂亮女孩不挂钩 只能算作可爱 圆圆的脸上胶原蛋白满满 但看出来五官非常精致 紧接着 一位博主发起的讨论 冲上了热搜 被爱的前提是漂亮吗 由于官宣的势头又猛又急 热搜层出不断 一时间 微博崩了 医院病房内 吴熙童正在用笔记本电脑 查发帖之人的IP 靠 这还是个高端玩家 我光扒他的马甲 扒了十好几个 别让我揪到这货 让我抓到他 我非扒他几层皮 李婉宜正在陪小哲 在玩黏土捏人偶 调侃到 这世界 还有吴老师搞不定的人 啊 吴熙童突然一声大叫 这一叫道好 吓得李婉一手一哆嗦 人偶的鼻子给捏歪了 小哲称怒 头去幽怨的小眼神 干妈 你干嘛一惊一乍 把我妈咪吓了一跳 易宝 快来看 我男神官宣了 吴熙童天天挂在嘴边的男神太多了 李婉一时仗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谁 你哪个男神 你家狗男人 吴熙童一拍大腿 激动地说 易宝 你快来 李婉一不急不徐地 把手里的人偶放在桌子上 宋玉白早就给他打过预防针说回官宣 他心里有准备 这回也并没有特别着急 他摸了摸小哲的头发 小哲 你先自己玩一会 妈咪一会 再接着陪你玩 好的妈咪 小哲乖巧地点点头 注意力都在捏人偶上面 李婉一这才走到沙发那坐下 吴熙童激动地说 快看 当他盯着电脑屏幕 看到宋玉白那条官宣的微薄 他的心也跟着呼吸一致 他说 他暗恋了他十四年 十四年前是什么时候 他怎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那时候他们认识吗 他们难道不是 上高中才认识的吗 无数个疑问 在心里冒出来 宋玉白只说他喜欢他 他以为他是从大一的时候 才开始喜欢他 毕竟那时候的他才最漂亮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可是心里密密麻麻被填满的感觉 让他根本算不清楚 十四年前是哪一年 但他知道 十年前的他 胖乎乎的 不完美 在神坛久居不下的宋玉白 居然会喜欢那个时期的他 一保 宋玉白真的暗恋你十四年吗 是公关方案 还是真的 李婉一心漏掉了一排 木讷地说 我也不清楚 吴熙彤倒是开始 帮他算起了时间 不对啊 十四年前 他还是十三岁的小屁孩一个 那时候 你们应该不认识啊 吴熙彤顺着评论往下翻 咽了咽口水 逐渐开始哑然 面对网友 罗列的装装剑剑的暗恋证据 饶氏平时喜欢杂杂呼呼的吴熙彤 也失语了 看着看着 吴熙彤肩膀开始一抖一抖地触动 他的眼圈泛红 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渐渐湿润了起来 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而下 一向铁骨蒸蒸 流血不流泪的女人 哭了 一保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 吴熙彤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真的偷偷爱了你十几年 不是假的 李婉一的身心像通电式的发麻 四肢浮浮地 完全失去了力气 头脑也有点昏 思想仿佛一圈一圈飞散的烟 凝不成固定的形式 特别是当他看到那封情书的时候 那种百感焦急的复杂感情 恐怕也只有经历过 长达十余年暗恋的人才会懂 原来 在这路遥马迹的人间 真的有人把爱着藏了十余年 如若不是他也暗恋他那么久 他定是不敢 也不会相信的 如今所有的证据被网友扒了出来 他竟然有一种 如大梦一场的恍惚感 吴熙彤抽了几张纸巾 醒鼻涕擦眼泪 他哭得一抽一抽的 一饱 我再也不骂他渣男和狗男人了 他还是我的男神 宋承第一 痴情大怨肿 叮铃铃 一阵悠扬婉转的手机 铃声响起 李婉一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屏幕上显示 老公来电 老公 他可不记得自己 把什么人的备注改成过老公 但当他拿起手机的时候 唇角已经情不自禁地弯起 按下接通键的一刹那 他平住呼吸 可是他的心跳止不住地咚咚在响 仿佛快要跳出来 电话那头也没有立刻出声 两人就这么隔着手机 像是能听到对方稳健而强有力的心跳声 两久 宋玉白才哑着嗓子说 老婆 我想你了 李婉一喉间一哽咽 我也想你了 很想很想 他大 李婉一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 病房门被打开 宋玉白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定制西装 款款来 手中抱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 老婆 我来接你回家 宋玉白勾了勾唇 眉眼多出几分柔软前犬 李婉一愣在原地 像是回到了几年前 那时候骑着脚踏车 从他身边一闪而过的少年 也曾对他这样笑过 可是当时他误以为他 看的是苏金安 还因为这个难过了好久 吴锡同刚收回去的眼泪 又立刻涌了出来 一宝 你什么都不必说了 我替你哭 李婉一攥紧了手指 此时此刻 只有吴锡同最懂他 在国外的那几年里 因为见过了太多的血腥场面 尸横遍野 还有生死离别的场面 所以才有了感情方面的障碍 他心理性哭不出来 算精神疾病的一种 只有吴锡同和安妮知道 两人就这么定定地望着对方 双眸中涌现出无尽的爱意 庞佛过了一个世纪之久 宋于白长腿一脉 两步上前 他将玫瑰花递给他 嗓音疗心入骨地隐匿着笑意 老婆 你不是想我了吗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因为太喜欢 我喜欢到一时诗语 嗯 是 李婉一眼含笑意 顺势接过花束 鼻息间竟是浓郁的花香 是什么 宋于白一愣 他没想到 他会回答得这么痛快 是想你 也是喜欢你 我喜欢你 宋于白 李婉一这句积攒在心口 十余年的话 终是说了出来 宋于白一下红了眼眶 跟着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李婉一亲口说的这句话 比他日记本中的字眼 更有杀伤力 他等了十几年 终于亲耳听到了他的表白 他们的新故事 会在夏天温柔的晚风中 拉开序幕 李婉一 我也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 我知道 我用五千一百二十天时间证明了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都知道 李婉一歪着头看他 眸光流动 唇角微扬 宋于白 我很喜欢很喜欢你 我也都知道 以后喜欢我就直说 我们别再错过了 宋于白再也忍不住 长臂一身 还住他的鲜鲜细腰 直接将他揽入怀中 李婉一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都听你的 无锡同抽抽搭搭 已经哭成了泪人 同样哭成泪人的 还有小哲 无锡同瞥了他一眼 小鬼 你哭什么哭 小哲白了他一眼 大鬼 你哭什么 我就哭什么 无锡同美好气地说 大人的事情 你能懂 小哲也同样美好气地说 不就是我妈咪要谈恋爱了吗 无锡同又哭又笑 故意逗他 你妈咪早就结婚了 现在是要给你 生个弟弟妹妹了 没想到小哲出奇的兴奋 太好了 我想要个妹妹 妈咪是真的吗 无锡同吸了吸鼻子 问 为什么不是弟弟 小哲说 也行了 只要是妈咪生的 我都喜欢 无锡同鸣嘴偷笑 完了 老宋家又出一枚小田狗 李婉一但笑不语 宋玉白无声圈紧了他 走吧 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回家 李婉一不解的抬眸望着他 宋玉白解释道 蓝月湾的家 我已经让人给安排好了 请了私人医生 医疗设备都置办齐全了 老朱在医院 也不是长久之际 没有归宿感 无锡同惊讶 真是豪横 九爷这是为了逃老不欢心 把医院搬到家里去了 李婉一文言 立即垂下眼瞼 耳根子悄悄红了起来 无锡同打去 一宝莲怎么红了 正说着 宋玉白的手机 铃声响起 屏幕显示杨子来电 他单手揽着李婉一 另一只手按下接听键 开了免提 喂 杨子 一旁的无锡同文言正经微作 竖起耳朵听 徐晋阳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嘖嘖嘖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身边还暗藏了个田狗 宋玉白心情好 出奇的没对他 干嘛 徐晋阳说 某些人在我眼皮子底下 偷偷搞暗恋 一搞还十多年 恶心 想吐 宋玉白笑说 怎么 你怀孕了 徐晋阳痴笑 有异性没人性 宋玉白厚着脸皮说 你才知道 第一天认识我 徐晋阳在电话那头翻了个大白眼 你知道 网上现在怎么说你吗 宋诚第一申请 狗 他怕背对 忙加了句 是网友评选的 可不是我说的 吴晋同破替微笑 那合着你就是宋诚第一扎狗呗 此话一出 李婉逸瞬间被逗乐了 宋玉白见他笑 眉眼间多出几分柔软 徐晋阳一噎 想到自己一边在网上跟林芸汐搞网恋 又一边睡着吴晋同 他便有些自残行贿 现在倒也颇有几分渣男的座牌 电话停顿了五秒有余 他才缓缓开口 话锋一转 那个 九旋啊 叫上清晨晚上组个局一起吃饭吧 庆祝你跟晚一百年好合 可我请 钱你出 吴晋同盲说 你搞反了吧 小绵羊 是钱你出 可我男神请 顺便庆祝你这宋诚第一扎狗的称呼 实至名归 毕竟现在两人的关系真的不纯洁 徐晋阳有些心虚 看在我晚一的面子上 这钱我出 吴晋同说 痛快 就这么定了 我等会摇人 李婉一抬眸 与宋语白相视一笑 这一对火宝 宋语白调侃 小统 杨子最不缺的就是钱 你这招吃不穷他 除非是嫁给他 把他的钱套过来才行 此话一出 吴晋同也有些心虚 算了 无福消受 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徐晋阳来气了 挂了挂了 我这还忙着呢 晚上见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以前都是宋语白挂 徐晋阳的电话 这次倒好 被徐晋阳挂断了电话 吴晋同夸张地说 哎 这渣狗跑得还挺快 上天什么时候 能分给我一个像九爷 这样的绝世好男人 小哲奶生奶气地说 干妈 你看看我 我也是绝世好男人 你先长大再说 吴晋同被逗笑 现在你小奶娃子 一个还没入场去 小哲说 可是干妈 你也别太自信 我喜欢妈咪这样的 长大了 娶也是要娶妈咪这样的 吴晋同气势汹汹地 走到小哲身边 捏了捏他可爱的小脸 你个小家伙 屁股痒了是吗 说着 他就要撸起袖子 伸出胳膊做事 要打小哲的屁股 小哲眼看着要被打小屁股 赶紧往李婉义身边钻 宋语白直接将他抱了起来 走吧 小鬼 先回家吧 小哲不满地撅起嘴巴 人家叫小哲 不叫小鬼 那你还叫我坏人叔叔呢 你什么时候改口叫我把鼻 我就不叫你小鬼了 我已经有把鼻了 你那个不算 我才是合法的 不信你问你妈咪 李婉义善笑 还真是记仇 这是还记得 小哲在加州 叫别人把鼻的事情 他正色道 小哲 之前安妮姐姐跟你开玩笑 不可以随便叫别人把鼻哦 小哲乖乖点头应下 妈咪 我知道了 宋语白说 小童 我让司机把你送回去 等会他们定好地 我老婆 会把餐厅的位置发给你 晚上一起吃饭 无戏同怒弩嘴 这哪吃了试饭 明明是狗粮啊 李婉一打去 饭和狗粮都免费吃 不需要花钱 无戏同做了个鬼脸 称怒道 一宝 你也调侃我 跟着我男神学坏了 李婉一说 我一直就这样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 无戏同气节 果然嫁出去的女人 泼出去的水 现在都跟外人 一个鼻孔出气了 宋语白忍俊不惊 老婆 走吧 我们回去 先把小哲安顿好 无戏同忙摆摆手 回吧 晚上见 与无戏同告别 宋语白便一手抱娃 一手牵着自家老婆 相邪离开 在医院门口分别的时候 无戏同看着三人的背影 在转身的时候 偷偷抹了把眼泪 她的一宝 终是寻得良人 人间值得 虽然辛苦 但是滚烫